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吧 今日的风景看够了 城门也快关了 蒙州岛 每到这个时候他们都会选择回去吃一点好酒好菜然后各自休息 沐清清点点头 在小酒馆里两个人点了一壶酒 几盘小菜 荤素搭配 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却是沐清清喜欢的 公子 小姐 要听小曲儿吗 一个手抱琵琶的女子走过来打扮得十分朴素 神情弱弱的像是恳求他们施舍 沐清清一时间竟有一些恍惚 还以为自己回到了从前的世界 酒馆里卖唱的姑娘 真叫人怀念 你会唱什么 蒙州笑着问 倒没有完全不尊重这姑娘的意思 公子喜欢听什么 我一般的小曲都能唱的 姑娘见蒙州接话十分高兴 目睛睛挑眉 那就穿一首《梦中婚》好了 《梦中婚》 那是什么 听了就知道了 姑娘坐下 调湿了一下音轆 然后拨弄了一番 接着 凄美的琴声缓缓流淌而出 姑娘歌喉漫妙 唱着伤感的歌谣 尽叫人听的想要落泪 沐清清觉得自己的心口仿佛堵了一块石头一样 眼泪不住地往下掉 却又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么大的悲伤 蒙州忽然放出雪女 雪女当机立断 出手冻住了那卖唱的姑娘 歌声夹仗而止 沐清清如梦初醒 那卖唱的姑娘 突然破冰而出 手里的琵琶再度地拨开 情形仿佛有了意识一般 朝着沐清清她们飞来 雪女以冰雪为屏障 挡住了攻击 沐清清擦了擦眼泪 问道 怎么回事啊 看来还是被人发现了 这女人是来夺宝的 蒙州非常警惕地道 怎么会呢 不是个卖唱女吗 可是歌声也能伤人吗 沐清清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攻击 如果没有猜错 她就是亡命歌姬 她那种歌声可以迷惑人的心智 让人产生幻觉 还好你我都是断尾高的 忽然早就被她杀死了 我只觉得悲伤而已 沐清清倒 莫名其妙地悲伤 然后流泪 让你产生厌世的心理 再让你渴望 最后你会自己杀死自己 这亡命歌姬果然不凡 幸好她的境界在你我之下呀 要不今日 我们难逃一劫 那你刚刚为什么没有发现她的真面目 我就说嘛 彩虹城的酒馆怎么还会有卖唱女 有卖唱女不足为奇 这个世界 虽然有很多高手 可也有一些低级修饰 她们需要营生 自然要想尽办法挣钱呀 沐清清看王命歌姬打不过雪女 已经朝机会逃走了 要不要追啊 不必了 我们先离开吧 赶紧隐藏踪迹才是 不然 被比我们厉害的人发现 那可就不妙了 沐清清看了一眼雪女 有一些不忍心 下次还是不要让她出来对付敌人了 我总觉得这样对她不好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 她虽然没有灵魂 但却可以通过战斗来增长实力嘛 我希望她能够变回原来的样子 只是不知道该去哪儿寻找她的魂魄 沐清清有一些惆怅 总觉得对不住雪女 曾经 她为了自己那么付出 自己却没有办法帮她 放心吧 迟早会找到的 修卢岛再打 也有尽头 夺走她灵魂的人 迟早会现身 说不定 这次来夺宝的人中 就有雪女的仇润呢 但愿如此 如果她来了 我一定不饶她 沐清清瞬间杀气腾腾 先走 门桌上沐清清离开着 沐清清点点头 两人分头消失在了小酒馆里 沐清清知道 此时不能直接回住处 怕有人跟踪 所以便开始绕路 穿大街过小巷 哪人多往哪里钻 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闪而过 沐清清用力地眨了眨眼睛 她难道是眼花了吗 为什么会看到凤清阳 那熟悉的身影 她是不会忘记的 为了确定这一点 她赶紧追上去 但人有点多 她很快就发现 那个影子不见了 难道世上 还有那么相似的背影吗 沐清清有一些茫然 或许是她太过思念清阳 她怎么会在这儿 她又想到在星耀城 见到的玄境 或者不是清阳 而是玄境吗 沐清清叹了一口气 还是放弃了 继续寻找 可一回神 才发现自己好像 走到了没人的地方 这还是一条暗像 她刚要离开 忽然觉得自己的手脚 都无法动弹了 低头一看 身体好像被一条绳索 给捆住了 而不管她怎么挣扎 都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别挣扎了 你争不妥的 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从阴影处 走出来一个蒙了面的人 她穿着黑色斗篷 遮住了头 也完全看不到她的脸 你是谁 沐清清还算冷静 惊慌失措的话 就更没有办法逃走 我们认识吗 你为什么要抓我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谁 你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 你明白的 如果你肯乖乖交出来的话 我不会为难你 毕竟我一向是个 脸像西域的人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沐清清故意装傻 绝不可能把紫禁神龙交出去 何必呢 你要是死了 我肯定能从你身上 搜出紫禁神龙蛋 难道性命 不比紫禁神龙 更重要吗 蒙面人好像很有耐心 寻寻善用 沐清清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已经调查清楚 是谁泄露了自己的身份 红尔和吉叔 不是维尔知道 他身上有紫禁神龙蛋的人吗 他们竟然出卖了客人的身份 沐清清一想到这儿 就气氛异常 早知道就不该信任这些奸商了 紫禁神龙蛋 那是什么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看来 你是不配合了 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 蒙面人亮出了手中的铁钩 看起来很普通的样子 却偏偏给人无比危险的感觉 你想怎么样 沐清清露出慌乱的眼神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鸭 第1511集 不想怎么样 不过是想要你的命 然后再慢慢搜身 找到自己身龙 蒙面人已经靠近了 沐清清正努力想办法解开束缚 可对方不知用了什么样的绳索 他越挣扎 就越是会捆得更紧 沐清清索性放体挣扎 定定地看着对方 这就对了 不要挣扎 挣扎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蒙面人靠近了沐清清 他伸出了一双惨白的手 指甲细长 看起来就跟骆扎手差不多 沐清清盯着他 你从哪知道我的 这个重要吗 蒙面人的手 已经到了沐清清的身前 眼看就要掐住他的咽喉 沐清清却坦然得很 好像根本就无所畏惧 你不怕死吗 蒙面人反而迟疑了 当猎物没有反抗意识的时候 反而是该警惕的时候 沐清清面喊浅笑 怕死的话 就太丢脸了吧 既然选择来了修罗岛 就已经做好了 随时会死的准备啊 沐清清好像真的 把生死看淡了一样 无论如何 都不能够在敌人面前露窃 蒙面人沉默了片刻 手落在沐清清的脸上 沐清清眼神一冷 可他还没开口 蒙面人的胸口 不知什么时候 插上了一只 奇形怪状的锥子 而且那锥子散发着 阴沉的黑雾 迅速在他身上旋转着 仿佛要搅烂 蒙面人的身体 蒙面人甚至都没有 发出惨叫 只是瞪大眼睛 他不敢置信 自己经历的这一刻 沐清清皱眉 蒙面人倒下了 他也解脱了 绳索自动地解开 他获得了自由 谁 沐清清自下查看 却什么动静也没有发现 这是什么级别的高手 才能够这样 无声无息的出现 又无声无息的消失 沐清清越发觉得不安 如果又是一个 觊觎神龙弹的人 该怎么办 出来 沐清清做好了 攻击的姿势 她听到 又脚步伸靠近了 是我了 你没事吧 蒙周从另外一头进来 刚刚是你救了我 蒙周这才看到 地上倒下的黑色斗篷的人 你遇到嫡妻了 不是你救了我 沐清清也很诧异 不是蒙周 那是谁呢 我是来找你没错 但是我才刚来 蒙周表示自己 真的没有救美 真可惜啊 我应该早点来的 这样就能英雄救美 你会不会特别感动 蒙周忽然有一些遗憾起来 沐清清扫了她一眼 并不会 喂 真无情 我在想 到底是谁救了我 为什么不出现 沐清清拖着腮帮子 觉得很不解 她想过可能是玄境 但以玄境的性格救了她 铁定是要出来炫耀一番的吧 也许别有目的吧 还是快些离开这里吧 免得结尾生枝 蒙周此时也是有一些担忧起来 引来太多的高手 她也怕应付不过来 我的身份可能泄露了 现在到哪都不太安全 沐清清不想回住处了 那怎么办 去彩虹拍卖行 消息多半是从那走漏的 我们正大光明住进去 他们也不敢怎样 沐清清露出一抹得意的笑 说得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蒙周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沐清清挑眉 因为你笨呗 这话就过分了 我蒙周怎么可能笨呢 两人一边走一边斗嘴 来到彩虹拍卖行门前 横儿立刻就闻讯出来 依然不感热情 二位贵客临门 真是彭壁生辉啊 横儿如今可是把沐清清 当作财神一样的供着 对蒙周反而淡了几分 上来就挽着沐清清的手 拉她进去 蒙周故意吃醋道 红姑娘 你怎么厚此薄彼啊 好歹也拉我一下嘛 红姑娘不知笑了 也挽住了蒙周的胳膊 三人并排走 好在彩虹拍卖行的门够宽敞 不然还真的进不去 进了门 红儿才松开了他们二人 吩咐下人上好了茶 这个时候来找我 肯定有要紧的事吧 此时已经接近害时 拍卖行也打了殃 红儿当然相信 他们不是为了找他玩的 可偏偏这一次 他们的确没有正经事 就是来找地方蹭住的 真没什么要紧事 就是想你了 蒙周冲红儿眨眨眼 母亲亲笑而不语 红儿反而糊涂了 真没事 我们没地方住了 母亲亲直言不讳 早说啊 本来就该让你们住 在咱们这里的 红儿立刻吩咐人去准备客房 这还真是巧得很 来借宿的可不止二位呢 红儿笑嘻嘻地 领着他们去了后院的客房 彩虹拍卖行还真是大 穿过了层层回廊 才抵达后院 后面停滩楼阁 小桥流水 实在是赏心悦目 彩虹拍卖行很挣钱吧 不过是沾了客人们的光 张光就已经这样富了 可见拍卖行的生意好啊 母亲亲打量着这么大的地方 铁定是要不少钱的 这边请 红儿领着他们走到住处 可拐弯的时候 蒙州却仗上一个人 母亲亲也觉得 这世界太小了一些 展霖霜竟然就住了进来 还以为彩虹城不大 不一定能够遇上呢 呀 对不起 展霖霜剑撞到一个俊秀公子 脸刷的也就红了 红儿赶紧上前打圆场 没事没事 蒙公子 这位是星耀城城主的千金 展小姐 蒙州看着展霖霜 才想到 她应该不认得现在的自己 展小姐 这位是蒙公子 展霖霜在看到 沐青青的那一刻 脸色白了一下 但很快就转为疑惑 蒙公子 展霖霜是疑问的口吻 蒙州也假装是初见 对她礼貌地笑了一下 点头示意并不开口 这位是蒙公子的妹妹 妹妹 展霖霜更加疑惑了 沐青青冲她笑了一下 真巧啊 展小姐 又见面了 展霖霜眉头皱起 目光又落在蒙州的身上 你身边这位蒙公子 展霖霜欲言又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一十二集 沐青青看了一眼蒙周 是我哥 嗯 真巧 展霖霜露出怪异的表情 像是很失望 又如是重负一般 原来是蒙姑娘和展小姐认识啊 那可太好了 正好大家都同住一个院子呢 红儿完全在状况之外 还很高兴地为他们引荐 沐青青笑了笑 真的啊 那可真是太好了 有伴呢 蒙公子就住在隔壁院子吧 离得也近 可以相互照应呢 哎呀 我还以为我要和妹妹 展小姐一起住呢 文州故意笑得很轻飘 展霖霜的目光顿时又锁紧了她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 展小姐都有友谊 那可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你 修到屋里 我已经嫁人了 展霖霜气恼地跺跺脚脚 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 嫁人了又如何 离了也就是了 本公子不介意 文 文州 展霖霜脸色战红 也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害羞 一转身便跑了 红儿十分意外看着蒙州 怎么 终于认识到本公子的魅力了 红姑娘放心 本公子只对你一个人有益 红儿娇笑一声 自然没有当真 将蒙州和穆青青送到地方之后 便也告辞了 穆青青回了房 刚打算关窗睡觉 蒙州就跳了进来 你还不去睡觉 我不能留下来 我得走了 为什么 这里不是挺好的吗 展霖霜的房间紧挨着我 她会发现我的 发现就发现呗 你欠不得光吗 穆青青又好气又好笑 为什么一见到展霖霜 她就这么的怂抱 我当然不能让她知道 我就是我呀 我在新药城就已经决定了 这辈子不会再见她了 蒙州十分严肃 却换了穆青青一阵大笑 你笑什么 笑你啊 这么怂 见了又怎样 反正就是不想再见了 我走了 跟你打上招呼 蒙州说着就要离开 蒙州啊 你这样可不行 你越是想逃呢 就越说明你在乎 穆青青淡淡提醒了一句 可是她已经嫁做人妇了 你应该放下了 蒙州身体顿住 她底气不足地说放下了 放下了何必逃跑呢 你应该让她看看现在的你 穆青青可不相信蒙州的话 为什么 见到我又怎样 见到现在的你 她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样的人啊 穆青青期待着那样的剧情 曾经她对你不屑一顾 因为你的样貌丑陋 身体残缺 所以连带着你的一片赤诚之心 也气如碧履 穆青青期待着展霖霜后悔的样子 蒙州的身体绷紧了 那又怎样 我现在的样子 她就会喜欢了吗 蒙州在展霖霜的面前 从来没有过自信 她刚刚见你的第一眼 脸红了 你看错了吧 她那么骄傲的人 怎么会脸红 如果是脸红 简直被气的 蒙州丝毫不认为 展霖霜会为她脸红 穆青青无奈地摇头 唉 你怎么就在展霖霜面前 这样松呢 自卑得不像样 平时对别人 倒是很会口夸话 因为都不是展霖霜 真是个矛盾的家伙 你要是慌 你就走吧 穆青青也懒得搭理她 直接关了窗 蒙州不知道走了没有 穆青青打了个哈欠 就去睡觉了 因为在彩虹拍卖行 所以觉得很有安全感 只是睡到半夜 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 又出现了 她睁开眼睛 却又什么都没有看到 到底是我的幻觉 还是真有人在窥视 穆青青难难道 揉了揉脸 窗口的风吹进来 让她觉得有一些凉意 起身去关窗 却忽然想起 她好像关过窗了 的确有人溜进来了吧 穆青青浑身像是 结了冰一样的紧绷起来 这种感觉太恐怖了 她后半夜 甚至都没有睡觉 第二天顶着黑眼圈 出的门 横尔来给她送早餐的时候 都被惊到了 姑娘 昨晚睡得不好 后半夜就没睡 穆青青看着红二 想要确定 她是不是在装傻 一定是彩虹拍卖行的人 不然外人 怎么会进来呢 怎么了 是床铺不舒服 还是房间哪有人 让您不满意的 横尔只是担忧地 看着穆青青 你们这里应该很安全吧 穆青青打量了一下四周 没有高大的树 不适合藏人 不过修士想要隐藏踪迹 根本不需要靠遮蔽物 这一点才让穆青青觉得烦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 防不胜防 怎么了 这里当然很安全 绝对不敢有人在我们彩虹拍卖行 放肆的 红二很笃定 对自家的安全措施也很自信 穆青青看着红二 那就奇怪了 昨夜有人偷偷进了我的房间 我本来以为这里很安全才来的 没想到这里也不安全 穆青青露出失望的样子 打了个哈欠 她是真的有点困 不 不会吧 怎么可能呢 这里四周都是彩虹城部下的层层防御 红二的眼神开始闪烁了 穆青青一直盯着她看 这个眼神她没有错过 红姑娘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隐瞒我 怎么会呢 我哪有什么好隐瞒您的 我向您保证 彩虹拍卖行里 绝对没有人敢对您不利 红二信誓旦旦 又说得非常坚决 穆青青几乎要相信了她 可刚刚明明是很心虚的 我的身份泄露了 穆青青看着红二 有人知道我身上带着紫尖神龙蛋 穆青青又补充了一句 眼神紧紧地锁定红二 什么 既然有人泄露出去了 这不可能啊 红二又表示震惊 我昨晚被人堵在暗巷里 险些被杀了 穆青青露起衣袖 让她看看自己手腕上的绳索勒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13集 穆青青放下袖子 你信了吧 只用我们四个在场 我肯定不敢泄露出去的 红二赶紧撇清干系 那就是吉叔了 不会的 吉叔最是一个本分的人 而且他也没这个胆子 红二忙摇头 这件事 绝不能够牵扯到 彩虹拍卖行的人 你当然这样说 如果是你们泄露的 彩虹拍卖行的招牌 该被砸了吧 穆青青持之以鼻 清清姑娘 真的 您相信我 我们彩虹拍卖行成立以来 就没有这样的 没有操守的事情啊 红二态度恳气 而且这件事情传出去 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啊 您又不打算卖了 我们无力可图 你们也可能想要夺宝啊 穆青青看着红二 你们拍卖行也是做生意的 商人只要有利可图 是会铤而走险的 穆青青觉得拍卖行的人 可能才是真凶 您真的误会了 这绝对不可能的 的确紫金 神龙是无价之宝 可对拍卖行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红二态度也十分严肃 如果我们坏了规矩 以后也不可能有人 来赶找我们做买卖了 这才是自决后路啊 那你怎么解释 难道是我们自己 泄露出去的 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查一查 青青姑娘 您 确信您身边那位萌公子 真是你的哥哥吗 红二忽然认真的问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日他也在场 红二暗示穆青青 蒙州也可能有嫌疑 穆青青道 他 其实穆青青并不是 没有怀疑过蒙州 而且蒙州昨晚出现的 时机也太巧合了 蒙面人一死 他就来了 他和蒙面人对峙的时候 他却一直没有现身 难道真的是他在搞鬼 姑娘 不是我挑拨你们的关系 就算是真的兄妹 也有可能为了至宝 反目成仇的 红二的话 让沐青青陷入了沉思 那位萌公子 对紫金神龙也十分垂眼 那位萌公子 对紫金神龙也十分垂眼 进水楼台先得月 他未必不会对您下手 红二又分析了一同 加重了蒙州的嫌疑 王公子昨夜走了 您的紫金神龙弹还在吗 横儿看着穆青青 穆青青的手上的戒指还在 她用神识探查了一下戒指的内部 发现戒指竟毫无反应 怎么回事 戒指被换了 穆青青的脸色瞬间惨白 手上戴的已经不是空间临界了 而是一枚普通的戒指 虽然外表一模一样 果然如此 红二松了一口气 又同时紧张起来 那蒙公子偷了您的戒指 将紫金神龙弹也一并偷走了 还想栽赃给我们彩虹拍卖行 红二气得脸红 这个该死的家伙 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竟然敢打我的主意 当务这急事先找到人 我们彩虹拍卖行可以帮忙 不用 抓到一个人 他必然会陷身 穆青青想到了住在隔壁的展铃霜 谁 斩铃霜 穆青青说完 就冲到斩铃霜的面前 直接用火化做绳索 将她给捆了 你做什么 斩铃霜大惊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抱歉 斩小姐 需要你帮个忙 暂时委屈你一下 事后 我一定会补偿你 穆青青也不是不分善恶之人 斩铃霜和这件事唯一的关系 就是她是蒙州的心上人 猴儿也跟了过来 对穆青青的行为深感不解 姑娘 您这是做什么 斩小姐也是我们的贵客 这件事情应该没关系啊 穆青青 你要是敢乱来 我对你不客气 斩铃霜试图挣扎 可身体却完全没法动 秦青青姑娘 您不要乱来 星药城城主身份尊贵 实力也很强大 您不好得罪她的 我不管星药城城主多厉害 我只知道 现在我需要用斩铃霜 换回我的紫金神龙蛋 穆青青气得心肝疼 她真后悔 为什么轻易地就相信了蒙州 明明应该对她多加设防 紫金神龙蛋 竟然是你 现在被蒙州那个混蛋给偷走了 穆青青气得快要炸了 斩铃霜更加糊涂 蒙州 蒙州也在这里吗 你昨晚见到的那个人就是蒙州 你不是怀疑过吗 穆青青懊恼不已 昨晚肯定是蒙州 趁她不注意偷走了戒指 她 她怎么会是阿蒙呢 斩铃霜不敢置信 可她又想起 昨晚那个人 虽然相貌和阿蒙天差地别 可气息却很相似 她只是被假象给蒙蔽了 所以才疏忽了嘛 她吃了我的复生丹 所以身体重新生长了 样貌大变 这 竟是这样 斩铃霜像是受了打击一样 垂头丧气 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她就是阿蒙 阿蒙竟然是这样的吗 斩铃霜始终不敢相信 莫轻轻抓着斩铃霜就往外冲 你又怎么样 斩铃霜反应过来又激烈反抗 别反抗了 你好好配合我 我到时候会报答你的 你转我做什么 她偷了你的东西 又不是我偷的 谁让现在只有你能让她自愿跑回来 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 你就委屈点吧 我轻轻给了她一颗红色丹药 让她暂时失去灵力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轻轻姑娘 您不要乱来 红儿追了上来 我没有打算乱来 我只是要用她当诱饵 将蒙周那个混账找回来 红儿一直还不知道 斩小姐跟蒙公子有什么关系 她就是蒙周那丝的心上人 我要看看 斩铃霜和紫金神龙 谁在她心里更重要 莫轻轻看了一眼斩铃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此时的斩铃霜气质大变 因为没有了灵力的缘故 她变得柔弱许多 再不是圣气凌人的大小姐了 你 你不许胡说 斩铃霜的声音都变得弱了 红儿瞠目结舌 心上人 这怎么这么乱啊 是够乱的 你先别管了 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 穆金青抓着斩铃霜 就往城门的方向去了 穆金青 你不能这样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儿子欠我的 还没有还 你又变本加烈 斩铃霜此时除了叫 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知道 所以会一并还给你 但是紫金神龙的价值 你也知道 我不会让蒙州占便宜的 穆金青更恨的是 蒙州的卑鄙 她已经试图 把她当成朋友看待 却在这时候被捅了一刀 她最恨的 就是背叛朋友的家伙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 我和蒙州 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她对你可是念念不忘呢 斩铃霜 你最好祈祷 她愿意为了你 放弃紫金神龙 母亲听 真不希望做残忍的事情 斩铃霜 战战兢兢地问 如果她不愿意呢 那你就只能 自认倒霉咯 我总要让她 也感受一下 痛苦的滋味 为了宝物 牺牲掉自己此生挚爱 她如果有这样的 狠毒心肠 我也服了他 母亲亲冷冷地看着前方 仿佛那里就是蒙州 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 我爹竟然不会放过你的 无所谓啊 你爹赶来的时候 我早就已经杀了你了 母亲亲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 战林双尾屈道 他不会来的 他 才不会来 是吗 对自己很没信心 母亲亲将他带到了城墙上 就是他之前 和蒙州一起待的位置 他夺了你的宝贝 可你早就逃之夭夭了 怎么会回来 战林双摇头 觉得母亲亲想的太多了 我很想知道 你那么看不起他 为什么他还对你挺痴情的 母亲亲将战林双 困在火圈里 他如今灵力已无 根本就逃不出去 所以他也有闲心跟他聊聊了 不转意下注意力 他真的担心自己会气到内伤 我 没有看不起他 战林双的目标 战林双的目光有一些不自然 我可是亲眼看见过 你对他那种态度简直嫌弃极了 母亲亲一点也不相信战林双的话 那也是没办法的 即使他和我一起长大的 小时候 就因为长相奇特 受人欺负 可以理解 神们总是对弱者充满了恶意 他不能修炼 所以受欺负就更惨了 可是他人很好 总是想办法逗我开心 战林双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就觉得十分的遥远 又十分的美好 我是家中庶女 生物地位很低 所以在家里 也不受宠 总是被姐姐们欺负 战林双的眼里闪过一抹落寞 母亲亲以为 战林双这么的神气凌人 是因为在家很受宠呢 真想不到 你看着不像树出的 那么唯唯诺诺 反而很骄横 母亲亲笑了笑 如果懦弱一点 就会被欺负得更惨了 所以 一定要强硬一点 说的有道理 母亲亲经历过这样的欺凌 知道其中的痛苦和无奈 后来我修炼天赋很好 才得了爹的赏识 要不然 像我这样的女儿 根本不会受到重视 战林双低下头 丢阿萌 一直陪在我身边 只有她不管什么时候 都喊我大小姐 跟着我跑前跑后 为我偷来担药 那 你为什么会对她这样的态度 我不忍看她一直做个奴仆 所以偷偷让她跟我一起修炼 可是奴仆 是不能修炼的 如果被人知道 我爹肯定会杀了她 所以我后来 去找张对她很讨厌 但总是偷偷去教她修炼 这样 就不会引起人的怀疑了 没想到 你对蒙州还这么好呢 难怪她对你念念不忘 其实 也不能说多好 有时候 我也挺讨厌她的 因为不管我怎么在外人面前打压她 击凌她 她都不介意 欺负人 是会上瘾的 我发现 能够通过欺负她 获得别人的认同 找到了很多新朋友 便渐渐地 越来越嫌弃她 所以后来是真的嫌弃了 我也不清楚 分不清了 反正 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而且 我不希望她喜欢我 斩凌霜的表情 有一些别扭 她不喜欢你 为什么要为你 做那么多的事 莫金金觉得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是啊 可我依然不希望她喜欢我 她喜欢我 我会被大家嘲笑的 大家是谁 你的兄弟姐妹 不知 还有 还有阿言 他们从前 不是朋友吗 只是阿文自己以为 他们是朋友 阿言根本看不起她 这样的男人 可真让人讨厌 既然不想跟人家当朋友 就不该利用人家的感情 莫金金也觉得 那个叫做阿言的人 比蒙州 还要令人讨厌 斩凌霜不赞同地道 阿言是我的夫君 不要这样说她 我看你是傻了 那种男人 你还当她是宝贝吗 莫金金也不知道 斩铃霜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闭嘴 你不许这样说她 斩铃霜是真的不高兴了 穆金金也懒得理会她 反正就是一场 无聊狗血的三角恋呗 蒙州喜欢你 你喜欢那个阿言 后来阿蒙偷偷修炼的事情 还是被我爹发现了 我把她放走了 然后 我嫁给了阿言 我结婚那天 阿蒙偷偷过来找我 问我愿不愿意跟她走 她为我种了很多很多 我爱的桃花 她可以给我最好的一切 斩铃霜露出一抹苦笑 我怎么会跟她走呢 我的确很喜欢桃花 可我只喜欢 和阿爷一起看到的桃花 她种的 我都不喜爱 不喜欢的人 不论做什么都无法打动人 只会让人觉得厌烦 是吗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是吧 我把她骂了一顿 让她永远也不要再回到星耀城 我也不可能喜欢她 木轻轻想 难怪蒙哲回去 就将千番城的桃花都给毁了 把那里变成了废城 她要是能够清醒一点就好了 我不讨厌她 但是 也不会喜欢她 可她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也不喜欢吗 木轻轻好奇地问 斩铃双微微一愣之后 笑了 说实话 我真不敢相信 那就是她 我也还没办法 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那让你再选一次 你选她 还是阿妍 斩铃双脸一红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起来像是水星养花的女子吗 哟 你对你丈夫还挺专情 哼 你看不起我 我也看不起你 斩铃双嗤之以鼻 不在乎木轻轻怎么讲 好吧 我道歉 不该问你这样的问题 木轻轻对着外面喊 蒙舟 我知道你肯定已经收到消息了 出来吧 在斩铃双 和紫金神龙蛋之间选一个吧 他来了 斩铃双有一些紧张地问 木轻轻笑而不语 这家伙肯定不会离开彩虹城 他惊得很 为什么 斩铃双双不解地问 因为我有这个 木轻轻拿了一张符咒出来 那是落落送的 可以让蒙舟乖乖听话的东西 蒙舟 你要是再不出现 我可对你的心上人不客气了 木轻轻冷冷地威胁到 蒙舟终于跳了出来 满脸的无奈 我说你这个丫头 怎么这样贵敬贵敬的 我以为能骗过你呢 蒙舟很挫败 如果不是彩虹拍卖行的人 坚守自盗 就是你了 恰好你昨晚来找我 恰好又说要走 你说我能那么蠢吗 木轻轻白了他一眼 拿出来吧 木轻轻伸出手跟他要戒指 我好不容易抢来的 你说我能还给你吗 你不还 那就等着看他死 木轻轻指着斩铃双问 你认为我会为了他 放弃紫青神龙 蒙舟痴晓要现在很不在乎 对啊 要不你能来吗 我来是为了你手里的符咒 那玩意儿还挺厉害的 蒙舟指了指木轻轻手里的符咒 可是这符咒也最多只是让你吃点苦头 并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来还是为了斩铃双吧 木轻轻拨弄了一下符咒 蒙舟顿时捂着肚子哀嚎一声 别动 很疼的 怕疼啊 怕疼就对了 还给我吧 不还 就是不还 木轻轻又弹了一下符咒 蒙舟疼得嗷一声 斩铃双看得很紧张 现在只是你身体疼 待会我弄死斩铃双 你就心疼了 死精神脑 是绝世之宝 我不能放弃 蒙舟捂着肚子 勉强站稳身体 行啊 那你就走吧 你知道的 你离我远远的 这符咒就起不了作用 蒙舟看了一眼斩铃双 斩铃双也看着她 阿蒙 蒙舟的身体震了一下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斩铃双疑惑地问 竟然还关心蒙舟的长相 吃了佛生蛋 经历了粉身碎骨的糖 斩铃双的眼里 闪过一抹不忍 一定 很痛苦吧 比起长得那么丑陋 所经历的痛苦 身上的痛 微不足道 蒙舟笑了笑 如果 不是因为长得那么丑陋 也就不会一直被人欺负 更不会失去所爱 你恨我吗 我恨 从来不恨 我那么对你 也不恨我 我只记得 你送我丹药回去连秘籍 最后还在你爹 要杀我的时候把我放走了 蒙舟从未忘记过 斩铃双对她的恩 可你也为我做过很多 你甚至 甚至为偷丹药 而被打得半死 斩铃双也没有忘记 蒙舟对她的好 你是大小姐吗 木轻轻看得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叫他们俩 不要当着她的面 这样的互诉忠常 你抓了她也没有用啊 我不会为她放弃任何东西的 早在离开新药城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 从此和她再无关系 木轻轻甩出的一团火 砸向斩铃双 斩铃双惨叫一声 蒙舟立刻紧张地要扑过去 木轻轻又放出一道火 逼退了蒙舟 还说不紧张 哼 木轻轻冷笑 蒙舟吸了一口气 终于无奈的 你不要为难她 所以我的戒指和紫禁神龙蛋呢 蒙舟依依不舍地伸出手 戒指就在她手上 伸过来 蒙舟心疼极了 还没捂着呢 伸过来 木轻轻坐视又要打斩铃双 蒙舟只好拔下来扔了出去 木轻轻飞身去抢救戒指的时候 蒙舟也冲过去 把斩铃双给救出来 木轻轻拿到戒指检查了一遍 发现紫禁神龙蛋不在了 蒙舟得意地搂着斩铃双 丫头 你还太嫩了 木轻轻也笑了 你看看斩铃双 斩铃双虚弱得站也站不稳 看起来像是随时都要断气 你把她怎么了 她 她给我喂了奇怪的药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继续耍花样 臭丫头 你太狠毒了 你要是不先来损招 我也不会出此下策 可这件事和她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可对付卑鄙的人 就要用卑鄙的手段 木轻轻耸耸肩 蒙舟恨恨地看着木轻轻 终于将紫禁神龙蛋给拿出来 还给你 她把蛋扔向木轻轻 木轻轻接过来 检查了一遍 发现的确没有问题之后 才满意地点点头 将蛋放回了戒指里 下次不要打我的主意 不然 我绝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1516集 解救 蒙舟喊道 木轻轻声给她一颗绿色的药丸 蒙舟赶紧喂斩铃霜吃了 斩铃霜这才恢复了元气 你 为什么要救我 斩铃霜不解地问 不为什么 蒙舟推开了她 对她十分冷漠 斩铃霜有一些羞残 你不欠我的了 没必要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与你没关系 我只是不想牵连无辜 那紫鸡神龙 已经和她喜悦了 我哪里也没有用 蒙舟道 木轻轻愣了一下 喜悦了 我怎么不记得 和别的神兽不一样 紫金神龙 需要更久的时间 才能孵化 你用灵力温养她 长期想来 她已经认可了你 蒙舟挫败地叹了一口气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该抢了 抢了也白抢 这就叫 偷鸡不成十八米 丫头 我错了还不成吗 咱俩以后各走各的 木轻轻说完就跳下城墙 蒙舟丢下斩铃霜 就去追木轻轻 我知道错了 咱们继续合作吧 你不是还没找到你儿子吗 蒙舟开始发挥 厚脸皮的技能 没得谈 快离我远一点 木轻轻厌烦地挥手 蒙舟还是仔细掰咧地往上贴 妹子 我就犯了一点贪心的毛病 没别的 我保证对你没有恶意的 晚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背叛 我本来还当你是朋友 没想到你这么无耻 木轻轻是真的生了蒙舟的气 别呀 我错了 我给你赔罪 我答应帮你找到 学你的魂魄 一分钱都不会收你的 免了 我自己会找的 丫头 你究竟要我怎么样 才能原谅我呀 我真的后悔了 其实我一得手 我还没走多远 我就后悔了 蒙舟开始装可怜 你后悔 不过是因为蛋蛋已经契约了 根本没办法为你所用 木轻轻可不相信他这一套 真不是 我当时还没发现 就算我发现了已经是契约的事实 我也可以拿去卖掉啊 偏一笔钱也是可以的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还给我 非得我用斩铃霜 才能把你逼出来 哎呀 我不是不好意思找你了吗 我在良心挣扎之后 打算去找你 但又怕你发现了 不敢去 蒙舟说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木轻轻反正是不打算相信他了 我对背叛过一次的人 是没有办法再信任的 你别跟着我了 木轻轻继续往前走 别啊 你对这个地方人生地不如的 我可以帮你不少呢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蒙舟指天发誓 不行就是不行 别烦我 正在两个人纠缠的时候 木轻轻忽然被一道力量给抓住了 拖向另一个方向 他还没反应过来 就坠入一个怀抱 眼前的人让他一时间有一些恍惚 叶 叶瑶 木轻轻差一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如果说有什么比蒙舟 更让他避之不及的人 那一定是叶瑶 就算是玄境 木轻轻都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叶瑶的出现 着实让他没有料到 更不愿意接受 你怎么来了 你走了之后 我想尽了一切方法找你 叶瑶的眼神有一些冷 声音也很冷 木轻轻可以明显察觉到 他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了 变得更加阴沉 木轻轻感觉到他现在很危险 他忍不住收敛了一下错愕的神情 先放开我吧 放开你 又让你逃走 叶瑶的眼神变得极度危险 木轻轻屏住呼吸 他发现 叶瑶的境界也提升了很多 看来修罗岛 才是真正适合修饰修炼的地方 喂 你是什么人 蒙舟也过来了 木轻轻看着蒙舟 此时倒希望他能够帮忙赶走叶瑶 比起蒙舟 叶瑶更让他想要摆脱掉 我是他的夫君 叶瑶直接宣告了自己的主权 你是凤青羊 蒙舟打量了一下叶瑶 木轻轻摇头 他不是 凤青羊不会做他的夫君 你不是凤青羊 那凭什么说是他的夫君 我知道这丫头的欣赏人 叫凤青羊 蒙舟戏谑地看着叶瑶 叶瑶眸子一寒杀气毕露 蒙舟也感受到这股杀气 也及时做出反应 两人的灵力无声捧撞 互相试探了一下深浅 蒙舟笑了 不错呀 不过我可不怕你 叶瑶已发现 蒙舟实力不在自己之下 叶瑶你放开我 我是来带你回去的 我不会回去的 我要找愿 以前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但从此也要都不可能了 叶瑶变得冷漠了很多 叶瑶 我和你从来都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有想过要留在你身边 你为什么要苦苦相逼 我不想听这些 叶瑶完全无动于衷 你放开我 沐清清激烈地挣扎 叶瑶吹了一声口哨 一只飞棚从天而降 叶瑶拉着沐清清坐上了飞棚 蒙舟追了出来 喂 这位小兄弟 放了我妹子 蒙舟吹了一声口哨 轻挑倒 叶瑶衣袖一挥 光刃一道道飞向蒙舟 蒙舟闪身避开 随手放出一群狮妖 将前路挡住 然后雪女出现 开始以冰雪攻击叶瑶 叶瑶也完全应付自如 根本无视蒙舟 很快 两人就打出了城 妹子 这家伙是从哪冒出来的 挺厉害的 蒙舟一边打 一边跟沐清清搭茬 他和我都来自换的 不过最近 他实力大幅上涨 叶瑶虽然在蒙舟对待 但一直把沐清清保护得很好 他并没有受到任何波及 蒙舟也并不朝着沐清清攻击 别怕 哥救你出来 不过你答应我呀 之前的事一笔工修 不许跟我生气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17集 蒙舟开始想谈条件了 我也不敢相信你 你还是走吧 别呀 我救你 算是给你的补偿 叶瑶看了一眼沐清清 你来这里 又找了一个男人 沐清清气恼地问 她把自己当什么人了 你这是什么话 不管到哪里 总是会和不同的男人 纠缠不清 是吗 叶瑶根本听不尽 沐清清的话 只一认为她又有了心欢 你这话听着可太刺耳了 蒙舟有些听不下去了 与你无关 叶瑶的眼神冰冷如利刃 你竟然这样想我 何必来找我 我绝对不会再给你 任何逃离我的机会 为此我可以做一切事 包括舍了你的腿脚 叶瑶说出手就出手 蒙舟大害 急忙挡下叶瑶对沐清清的攻击 你这个男人好狠呀 你到底是爱他 还是恨他呀 蒙舟无法理解 怎么有人能够这样对自己的心上人 他就算没有和斩铃霜在一起 也舍不得他受伤害 叶瑶眯起了眼睛 与你无关 现在和我有关了 我是他雇佣的保镖 负责保护他的安全 蒙舟执意要管 他和雪女一前一后开始夹击叶瑶 沐清清知道叶瑶现在已经疯了 不敢掉以轻心 迅速提升了自己的灵力 以烈火为护甲 逼着叶瑶放开他 叶瑶被烈火灼烧 也完全无动于衷 没用的 我穿了寒冰甲 你的火系攻击无效 你倒是做好了一切 对付我的准备啊 是你逼我的 沐清清实在看不懂他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不能好聚好散吗 不能 你凭什么认为能好聚好散 你凭什么认为我花那么大代价 将你带回来还会放你走 沐清清 你彻底摧毁了我对你的耐心 所以现在的一切 都由我说了算 叶瑶周身散发出一股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煞气 你 就算这样 我也不会留在你的身边的 除非你杀了我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还是会离开你 我绝不会再给你这样的机会 叶瑶也很笃定 用力扭了一下 沐清清的胳膊 沐清清疼得脑袋一片空白 丫头 忍一忍 我来了 蒙周大喊一声冲了过来 她的身体仿佛化作了一团黑影 叶瑶本来还能够单手应对 但此时蒙周也全力以赴加入战团 她也不得不放开了沐清清 将沐清清用一道特殊的金丝罩 给罩在里面 让她没有办法逃脱 沐清清试图用各种办法打开这个罩子 却发现无能为力 蒙周和叶瑶打得难分难解 沐清清百无聊赖地在罩子里 已经不尝试挣扎 就在她要放弃的时候 罩子突然破开了 一道残影将她拉出来 然后转瞬就离开了现场 等沐清清反应过来时 就见到玄境站在不远处 你 你怎么也来了 沐清清有一些无语 怎么都赶到一块来的 关键是 她想见的人却没有来 玄境有些不满 你似乎不想见到我 嗯 是的 玄境气闷 这样说话也太无情了吧 本来就对你没什么感情啊 沐清清懒洋洋带打了个哈欠 我该走了 多谢你 就这么走了 那要不然呢 我好歹从叶瑶手里救了你 玄境有一些委屈巴巴的 沐清清点点头 所以我谢谢你了 谢就一句话呀 哪那么便宜 玄境又邪笑一声 那还要怎么样 给你磕头 磕头就免了 亲一口可以 玄境指了指自己的脸 沐清清给了她一个白眼 休想 沐清有冷酷的女人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这样的女人 沐清清毫不抗拒地承认了 你要是单独走的话 还是会遇到叶瑶的 玄境提醒她 我会小心一点的 沐清清铁定要逼着叶瑶走 纳斯不会放过你的 她在幻岛大开杀戒 七大牌几乎死绝了 一句话 就让沐清清的身体僵住了 你说什么 沐清清回过头 面色惊恐 你没有听错 她杀了很多人 患道几乎血流成河 她为什么要那么做 疯了呗 她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 沐清清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 玄境耸耸肩 她倒也没有那么害怕 沐清清呼吸都似乎停滞了一半 身体急而颤抖起来 是因为我吗 沐清清绝不希望是这样的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玄境的话模棱两可 你不过是个借口 她可能只是不满其他派打算背叛的 恰好你在那个关头失踪了 所以月灵宗首当其冲 称了发泄的对象 沐清清大受打击一般地蹲下来 怎么会这样的 我留了信的 她为什么 为什么要那样 你不必觉得愧疚 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是她自己发疯 杀人的又不是你 玄境走过去将她扶起 沐清清眼里含着泪 如果 如果我没有走 也许她就不会那样做 你可以这样想 但是你没有责任和义务 为了那些人留在一个疯子身边 玄境握着沐清清的肩膀 希望她能够明白这一点 可 可到底还是因为我 月灵宗的人 他们大多是无辜的 沐清清无法接受这一切 她记得宗主和月姬 都是很好的人 尤其是月姬 想到月姬被杀了 她心里就充满了罪恶感 难怪月宗主说 她做好了被杀的准备 结果 月灵宗也跟着陪葬了 他们都低估了夜瑶的狠辣 她太狠毒了 所以你离开她 是正确的决定 不必后悔 我没有后悔离开她 我只是后悔不该连累其他人 沐清清诚然道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这种复旧感 也真正地叫人难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一十八集 真要说的话 也是那些人先做错了 他们不该伸出背叛的念头 可罪不至死 毕竟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 叶阳没有损失什么 背叛 就要付出代价 不论成功与否 如果他们赢了 叶阳也同样要被杀 玄境觉得 这种事情就是赌博 愿赌服输 你和他还真是一类人 你们可以互相理解 我轻轻讽刺到 推开了玄境 我和他可不是一类人 我对我的子民都很好 所以他们不会背叛我 哪怕我失踪了五百年 摩狱的君王 一直都是我 他们依然效忠我 这就是我和叶瑶的区别 玄境说得充满骄傲 叶瑶也是一千守护换道的 他之前一直兢兢业言 尽责尽力 错了 七大派发兵秦王 用的借口是什么 是你 可你知道 真正引起战争的人 是谁吗 谁 是叶瑶自己 是因为他的臣民 对他没有信心 认为他会为了一个女人 给换岛带去灾难 你也知道那是借口 很多背叛者 都喜欢找借口 可惜你没有了前世的记忆 否则你对叶瑶 有更透彻的了解 他原本就是那样的人 心中只有他自己 责任和爱 对他而言 其实都不重要 玄境毫不掩饰 对叶瑶的鄙视 身为王者 他犯了大忌 那就是心中无天下 墨金金若有所思地 看着他 你是成功的王者 是吗 算是吧 所以你放弃了琉璃 利用了他的感情 背弃了承诺 是吗 玄境面色一紧 不是那样 不是那样 你干嘛这么激动 如果不是万念俱灰 他怎么会以那样 决绝的方式毁灭自己 玄境 你或许是合格的王者 可你绝不是合格的爱人 墨金金想 这就是为什么 他对玄境 无法存有好感的缘故 当一个人成为王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再单单的爱一个女子 墨青青不觉得这样有错 玄境也只是选择了魔狱的子民 这是他身为魔君的责任和义务 可他错就错在 还有声称自己深爱琉璃 玄境的眼里有一些无错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我也不想那样 你如果没有野心 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了 现在说不想 为时以外 我也不是琉璃 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 墨青青看着他 希望他始终明白 有些错误一旦发生 就没有办法弥补 我走了 希望以后 不会再见了 墨青青对他缺席行李 算是最后的协议 说完必要走 玄境赶紧追上 我不是为了我的野心 我是有苦衷的 你的苦衷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我也不需要知道 我没有琉璃的记忆 我也不是琉璃 你如果想要弥补什么 大可不必 墨青青推开他 继续往前走 玄境没有再追过去 只是落寞的看着他的背影 沮丧不已 墨青青是不敢再去彩虹城了 叶瑶肯定会到处找他 他是得想办法先避一避 但没想到他才要走 叶瑶就追了过来 蒙州紧随其后 家导 小心 墨青青躲开了叶瑶的遗迹 反手就给了他一道万象火莲 然后赶紧逃跑 蒙州也使了个风雷树 追着沐青青便去了 叶瑶脱身之后 两人都没有了身影 叶瑶愣愣愣看着他们逃走的方向 手中的小指人 也朝着那个方向去了 沐青青不知道 叶瑶已经在他身上布下了一道追魂符 不论他去到哪 叶瑶都能够找到他 沐青青逃到自以为安全的地方 才停下来歇脚 蒙州也跟来了 你来做什么 不要跟着我了 家导 你现在就别跟我闹别扭了 那小子厉害得很 跟我不相上下 我要是不准 你肯定打不过他 蒙州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保护沐青青 你哪有那么好心 是不是别有居心啊 你真是误会哥哥了 我承认我是贪心 想要紫禁神龙 可现在没有希望了 我也不要了呀 蒙州叹了一口气 真是自作孽 不可活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我自己会保护我自己 沐青青现在也不是毫无自保之力的弱女子 叶瑶虽然很厉害 但她也不害怕 之前若不是叶瑶突然偷袭 她铁定不会被抓住的 哎呀 丫头 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我呀 我就犯了一次错误 你就死活不肯放过了吗 蒙州对沐青青还是穷追不舍 你现在接近我也没有意义了吧 该给你的丹药也给了 沐青青很奇怪 蒙州为什么非追着她不放 我也不只是为了担药 我是难得遇到你这样的好姑娘 有点舍不得 蒙州不自在地扯了扯嘴角 似乎说这种话让她也很别扭 你可别多心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是觉得这些日子和你以兄妹相称 还真是 还真是 真是让人挺暖心的 蒙州是留恋上了这种有亲人的感觉 她自幼除了跟阿炎 还有斩铃霜有过友好来往之外 其余时候都是孤独的 尤其是在千帆城 那数百年间的时间 更是孤独无比 除了尸体 就没有任何朋友 尸体也只是听从她的命令 并没有感情交流 孤独久了的人 忽然遇到一个不嫌弃她 又肯跟她交心的朋友 真的很难得 轻轻 我真的偷了戒指之后就后悔了 我从小偷东西偷惯了 看到好东西就忍不住手一样 这种毛病总也改不掉 蒙州拍了一把自己的手 打得手背都红了 后来我一想 如果为了紫禁神龙 失去你这个朋友 值不值 一想到以后都没脸见你 当时我真的很恨自己的毛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涵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19集 蒙州一个大男人 说到最后都哽咽了 后来 你抓了斩铃双 当时我还松了一口气 想着总算有借口 可以回来 好把东西还给你 骗子 明明当时你还了假戒指 打算带走蛋蛋 哎呀 我那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把紫禁神龙蛋 转移到自己的戒指里 一时慌了 就忘了这茬了 而且当时 你对斩铃双出手 我是有点生气了 太毕竟和这件事无关 蒙州对斩铃双的感情 依然还是很认真的 我怎么相信你 你应该明白 背叛过一次的人 就可能背叛第二次 第三次 是 我知道 所以我也不求你 真的原谅我 像之前一样 当我是朋友 但是至少 给我个机会 弥补一下 蒙州满脸羞愧 我看那个家伙来这不是 你跟着我 总比被他抓了好吧 蒙州问 莫轻轻寻思了一下 也觉得有点道理 她这次对蒙州 体定会处处防备 她再也没有机会 再偷走戒指 叶妖要是再过来 可能会有点棘手 蒙州再不急 还有一堆狮妖 帮忙撑场面 莫轻轻勉为其难地 点点头 好吧 看在刚才你 卖力帮忙的份上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嘞 两人高速完 那兵叶妖就出现了 清清 跟我走 叶妖伸出手 竟以为 沐轻轻还会答应她 我不会跟你走的 你不要逼我 我不想对你动粗 更不想弄伤你 叶妖似乎在警告 沐轻轻吸了一口气 还是摇头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再跟你走 叶妖 请你不要继续纠缠下去了 我和你 永远都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一次次要离开我 我哪里不好 你太让我害怕了 你是不是杀了很多人 你身上充满了杀气 我静静觉得 叶妖比从前看起来阴沉多了 她现在的样子真的有点像 她在琉璃岛遇到的那个叶王 或者说比叶王还要可怕 叶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眼神骤然变得更加的阴狠 是啊 杀了很多人 杀得双手都麻木了 为什么要打开杀戒 都是你逼的 叶妖看着她 眼神里有痛楚 也有怨恨 她对沐轻轻的感情 已经彻底的扭曲 爱和恨 连她自己也分不清楚 我没有逼你杀人 我给你留了信 我说要来找月儿的 你没看到吗 看到了 可那又如何 你可以为了一切理由离开我 我不允许 不允许你为了任何理由再离开我 哪怕是找你的儿子 叶妖看着沐轻轻 眼里的黑暗如同魔鬼一般 沐轻轻往后退了半步 她被这种眼神给吓到了 叶妖现在看起来 比魔君更想恶魔 你害怕了 现在害怕也太晚了 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全部都是拜你所赐 我对你那么好 为你什么都愿意做 甚至不过附神的训诫 依旧深爱着你 我背叛了所有人 包括我自己 我只想留在你身边 可你如何回报我的 她说一句就逼近沐轻轻一步 手中的光刃 隐隐散发着黑色魔器 叶妖 你疯了 是啊 疯了 被你逼的 丫头 别给她废话了 你让开一点 我来对付她 蒙州主动挺身而出 除了对斩林霄 这还是蒙州第一次 这么的想要保护 另外一个人 你小心一点 放心吧 哥不会输给他的 你算哪门子哥 手跟轻轻跑进我 叶妖说着 一击光刃砸向蒙州 蒙州轻松躲过 好小子 手段挺厉害 那我也要动真格的了 蒙州祭出十八罗汉 排成了绝杀法阵 雪女则在半空发动攻击 叶妖只是轻哼一声 眼里充满不屑 就这样的小伎俩 真是不堪一击 说着 叶妖忽然分出数个分身 以及迅猛诡异的姿势 将十八罗汉各个击破 最后抓住雪女的腿 将她狠狠砸向蒙州 母亲轻轻地大喊一声 冲过去抱住雪女 担心她的身体被伤到 叶妖的头发在身后飞舞 她看起来真正地入魔了 你修炼了魔功 与你无关 你向来鄙视魔语之人 与他们势不两立 却偷偷修炼了魔功 你 已经走火入魔了 母亲轻不相信 那么骄傲的叶妖 会走到这一步 我没有 你身上分明带着魔忌 怎么还不承认 蒙州都发现了 魔功和鲜修的气息 是完全不同的 叶妖一掌 劈向蒙州 一道巨大的黑掌印 朝着蒙州盖过去 蒙州躲闪及时 不然可有的瘦的 不要你多嘴 叶妖恨恨地瞪她一眼 蒙州拍了拍胸脯 好家伙 差点被你打中了 再多嘴 就要了你的命 叶妖说话也带着杀气 莫亲轻觉得 叶妖是真的不可理喻 不管你做了什么 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也不会跟你走的 你要么就杀了我 莫亲轻知道 此时自己并不是叶妖的对手 她不知因为什么缘故 境界比从前提升了很多 恐怕已经是化神境之上 而且 她的功法很奇怪诡异 自己的火系灵力 完全被克制了 她对付不了叶妖 也摇没起眼睛 身上的煞气更浓了 你宁可死也不跟我走 是 绝不 莫亲轻也是够硬气的 倔强地看着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鸯 第1520集 蒙州有一些担心 强强 我们都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还是先逃吧 他好像在我身上 下了什么东西 不管我去哪 他都能找到 沐晶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知道逃跑没有用 叶瑶感叹道 你还是那么聪明 沐清清并不高兴她的赞赏 可惜你不够聪明 为什么这样说 叶瑶不解地看着沐清清 聪明的人 不会在不爱自己的人身上 浪费光阴和感情 沐清清颇有一些提 叶瑶惋惜 你原本拥有大好的前程 出身好 相貌好 天赋也高 你拥有无数人羡慕的一切自知 这样的你 偏偏要执着于一个不爱你的人 并且为此入了魔 不觉得可惜吗 沐清清看着叶瑶 如果没有琉璃 没有她 叶瑶本该拥有完美的人生 叶瑶看着沐清清 忽然仰头大笑 笑到最后 眼角竟然有一抹泪 你明明那么懂我 却一再伤害我 叶瑶看着沐清清 她这一刻 对她真是又爱又恨 我也不想伤害你 从来都不想的 那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留在我身边 我哪里不够好 上辈子是玄境 这辈子出现了个莫名其妙的凡人 你永远都不想我 这不公平 叶瑶咬着牙 双目赤红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点爱 为什么就不能 好好地爱我一次 沐清清和琉璃 永远是她心中的深渊 沐清清看着这样的叶瑶 既感到害怕 又分明能够感受到 她的痛苦 你执念太深了 叶瑶 即使收手吧 忘了我好不好 忘了你 又怎么忘了你 叶瑶看着沐清清 无助地问 如果能够忘记 我怎么会这样痛苦 叶瑶看着她步步紧逼 沐清清沉沉叹息 不知道是为了自己 亦或是为了叶瑶 沐清清 别走了 未来我身边 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好好的 叶瑶忽然又松弛了面部表情 仿佛真的怕吓到沐清清 但看起来又那么的怪异 沐清清想 他们怎么可能还回到从前 而且 那也并不是她喜欢的从前 她喜欢的是 叶瑶从未出现过的从前 跟我回去 我就把云儿和你朋友的魂魄还给你 叶瑶看着沐清清 手掌出现了透明的影子 她一眼就看出来 那是玄女的样子 你 你怎么会有玄女的魂魄 沐清清瞪大眼睛看着她 不只是她的 还有呢 叶瑶的手上 陆续出现了许多影子 很多是沐清清熟悉的面孔 断飞夜 断飞雨 断锦绪 婆婆 秋月 荣出 你 你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沐清清落下泪蓝 叶瑶却是那么的冷漠 夺魂术 可将人的魂魄与瘦身分离的方法 这对我而言轻而易去 我是为了你 才修炼了这种禁忌之术 对付高阶修士很难成功 但对付这些凡人 或者是等级低的修士 则非常好用 再者 当初为你凝结魂魄的时候 也需要这种方法 因为你的残魂到处飘荡 有时候会附着在别人的身灵之上 我得把你的魂魄与那些生灵魂魄分开 叶瑶耐心地为他解释 却听得他愈发的毛骨悚然 他已经在跟一个疯子说话 甚至让一个疯子爱上了自己 沐清清对他充满了恨和恐惧 沐清清 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 你不听话 我就很想毁灭一切 叶瑶露出难过的神色 说着叫人不寒而栗的话 蒙周把沐清清拉到身后 别跟他啰嗦了 这个人不正常的狠 说什么都没用 先离开这里 可是 那些都是我的亲人和朋友 沐清清看着蒙周 那你现在也帮不了他们 就算夺回了魂魄 瘦身也找不到我 可最起码不能让他掌握在手里 他肯定会拿那些威胁我 沐清清意识到 也要这么做的最终理由 现在不必跟他说这么多 最要紧的是 就先保住自己的命 你先走吧 他可能真的会杀了你 你别走 我就不走 我说好了 就保护你的 蒙周这一次倒是够义气的 沐清清摇了摇头 他不会杀我 他不会杀你 可是会逼你跟他回去 比杀了你还要难受吧 蒙周对沐清清还是有点了解 他既然选择离开这个家伙 肯定是不愿意继续跟着他 沐清清不言语了 他也觉得留在叶瑶身边 只会互相折磨 妹子 不用为难 我带你走就是了 打不过他 逃走还是可以的 你稍微往后退一退 有信心吗 有 蒙周冲他笑了一下 沐清清这才稍稍地往后挪了一下 想不着痕迹地避开叶瑶的攻击范围 叶瑶只是看着他 并不往前走 蒙周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招牌笑容 此时夕阳已经快要落山 光线陡然暗了下来 沐清清听到了底下有奇怪的动静 接着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 底下伸出了一只只瘦骨灵蕴 干枯如熊木的手 接着那些手扒开了土地 慢慢地钻出来 最后是身体 万事阵 蒙周喊了一声 叶瑶瑶起眼睛 就这样 雕虫小姐敢在本尊面前现成 试试吧 蒙周固然在叶瑶面前失踪了 穆金清依然记得 自己在千帆城的经历 那时候蒙周也是会隐身一半 躲在那些可怕的尸体后面 这些尸体只怕火烧 其他办法根本就杀不死他们 只要他们不死 就会一直攻击 不停守 尸体越来越多密密麻麻 木轻轻看着都起了鸡皮疙瘩 他们只认准了叶瑶的方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鸭 第1521集 木轻轻感觉到身后有人在拉扯自己 她没有看到人 但能感觉到是蒙舟 木轻轻便又跟随她往后 尸体源源不断地朝着一摇过去 她已开始发动了对尸体的攻击 这一次就算分身术再厉害 也不可能分出那么多的分身来对付这些石妖 石妖不能被杀死 也刀枪不入 坚硬无比 叶瑶的光刃攻击 竟然也没有办法伤到石妖 她眯起眼睛 周身煞气开始变得更强 手上的光刃化作了一把长剑 那是她惯用的武器 叶瑶开始在那些石妖之间穿梭 动作迅猛入光点 所过之处血肉横飞 木轻轻看得十分恶心 但因为石妖太多 一时半会儿还消灭不掉 木轻轻就和蒙舟一起逃离了现场 害你损失这么多石妖 不好意思了 别这么客气 我应该做的 说好了要补偿你的 可是这样逃下去也不是办法 她迟早会追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她对我做了什么 但肯定能找到我 一直逃下去 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去千帆城 还记得那对兄妹吗 修罗七煞 是 他们或许就有办法帮到你 可是 人家凭什么帮我 你有担忧啊 傻姑娘 就算是修罗七煞 也会给你面子的 蒙舟笑了 没有人可以拒绝得了 一个神品炼丹师 也对 只是 他们真的能对付得了叶阳吗 你两个或许不是对手 但是修罗七煞就失去在一起 欺人之力可是无敌的 蒙舟的语气里也带着几分敬畏 母亲亲想了想 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 于是跟着蒙舟 一路逃到了千帆城 回到千帆城的时候 那里还是一片荒芜 看起来惨兮兮的 你说你守着这么一座空城 有什么意思呢 不会太寂寞了吗 我从前那个样子 到哪不是一样啊 谁也不会想要和我亲近 与其受尽白眼 还不如干脆把活人都赶出去 这里有死人作伴 至少死人不会嫌弃我 唉 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我是要哪儿找洛洛和他哥哥吗 简单 你等等啊 蒙舟让母亲亲在下面等着 自己跳上城楼 洛洛 洛洛 有好吃的糖果了 蒙舟大喊几声 不一会儿 一道红引永远极近 落在城墙上 唉 你是谁 洛洛看着蒙舟 不一会儿 洛洛又看见了母亲亲 笑着扑过来抱住母亲亲 姐姐 你回来了 母亲亲苦笑着 说她被人追着打 不得已逃回来了 谁敢打你啊 我听听教训她 嘿嘿嘿 小丫头 你不记得我了 洛洛皱眉打量着她 没见过 洛洛张大嘴巴 几乎可以栽进去一个鸡蛋 她就是老鬼 洛洛觉得很神奇 围着老鬼转了几圈 你 你是老鬼 不可能啊 你怎么是老鬼呢 可不就是我了 怎么样 我现在看起来很精俊吧 你是不是 使了什么张眼法 怎么可能变这么多 复生丹的作用 复生丹 也只是让你重新生长啊 最多就是变高一点 怎么还能改头换面呢 我本来就该长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在娘胎里受了重创 才会长残的 蒙周解释 我不信 一定有猫腻 你那么丑 怎么会长这样 臭丫头 没大没小 哼 别跟我摆架子 我可不怕你 我现在 比之前够厉害了 那个您好 正好轮到你出手了 你不是要帮你 木姐姐出头吗 待会儿 回到一个家伙 他很厉害的 把我们俩追得到处跑 看你能不能对付他 什么人 竟然能让你也到处跑 你们连手都打不过吗 我轻轻点点头 他的实力在我们之上 而且 他好像对我 做了什么手脚 我不管到哪里 他都能找到我 追魂符 洛洛一伸手 从木青青身上 取出了一道 闪光的符咒 就是这个 他什么时候 弄到我身上呢 这个 很容易就下在人身上 我帮你毁了 他就找不到你了 追魂符在洛洛手里 化为了灰烬 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他就找不到我了吧 嗯 追魂符没了作用 他肯定没办法 像之前一样 轻松找到你 但是 如果他想找你 还是有别的办法吧 比如 用魔兽搜寻你的气味 门周也提醒他 要隐藏自己的气息 否则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木青青赶紧收敛自己的气息 别担心 姐姐 我这里有一种丹方 服下之后 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气息 这样就无需担心了 你自己反正会练丹 我提供丹方和材料给你 那真是多谢你了 洛洛 为了感谢你 我还可以帮你练制 你所需要的丹药 真的 当然 礼尚往来 你对我这么好 我也不能不回报啊 那好 我想要 话还没说完 蒙周忽然喊道 来了 木青青一听 就知道他说的是谁 为什么还能找到这里啊 可能是刚刚扶周被毁之前 就已经在附近了 这个人好快地走动 就是他吗 洛洛指着不远处的叶瑶 问目清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鸯 第1522集 木金青无奈地点头 嗯 就是他 的确很厉害 你怎么会惹上 这种级别的高手 一般达到这样境界的 很少露面 境界越高的越罕见 而且大多是躲在人烟罕至的地方修炼 不会随便地在市面上行走 满地都能够找到化仙境和化神境的强者 而叶瑶已经突破了化神境 摸到了长生境的门槛 虽然只是一级的差别 却是天壤之别 化神境就算是一千个高手集结在一起 也不是长生境入门级别的对手 这也是为什么 蒙州和木青青都对付不了叶瑶的缘故 青青 还需要继续跑吗 叶瑶淡淡地问 似乎并不着急 有的是时间和木青青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木青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又缓缓吐出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也逃不出多远去 可我依然还是那句话 绝不跟你走 木青青性自聚起来 那是谁也说不听的 也咬点头 这小姑娘 也是你的帮手 和他们都没关系 你要对付的人是我 现在我和你打 生死有命 我不在乎了 木青青不想连累旁人 姐姐 你等等 我喊我哥哥来 洛洛不是个冲动的心子 这种对付不了的人呢 自然是要帮手一起过来 别动 叶瑶转瞬来到洛洛面前 一手将她提起 叶瑶 你放开她 木青青激动地冲过去 可叶瑶却捏着 洛洛的脑袋 冷冷到 别动 要是你动的话 她的脑袋就得 炸成一团浆糊 叶瑶 你疯了吗 她只是个小姑娘而已 刚刚是她说要替你教训我吧 就这点能耐 你 你 洛洛说话也没有力气了 整个人被吊在半空中 如同破雾娃娃一般地晃悠着 木青青心痛不已 你放开洛洛 她真的只是个孩子而已 你为什么要为难她 她并没有爱着你什么事 你以后本事就冲我来 木青青咬牙切齿 非常的恼恨叶瑶 你不听话 我就只能对付你身边的人 你再乎谁我就弄死谁 叶瑶说得那么的漫不经心 先从这个小女孩开始 然后就是你身边那个家伙 谁也别想逃 这里 很适合作为牧场 叶瑶扫视了一下青翻城 木青青睁大了眼睛 叶瑶 你不许伤害洛洛 放了她 我跟你走 不 你跟她走 你这辈子就完了 闭嘴 叶瑶已经甩向蒙州 蒙州竟然没有闪躲开 被削去了半边胳膊 蒙州痛苦地哼了一声 木青青惊恐地看着 终于撑不住跪倒在地上 哭着道 住手 不要伤害他们 不要 你不听话 这就是对你的惩罚 我知道你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跟你在乎他们的 叶瑶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意 她眼中再无对木青青的恋爱 只有深不见底的幽暗 姐 姐 洛洛艰难地伸出手 想要跟木青青说什么 却说不出来 放开洛洛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真是太心酸了 对谁都那么心酸 就独独对我一个人残忍 叶瑶越发地憎恨她 我哪一点不好 哪一点比不上这些人对你好 不过凭水相逢的人 也一样可以得到你的真心 我为什么不可以 叶瑶不能理解 她付出的太多了 却得不到相同的回报 越想就觉得越不公平 越不平衡就越是会深出怨念 越念日积越累 便在她心中如同毒草一般的生长 木青青再次离开 跳入山河图的举动 彻底释放了叶瑶心中的恶鬼 你没有不好 是我不好 木青青知道 这时候已经不能激怒她 叶瑶根本就不正常 她没有思考能力 只凭着一股恶念在行动 理智全无被心魔操控 这样的人是不会讲道理的 既然我本有不好 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 叶瑶又狠狠捏住了洛洛的头 几乎要将她的头捏得变形 洛洛痛苦地挣扎着 却无济于事 叶瑶 求你了 不要为难无辜的人 不要伤害他们 我错了 我跟你回去 我再也不走了 木青青的眼泪滚滚而落 她看着洛洛 就仿佛看到了孕儿 她担心 如果叶瑶这么疯狂下去 下一个遭殃的就是孕儿 那些亲人的灵魂已经被夺走 她承受不住更多的失去 我认输了 我生命了 我逃不开你 我放心了 木青青捧着脸 绝望的滋味可真不好受 卿卿 你不必 不必求她 我不怕死 卿卿 谢谢你 让我体会了一把 做成长人的感觉 也让我知道 世上也有人不管我没仇 都不嫌弃我 还肯真心当我是朋友 蒙舟露出温暖的笑容 这千番城的桃花被我毁了 以后你能不能替我重新住起来 是那恢复往日的生机和美好 蒙舟轻抚着木青青的脸 目光充满了温柔 蒙舟 你要做什么 不要冲动 你不是她的对手 不要做任何事情 我知道我不是她的对手 青青 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妹妹 我真的希望 能为成为你的哥哥 这样就不会 就不会 再孤独下去了 有家人关心 和仙人的感觉 真好 蒙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说完 她忽然转身 消失在了空气里一般 木青青伸出手要抓她 却根本什么也抓不住 就在同一时间 露露忽然飞向了木青青 把她撞出了数十米开外 好容易才停下 却看到 叶瑶手里已经抓住了蒙舟 蒙舟取代了露露的位置 可她却没有露露的运气 叶瑶似乎没有思考 手就穿过了蒙舟的胸膛 取出了一颗 还在鲜活跳动的心脏 然后砰的一声 血雾在空中 血雾在空中炸开 蒙舟竟然还没死 她转过头 嘴角溢出鲜血 苦笑 本来 本来 本来想自暴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23集 穆青青抱着受伤的洛洛 崩溃地朝着天空 嘶吼起来 痛苦的情绪 瞬间爆炸 仿佛她的心 也跟着蒙舟的心 一起碎了 蒙舟倒下了 被叶妖一脚 踢到了穆青青的面前 她还看着穆青青 只是眼里的光芒 逐渐消失 直至彻底熄灭 哥 哥 穆青青的声音撕裂一半 沙哑中带着颤抖 凄惨又无力 你为什么要这么杀 为什么呀 穆青青真希望 这一切都是噩梦 对不起啊 穆青青青痛苦地抱着洛洛 眼泪都快流干了 洛洛也醒了过来 也看到了蒙舟 又惊又怒 老鬼 老鬼 老鬼死了 他过来救了我吗 穆青青点头 却已经说不出话来 洛洛的眼神陡然变得冰凉而阴郁 他竟然杀了老鬼 我 绝不放过他 洛洛周身散发着阴沉的气息 穆青青觉得手一痛 洛洛就脱离了他的怀抱 他的身体慢慢地飘向半空 有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他的身体里溢出来 洛洛闭上了眼睛 像是无意识一般地在空中漂浮着 天地忽然为之一暗 千帆城竟然晃了起来 地面开始剧烈地摇动 那些残垣断壁 又纷纷地垮塌下来 接着 沙石乱飞 不远处 一道黑色的风暴 以催枯拉朽之时 席卷大地万物 穆青青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他想去找洛洛 但那股气流太过强劲 让他无法靠近洛洛 洛洛的身体 忽然红光乍现 风暴也随之到达了千帆城 穆青青就看到 那风暴将夜瑶给席卷了进去 他也能够看到 夜瑶在其中与风暴抗争 但好像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随着洛洛的身体 红光越来越大 那风暴就变得越来越狂暴起来 千帆城已经彻底被毁灭了 地面也裂开了树岛深渊 他听到了夜瑶的嘶吼声 然后那风暴开始继续地旋转 渐渐地就远离了千帆城 洛洛 一个声音在上空响起 激动又恐惧 穆青青看到 那好像是洛洛的大哥 他冲向了洛洛 可洛洛的身体却化作了虚影一般 大哥的手穿过了他的身体 没有抓住他 穆青青也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到了 洛洛 洛洛的眼神看起来很可怕 通哄通哄的 却毫无焦点 他似乎看不到任何人 光芒不断地从身体里飞出来 冲向了远处的黑风暴 停下洛洛 洛洛 你快停下 这样会死的 穆青青听了 也赶紧过去帮忙 洛洛似乎看到大哥焦急的样子 眼神渐渐地有了清醒似的 大哥 洛洛的声音有一些虚幻 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发出的 他怎么了 一定要阻止他 这些光都是被封印在他身体里的梦魇 梦魇会夺取洛洛的神志 会毁了洛洛的 大哥的声音无比担忧和恐惧 穆青青帮着大哥一起试图唤醒洛洛 好家洛洛大哥实力不俗 让穆青青布下结界困住那些四处乱飞的梦魇之后 坐下开始念咒 不一会儿 那飞散四处的梦魇又重新聚在一起 被洛洛大哥再度地封印到了洛洛的身体里 洛洛颓然倒在穆青青的怀里 他终于又有了实体 而不是像刚刚一样 身体几乎变成了虚幻的影子 洛洛晕了过去 小脸一片惨白 大哥过来将洛洛抱起 脸色不善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知道他看到躺在角落里的蒙州 那是谁 老鬼 千万城城主 他 被杀了 大哥震惊地瞪大眼睛 然后看着怀中昏厥的妹妹 是谁干的 被洛洛引起的黑风暴卷走了 叫叶瑶 是 是来找我的 穆青青自责极了 她怎能想到 自己有一天 真的会成为别人的灾难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 他来找我 逼着我跟他离开 我逃回了这里 洛洛要去找你们过来帮帮 却被他给抓住了 然后蒙州 为了救我和洛洛打算自爆 却被他提前发现 杀了 好在蒙州 最后将洛洛救了出来 可洛洛知道蒙州为他死了 就 就忽然变成了刚刚那样 都是我的错 我连累了蒙州和洛洛 穆青青有一些后悔了 也许他不该挑衅也要 如果早点认清刑事 就不会害死蒙州 谢瑶 大哥疑惑地重复着这个名字 好像在哪里听过 他来自幻岛 是幻岛的王 我也是从那里来到修罗岛的 你先跟我走吧 大哥抱着洛洛 觉得此地也不宜久留 让沐青青跟着自己 我 我不能跟你去了 如果叶阳没有死 他一定还会来找我的 我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 那 你打算去哪里 不知道 不过只要我一个人 就算被他找到了 也不过是投降而已 不会连累别人就好 沐青青已经万念俱灰 她甚至 现在希望不要找到芸儿 芸儿最好不要出现 否则她实在无法承受 失去芸儿的代价 洛洛大哥看着她 跟我走吧 不 不必了 谢谢 沐青青摇了摇头 她已经连累了蒙州 不想连累更多人 对了 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 洛洛大哥看着沐青青 我要把蒙州安葬 这千帆城 已经被毁得太厉害了 好多地方都裂开了 我想找块好一点的地方 让她可以看到千帆城 将来有一天 这里一定还会盛开 满城的桃花 我希望到时候她能看见 沐青青的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一想到蒙州那个家伙 从来没有正行 她狡猾贪婪 贪吃好色 简直是五毒俱全 可这样的人 却又痴情得很 对待所爱之人 可以付出一切 白死不悔 直到她选择为她而死的那一刻 她都还在怀疑 她执意跟着自己的目的 可她就那么倒在自己面前 她想想 自己根本没有为她做过什么 值得她付出生命的事情 跟她在一起的日子 也常常奚落她 嘲弄她的痴情 甚至为了被偷走的戒指 和紫金神龙蛋 而对她恶语相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鸭 第1524集 洛洛大哥叹了一口气 指了指在千帆城对面的那座山 去那里吧 在山顶上 可以看到整个千帆城 洛洛被大哥送回去了 沐轻轻抱着蒙州的尸体 去了千帆城对面的那座山 在面对千帆城的那一面山顶 找了一块地 她徒手挖了个坑 将蒙州的尸体放进去 蒙州的尸体 最后的决定 我要离开了 如果有朝一日我还能回到这里 一定亲手中上桃花 四季不败的桃花 你在这里看过去 就会看到千帆城上 浮月一般美好的花 沐轻轻给蒙州 祸了个头 终于还是离开了 她必须要走了 如果再遇到叶瑶 就不可能有机会离开 她漫无目的地朝着 人机寒至的地方去了 一走就是五天 一个人也没有遇到 她才慢慢感觉到 有一些安心 大概是精神太过疲惫了 沐轻轻找了个地方歇脚 倒在树叉上就睡着了 睡梦之中 感觉有一双手碰了碰她 沐轻轻警惕地睁开眼睛 抬头透过树叶 看到满天的繁星 而她身边竟然多出一个袋子 袋子里放了许多的食物 沐轻轻愣住了 有人来过吗 是谁呢 她打开袋子 里面的东西 竟都是她喜欢吃的 连那只烧兔腿 还是热乎乎的 青羊 沐轻轻忽然哽咽了一下 她啃了一口兔子肉 那熟悉的口感和味道 让她几乎要泪崩 青羊 你在哪里 你竟然来了 为什么不出现 沐轻轻放下手里的东西 开始到处寻找 凤青羊的身影 青羊 你出来啊 你为什么不出来 你来找我了是不是 沐轻轻哭着喊着 就是没有回应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你不知道我很想你吗 我一个人好害怕 可是又不能害怕 因为我还想回到你身边去 沐轻轻跪倒在地上 捂着脸 哭得不能自己 你不要 你不要不见我 不要离开我 有你在我身边 我才什么都不怕 你是不是怪我把月儿弄丢了 我一直在找她 我一定会找到她的 沐轻轻像个无助的孩子 黑暗中 一个影子站在不远处看着她 发出了不可听闻的叹息 沐轻轻哭了好久 也依然没有等来凤青羊 她几乎要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是手中的袋子并没有消失 那里面的食物也是真的 沐轻轻想到这儿 就哭得更厉害 如果不是凤青羊 会是谁呢 沐轻轻一边吃一边流泪 因为肚子也是真的饿了 而且这些东西 她也好久没有吃过了 熟悉的味道总是叫人欲罢不能 她吃了一点 又觉得舍不得一次吃完 所以将布袋子收起来 放进了空间灵界 以备不时之需 她观察了一下四周 来时浑浑噩噩 倒是没有仔细观察过 这个地方的环境 似乎是个大森林 不同于那些苍翠古墓 遮天蔽日的森林 这里好像是进入了秋季一般 树叶和草木都呈现出多样的色彩 红得似火 黄得似金 绿得依然苍翠 白得如云如雾 母亲亲却无心欣赏这样的景色 孤独感让她备受折磨 本来以为接近了目标 可以找到云儿 现在却只想离云儿远远的 千万不要遇到 躲着叶瑶也不知道 能够躲到几时 她被那一道风暴 不知卷去了什么地方 母亲亲猜想 以叶瑶的能耐 铁定不会死 又在森林里徘徊了几天 母亲亲实在受不了 这一个人也没有的感受 终于还是走出了森林 穿过这一片森林 母亲亲忽然想到了 自己才来时 进入的那一片 奇异的森林 那里还会有 不会修炼的普通野神 自己何不去那里 暂避风头 如果没有修饰出没 叶瑶孤寂 也想不到自己会在那 等躲个一年半载 她失去了耐心 或许就不会再找她 母亲亲这样一想 又充满了希望 开始按照记忆中的方向 往来时的奇幻森林 她越过了金丝鸟所在的那片海 又越过了一片 无人烟的沼泽地带 最后才抵达了奇幻森林 看到了巨大的猫咪 正在懒洋洋的晒太阳 不时地舔着自己的毛发 才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 母亲亲正要去找村寨 忽然看到一群熟悉的 黑油油的人正在四散奔逃 而身后是一只巨型蜥蜴 在追捕他们 母亲亲立时现身 一道火球将蜥蜴烤熟了 散发着诱人的肉香 天 天神 熟悉的胖子回过头 又惊又喜地看着母亲亲 然后那头变败 天神回来了 胖子阿鲁大声地欢呼着 天神又降临救我们了 你别败我了 我不是天神 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你们是又出来打猎了吗 是啊 可是还没猎到食物 就被四脚伤给发现了 他好像饿了 要吃我们 阿鲁有点没心没肺的 虽然害怕 但好像这种生活已经习惯了 所以这些负责为村寨狩猎的野人们 在京剧过后 又很快恢复了乐观 母亲亲有一些羡慕他们 虽然过的日子很原始 还充满了危险 但与事无争 吃饱了 就觉得无比满足 哦 四脚蛇熟了 肉还真香 一个刚刚加入 朔猎队伍的年轻人 撕下一块肉 啃得津津有味 那些野人 一个个兴奋地跑过去 都各自撕下一点来尝 居然都觉得很好吃 吃得满嘴流油 以前从未吃过四脚蛇的肉 还真的很不错呀 阿璐也是三满了一嘴 母亲亲看着这群 容易满足的野人们 内心稍稍得到一些安抚 阿璐 我能去你们寨子里 待一段时间吗 阿璐一口吞下手里的肉 差一点噎到自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鸭 第一千五百二十五集 天神要去我们寨子住 阿璐惊讶极了 真的吗 我暂时没地方去 还没找到我的孩子 所以想在你们这里住一段日子 我会定期陪你们出来打猎 母亲亲觉得 这算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样的话 就不担心猎不到食物了 伙计们 天神要住在我们寨子了 一群人当即欢呼起来 不管是新人还是旧人 都对母亲亲这位天神 一群 猎捕到了阿达的事情 耳熟能详 真心崇拜又敬畏 母亲亲被簇拥着回到了寨子 放出了巨大的蜥蜴 因为是烤熟的 所以村长开始为大家分手 听到母亲亲要留下来 全寨子的人都高兴极了 这意味着母亲亲在的日子 他们会经常有大餐吃 母亲亲受到热情的款待 一路上 母亲亲还帮忙猎了几只巨鸟 所以今晚的寨子 可以说是迎来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大丰收 寨子里百十来口子人 全部聚到了晒谷厂商 点了火 当场烧烤 宰歌宰舞 欢快地跟过节似的 村长的媳妇是个瘦巴巴的小老太太 但是看着满脸慈祥 一笑起来 皱纹像是盛开的菊花一样 她亲自过来给母亲亲倒酒 倒也不是什么好酒 是寨子里酿造的果酒 味道却很甘美 母亲亲不善饮酒 却也多喝两碗 天神 你给我们寨子带来了福音 我敬你一杯 村长笑呵呵地给母亲亲敬酒 千万别叫我天神了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有名字的 叫清清 不不不 对我们来说 您就是天神 我们不敢直呼天神的名讳 村长是个古板 却淳朴的老人 坚持要称呼母亲亲为天神 母亲亲也没有办法 只好随她去了 阿璐也带着一家老小来给母亲亲敬酒 母亲亲一一地跟他们喝了 一个小姑娘拿着唐人走过来 要送给母亲亲 小妹妹 唐人你自己拿着吧 我不要的 母亲亲笑着拍拍她的头 觉得小姑娘大大的眼睛 看起来很可爱 小姑娘却执意 把唐人送给母亲亲 然后害羞地跑了 不一会儿 阿璐的儿子小巴 拉着母亲亲去跳舞 一群人围着篝火 身体摇摆出 简单有极具韵律的动作 十分欢快 母亲亲起初 还有点害羞 可能是因为喝了酒 加上气氛热烈 她慢慢地就摆脱了羞怯 大胆地舞动起来 母亲亲 并未学过舞蹈 但她因为修炼 体型和身体柔韧度都极好 哪怕只是随意摆动身体 也叫人觉得无比的优美 众人 渐渐停下来 看着母亲亲 拿着手中的酒碗 在篝火旁舞动 她时而像是在跳舞 时而像是在耍拳 众人看得入迷 不时地有人鼓掌叫好 寨子里的生活简单而枯燥 母亲亲一开始心情不好 所以不太出门 只偶尔陪着阿鲁他们出去打猎 每次都是满车而归 然后寨子就会举办 丰收晚会 一起喝酒 吃肉 唱歌 跳舞 渐渐地 因为夜妖一直没有出现 母亲亲的情绪也放松了不少 她开始教寨子里的人 种植粮食和蔬菜 因为她知道 自己不可能长期留在这儿 迟早是要走的 他们如果单纯地 只靠打猎来维持生活 久了还是会被饥饿困扰 小孩子因为吃不饱 而受骨鳞巡 老人也因为不能劳作 成了村寨的负担 而且被迫地离开了寨子 只要自己会耕种粮食 就不怕养不活寨子里的人了 母亲亲 也会带回一些 适合圈养的小型动物 一来 可以做防御用 二来 可以储备下来 作为不时之需 因为母亲亲的到来 寨子里的人生活越来越好 大家也变得越来越忙碌 母亲亲却渐渐地清闲下来 常常在晒谷场那里 躺着晒太阳 她已经记不得 自己来这里来了多久 因为这里没有计时的习惯 适出而坐 日落而息 生活平静的 就像是世外桃源 她总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每天都会有人把现成的食物供给她 有时候小孩子们也喜欢围着她玩 但大多数时候她还是一个人 有时候会是两个 因为寨子里有个小子 常常闲下来 回来晒谷场找她说话 她叫顺 除此之外 母亲亲对她并不了解 但是顺说话很有意思 母亲亲对她并不反感 也愿意偶尔跟她闲聊 天神 你总是一个人看着远方 是在想念什么人吗 嗯 想念我的亲人 和我的丈夫 天神也会有丈夫吗 当然有 而且我也说过 我不是什么天神 我是和你们一样的普通人 睡笑的时候露出洁白的牙齿 那你为什么会和丈夫以及亲人分开呢 母亲亲怅然叹息一声 我也不知道 是被人强迫分开的 然后便卷入了一连串的麻烦里 以至于一眨眼便到了今天 也不知道如今他们都怎么样了 你不会一直留在这 对吗 嗯 迟早要走的 母亲亲淡淡硬了 所以她并不和村寨的人来往太过密切 关系一旦变得亲密起来 就会伸出留恋 她已经不想再对任何人伸出 不必要的留恋 天神可以教我修炼吗 顺忽然提出一个想法 我也想像天神一样强大 你想修炼 母亲亲惊讶地看着顺 这是寨子里 第一个对她提出这种要求的人 嗯 是啊 天神有一天会离开 寨子就会失去保护神 我希望可以替代天神 保护寨子 顺的目光亮晶晶的 看起来真诚又纯彻 母亲亲想了想 竟点了答应了 修炼 是一件很辛苦 又很孤独的事情 你能够坚持吗 我能 没什么 比饿肚子还要辛苦的事情了 顺坚定地握了我拳头 母亲亲看着这个 不过是蓝碎的少年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她送了顺一粒铸鸡丹 吃下这颗丹药 便可以踏上修炼之徒 至于往后 她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那就是母亲亲 不得知晓的了 修炼之路永无止境 就看修炼的人 能否 能够坚持永攀高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鸭 第1526集 在寨子里的日子 母亲亲灵力 并没有多大提升 先进却得到 更深的开发 有时候 她甚至有一种 可以窥破一切法则 和因果的通透感 至于灵力提升 也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母亲亲想 也许是要离开的时候 可就在她这样想的时候 叶瑶还是出现了 就像宿命一般 无法逃脱 我找了你一年零三个月 有十二天 她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个 清楚而明白地 告诉母亲亲 她在这个寨子里 待了有多久 母亲亲懒洋洋地 看她一眼 这一次没有恐惧 没有愤怒 平淡的日子 仿佛把她的心 也给养得波澜不惊了 不要在这里 这里的人是无辜的 我跟你走 母亲亲不想量力任何人 寨子里都是普通人 无法阻挡 叶瑶的一波攻击 她稍微地挥挥手 寨子就会被移为平地 叶瑶居高临下 看着那些 在村寨各处 忙碌的黑色野人 你到哪里 似乎都能活得很滋润 我刚来时 有个小姑娘 给我指路了 她喊你天神娘娘 你没为难她吧 希望没有 叶瑶似乎也比之前 要平静了许多 眼里的戾气 不在那么的外露 可母亲亲明白 她只是暂时学会了收敛 并不是真的改变了 只要不和我为敌 我不会轻易伤人 行吧 我也正打算离开 走吧 不要惊动任何人 母亲亲起身 拍了拍身上 沾上的枯草 她回头看了一眼村寨 这里的一切 美好的叫人响哭 如果有一天 她终能和亲人团聚 也想找这么一个 与世无争的地方 过上平静而充实的小日子 无需锦衣玉石 无需家财万贯 只要亲人和爱人都在 便是梦寐以求的幸福 天神 你要走了吗 忽然 一个人从远处奔来 速度极快 是舜 是啊 我要走了 母亲亲点头 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满的情绪 叶瑶打量着顺 然后微微地皱了眉头 她是谁 顺看着叶瑶也皱眉 顺 你回去吧 跟村长和阿鲁他们说一声 就说 我有事要离开了 以后若有机会 再来看大家 母亲亲没有回答 她不想让顺发现什么 今儿和叶瑶发生了冲突 顺却看着叶瑶 目光微带敌意 她身上 有令人不安的气味 顺动了动鼻子 似乎闻到了什么 这是属于野人的天赋 他们能够嗅到 危险的气味 要不是凭借这种天赋 也没有办法在奇幻森林 这种危机四伏的地方 生存这么多年 顺 没关系的 我和她认识 她过来找我有事 穆青青耐心地安抚 叶瑶看出来 穆青青是想维护这个小子 和这个村寨 这让她心里又冒出了一股 恼怒的情绪 或者说 她嫉妒 你总是对这些 无关紧要的人特别伤心 叶瑶看着穆青青 穆青青轻描淡写地 瞄了她一眼 他们都是善良淳朴的普通人 与我们不一样 我说了 不要挡我的路 不要跟我为敌 否则我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什么 都会一并站住 叶瑶说得干脆利落 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顺听到了这话 便意识到了 穆青青 是被迫要跟这个人走的 天使 她是不是把你逼到这里的那个敌人 顺几乎可以肯定了 也摇眯起了眼睛 青青 你对他们说是你的敌身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说过 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 听话 回去 不要跟过来 还有 我的事情 也不要对任何人说 顺的眼里满是不甘心 天神 我会变强的 顺鼓起勇气 一双乌溜溜的眼睛 释放出 独属于少年的 勇光之气 青青 你的魅力依然这样大 不管什么年纪男人 都逃不过去 叶瑶的手里 已经出现一把光剑 叶瑶 不要乱来 我想你也并不希望 和我始终这样 互相怨恨吧 她悄然挡在了顺的面前 不希望 叶瑶伤到顺 天神 我会变强的 会强的 足以保护你 顺还是说出了 自己的心声 叶瑶听了这句话 毛子寒光乍现 杀意顿时就凛冽起来 猫头小子不知死活 叶瑶打算出手了 沐晶晶赶紧喊道 住手 顺 听话 回家去 我不需要你保护 你先保护好你自己 顺感受到了 来自叶瑶的强大威压 她却倔强地 挺着身体 不肯倒下 叶瑶 她只是个孩子 不懂事 你不需要跟她认真 孩子 可是所有敢觊觎你的人 我都当他们是敌人 叶瑶的手一挥 光阵绕过沐晶青 眼看着 需要劈开顺的身体 住手 沐晶青 一道火帘与光阵 在空中对碰 发出激烈的碰撞声 沐晶青 你又想让我生气了吗 叶瑶阴沉着脸问 身体里的煞气 几乎隐藏不住了 我没有要惹你生气 我只是不希望 你再乱伤无辜 你已经杀了我一个朋友了 不要再做这样的事 沐晶青看着叶瑶 叶瑶情恨一声 朋友 谁都可以是朋友 对我好的人 都可以 那我呢 我对你不好吗 以前没有不好 沐晶青想 最起码才去换岛的 那一段日子 叶瑶一直表现得 彬彬有礼 并没有为难她 可你依然背叛了我 叶瑶愤恨地握着拳头 然后嘶吼一声 随着她的吼声响起 周围如同爆炸一般 晒谷场被轻刻地 炸成一个大坑 什么人 寨子里的人终于被惊动了 他们纷纷拿着家里 降落的武器冲了出来 阿鲁他们更是手持 打猎的弓箭刀起 一起过来 看到叶瑶一个个都 横眉怒对的 顺一把抓住沐晶青的手 不要跟她走 不要 顺 放开 沐晶青挣脱了顺的手 又怕伤到她 又一团伙将她包围起来 然后手指一弹 转瞬间就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沐晶青把她送走了 否则以夜摇变态的程度 铁定会杀了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二十七集 叶瑶看她这样做 便明白了沐晶青的想法 你还真是对我处处设放 叶瑶笑得有一些阴沉 我只是避免连累无辜 她转而对那些寨子里的人道 都回去吧 没事了 我要离开这里了 请大家不要担心 感谢你们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 沐晶青朝他们鞠了义工 村长媳妇颤巍微微地走出来 天神 你要去哪 还回来吗 要去很远的地方办事 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 等我事情办完了 再过来看你们 阿妈 要健康长寿哦 沐晶青跟随寨子里的人 喊她一声阿妈 村长媳妇泪眼汪汪 你可要保重啊 放心吧 沐晶青握了握她的手 然后对大家挥手致意 在叶瑶耐心消失之前 沐晶青先一步离开 叶瑶赶紧追上 沐晶青也没有打算停下 也不打算真的逃走 她知道叶瑶不会放过自己 你打算去哪 随便 好久没有离开那个寨子 到处走走吧 叶瑶也没有反对 似乎只要沐晶青不提逃走 她都可以接受 不想找韵儿了吗 找不到 沐晶青回答 其实她也不想找 用而出现未必是好事 我知道她在哪里 叶瑶看了一眼沐晶青 我可以带你去找她 沐晶青的心里咯噔一下 觉得这不是个好消息 你 算了 我暂时还不想找她 只要她好好的就可以 沐晶青淡淡道 心中的思念和理智之间 沐晶青还是维持了理智 你怕我伤害她 是 只要你不打算离开我 乖乖听话留在我身边 我不会伤害韵儿的 如果我注定失去自由 那我希望 那我希望 月儿可以得到 她一定不愿意被困在九重宫 随便 反正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 叶瑶也没有勉强 沐晶青看了她一眼 眼里一片寒意 我们不会有孩子 叶瑶 不能离开你 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你别想再逼我 沐晶青 时间会慢慢让你屈服 叶瑶露出那种很温柔 却又叫人毛骨悚然的笑容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 这世上对你最好的人 只有我 叶瑶似乎很相信这一点 沐晶青并不说什么 只是内心痴之以鼻 她也并不愿意和叶瑶多话 从此以后 只当身边多了个牢头 她就是个犯人罢了 她必须要好好修炼 等足够强大以后 自然能够换回自己的自由 叶瑶对她一路很照顾 似乎想尽一切办法 再讨好她 可是沐晶青 始终都是疏离淡漠 对她的所作所为都不关心 仿佛是个局外人 这让叶瑶感到挫败 晶青 你就不能跟我好好相处吗 不能 我亲眼看到你杀了我的朋友 还有被你夺走了魂魄的我的亲人和朋友 和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我都会记得他们 然后就越发恨你 叶瑶忽然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蹦起来 那也是你逼我的 我逼你什么了 我不过是不想和你在一起 不爱你有错吗 有错 你应该爱我 你必须爱我 你只能爱我 叶瑶执拗起来 简直不可理喻 不管是应该还是必须 那都是你的想法而已 与我无关 沐晶青目光看向远方 今天的夜色很美 星光也很璀璨 可终究比不上 曾经那个人带她看过的星星 重要的不是星星 而是一起看星星的人 沐晶青 你又在试图激怒我了 我并不想做出伤害你的事情 但你不能一直用这样的态度对我 我该怎么对你 该对你笑脸相迎 还是鳄鱼缝影 我是这样的 你以前对我也不是这样的 至少你那时候 还敢对我笑 沐晶青笑了笑 只是笑容充满嘲弄 我真希望那个时候 我也不对你笑 我曾经以为 你只是个为情所困的可怜人 迟早有一天 你能跳出其中 豁然开朗 然后用全新的眼光 来看待我和我的前世 但很可惜 那也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沐晶青发出一声怅然的叹息 叶瑶 我以前是真的把你当朋友看的 所以才会在知道七大派 要围攻九重宫的时候 多管闲事跑去帮忙 沐晶青想想那时候的自己 真是可笑又幼稚 叶瑶从来不需要他帮忙 他一个人足以横扫换倒 我不想做你的朋友 我只想做你的新圣人 唯一的新圣人 从前不可能 现在不可能 以后也不可能 哪怕你夺取我的记忆 我也没办法爱上你 我的心 我的灵魂 它烙印着另外一个名字 哪怕我灰飞烟灭 也不可能被抹去的名字 沐晶青想到那个人 心头依旧暖暖的 凤青阳吗 是 青阳 他是我生生世世的挚爱 他已经死了 不仅死了 连魂魄也没有了 所以我手里那些魂魄里 才没有他 否则我应该第一个 把他拿出来给你看 这样或许你才会死心 你说什么 他死了 魂飞魄散 也要说这话的时候 透着一股痛快之意 沐晶青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你骗我是不是 没有 从我知道你在人间爱上他之后 我就已经打算对他出手了 可惜我去的时候 好像晚了一步 还已经被人提前解决了 你根本没见到他 你怎么能说他死了呢 他不会死的 我看到了他的尸体 那些人在为他哭泣 我顺手就拿走了他们的魂魄 你真该看看那个场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驾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鸯 第1528集 穆青青松开了叶瑶 她觉得和这种疯子多说无意 你不问问为什么我知道她魂飞魄散了吗 叶瑶笑着问 好似狠狠伤害穆青青 便能够让她心里平衡一点 我对你的话 半个字都不信 我能感觉到她 她还活着 她记得 自己睡着之后突然多出的一包食物 她相信 那是凤七阳留给她的 虽然她不曾现身 好像是有了某种不得已的理由 所以不能够来找她 她一点也不怪她 因为 他们彼此信任 她在等凤七阳 等到她能够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她面前 带她离开这个令人厌烦的世界 叶瑶哈哈打笑 你不会还在等她来救你吧 与你无关 怎么会与我无关呢 就算她真的还能活着来找你 我也会再一次杀了她 她要是来的话 你一定打不过她 她是无所不能的人 你对她真是盲目自信 她不过是个肉体凡胎 凭什么跟我比 你这样的人 永远都不会明白 你的内心太软弱了 否则以你的资质和天赋 不需要通过魔攻 就可以达到现在的境界 你懂什么 我已经想尽办法了 不管怎么修理依然还是没有办法摆脱掉心魔 所以你干脆就向心魔妥协 把自己变成魔 因为我必须要这么做 叶瑶握紧了拳头 身体绷得像一块石头 修罗岛 来修饰炼狱 这里不分善恶 只论强弱 我要来这里找你 若是稍微弱一点 都寸步难行 我轻轻倒是相信这一点 修罗岛的确强着很多 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被人算计 若是不够强 可能就会沦为别人的盘中餐 叶瑶 为了我 变成这样值得吗 沐轻轻看着她 她有时候还是会可怜叶瑶 因为她便是天之骄子 却一步一步地为了这种无望的感情 而沦为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值不值得都不重要了 叶瑶的目光有一瞬间的伤感 要沉沦就共同沉沦吧 沐轻轻叹息一声 这算什么孽缘啊 她没有说话重新躺在地上 头顶的星空依然璀璨 可是心情比之前还要阴郁了 叶瑶似乎没有打算让她陪自己说话 只是坐在一边安静地看着她 只要沐轻轻放弃逃跑的念头 她就不会为难她 沐轻轻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半梦半醒之间 忽然感觉到一阵天摇地动 沐轻轻一咕噜爬起来 叶瑶竟然不在 她抬头看看天 叶瑶竟然正在和人交战 她看不清对方是什么来路 但从背影看 好似是个女人 背影鲜弱 穿着一身可以和叶瑟融为一体的黑衣 头发却是全白的 落在身后 随风舞动 她似乎和叶瑶实力不相上下 所以两人打得难分难解 沐轻轻忽然很好奇 叶瑶怎么突然惹上这么厉害的女人 就在沐轻轻准备看戏的时候 那女子忽然回头 她忽然朝沐轻轻伸出手 一道白领一般的东西飞过来 沐轻轻赶紧的放火抵挡 没想到这白领竟然不怕火烧 沐轻轻以火莲为盾牌 掩护自己 东奔西跑 不让那个女人得逞 不许你动她 哼 心疼了 我偏要动她 我还要打死她 你们打你们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是无辜的 无辜 你敢勾搭我的男人 还敢说自己无辜 那女人凶狠极了 一瞬间就来到沐轻轻面前 沐轻轻这才看清楚了她的样子 长得倒还是不错 可惜一脸凶相不太讨喜 你说什么 她 叶瑶 我的男人 记住了 叶瑶瞪着眼睛吼道 你不要心口胡说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胡说 你忘了 我在浴池沐浴 你这次闯入了浴池里 与老娘有了肌肤之亲 白发女人说这话的时候 倒终于有了属于女子的羞涩 可很快就被她满口粗暴的话给冲淡了 闭嘴 是意外 我不管你什么意外不意外的 你占了老娘的便宜 就必须对老娘负责 否则 我就杀了你 白发女人凶巴巴地瞪着叶瑶 莫轻轻似乎有一些明白 叶瑶 你被黑风暴卷走之后就遇到了她 然后这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你也并不是在找我 而是 跟她在一起吧 要不 叶瑶能够轻易地在寨子里找到她 必定早就找过来了 叶瑶脸色有一瞬间的不自在 显然被沐清清猜中了 沐清清忽然很想大笑三声 她终于有了重见天日的时候 嫂子 沐清清一把抱住了白发女人的胳膊 有一种充满崇拜的目光看着她 白发女人被她这么一喊一下子懵了 以后你就是我嫂子了 嫂子 你可要多关照我啊 你 你喊谁嫂子 您啊 可不就是您吗 您不是和叶瑶成亲了吗 你是她的妻子 那就是我的嫂子 沐清清如此定位她们的关系 你 你不是她心心念念那个女人吗 白发女人疑惑起来 不太明白沐清清的身份 沐清清看了一眼叶瑶 此时她就在着白发女人身边 如果叶瑶敢说她是心上人 这女人转生就能把沐清清解决了 所以沐清清很笃定 她不会结穿 当然不是了 我是叶瑶的妹妹 她没告诉你吗 没有啊 她偷偷从我身边逃走了 说是要去找个人 我一寻思 就知道她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就一路追过来了 白发女人收敛了凶悍这戏 倒也不像刚刚那么的面目可憎 叶瑶 你还不解释一下 叶瑶顶点头 十分不愿意承认自己只是她的哥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第1529集 哎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 白发女人忽然笑了 还暧昧地掐了一下叶瑶的胳膊 早说是来找妹妹 我何必阻拦你呢 真是的 都是一家人了 还这么客气 叶瑶哥就是这样的 闷声闷气的 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不爱跟人说 可不是吗 你真是不知道 他这一年多跟我在一块 龙公跟我说的话 都没有超过二十句 细字如今 我都怀疑他是哑巴了 白发女人说起这个 那画匣子也打开了 也不再对母亲亲怀有敌意 那还需要嫂子多调教调教 以后慢慢就好了 叶瑶瞪了一眼母亲亲 嫂子 她瞪我 母亲亲朝着白发女人身后躲 白发女人白了一眼叶瑶 不该这样 对自家妹子这样凶可不好 妹子 咱们回家去吧 嫂子哪里人是 家住何方啊 我还不知道 嫂子姓甚名谁呢 哥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我叫乌妹娘 家里人都管我叫妹娘 我们家在金屋山 妹娘大咧咧倒 母亲亲听了这个名字 觉得和妹娘本人的气质 十分的不吻合 她可一点也不寐 金屋山 我怎么没听过啊 不过我才来这里不久 孤陋寡闻的 宁可别见怪 嗨 你没听过也正常 我们金屋一派 不太在世上行走 家规比较严 所以大部分人 并不知道我们 妹娘丝毫不介意 对母亲亲的态度 很是热情 母亲亲看了一眼叶瑶 见她对妹娘 丝毫没有办法的样子 便可猜测到 这乌金一派 恐怕实力恐怖 不然 不足以让叶瑶都忌惮 嫂子 那你能带我回去吗 不会不方便吧 当然不会 你不是叶瑶的妹妹吗 那也是我的妹妹了 你家人 不必见外 我爹他们 也会很欢迎你的 妹娘拉着 母亲亲的手 身后用一把 将叶瑶拽到自己身边 叶瑶 你找到你妹妹了 也没理由 不跟我回去了吧 妹娘与其 带着几方威胁 我打算送我妹妹 去别的地方 去什么别的地方 就去金屋山 还没做客呢 妹娘口气强硬 叶瑶 似乎拿她没辙 妹娘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我 没打算要做你们 吴家的女婿 叶瑶是一万个不情愿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妹娘顿时又 和眉树木起来 母亲心 忙打圆场 嗨 嫂子 您别跟我哥一般见识 她就是这么个人 身在福中不知福 有嫂子这么漂亮 又厉害的媳妇 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别人求之不得呢 叶瑶 目光阴沉了一下 知道穆清清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穆清清就仗着 她不敢 在妹娘面前说真话 所以才这么的 肆无忌惮 还是妹妹懂事 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清清 叶清清 穆清清 索性给自己改了 叶瑶的姓氏 清清啊 真是好名字 我喜欢的很 我也喜欢你这个人 说话 让人听着高兴 媳妞 呵呵直笑 好似没什么心眼 叶瑶趁着媳妞 媳妞不注意 警告地瞪了一眼 穆清清 穆清清只当没有看见 笑着对媳妞道 嫂子 那你以后 可要多关照我 我哥老欺负我呢 以后有我在 她不敢 于是三个人一行 便又往 金乌山的方向去了 穆清清 并不是不想离开 而是她必须 要找更恰当的时机 得确定 叶瑶不会再有机会 追出来 于是她一路上 各种地讨好媳妞 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 各种甜言蜜语 不要前世地 往她耳朵里灌 不一会儿功夫 媳妞就对她 比对亲妹妹还要好 我上头都是哥哥 就没个妹妹 如今好了 有你这样的妹妹 以后我也不怕孤单了 媳妞充满心细的头 夜妖始终沉默着 脸色越来越难看 媳妞对夜妖很不错 除了夜妖说一些过分的话 她都是很迁就她的 这也不难理解 夜妖其实是个 非常招女子喜欢的美男子 除了穆清清之外 似乎她在女子身上 就没有吃过百账 不一会儿就到了无尽山 而落地 就从四面八方冲过来一群人 将他们包围在其中 媳妞一挥手 那些人就跪了下去 供应小姐回山 山崩一样的呼声 叫人感到震撼 穆清清都吓了一跳 小意思 别紧张 这些都是我手底下的人 小的们 都来拜见下我的妹子清清 以后 她也是小姐 你们可要对她客气一点 不然 别怪我生气 穆清清得到这样的待遇 受宠若惊 嫂子 这多不合适啊 我只是个客人 别说这么见外的话 以后 你也是进乌山的人 不必跟嫂子客气 想当自己家一样 谁让我跟你哥 已经成亲了呢 供应小姐回山 供应小姐回山 下面小罗罗们 又再度拜下 穆清清跟着 妹娘一起到了她的居所 屹立在山顶上的是 一座城堡 穆清清觉得 妹娘简直像是 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 清清啊 你先歇一会儿 我和你哥有话说 你有什么需要 去往外面喊医生 肯定有人给你办了 好的 您忙去 不必管我了 妹娘这才拉着夜瑶走了 夜瑶挣扎几次 却根本奈何不得妹娘 穆清清看那样子 才觉得好笑极了 没想到夜瑶也有这么一天 真是活该 穆清清找了个地方坐下 仔细思考 该如何利用妹娘 将夜瑶这个大包袱给彻底地甩掉 只要夜瑶被控制住了 她就能够溜之大吉 去找孕儿 然后离开秀罗岛 穆清清 充满希望地盘算着 夜瑶和妹娘 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 穆清清觉得困了 就睡了过去 睡前 也没忘记给自己布一层结界 清清 迷迷糊糊的 不轻轻听到有人在喊自己 她睁开眼 看到夜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鸟 第一千五百三十集 叶瑶士以穆清清别出声 你来做什么 这黑灯瞎火的 你过来找我 被妹娘看到了 到时候可解释不清楚 你是不是想让她杀了我 我带你走 你别出声 我还不打算走呢 穆清清拒绝被她靠近 我看这里不错 想多住些日子 你是不是以为 只要在这里 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叶瑶 你现在别威胁我 要不我一害怕 就喊起来 到时候大家都不好解释 穆清清嘴角扬起笑容 脚下无比 叶瑶眯起眼睛 穆清清这是在玩火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金屋山呗 还能是什么地方 穆清清耸耸肩 其实金屋山是什么地方 她也不清楚 叶瑶 脸色凝重 金屋山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这五妹娘你也见到了 她的势力与我不相上下 我看不只是不相上下 她好似略胜一筹 叶瑶有一些不满的 看了一眼穆清清 你好像很开心 没有很开心 一般般开心而已 总算也有你害怕的人了 我害怕的人 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吗 不知道 与我也没关系 不需要知道 穆清清很轻松地回道 金屋山以劫略为主要营生 除了夺宝之外 最喜欢的就是夺人的修为 叶瑶说了一件 让穆清清很惊讶的事情 还能夺人修为 是的 他们一排练就一种邪功 可以吸取他人的灵力 为自己所有 要不五妹娘 如何能有这样的境界 叶瑶面容紧张 他一开始也想夺取我的修为 后来 叶瑶越言又止 似乎羞于启齿 后来 看上了你 所以说你做了夫君 是吗 穆清清替他说完了 叶瑶不情愿地点头 算是承认了 这种邪功可怕之处就在于 他们一旦接触了你的身体 就可轻易夺走你的修为 让你一生心血地 腐质洞流 为他们做了嫁衣 也要想想 都觉得不寒而栗 他为了这身修为 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怎么舍得被人拿走 穆清清听了 也觉得很神奇 哇 那他们不是无敌了 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这么说 叶瑶深感无力 穆清清眼珠子转了转 既然无敌了 为什么要窝在这个地方 他们大可以横行霸道 统治修罗岛啊 你以为他们不算是 统治修罗岛吗 我听说 那些战区各大城市的城主 都需要向乌金山拿贡 否则就会被乌金山争讨 乌金山 简直就是修罗岛的无面之王 叶瑶从前 对修罗岛了解不深 此时才知道 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穆清清 惊叹不已 那你岂不是成了驸马爷了 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你 谁要当什么驸马爷 人家媚娘 可是堪比公主的存在 而且实力又强 长得也美 你有什么不满的 穆清清也找到机会 开始奚落叶瑶 清清 你不要试图激怒我 叶瑶正要生气了 穆清清 此时确实有恃无口 现在我们都在人家的屋檐下 叶瑶 你总不会在这里乱来吧 看来你是真的把妹娘 当成自己的靠山了 叶瑶眉起眼睛 怒意 靠近上升 说靠山就有点不妥当 应该是制衡 我是奈何不了你 可你也奈何不了她 而你当着她的面 却不敢对我如何 不是很好吗 穆清清觉得 他们三个人 达到了奇怪的平衡 很好 清清 你越发聪明了 可我要是告诉她 你就是我的心上人呢 叶瑶威胁着穆清清 穆清清耸肩 你要是想要我死 何必多此一举啊 可以直接动手 反正我现在 也不是你的对手 你 叶瑶气劫 可她无法反驳 她若是忍心杀了穆清清 又何须等到现在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你所谓的好 只是你以为的 不是我需要的 就像妹娘 她也自认为 对你很好吧 叶瑶嘴唇抽动几下 显然她并不乐意 听到妹娘这个名字 你真不跟我走 你也不可以走哦 你 威胁我 不是威胁 是警告 你要是走 我就喊 反正我是不会 为你顶包的 你要是走了 妹娘一气之下 拿我撒气怎么办 我好怕的 穆清清故意装害怕 缩了缩脖子 叶瑶抬起手 真想给穆清清一巴掌 可是最终又放下 她是真的下不去手 很快外面就响起了 妹娘的声音 清清啊 你见到叶瑶没有 她不知道去哪了 妹娘在外敲门 要找叶瑶 穆清清看了一眼 叶瑶低声问 这时候被她发现 你在我这里 是不是有点不好 你 嫂子 我哥不是跟你走了吗 他没来找我 穆清清却故意的 这下叶瑶不得不离开 穆清清见她 还是不动弹 便要去开门 叶瑶哼哼哼地瞪了她一眼 才从窗户飘然而去 穆清清打开门 妹娘就在外面站着 穿着一袭薄纱裙 看起来也是美妙动人 嫂子 你今晚看起来特别漂亮 妹娘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真的吗 那当然了 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 就是不会说谎 穆清清一本震惊地说谎 妹娘开心地笑了 还是妹妹有眼光 可是这叶瑶 根本就是个木头 怎么了 她竟不心动吗 我是个女人都看着心动了 我哥 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1531集 妹娘故作害羞地 捶了一下穆清清的肩膀 哟 讨厌 不许婚说 连你哥的话都敢编排 叫她听见了 可能要生气了 反正有嫂子保护我嘛 我才不怕呢 穆清清一把挽住 妹娘的胳膊 将她拉进了自己的屋子 那当然 她不敢欺负你 反正有我在呢 有这样的嫂子 就是我哥和我三生有幸 嫂子 你说 你这么漂亮 怎么会看上我哥的 我紧紧故意找话题 跟妹娘东拉西扯 她没告诉你啊 没有啊 我哥是个闷葫芦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怎么会跟我说这些呢 妹娘眼嘴偷笑 她那天 从天上掉下来 直接掉进了我的浴池里 我当时就想杀了她 妹娘仔细回忆起来 可是 她窜出水池的那一刹那 我就被她迷住了 她是我见过的 最好看的男人 怎么说呢 简直跟我梦里的人一样 我小时候就想 将来 一定要找天下无双的男人当夫君 叶瑶简直就是上天为我准备的 妹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轻轻听得是哭笑不得 妹娘好像只看中了叶瑶的脸呢 没想到女子也有这么直接的 哎呀 反正就是上天注定的 我们是天上一对 是吧 嗯 那当然了 我也觉得您跟我哥特别相配 天造地设 一对必忍 妹妹真会说话 嫂子 听说金屋山势力特别大 穆金金开始打听重要的问题 妹娘暗暗得意 那当然了 没有不给我金屋山面子的 好厉害哦 我哥真是太幸运了 怎么能遇到嫂子这样好的媳妇呢 我都好嫉妒了 穆金金使劲地奉承她 放心 以后出门在外 遇到麻烦 就报我屋妹娘的名字 保证没有人敢欺负你 那会不会别人不相信啊 我又没什么凭据 证明您是我嫂子 穆金金苦恼地等 妹娘笑了 捏了捏穆金金的脸蛋 那还不简单 这个给你 妹娘手掌上出现一枚 金乌鸦标记的令牌 这是我们金乌山的令牌 上面的乌鸦头戴金冠 就是我的标志 有了这个 你就可以随意出入修罗岛 任何地方 妹娘很慷慨地将金乌令牌 给了穆金金 穆金金刚伸出手 又缩回来 故作惶恐 嫂子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怎么好意思收呢 给你你就收着 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不过 我可从来不轻易送给别人 怕有人打着我们金乌山的招牌 招摇撞骗 所以你自己收着 可千万不要送给别人呢 吴清清这才收下了 多谢嫂子 嫂子 您对我可真好 你都喊我嫂子了 还跟我客气什么 时候也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我再去别处找找你哥 妹娘轻轻地拍了拍穆清清 不打算在这里耽误下去 哎 那我送嫂子您出门 穆清清 将金牌收起来 送妹娘出去了 妹娘没让她送到外面 便自行走了 穆清清拿出令牌 得意地笑了一下 没想到 轻易地就得到了这样的好东西 以后铁定要拍大用场的 我妹娘的大腿 她得抱紧了 受益匪浅呢 穆清清开心地抱着金牌睡觉了 也不知道妹娘最后 有没有找到叶瑶 反正 第二天 穆清清起来的时候 她们是一起出现的 哥 嫂子 早安 穆清清热情地打招呼 叶瑶的脸色还是一样的臭 不过穆清清不在意 妹妹 昨晚睡得可还好 好着呢 嫂子给安排的客房又大又舒服 床也很软很香 睡在上面静坐美梦了 穆清清拍马屁的功夫 的确不同一般 叶瑶都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自己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呢 穆清清对她可就没有这么殷勤过 你喜欢就好 我们俩喊你一起用膳的 找你尝尝我们金屋膳的美食 穆清清以为不过是一顿普通的早膳 可是她想的大错特错 乌妹娘真正是大手笔 一顿早饭一百零八道菜 真羞美味应有尽有 而且每一道都做得无比的精致好看 有些菜 灵气缭绕 看着就知道不是凡品 这些早点 是我吩咐厨房特意准备的 平日里也不吃这么多 不过难得妹妹来了 礼当好好招待 妹娘似乎很喜欢穆清清 穆清清忽然落下泪来 妹娘惊讶地问 妹妹 你怎么哭了 是我说错什么了吗 嫂子 你 你对我太好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就很想哭 我从小就没有娘亲 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妹娘一看心都软了 好妹妹 你别哭 以后嫂子照顾你 这些不算什么的 可千万别哭啊 叶瑶脸色僵硬 穆清清的演技 真是让她自愧不如 怎么能够演得这么逼真 眼泪说来就来 穆清清擦了擦眼泪 嫂子 你就是我亲嫂子 我以茶代酒 敬你和我哥一杯 祝你们夫妻天长地久 永结童心 叶瑶嘴角戳戳一下 妹娘忙端起茶杯 笑容满面 可叶瑶却不动如山 叶瑶 怎么了 妹妹给我们敬茶呢 叶瑶脸色 愈发难看 叶瑶 你是不是不想 接受妹妹的祝福 还是觉得我 乌妹娘 配不上于你 天长地久 乌妹娘怕得一声 放下杯子 杯子一声而碎 穆清清看着叶瑶 哥 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嫂子这么好的女人 你这辈子 也就只能遇到这一个 还不如你妹妹懂事 叶瑶气呼呼地站起来 我胃痛 吃不下 你们吃吧 说完就跑出去了 妹娘气得满脸通红 嫂子 您别生气 我哥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呢 我都看不下去了 穆清清故意火上浇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三十二集 哼 你先在这里吃 我去找他 我对他那么好 他还这样不满 那样不满呢 给谁脸色看呢 嫂子 消消气 虽然他是我哥 可我也是帮你不帮亲 嫂子的确对他和对我都特别好 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嫂子 我想 或许该想想办法对付我哥 穆清清内心的小恶魔疯狂大笑 对付他 怎么对付他 嫂子 别误会 我可不是要你伤害我哥 我是说 让他爱上你 嘿 穆清清卸笑了一下 敏娘心动了 眼睛芒芒大声 要怎么做 嫂子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可别怪我唐突啊 穆清清小心翼翼地道 你问吧 穆娘可不在乎细节 穆清清覆在他耳边 嘀咕了几声 有没有 穆娘 饶是脸皮再厚 也忍不住脸红了 没 没有呢 虽然拜堂了 但每天晚上 他都不肯跟我同床 我也不能真比他就范啊 我到底是个女孩子家吗 妹娘扭扭捏捏的样子 倒也多了几分小女儿情态 穆清清明白了 且笑道 难怪了 难怪什么 难怪哥哥对你的态度还不够亲热 夫妻之间没过那一关 终究是隔着一层打 叶瑶 你可别怪我 谁让你那么纠缠不休 甚至还迫害了我那么多的亲人和朋友 那怎么办啊 我又不能 不能强迫他吧 嫂子 你想不想呢 妹娘羞红了脸 你说什么呢 哎呀 咱们姑嫂二人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又不告诉别人 再说 我还帮你出主意呢 穆清清 扛起叶瑶来 可是不惜血本的 妹娘羞涩的点点头 你想就成了 我来帮你 但你要给我提供几样东西 什么 穆清清又附在她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这些要用来做什么 妹娘不解的问 穆清清携笑一下 一种能让我哥乖乖就范 与嫂子成就好事的东西 妹娘吃惊的看着穆清清 你 你要做那种东西 嫂子 有时候要使用点非常手段 才能得偿所愿啊 我哥那是个木头疙瘩 你不想点办法 那是不行的 穆清清宠她重重点头 鼓励妹娘大胆一点 可是 可是这样是不是有点卑鄙啊 我怕 妹娘有一些犹豫 她虽然性子泼了 甚至霸道蛮横 但到底也不是那种不知廉耻的人 嫂子 你们是正式拜堂的夫妻 行周公之礼那是天经地义 我哥不肯那是他不对 您都没跟他生气呢 这是您宽宏大度 贤良淑德 但不代表你不能提出要求啊 穆清清开始给妹娘洗脑了 那她要生我的气怎么办啊 放心 她不会发现的 我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玩意儿 绝对包你满意 当真吗 你试过就知道了 而且啊 我还等着要抱侄儿呢 难道嫂子不想当娘亲吗 命娘喜悦之中带着几分羞怯 那当然是想的嘛 那就听我的 这事就我们俩知道 谁也不告诉 好不好 妹娘终于点头 看来她的确是很重于夜瑶 穆清清将东西交给妹娘之后 就已经打算趁机离开锦屋山 她是不可能一直留在这儿的 困住夜瑶 她就能够趁机离开 嫂子 这事之后 我可就要离开锦屋山了 我在外面还有事办 哦 对了 嫂子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要走 为什么 这里不好吗 我哥那里有些东西 是我以前朋友的魂魄 他不喜欢我跟那些人来往 所以把他们的魂魄都给夺了 我得想办法救我的朋友 穆清清对妹娘说了一半的真话 什么 他害了你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不听他的话 他不希望我跟那些人来往 其中还有一个人是我的心上人 他看不起人家 所以就想棒打鸳鸯 夜瑶怎么能这样呢 太过分了 妹妹的婚姻指示 她也要干涉 真是岂有此理 你放心 这事我帮你 你大胆去找你朋友 不能让我哥知道 否则 他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破坏的 嫂子 他知道了 也不利于你们俩的感情 你明白吗 为什么 你想啊 你们做了夫妻 那就是夫妻一体 你却不帮他来帮我 那他不得生气吗 你何必让他生气呢 等你们好了 有了孩子 感情越来越好 他可能就不再关我的闲事了 到时候你再说也不迟 沐青青心中 暗暗地对妹娘说抱歉 毕竟她到现在为止 对她都很信任 也很照顾 自己却狠心利用了 妹娘的善意和信任 可她没有办法 摆脱不掉夜瑶 就没有办法去找 孕儿和凤青羊 更没有办法去救爹和婆婆他们 沐青青 你说得对 那我听你的 羡慕告诉她 可是 她要问你去哪儿了 我该怎么说 你就跟她说 你派我出去帮你办事了 具体什么事 也不必告诉她嘛 好吧 我尽量 那晚上 我在这里等你啊 嫂子把东西交给我之后 就可以去找我哥了 哦 对了 到时候 我为嫂子 梳妆打扮一下 我最了解我哥 喜欢什么样的了 沐青青 从她调皮地眨了眨眼 妹娘一听 也会心一笑 然后高兴地走了 沐青青一天 都在期待着晚上的到来 傍晚一起吃饭的时候 夜瑶似乎觉察到 沐青青有些不对 还单独地来找了她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 怎么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妖 第1533集 哪不对劲啊 沐青青故意装糊涂 好像比往常要兴奋 夜瑶时时刻刻都在注意沐青青 虽然能够发现她的细微差别 沐青青差一点紧张起来 但一想到 这个计划很完美 不会出纰漏 所以告诉自己要放松心情 不能被她察觉出破绽 兴奋吗 还好吧 今天嫂子又送了我一些好东西 我高兴而已 沐青青打了个哈欠 又伸了个懒腰 夜腰总觉着哪儿不对 你最好不要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招 你别忘了 你那些在意的人 他们的魂魄还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随时可以让他们灰飞阴灭 你真是够卑鄙的 但是你放心 我现在对金乌扇特别满意 妹娘跟我比亲姐妹还要好 我还不打算破坏现在的好日子 沐青青得意一笑 而且在这里看你吃扁 我也很高兴 你 我迟早会让你后悔的 夜腰恨恨地拂袖而去 沐青青在背后冲她翻了个白眼 到底谁后悔 且总是瞧吧 当晚 妹娘就按时来找沐青青 将一盏灯送给了沐青青 这是养魂灯 你朋友的魂魄都被放在这里了 这样才能养魂 人的魂魄如果离开身体太久 会越来越虚弱的 只有在养魂灯里才能安全 你要保护好了 妹娘嘱咐道 嫂子 沐青青忽然跪下来 谢谢你 妹娘一把将她扶起来 傻妹子 说这些做什么呢 我不是你嫂子吗 嫂子 你对我太好了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 长嫂如母 我就拿你当娘亲一样 跪一跪 也是可以的 我 我太感谢你了 沐青青激动地拥抱了美娘 好妹妹 办完了事情 记得回来了 嫂子这里 永远欢迎你 那嫂子 可要尽快给我生几个白白胖胖的侄儿侄女哦 好 一定 那我就走了 事不宜迟 嫂子也快回房去吧 妹娘羞红了脸 有些犹豫 我现在回去 好吗 当然好了 时候差不多了 那好 妹妹一路保证 嫂子也要幸福哦 母亲亲也宠她挥挥手 妹娘离开之后 母亲亲也赶紧准备 等妹娘回了房间 她算了一下时辰 觉得差不多了 才悄然地离开了金屋山 母亲亲一路风驰电掣 恨不得把所有的灵力都用来玉空飞行 她必须要逃 逃得远远的 越远越好 趁着夜遥还没有发现她溜走了 趁着她还被妹娘困在金屋山 母亲亲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 她终于要摆脱夜遥了 母亲亲回到了千帆城 一年多过去了 母亲亲发现 这里竟然种上了桃树 虽然都还不大 但是在废墟之上 这些桃树却仿佛带来了新的希望 待到桃树长大 千帆城一定会开放出 最美的桃花 母亲亲跳下城楼 也不知道谁在这里种上桃树 姐姐 母亲亲回头 看到洛洛从远处飞奔过来 母亲亲一把抱住了 扑进她怀里的洛洛 洛洛 姐姐 你偏要回来了 真好啊 这一年多 我到处问你的消息 可是都没人见过你 我担心死了 好 洛洛 你没事吧 上一次你可吓坏了我 母亲亲查看洛洛 却发现一个让她不解的事情 洛洛这一年多的时间 竟都没有长大 她才想起 自从自己见到洛洛那一刻开始 她似乎一直维持着原来的样子 我没事了 哥哥把我带回去 我睡了半个月就没事了 洛洛 我仅仅想要问 却又怕这么问会伤到洛洛 一定是有缘故的 要不然正常的孩子 在这一年多算高不少啊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觉得那天你太厉害了 要不是你最后出手 我也逃脱不掉 那当然 我要是真的发起火来 可是相当厉害的 我哥哥们都害怕呢 母亲亲想 哥哥们之所以害怕 应该是怕那样失控的洛洛 会伤到她自己吧 洛洛 这桃花是你种的吗 洛洛点头 然后红了眼睛 老鬼死了 大哥说 她最后的愿望 就是能看到 千帆城的桃花 姐姐也不见了 我反正也没有别的事情 就每天来这里种桃花 每天种一点 每天种一点 反正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迟早会种满 整个千帆城的 可是老鬼她 再也看不见桃花了 洛洛看向蒙州 被安葬的那一座山 她最后还是牺牲了自己 救了我 我从前可讨厌她了 常常来这里捣乱 杀了她不少食药 还骂她是老鬼 招牢老头子 小哀鬼 我 我真坏 洛洛一想到自己从前 对蒙州那么恶劣 就很懊恼 洛洛 我们都欠她的 不只是你 她也是为了我去死的 以后 我们一起种桃树吧 好 姐姐这一次不走了吗 那个人是不是不会再回来了 暂时应该不会了 对了 雪女在哪里啊 我上次把她留在这里了 拜托你大哥 替我好好保存她的肉身 我带回了她的魂魄 可以救活她了 哦 住在这里 跟我来 洛洛拉着木轻轻 一路飞迟到千帆城另一端 雪女的肉身被放在地下 那里有着千年不化的寒冰 没有灵力护体 只有靠着些寒冰 才能够使得肉身不腐 木轻轻看到了雪女的身体 躺在冰块上 脸上结了一层冰霜 但身上完好无损 就跟睡着了一样 我该怎么才能让她的魂魄回归呢 木轻轻犯了难 她对这个可真是一窍不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1534集 我去找我大哥 他什么都懂 肯定能帮忙的 木轻轻点头欣然道 正好 我也要感谢你大哥 好嘞 你在这里等一等 我大哥很快就来 对了 我还一直没问过 你大哥怎么称呼呢 我都喊他露露大哥 木轻轻有些不好意思的 我大哥 一直没有介绍过自己吗 木轻轻摇头 他叫千任 记住了 露露很快把他大哥给带来 千任见到木轻轻平安归来 我知道你迟早会回来的 没想到一等 就是一年多 多谢你 将雪女的身体保存得这样好 不客气 听露露说 你已经找到了她的魂魄 是啊 你看 不只是她的 还有我其他朋友的魂魄 都在这养魂灯内 先生看着养魂灯里 一个个闪着光的魂魄 你怎么会有养魂灯 这可是世间少有的宝贝 别人送我的 木姑娘的朋友 可真是遍布天下 而且十分慷慨 这是十大魂器之一 可是有多少晶石 偷换不来的 木轻轻心想 妹娘果然是财大气粗 轻易就把这种宝贝送给自己 也不知道她离开之后 妹娘和夜瑶到底怎么样了 那种药可以让夜瑶迷失意识 妹娘再稍微主动一点 她铁定乖乖投降 这种药持续的时间 可不是一夜两夜 当时为了确保自己安全逃脱 她还加重了药量 一颗药丸 足以让她迷失三个月 也就是这三个月里 她会以为自己爱上了妹娘 如此便可以心甘情愿地 与她做一对恩爱夫妻 是啊 我的朋友 她是个很慷慨的人 你既然已经取回了 这一姑娘的魂魄 那就可以开始施法还魂了 要怎么做啊 还需要一样东西 什么 不管需要什么 我都会想办法找来的 这倒也不难找 就是宁魂水晶 将这水晶放入雪女的口中 然后再释放她的魂魄 上魂魄归位 七七四十九日之后 她便可复活 宁魂水晶 我要去哪儿找啊 这个容易 清清姐姐 在千帆城西边 有座如梦林 那里生活着一种魂兽 你只要猎步一头魂兽 就可以取得宁魂水晶 魂兽并不强大 但会迷魂术 你别看她的眼睛就可以 洛洛急忙回答 好 那我这就去抓魂兽 那 我们就在这里等你 牵着蜡烛 要跟沐清清 一起走的洛洛 不想让她跟着 哥 我也要去帮忙吗 你不要去 你身上的梦魇 不适合进入熟梦里 会有危险 你忘了 讨厌 我也想去玩一下吗 我去了尽快回来 洛洛 你等我哈 好吧 那姐姐小心 别被魂兽给迷惑了 他们还是有点狡猾的 牧清清点点头 迅速离开了冰窟 如梦林就在千帆城西侧 百余里的地方 牧清清的速度眨眼便到 远远看去 如梦林还真是像梦境一般的美好 岔子烟红的花草 寓意匆匆的高大树木 形成了一道斑斓的风景 牧清清跳下去 她这才想起 自己急着来 竟忘了问 魂兽到底长什么样子 林子里铁钉不止魂兽一种魔兽吧 万一抓错了怎么办 就在牧清清暗自懊恼时 树上跳下来一只白色的小兽 它看起来像小狗 又有一些像狐狸 牧清清看它雪白柔软的毛发 还有一双圆溜溜黑乎乎 水汪汪的大眼睛 顿时就被吸引了 这哪来的小可爱 简直是可爱爆了 牧清清朝它走过去 那小兽也不躲 就在那儿好奇地 看着牧清清 似乎也不怕人 牧清清招了招手 小家伙 过来 让我摸摸 她听到牧清清的话 一转身就跑了 牧清清下意识地就去追 追了一会儿 竟然也不见小兽的踪影 牧清清这才冷静下来 刚刚那个会不会就是浑兽 她好像看到了她的眼睛 因为那双眼睛实在太可爱了 叫人忍不住想要多看几眼 可是似乎没有被迷惑的迹象 也许并不是浑兽吧 牧清清放弃了去找小兽的打算 还是尽快找到魂兽 带回灵魂水晶吧 牧清清四下开始寻找 找着找着 她觉得哪里不对 好像有人跟着她 牧清清好久 没有这种被人跟踪的感受了 她迅速回头 看到一个背影一闪而过 青瑶 那身影顿了一下 可没有回头继续跑了 牧清清想也没想就赶紧追了过去 可是凤青羊越跑越快 根本追不上 牧清清不管把速度提升到多快 凤青羊就会比她快一点点 就在她前方几十米的距离 眼看就能够追上 但就是追不到 牧清清急了 大喊 凤青羊 你要是再不站住 我就生气了 她终于站住了 牧清清想要过去 她又跑了 哎 你到底要去哪啊 你傻了吗 为什么见了我就跑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上次也是这样 扔下一包食物就不见了 你为什么不来见我 牧清清难过地蹲下来 抱着自己的膀子就开始哭 她以为自己哭了 凤青羊就会来找她 她怎么忍心看她哭呢 可惜 凤青羊并没有来 而是站在不远处看着她 牧清清哭了一会儿 也没有见她过来安慰自己 抬起头 就看她一脸冷漠地看着她 仿佛不认识她一样 你 你不是青羊 你是什么人 她露出诡异的笑容 一转身又跑了 牧清清赶紧追 可她动作极其迅速 而且很矫健 在树上跳来跳去 比猴子还要灵活 牧清清无奈 只好放出一把火帘 朝着她飞过去 火帘剑前方的路都被封死了 她似乎很怕火 赶紧往后退 牧清清趁机将她抓住 拖着她的脖子往地上摔 而后一脚踩着她的胸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35集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冒充凤青羊 牧清清冷冷盯着她 就在这个时候 凤青羊竟然变成了刚刚那只小兽 还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发出吱吱吱的叫声 牧清清这才意识到 原来这是幻觉 小兽就是魂兽 会变换模样 迷惑人心 牧清清抓住小兽 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 也不忍心就这么杀了她 所以问 灵魂水晶在你身上吧 我取出来用一用 放心 我手法很高明 取出水晶 你也不会死的 牧清清为了她一粒药 赏她昏睡过去 然后拿出自己特制的刀 拨开了小兽的肚子 果然看到肚子里有一块水晶 还是粉色的 看起来十分好看 牧清清摘下粉色水晶 然后又给小兽缝合肚子 确保她不会因此丧命 小家伙 我拿了你的东西 也不能亏待你 未免你死在这里 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我养你下半辈子 牧清清江 还在昏睡的小兽抱起来 揣在怀里带走 片刻功夫 她就回到了千帆城 千任和洛洛 都着急地等着她 刚刚忘记跟你说了 浑兽长相可爱 容易让女人一见 就起爱恋之心 更容易被她蛊惑 千任不好意思的 你所料不错 我差点就中招了 她变成了我夫君的样子 引着我到处乱跑 耽误了不少时间 牧清清将水晶拿给千任 然后从怀里泡出小兽来 她死了吗 洛洛看到小兽身上有血迹 而且软趴趴地 趴在牧清清怀里 看起来已经死了 她没死 我给她开肠破肚 取出水晶 但她不会死的 醒过来就没事了 开肠破肚还不会死吗 难道你也会 老鬼的把戏 可以把尸体复活 她不是尸体啊 你摸摸看 她还有气呢 洛洛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 浑兽的身体 果然是软软的 暖暖的 好厉害呀 你取了她的宁魂水晶 她不会死 太生气了 那以后 她就只是一只 普通的小兽了 不会再是浑兽 浑兽之所以会迷惑人心 就是因为这块 宁魂水晶 给了她们灵力 唉 真可怜 所以我把她带出来了 以后我会养着她 谁让我夺了她的水晶呢 慕清清也有一些愧疚 虽然只是一只小兽 但毕竟也是生灵 还是这么可爱的小生灵 一只小兽而已 死了也就死了 你不必挂心 如梦林里 多的是这样的魂兽 那里也有他们的天敌 每天都有可能 被敌人吞下去 当使物 那毕竟不是我害死的 这只小兽 却是因为我 才失去宁魂水晶的 我得负责 慕清清其实就是喜欢着小兽 长相可爱 非常适合当宠物养着 千任只好随她去了 带着那宁魂水晶 重新地下了冰窟 将雪女的魂魄归位之后 慕清清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说来 只要我找回所有朋友的肉身 就可以通通复活他们了 那到时候 恐怕你要养不少魂兽了 千任还在打去她的过分心善 养就养呗 我又不是养不起 我也想养一只 小家伙看起来还挺可爱的 嗯 那到时候送你一只 接下来就等着吧 四十九天之后 她就会活过来了 千任招呼他们出去 重新地回到地面上 天已经快黑了 清清姐姐 你也没有别的地方去吧 不如先跟我们回家吧 这样合适吗 会不会麻烦你吗 除了我二哥讨厌一点 三哥不在家 四哥闭关中 五哥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 六哥人很好的 你放心 没事 洛洛细数了一下 自家哥哥们的情况 那洛洛是家中最小的啦 是啊 我一点也不希望自己这么小 已经一千五百年了 还是没有办法找的 五金清看了一眼千任 千任也面露不然 拍了拍洛洛的肩膀 洛洛 没关系的 大哥 永远都守着你 可是我也想找你 别想找到和清清姐姐一样 我不喜欢我的身体 永远是个十岁的小姑娘 讨厌死了 洛洛忽然生气了 甩开了千任先跑了 千任抱歉地对母亲亲道 不好意思 她一提这件事情 就会发脾气 肯定回家去了 我们也回去吧 放心 家中还算宽敞 有地方给你住 那就多谢您了 母亲亲跟着千任回去了 千任和洛洛的家 离千帆城很近 不一会儿就到了 然后母亲亲才意识到 这所谓的宽敞 比她想象的夸张多了 这是另外一座城 叫做修罗城 就建在千帆城西南方 略于一座山谷之中 所以很隐蔽 这修罗城里并没有其他人 建了一座巨大的城堡 战地 也有数千亩 威俄高达 气势恢弘 这就是你们的家 我轻轻惊叹不已 怎么自己遇到的 竟是土豪呀 哼 我们兄妹几个 就住在这里 天哪 这也太大了吧 为什么这座城 就这一座城堡啊 你们几个住 这么大的地方 也太空旷了 千任见她 惊叹不已的样子 反而笑了 还好 其实我们也互相不干扰 虽然是一家兄妹 但脾气并不相同 那这里没有别的城民吗 没有 修罗城 只有我们几个人 母亲亲点点头 或许这里就是他们 建立的一座城 不给外人住也很正常 毕竟他们号称修罗七杀 听名头就知道不好惹 母亲亲进到城堡 发现里面是七座 各自独立 中间有通道相连的 几个城堡 你们兄妹感情 一定还不错吧 不像你说的那样 脾气不相投啊 要不怎么会住在一起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驾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鸭 第1536集 住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是兄妹 不允许分开 这是规矩 没人可以违抗 分开会怎样 分开 那就意味着有人背叛 既然背叛 就得死 切人说得波澜不惊 可沐轻轻听着 却是不衡而立 沐轻轻不做评价 毕竟 这和她没有什么关系 她只是个外人罢了 落落的城 就是那座黑色的 切人指着前面一座 颜色最暗黑的墙 我还以为那座金粉色 是她的城堡呢 她不是你们兄妹 亲人中唯一的女孩子吗 金粉色是 是老二的 亲人的脸色很不自然 似乎有点尴尬 沐轻轻目瞪口呆 你家二弟的审美还挺 挺独特的 母亲亲很难想象 什么样的男孩子 会喜欢粉色系 那粉色泛着淡淡的金光 看起来又温柔又耀眼 其实很好看 但一想到 对方是男人 就觉得哪怪怪的 亲人 咳嗽两声 避开这个话题 洛洛喜欢暗黑的颜色 平日里穿的红色 也是偏暗红的 你应该发现了 是啊 洛洛不是那种 喜欢粉嫩颜色的女孩子 但依然很可爱 喜欢粉嫩颜色的 也得是女孩子吗 这时候 从粉色城堡里 跳出来一个人 落在了 母亲亲的面前 母亲亲定睛一看 发现这人长相 真是太过妖艳阴柔 虽然明显 可以判断 对方是个男人 因为有猴结 但他穿着打扮 比女人还要精致 脸上似乎 还化了妆 一双桃花眼 勾勒出妩媚的眼线 看着更叫人醉了 您 您好 您是洛洛的二哥吧 我是洛洛和千人大哥的朋友 我叫母亲亲 母亲亲盲收敛自己的眼神 怕着对方不快 赶紧自我介绍 洛洛二哥打量一番母亲亲 长得倒是还不错 可惜品味不怎么样 一个女人家 打扮得这样随意粗糙 真是可惜了 爹妈给的这张脸 母亲亲竟然被鄙视了 她的打扮怎么了 从来也没有人说过 她打扮不好看 只是在野人部落里 她没有经历十多自己 在妹娘那儿 她也极尽低调 担心抢了妹娘的风头 可她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不是很好吗 怎么就对不起 爹妈给的这张脸 瞧瞧这衣裳 既不能展现身段 颜色也不够称肤色 你适合穿月白色 最好戴些薄纱的广袖流纤裙 再数个流云剂 保证比现在要每个百倍 而且 怎么一点妆容都不化 女孩子家家的 不化妆就出门见客 太过实力了吧 洛洛尔哥继续批评 穆清清 从头到脚数落一遍 反正没一样 能够入她的法眼 穆清清听得是 目瞪口呆 无言以对 千任咳嗽几声 够了 对客人 不要这样无理 我哪有无理 我是在提醒她 女人家该精致一点 活得那么粗糙 将来没男人要 我可是为她好 不是所有人 都跟你一般爱好打扮 你回去折腾你的 别管人家的事 哼 大哥 胡说我说你 你也是一样 粗鲁蛮横 也难怪一把年纪了 还是没人喜欢你 老光贵一个 懂什么呀 这位姑娘 你可别听我打歌的 她只会害了你 穆清清哭笑不得 闭嘴 再胡言乱语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哎哟 我好怕呀 我身上随便一样东西 打坏了 你都赔不起的 千任叹了一口气 对穆清清道 唉 我们走 不必理她 穆清清从老二 欠然一笑 然后跟着 欠任走了 姑娘 你要讨教 穿着打扮的事 可以来找我 我肯定能跟你 打扮得美美的 我叫千水 你要记住 千水冲穆清清 抛了个媚眼 穆清清差一点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个家伙 也太特立独行了 实在是叫人吃不消 千任带着穆清清走出好远 才对穆清清解释道 我二弟这个人 就是这样 谁也拿他没办法 你别介意 没 没关系 他挺有个性的 男人 男人喜欢打扮 也不是罪过 穆清清 勉强自己 接受这样的设定 反正他只是来做客 而且对方 也不过是他哥哥 怕什么 千任笑了一下 你没被吓到就好 以后见到他 躲着点就是了 穆清清点点头 笑容有点勉强 千任带他进了 落落的城堡 落落正趴在一张 巨大的软垫上 红色与黑色的垫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又十分的和谐 落落的城堡 几乎 都是这种红与黑的配色 很难想象 一个外表 如此可爱娇俏的小姑娘 会喜欢这样 暗黑的色系 但落落却又十分 适合这样的色彩 她个性古灵精怪 带着几分模型 但又不失善良热情 很着人喜欢 穆清清主动开口喊道 落落 我来了 落落闷闷不乐地 应了一声 千任对她使了个眼色 示意她过去找落落 莫清清这才上前去 对落落好声好气 落落 别不开心嘛 我师父从前 教我做了几样点心 很好吃哦 我做给你吃好不好 这落落也吃不下了 为什么 落落 对于不能改变的事情 就不要去多想了 如果有一点希望能够改变 那就全力以赴去争取 最要不得的 就是自暴自弃 你不会明白的 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了 还是个小孩子的模样 我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你想着 一辈子都是个十岁小孩的样子 你会高兴吗 落落转过头看着她 神经依然落寞 穆清清将她拉起来 捧着她的脸 落落就算是十岁的小姑娘模样 也是最最漂亮的小姑娘 落落掰开了穆清清的手 你不会懂的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 大哥 你陪她到处走走 熟悉一下我们落叉城 我自己待一会儿就好了 那 晚饭的时候我来喊你 好 落落情绪不高地应了一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第1537集 沐清清也不知道 该怎么安慰她 只好跟着千任离开 落落为什么会长不大 你们兄弟六个 应该都是正常人 怎么就她会这样呢 落落还在娘胎里的时候 我们的娘 操守到了外地攻击 她是在娘亲死后 才被爹 从娘的肚子里救出来的 千任说起这件事 脸色特别的阴沉 周围的气压 似乎都降低了 沐清清大为惊骇 落落也受到了重创 几乎没办法存活 我们以为她肯掉死了 但这个时候 孟严侵入了她的身体 保住了她的命 但同时又把她 当成了宿主 一直寄生在她体内 孟严需要大量的灵力 才能压制 否则她在成长的过程中 一定会侵蚀宿主的身体 迟到将宿主毁灭 爹为了保住落落 就封印了孟严 孟严不会成长 落落也就停止了成长 戏千多年 才勉强长到这么大 但这对她也不是坏事 这说明孟严 也没有成长 她至少还能活着 还能像正常人一样修炼 只分出少许灵力给孟严 保证孟严不灭就可以 千认的话 让穆金金陷入沉思 所以 落落和孟严是共生关系 他们 没办法分离吗 千认摇了摇头 分离的话 落落也会死的 那天她忽然发狂的样子 你记得吗 记得 很多光从她身体里飞出来 她好像失去了自我意识一样 那些光就是孟严 她释放了体定的孟严 孟严具有强大的毁灭力 她释放的 不过是一点点孟严之力 却有如此巨大的毁灭力 如果她彻底释放孟严 她自己 也会同时被摧毁 孟严造成的毁灭力量 可能会给修罗倒 带来劫难 千认表情沉重 落落如果不维持现状 就会同时让孟严继续成长 直到有一天 爹留下的封印 无法封住孟严 落落要么沦为孟严的容器 失去自我意识 笑了 就只能被毁灭 无论哪一种 都是我们不想见到的结果 千认还是心疼这唯一的妹妹 穆轻轻忽然也好心疼落落 难怪她这么的悲伤 落落的命也真苦 一出生就没有娘亲了 自己还遇到了这样倒霉的事情 千认微微抬起头看着天 声音有一些沙哑 孟严是娘亲留给落落的 因为她还是希望落落活下去 所以拼了最后一口气 释放了孟严 如果没有孟严 就没有落落 可能我们兄弟六个 也一起死了 千认苦笑 那天的记忆成了他们一家人的噩梦 孟严究竟是什么 怎么会有如此威力 是什么 具体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不是人 不是兽 它像是一团气 一团最邪恶 最让人恐惧的气 会毁灭而生 穆轻轻无法理解 上古时期 孟严就已经横行修罗岛 听说是上古之神封印了孟严 将之封印在了佛主舍利里 后来我们的娘亲 无意中得到了这颗舍利 就一直带着 正因为这颗舍利 才招来了大祸 他们都以为是宝贝 所以拼命要抢 我们一家人东躲西藏 却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夺宝质 那时候 我们都还小 能力不足 爹要保护我们这么多人 娘亲又有身孕 真正是穷途末路 千人也经历过最艰难的时期 想到一家人那时候的惨痛经历 就沉痛无比 那为什么不把舍利放弃了呢 人总是比那些身外之物更要紧 千人迷茫地看着穆清清 如果我娘放弃了舍利 那可能现在修罗岛 已经不存在了 那些人脱取了舍利 恐怕从此永无凝制 我娘一直想要毁灭舍利 毁灭里面封印的梦魇 可始终没能做到 而且就算放弃了 那些夺宝的人 也不会放过我们一家子的 他们夺去了宝贝 也担心被别人抢 自然要把知情的人都杀了 千人满眼的冷漠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雄无止境的杀戮和鲜血 强者才有资格生存 你不杀人 就有人杀你 后来呢 后来 后来我爹带着我们继续逃亡 我们兄弟六人迅速成长起来 为了保护妹妹 为了替娘亲复仇 我们杀了很多人 成为了现在的修罗七杀 这座修罗城 是我们亲手建立的 爹和娘 就葬在城中央 而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我们相依为命 发誓守护好妹妹 修罗七杀 七个人 一条命 亲人终于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似乎还有 守族相守 也是一种值得庆幸的事情 那你们的父母在天之灵 一定会感到安慰的 虽然没办法陪伴你们了 但至少 你们都还好好的活着 只有洛洛 洛洛很无辜 所以 才一直宠着她 爹在的时候就很宠爱她 小时候脾气很差 小时候 很任性 不过她还是继承了娘亲的善良 没有变成小和谋 母亲亲也露出温暖的笑意 洛洛是个好孩子 大概是因为不得不一直维持着现在的样子 所以偶尔才会发脾气 个谁身上 谁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 她能这样 已经很难得了 说起来 洛洛和蒙舟倒是同病相连 只是洛洛长得好看 蒙舟那时候可是丑得叫人害怕 复生丹 也没有办法让洛洛长大吧 蒙舟就是吃了复生丹 才变成后来那个样子的 因为孟严的关系 她不是长不大 还是不能长大 孟严要是继续长大 洛洛就控制不住她了 亲人摇了摇头 表示行不通 我仅仅却说 要是能把孟严 从洛洛身体里面剥离 又同时保证 洛洛不会和孟严分离 而有生命之忧就好 这显然还做不到 我们一直在试图想办法 可惜这么多年 些找不到好方法 亲人叹息一声 深感无力 穆轻轻把这件事 给记在心上了 若是有一天 能够找到好方法 她一定会来帮洛洛脱困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妖 晚饭的时候 洛洛终于元气满满的出现了 好像过了一个下午 所有的失落都一扫而空 又变回了原来那个 鬼灵精怪 却很快乐的洛洛 清清姐 我大哥准备了什么 好吃的招待你啊 洛洛蹦打着进来 母亲亲笑着道 一珠子美味佳肴呢 快过来看看 有没有你爱吃的 哇 大哥 可真是很喜欢姐姐呀 平常可不见 给我们准备这么多菜 不许胡说 哪一顿少了你的 我是说 咱们家基本上不招待客人 也就是清清姐姐 不然谁有这样的福气呀 朕说小尖 洛洛的二哥千水也来了 千水已经换了一身衣裳 还是那么兴起飘飘 洛洛见她来了 就没了好脸色 哼了一声 吃饭倒是挺急急 做事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小洛洛 怎么跟二哥说话呢 快让二哥抱抱 离我远一点 臭死了 洛洛嫌弃地躲到了 沐清清的身后去 平时她都往千人的身边躲 千水便像往常一样 跟她追逐起来 直到千人发话 千水才放过了洛洛 这是他们兄妹的日常 小洛洛长大了 一点也不可爱了 小时候还老了二哥抱抱呢 你胡说 我才不喜欢被你抱 你身上臭死了 洛洛还是一脸嫌弃 千水闻了闻自己 然后又凑到了 沐清清的身边 闻了一下 我比她还香呢 你怎么能追脸 就说香话 你那就是臭味 只有你自己觉得香 对吧 清清姐 洛洛故意问 对沐清清使了个眼色 沐清清就是笑 也不说话 千水哼了一声 委屈巴巴地看着千人 大哥 洛洛又欺负我了 你行了你 每次都跟洛洛闹 他能待见你吗 做哥哥 却没个做哥哥的样子 千人 也把他数落一段 洛洛立刻高兴起来 就是啊 还是大哥最好了 其实千水对洛洛也很好 常常洛洛不开心 也都是千水去好 你这笑没良心的 下午还带你玩呢 还给你做了那么多的好东西 你这回又不理我了 只知道拍大哥马屁 我也生气了 千水抱住自己的双臂 气呼呼地转身 千人无奈摇头 对沐清清道 你别管他 他就是这个德行 几会儿就好了 咱们先吃 洛洛熙熙直笑 给沐清清夹菜 就在沐清清刚低下头 准备吃饭的时候 对面无声无息地 多出一个人来 沐清清被吓了一跳 老六 下次来打上招呼 我们都习惯了 今天还有客人在呢 千人提醒 他看了一眼沐清清 并不说话 低下头 拿起碗筷就开始吃饭 谁也不理 洛洛对沐清清道 这是我六哥 千兵 人如其名 天天冷冰冰 也不说话 谁都不理 沐清清冲他笑了笑 他也无动于衷 看都不看沐清清一眼 大哥呀 老六一定是最难找媳妇的了 将来传宗接代的任务 肯定要捞在我身上了 哎呀 可我是万人迷呀 多少姑娘喜欢我 我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了 眼花缭乱 眼花缭乱呢 清水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顿时又喜笑颜开 横威自己的美貌而沾沾自喜 才没女孩子喜欢你这样的呢 哪个喜欢男人 整天打扮得华丽胡哨的 不信 你问清清姐姐 清水看着沐清清 不屑道 她像个女人家嘛 打扮得真要灰头土脸的 哪会懂女人家的心思 沐清清差一点被噎着 沐清清咳嗽两声 无言以对 清水继续笑着道 不过沐姑娘 你要是肯跟我学学怎么打扮 我保你成为万人迷 毕竟你底子还是不错的 别别别别别 清清姐姐 你可千万别跟她学 赞给她把你给带坏了 洛洛赶紧制止 沐清清笑道 我也学不来 好心当成驴肝肺 要不是看在你讨我们家洛洛喜欢 我才不会教你呢 你还是别教了吧 你的样子就够吓人的了 我不想看到清清姐姐 这么漂亮的姐姐 被你给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洛洛对千水半点也不留情面 千水也不生气 反而笑嘻嘻地给洛洛夹菜 小洛洛最调皮 明明内心不是这样想的 你一定觉得 二哥是世界上第一等美男子 对不对 千水很会自我褒奖 不吝啬对自己的赞美 洛洛做了个呕吐的表情 但还是大口吃下 千水给他做的菜 沐清清发现 这几个兄妹之间的 相处模式十分欢乐 洛洛虽然和千水最不对付 可那也只是停留在斗嘴上面 其实看得出 他们的感情很好 倒是这老六千兵 简直像个隐形人 吃饭就自顾自地吃 也不说话 吃完就走 也不跟人打招呼 好似他眼中没有别人 哎呀 六哥可真是太可怕了 有时候 我觉得他好像不跟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 洛洛无奈地叹息 千水连忙插话 还是二哥比较好吧 老六白生了一张嘴 是个闷的葫芦 太没趣了 比起六哥不说话 我更希望你不要说话 洛洛朝他扮了个鬼脸 沐清清也觉得千水太过话牢 一直说个不听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吃饱 洛洛 你看我这身新衣服怎么样 我也给你做了一件 跟我这件差不多 你穿着也一定好看 千水充满期待地看着洛洛 似乎希望他能够给点面子 但可惜洛洛很快就拒绝了 不要 哎呀 人家辛辛苦苦给你做的 你好歹试一试嘛 千水要求道 不要就是不要 洛洛一点情面也不给 千水转而去跟千人告状 大哥 洛洛又拒绝人家的一番好意 你也不说说他 他不喜欢你做的那些 花里胡哨的衣服 你何苦非得给他做呢 千人野生感无奈 这么多年 千水都改不掉这个习惯 一直想把洛洛打扮成娃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39集 可惜洛洛偏身不爱那些小女生的东西 她就是爱暗黑风格的东西 包括衣裳 千水再度失败 将来我要生个女儿 一定把那些洛洛不穿的小裙子 都给我女儿穿 不能浪费了 千水吸了吸鼻子 决定把希望机脱在自己女儿身上 你免了吧 媳妇都没找到呢 还女儿女儿的 不害臊 你信不信 二哥说找就找一个 是杨二哥看上的 保证上赶着到我们家 给我当主饭婆 母亲亲怀疑千水在吹牛 但是没有证据 以她的眼光看 千水虽然拥有一张出色的脸 也有高大的身材 那和她品味太过独特 打扮得过分耀眼 一般女人是吃不消的 洛洛哈哈大笑起来 就会吹牛 我怎么就没见过 你带女孩子回来过呀 洛洛可一点也不相信她的话 千人已经开始收拾碗筷 母亲亲发现 千人简直是居家好男人 照顾央美又会做家务 做饭什么的也很好吃 清清姐姐 我大哥好吧 洛洛冲着母亲亲眨眼 暧昧地笑了一下 母亲亲咳嗽一声盲解释 你大哥很好 若我有个妹妹 定然把你嫁给她大哥 你自己嫁不成吗 我已经嫁过人了 没想到你这么粗糙的女人 也有人要啊 真是稀奇 母亲亲已经习惯了 而且知道千水没有恶意 她就是这么过分精致的男人 看不得不修蝙蝠的女人 洛洛掐了一把千水的胳膊 不许你这样说千亲姐姐 很没礼貌 不说就不说了 我也是为她好 女人家就要好好打扮 这样才能牢牢握住夫君的心呢 我夫君的心 一直牢牢在我这里 不管我什么样子 她都很喜欢 那我怎么没见着你夫君呢 她怎么放你一个人出来 还让你来这修罗城做客 她 她遇到了一些事情 和我失散了 母亲亲有一些落寞的低下头 不过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找到彼此的 千水忽然感动了 红着眼睛 好感人啊 至死不孕 就算分开再远 也绝对要奔向彼此 伟大的爱情 真是 太感人了 母亲亲哭笑不得地看着她 哪儿就感人了 她就是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 洛洛再度翻白眼 对母亲亲道 别介意 你习惯就好了 亲主用帕子擦了擦眼泪 我说回刚刚的话 你是个好姑娘 夫君不在 就不好好打扮自己 为了怕别的男人惦记你 一定是这样吧 母亲亲略写尴尬 她并不是这样想的 她只是懒得识惰自己 可以这么说吧 母亲亲勉为其难的 按照千水的设想回答 这样我就明白了 希望有一天 我也能找到这样一个 情深欲重的女子 与我相爱到永远 缠缠缠缠 生死与共 我们会有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 就像洛洛这样可爱 又来了 我都要被你烦死了 不说了 我回去哭一会儿 好感人 太感人了 于是千水也走了 母亲亲嘴角抽动几下 感觉这一家子就洛洛和千人比较真诚 说起来 她好像才见了四个 还有三个没有露脸的 吃完了饭之后 洛洛就领着母亲亲去自己城堡里休息了 洛洛带她参观了自己独立的城堡 母亲亲发现洛洛这里 真不像小女孩住的地方 布置的紧接利落 到处以刀浆剑脊这些作为装饰 墙上的壁画都是战争场面 只有洛洛的床头有一幅画像 一对年长的夫妻 手中捧着一个小婴孩 旁边站着六位俊朗的少年 风格各异 却各个精神焕发 阴气勃勃 这些大哥找画是画的 还会动呢 你看到了吗 洛洛笑着解释 母亲亲果然发现 画像上的人会动 会笑 真神奇 嗯 大哥为了让我能够记住娘亲的样子 其实 娘亲根本没有抱过我 她 从来没有机会抱我 洛洛忽然哽咽起来 母亲亲忍不住 抱住了可怜的洛洛 好洛洛 你娘亲虽然没有机会拥抱你 可是她拼命拼命也要保护好你 让你能够活在这世上 替她活在这个世界里 她知道你这样健康活泼 一定很欣慰的 如果没有我 娘亲就不会死了 她很厉害的 那些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因为 因为快要生我了 所以她没有办法战斗 傻瓜 你的存在不是你自己选的 而是你娘亲和爹爹选的 他们希望有你啊 你知道我一直在找我的孩子吗 当年我怀着她的时候 被人下了毒 所有人都劝我放弃她 以后还会有别的孩子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我不放弃她 我可能会死 可我怎么也不肯 我宁愿死 也不想放弃她 我深深爱着 还没有出生的她 我能感觉到她 在我的肚子里健康地成长 不管多么辛苦 我都努力咬牙撑着 最后我平安生下了她 如果那个时候不幸 我死了 可只要她能活下去 我也一定会很高兴 心甘情愿地去死 因为我的生命被她继承了 我不会后悔的 洛洛的娘亲 也一定没有后悔过 因为洛洛 是这样可爱美好的女孩子 是上天赐给她的宝贝 比生命更珍贵的宝贝 洛洛眼泪滚落在沐清清手上 她一把抱住沐清清 第一次放声大哭起来 洛洛一哭 四面八方冲进来几道影子 千刃和千水千兵 还有三个她没见过的 竟然也出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四十集 洛洛 你怎么哭了 千水的声音难得正常起来 不用再掐着嗓子说话 她声音正常的时候 竟然很有雌星 其他人也不知所措地 想要过来 又充满戒备地 看着沐清清 千兵这个闷葫芦竟然也开口了 洛洛不哭 没事 她只是忽然想哭了 哭一哭也没什么不好的 洛洛嚎啕大哭了一场 忽然抬起头来 然后擦了擦眼泪 对千任他们说道 我没事 你们全跑来干什么了 快走开 千任看着沐清清 似乎在询问她的意见 没事 你们先走吧 我来照顾她就好了 她没事的 沐清清真的很感动 洛洛又被这么多哥哥的深爱着 每一个都对她示着珍宝 千任这才吩咐其他兄弟离开 洛洛等他们走了之后才到 他们真是的 每次又有点动静 就打击小怪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可是你是他们唯一的妹妹啊 哥哥就是会这样担心自己的妹妹 他们很爱你 沐清清目光亮晶晶的 洛洛也笑了 所以希望自己快点长大 要不然耽误哥哥们找嫂子呢 我大哥整天就知道围着我转 我去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简直就跟我的侍卫一样 这样多耽误着媳妇啊 迟早会长大的 因为洛洛太可爱了 所以上天希望你保持可爱的样子 久一点而已 不过没关系 你的生命还有那么长 一定会长大的 可是长大了也有长大的烦恼啊 要珍惜现在无忧无虑的时光 我不能长大 不要放弃希望啊 不放弃才有可能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如何能够办到 但人生处处充满奇迹 洛洛也会遇到自己的奇迹 可如果始终都长不大 没办法是先怨我怎么办 心怀希望本身就是很美好的事情 如果明明对一件事充满了渴望 却又因为求知不得而充满绝望 不是很可惜吗 至少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斩钉截铁地告诉你 洛洛绝对不能长大 梦魇永远无法 被从你的身体里剥离 只要这样想 给自己一点希望 然后去期待最好的结果 这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 沐青青微笑着握着洛洛的手 哥哥们都很担心洛洛啊 洛洛仿佛想通了似的点点头鼓起勇气 亲戚姐 我明白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死啊 既然不能死 那就好好活着呗 说的有道理 洛洛果然聪明 那姐姐 我陪你去找你的儿子吧 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干 跟着你到处走走也好 这个 还要问你哥哥 他要是愿意自然可以 不过跟着我也可能会遇到危险 我这个人啊 总是会被各种麻烦纠缠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最不怕就是危险了 每天在修罗城里好无聊的 出去找点乐子也好 洛洛黑黑笑着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沐青青笑 反正这是还要问千任的意见 沐青青家修罗城倒是过了几天清闲的日子 但是他也一心机挂着韵儿和凤青羊 不可能一直在这住下去 到了要辞行的时候 洛洛非要跟着他一起走 千任却不能离开这里太远 他要坐镇修罗城 随后商量了一下 千水带地千任 跟着他们一起走 保护洛洛 虽然洛洛不大情愿 跟千水在一块 但不带千水 千任就不同意他出门 最后也只好妥协了 二哥 我可警告你 不许在外面给我丢人 你这个小丫头 说什么呢 二哥怎么可能丢人 二哥只怕到时候 别人缠着你 非要跟你做二嫂 千水还是一如既往的自恋 三个人一路 洛洛和千水每日斗嘴玩闹 沐青青就充当和事佬 但也热闹得很 沐青青还是回到了彩虹城 她想 也许婴儿那时候来过 或许留下过什么消息 彩虹城还是原来的样子 不算多热闹 但也不冷清 洛洛还是第一次来 对这里色彩斑斓的建筑 十分的嫌弃 觉得太过花少 千水却很喜欢 嗯 多姿多彩 这才像个城市的样子嘛 回头去修罗城 也都刷点油彩 你们几个城堡啊 都太灰暗了 一点也不好看 洛洛白了她一眼 反正不许你动我的 你自己的爱 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那多没意思 我现在的外城墙颜色 已经很鲜嫩了 你们应该多欣赏一下 真正的美 沐青青带着他们 去了彩虹拍卖行 红尔听说沐青青来了 放下手头的事 就赶紧跑出来 真是您啊 萌姑娘 您去哪儿了 一去就一年都没回来 我还到处找你呢 当时遇到一点麻烦 所以不得不离开 那位萌公子呢 怎么这一次没有一起啊 好像带了两个新朋友呢 红尔娇笑一声 尤其看到千水 那特立独行的装扮 差一点把她误认为是女孩子 但好歹红尔也是见多识广 很快就知道她是个公子 我哥 她来不了了 沐青青提起蒙州 心情一度有一些抑郁 物是人非 红尔还在 蒙州却没了 是吗 那位展姑娘好像来过几次 一直打听蒙公子的下落呢 她是不是躲着展姑娘啊 她死了 红尔一听愣住了 好半声才反应过来 怎么会呢 已经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了 节哀顺变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谁也想不到 我今天有一些伤感 不说了 我这次来是向你打听别的事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鸟 第1541集 姑娘快进 你当初在我们这里寄卖的丹药 我们已经卖出去了 按照规矩 彩虹拍卖行留下20%的服务金 获利的80%除了交税之外 还剩一亿三千万金石 已经给您存在金石卡里了 我这就去给你取 红尔要跟穆青青把账给结了 这么多吗 穆青青有一些惊讶 是啊 那神品丹药非常受欢迎 后来还有很多客人打听有没有了 只可惜您一直没有出现过 金石先不着急 我想问一下 彩虹城里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 穆青青变出鸣儿的人偶来 又过了这么久 鸣儿不知道还是不是这副模样了 他可能又长大了一些 但模样不会有太大改变吧 如果他来过彩虹城 一定来过拍卖行 你有没有印象 红尔看着运儿的人偶像 皱着眉头 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我记起来了 这人我见过 不过他没这么小 好像已经十四五岁的样子 但容貌的确和这个很像 我当时还觉得他长得有几分像木姑娘 特意跟他攀谈了一番 以为他是你的弟弟之类的呢 他 他现在在哪里啊 早就离开了吧 他没在彩虹城多留 毕竟那个时候你已经走了 我们彩虹城也没有紫金神龙 可以拿出来卖 很多客人都是奔着紫金神龙来的 最后 没见着以为是我们彩虹城 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 也失望走了 后来一直我们生意都不好了呢 去了 去了哪里呢 天下这么大 他又去了什么地方呢 木金轻有一些迷茫 总觉得和用儿一步步错过 他是你的亲人吗 他是我的儿子 天哪 难怪我觉得他长得有几分像你 尤其是眼睛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木金轻问 希望能够从蛛丝马迹 打探出运儿的下落 他好像也很关心紫金神龙 还试图套我的话 想知道紫金神龙的主人是什么样子 可是我跟您有过协议 绝对不能透露给别人 所以也没有告诉他 早知道他是您的儿子 我肯定告诉他了 对不住啊 萌姑娘 木金轻当然不能怪红二 你没有错 我也没有告诉过你 或许我们母子重逢的缘分还未到吧 姑娘 要不你留下点什么在我们彩虹拍卖行 只要下次遇到那位小哥 我或许能替您传个话 让他去找你啊 木金轻觉得这倒是个好主意 关于映儿还会再来呢 他忽然想到了更好的主意 努力地走遍了修罗岛的各大城市 然后在每个地方都留下讯息 告诉运儿他已经来找他了 好 木金轻留下了一封信 让红二宝号保管 但凡遇到运儿就一定要交给他 然后他又去彩虹城的城墙 留下了一幅巨大的记号 那是运儿一看就会明白的记号 只要他见到了 就知道他自己来找他了 这样能看懂吗 画得好奇怪啊 他看得懂 这是我教他写他爹的名字 结果他第一次写 完全写不会 就写成了这个样子 我笑话了他好久呢 木金轻回忆起小运儿笨拙的样子 觉得十分可笑 但那些回忆 如今也变得十分遥远 清清姐 有人在城墙上看着你呢 露露豁然低声提醒木金轻 木金轻抬头一看 看到了城墙上有个穿着黑袍 将头和脸盖住的人 在他抬头的一瞬间 又消失了 木金轻皱眉 又是什么人盯上了自己 真是个怪人 他看了你好久 怎么你一看他他就逃跑了 他是不是你的仇家呀 不知道 认识我的人不多 但很大的可能是仇家 我轻轻无奈地道 他现在已经是惊恐之鸟 遇到的敌人太多 导致见谁都不像好人 那就要小心了 待会要是他再跟过来 我帮你解决了他 露露很仗义地道 木金轻笑着道 走吧 我们不在这里逗留了 我打算带你游遍修罗岛 最后再回修罗城 真的 好哎 鲜水却有点懒洋洋的 刚才那位彩虹城的小美人挺好的 木姑娘 你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没有 绝对没有 专家哪儿表现出对你有意思了 这座多情 胡说 他一直冲我笑来着 鲜水 还是算了吧 红二可是彩虹拍卖行的掌势 人家是不大可能跟你回修罗城 当你的媳妇的 哎呀 好吧 天下美人千千万 我才见了这么一个而已 能多见几个 总能带一个回去的 我也老大不小了 该找个媳妇了 鲜水欢欢喜喜地道 木青青和露露相识一笑 都觉得鲜水找媳妇这件事 木青青 找儿子难多了 三人一行 离开了彩虹城 但身后 总有影子跟着 木青青也察觉到了 可那影子 只是远远跟着 也不靠近 也不消失 他也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意图 他和洛洛 鲜水商计了一下 打算到前方找个地方 把那个跟着他们的人给抓住 待会儿 按计划行事 木青青对他们点点头 鲜水和洛洛都表示知道了 三人假装往前走 近了前方的密林 洛洛和鲜水 一闪身就消失了 木青青 用假人偶装成洛洛和鲜水的样子 单独往前走 一路还假装跟他们说话 那影子果然还是悄悄地跟在后面 不远不近 洛洛和鲜水 就在他出现的一瞬间 从两个方向跳出来 将他给堵住 什么人 鬼鬼祟祟 快快报上明来 鲜水使出一招非常华丽的落音缤纷 让全场都被笼罩的花瓣于理 可被笼罩在其中 就会像喝醉了一样 神志不清 动作迟缓 可那个穿着黑色斗篷的人 竟然就凭空消失在两人面前 木青青赶到的时候 黑影已经完全不见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第1542集 这不可能 千水激动地喊道 没人能够在我多洛英 缤纷里逃脱 没有人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能逃过去 那个人 好像不是尸体 什么意思 他 他不是人 如果是人的话 刚刚没道理凭空消失 他速度再快 也没可能中了 洛英缤纷这招之后 还能以我们完全看不见的 速度逃走 而且 他好像也不是逃走 只是 消失而已 千水冷静下来 才发现了 不对劲 没有气息 我们总是只能看着他 远远地跟着 如果他不打算 让我们发现 可以隐匿气息 但为什么 要暴露他的存在 千水 扎巴几下眼睛 很是不济 沐清清也察觉出来的 对方似乎没有敌意 只是跟着他们 不远不近 简直像影子一样 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而且不是人 难道还是鬼吗 不知道 总觉得怪怪的 等等再看 看他会不会再来 洛洛挠挠头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这么诡异的事情 沐清清忽然想起了 什么事的 这好像不是 我第一次遇到他了 什么 什么时候还遇到过 我离开千帆城以后 好像隐约也觉得 有人跟着我 不过他当时 应该还不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见过他 只是感觉被人跟着 和他跟着我的方式很像 只是看不见他 连穿着黑袍的影子 我都没有看见 沐清清回忆起来 似乎也是这样 奇怪的感觉 有人跟着自己 但并不知道他是谁 也看不见他 却分明能够感受到 对方没有敌意 甚至还送过自己 一包食物 青羊吗 沐清清在心里问 可如果是凤青羊 他应该不可能 只是跟着自己 那就不用管他 先走 下次有机会再抓 我就不信抓不到他 千水狠狠倒 三人又上路了 果然第二天 那个黑影 还是跟着他们 只是依然维持着 那样的距离 不远不近 也不见得是要伤害他们 到了晚上 沐清清试图要靠近他 可是黑影 还是像之前一样 消失在原地 他似乎不愿意被靠近 沐清清有时候觉得 自己三人 可能是真的遇到鬼了 三人很快就抵达了 下一个城市 施异城 要小心了 我听说 施异城里不能睡觉 一旦睡着了 第二天就会忘记 自己是谁 然后一辈子 也离不开这个地方了 因为你会忘了 自己来自哪里 要去什么地方 再睡着的话 你甚至会忘记 自己要离开这里的事情 这么奇怪吗 那城里面 不是谁都不认识谁 是咯 所以待会记住 无论什么情况下 都要保持清晓 绝对不要睡觉 肯定有缘故的 不可能无缘无故 大家睡着了就会失忆 三人一起进了城 城里显然很平静 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街上人来人往 可也透着一股怪异 每个人都神情懒洋洋的 眼里透着迷茫 有些困倦的打着哈欠 有人垂头丧气的 倒在角落里 还有人当街就睡觉 醒来的时候 还是一脸的茫然 也没有人做生意 很多房子都破破烂烂的 还有修建到一半 就停下来的房子 这些人 是不是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也不清楚 看着他们的样子 就觉得古怪 那你儿子 应该也不会来这里吧 如果他来了 肯定早就失忆了 也不会去彩虹城 这里怪没意思的 母亲亲也觉得 这里不太可能 找到自己的儿子 因为 也没有人记得 他有没有来过 但母亲亲还是照样 在城墙上留下了标记 他们本来打算尽快离开的 免得这诡异的地方 把他们也给坑害了 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段飞白 母亲亲上前 一把抓住了段飞白 他回过头 用一种陌生的眼神 看着母亲亲 姑娘是谁啊 你认识他 他是你朋友吗 不是朋友 可我们认识的 他怎么会在这里 母亲亲感到非常诧异 段飞白不应该留在人间吗 夜妖夺区的魂魄里 也没有段飞白 他莫名其妙的 怎么会出现在修罗岛 我不认识你 你认识我吗 我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我好像在找什么人 但我不记得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段飞白看着母亲亲 眼神很痛苦 姑娘 你要是认识我 你就告诉我 我是谁 我在找谁 好不好 他要求母亲亲 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事情 母亲亲又惊讶又难过 她可以肯定 这个人就是段飞白 段飞白 你是段飞白 你在找的人 大概是段飞宇吧 母亲亲想 段飞白 对段飞宇是有感情的 如果世上有什么人 值得段飞白 连失去记忆 都还想着要去找的人 一定就只有段飞宇 段飞白 段飞白 段飞白忽然拿出一把刀子 对着自己的手要滑下去 你要做什么 我要记下来 不然很快会忘记的 我不能再忘记了 有人夺走了我的记忆 我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可是我想告诉你我的是真的 我得记住 对了 你刚刚说我在找的人是谁 我好像有点熟悉啊 段飞白想要用这种方式 记住自己 你可以写下来呀 为什么要用刀刻在自己身上 洛洛觉得这个人有点蠢蠢的 写 写下来的东西 也会因为失去记忆 而随时有可能丢掉 所以还是刻在身上更保险一点 天哪 那你多疼啊 你别傻了 你离开这个地方吧 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不行 我要在这找人 我要找到了才能走 段飞鱼也在这里吗 穆轻轻惊讶地问 你们竟然一起来了这里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四十三集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段飞白哭丧着脸 我甚至连我为什么要找他都不记得了 他是什么人 你说他叫段飞鱼 难道是我的亲人吗 他 是你的义姐 不是血亲 怎么说呢 他是你所爱的女人 母亲亲觉得这关系有点复杂 不知道如何解释 义姐 还是爱人 段飞白也有点糊涂 乱轮啊 千水忍不住插了一句话 母亲亲摆他一眼 又不是亲的 只是从小被我父亲收养 一起跟了我父亲姓 咦 那你为什么会姓木 你不会是用假名字吧 我应该是姓段 但是 说不清楚 用习惯了这个姓是一时懒得改了 母亲亲发现 自己好像应该早一点抛弃木这个姓 她也不喜欢姓木 但是现在不是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得帮帮段飞白 在这个地方遇到段飞白 哪怕曾经也不是朋友 母亲亲都有一种难得的亲近感 你的身世还真是复杂 你就少废话了 人家现在遇到麻烦了 得帮忙呢 段飞白 你跟我走好吗 我帮你找段飞鱼 但是你要记住 从现在开始不要离开我身边 不然你很快就会忘记自己是谁 要找谁的 好 我尽量 段飞白有点没信心 可是这个鬼地方 它会吞噬人的记忆啊 所以才让你跟着我 只要我记得 你就会记得 我会慢慢告诉你 你是谁 你过去的事情 段飞白一听 眼里竟是喜悦 好 多谢你啊 姑娘 你这是个好人 嗯 我的确是个好人 可你以前不算是个好人 或者说我们曾经还是敌人 母亲亲哭笑不得 段飞白微微的有一些惊讶 母亲亲开始耐心的 跟她解释这一切 包括 她是自己父亲的义子 然后又为了夺权 想当皇帝之类的事情 背叛段锦绪 企图杀母亲亲的事情 不只是段飞白 听得云山雾照 洛洛和千水 也跟听故事一样 听得一愣一愣的 真是好复杂的关系啊 穆姑娘的经历也够丰富的 比我们这些活了数千年的人 还经历丰富 我也不想的 谁让我这么倒霉啊 总是遇到各种麻烦呢 我觉得一点也不倒霉啊 人生多精彩啊 不像我们 整天就在修罗城里 面对的也是紧张熟悉的面孔 好无趣的 洛洛粉儿羡慕穆清清的精彩人生 穆清清摸了摸她的头 等你真正经历了 才会觉得平凡可贵 精彩的人生 伴随的也是多灾多难的命运 嗯 洛洛不知道怎么选择 这么说 你是从人间界来的 好厉害啊 人间界的人 为什么会有你这样的修为 我听说那个地方的灵气 早就枯竭 不能修炼 也不可能出现修仙者呀 千水还真是见多识广的人 很多事情 他竟都有所耳闻 是啊 这又是另一段我自己都糊里糊涂的经历了 穆清清也觉得 自己的人生好复杂 他的头都要大了 不着急 我们可以慢慢聊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多说说话 也就不困了 可不能睡觉啊 我可不想忘记自己是谁 洛洛紧张兮兮地抱住了 穆清清的胳膊 段飞白却忽然道 这个地方 就算你想要控制自己不要入睡 也会慢慢睡着的 而且一天当中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 都是在睡觉 清醒的时候反而很少 段飞白的话 让三个人断时紧张起来 不行 那我们还是尽快出城 想到办法 控制睡再回来 穆清清当机理断 绝不能够被迫睡着 然后忘记过去 能有办法控制吗 人可以不吃不喝 但好像不能不睡觉 清水皱眉 觉得这也太难了 一定有办法的 我得去找一点材料 利用丹药来抑制睡眠 穆清清记得 她从燕无悔的药点中 见过这种药的记录 胡同的人间药物 对修者也许没有什么作用 但参考一下 或许能够制造出 比那强效千百倍的丹药 穆清清对段飞白道 你也跟我们出去吧 不能留在这里 不然过后 你忘记了这些事 我都不知道到哪找你去 好 段飞白也没有拒绝 她现在好不容易 遇到一个认识自己的人 要是放弃这个机会 可能就会迷失在这个地方 永远也找不到自己 穆清清正打算带着段飞白离开 走出没几步 段飞白毁然倒在地上 憨声如雷 不会吧 就这么睡着了 清水下了一跳 弹开 跳到了洛洛的身后去 洛洛也晕了 晴晴姐 这下怎么办呀 扛出去吧 没办法了 母亲亲看着千水 这里就她一个男人 肯定要她扛的 千水经他们都看着自己 忙往后缩 你个丑男人 我才不要扛呢 要是个美女 那我肯定不乐意 你还嫌弃别人呢 我看这位大哥 比你要好看 洛洛直言不讳 丝毫不给千水面子 不要浪费时间了 万一待会儿我们也有人中招 睡着了怎么办 赶紧的吧 千水 讨厌了 为什么要我背 虽然这样抱怨 但千水还是乖乖背起了段飞白 真的好重啊 这家伙 哎 男人就是麻烦得很 千水嫌弃的 然后硬着头皮 背着段飞白 跳出了城门 母亲亲和洛洛也赶紧跟上 出城之后 几个人一路向前 不敢靠近 失忆成 生怕被那里的怪性 像给影响了 千水落了地 就把段飞白给扔了 段飞白 竟然这样都没有醒过来 母亲亲和洛洛紧接着也落下来 母亲亲走过去 试图唤醒段飞白 段飞白却嘟闹一声 继续打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鸭 第一千五百四十四集 我来 露露协笑一声 上前准备恶作剧 穆轻轻制止了他 我来就好了 穆轻轻拿出了银针 给段飞白扎了几下 段飞白就醒了过来 果然 段飞白醒来之后 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三个人 你 你们是什么人 段飞白眼里充满戒备和恐慌 穆轻轻无奈道 我是穆轻轻 我认识你 我们把你从诗异城救出来了 我不认识你 我 我是谁 段飞白 你的名字叫做段飞白 来自云梦 你已经全部忘记了 一直留在诗异城里 应该是为了找到你的心上人 段飞语 我们刚刚在诗异城见过面 但是你又睡着了 所以忘记了之前的事情 穆轻轻有耐心地解释了一遍 段飞白 段飞白 段飞语 段飞白重复了好几遍 自己和段飞语的名字 似乎要努力从脑子里搜寻什么记忆 可是 他显然什么都没有想起来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敌人还是朋友啊 这我就没办法告诉你了 因为我们俩的确算不上是朋友 不过在这一届相遇 勉强算是故人 穆轻轻也很无奈 她又没有办法让她恢复记忆 哎呀 失忆的人真的是很烦啊 她刚刚喊恨相信你的话 竟然竟然怀疑你了 段飞白似乎失忆的程度又高了一些 莫非 每一次睡着之后 失忆症就更严重吗 之前段飞白还记得自己在找人呢 我静静疑惑地看着千水 是这样的 所以在里面待久了 慢慢就跟白痴没两样了 段飞白揉了揉自己的头 脑袋一片空白的她 也真的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我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一点记忆都没有啊 段飞白痛苦道 穆轻轻看着她也无奈地道 事已成不知道有什么药物在作祟 让人沉睡 沉睡之后就会被清除记忆 睡得次数越多 记忆就会被清理得越干净 段飞白看着穆轻轻 似乎是在审视她说的是真是假 事已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穆轻轻指着前方 从这里依然可以看到 事已成的塔楼 段飞白看到那塔楼 眼里忽然露出恐惧来 那里好可怕啊 段飞白咽了一口口水 穆轻轻也不知道她怕什么 但是看她这个样子也于心不忍 段飞白 你已经安全了 虽然失去记忆了 但是你要是愿意相信 我会告诉你 我知道的关于你的全部事情 穆轻轻看着她 段飞白也在看着穆轻轻 终于段飞白点点头 我相信你 我愿意相信你 穆轻轻只好把段飞白的事情 跟她仔仔细细讲了一遍 段飞白却依然感到很茫然 我虽然想起你说的那些 可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包括你说我不肯离开施异城 是为了找段飞宇 我真的 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我忘了 我爱的人吗 应该是了 你之前还记得自己在找一个人 现在是完全没有感觉了吧 段飞白摇头 不管怎么样 现在你必须要记住 我跟你说过的话了 不能再忘记 我要是一遍遍重复告诉你 我也会疯的 好 我记住了 段飞白点头硬了 像个乖巧的小朋友 穆轻轻不再理他 对千水道 在我回来之前 照顾好段飞白和洛洛 我要去找需要用的材料 编制丹药 你一个人去吗 我陪你吧 我一个人去 很快就回来 放心 段飞白依然 充满依恋地看着穆轻轻 你会很快回来吗 会 你跟他们待在一起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 穆轻轻知道 他现在还没有安全感 段飞白看着千水 又看看洛洛 千水懒洋洋的 快去快回吧 带你回来之前 我会阻止他们睡觉的 嗯 穆轻轻也不想继续耽搁下去 他得快速地去一趟彩虹城 那里 铁定有他所需要的所有材料 穆轻轻又回到了彩虹城 恒儿也感到很诧异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 我需要这些材料 你尽快帮我搜集起来 多少精识都可以 鸿儿看他急匆匆的样子 知道有急用 好 你稍等一会儿 鸿儿很快就拿着方子出去了 穆轻轻站在那里 来回地踱步 心情十分地焦躁 他怕自己回去晚了 千水和洛洛会受到 失忆成的怪力影响 鸿儿果然半是靠谱 很快就回来 清清姑娘 你揪到了 东西都给你拿到了 幸好都不是难得的 不过也花了不少精识呢 没关系 主要是能凑齐 我得赶紧走了 多谢你啊 红姑娘 等我忙完了 定回来好好谢你 穆轻轻拿上东西就走了 她发现身后依然有黑影 跟着自己 但已经无心地去管她 等她回去的时候 发现千水和洛洛 断非白都不在原地 这下她是真的慌了 洛洛 千水 可是没有人回答她 穆轻轻知道事情不妙 明明千水和洛洛都知道这失忆成有危险 铁定不会放松警惕 却还是不见了 那说明失忆成是真的有问题 穆轻轻不敢掉以轻心 她知道自己必须要先保持冷静 才能够应对 洛洛和千水是跟着她出来的 要是他们出了事 自己可不好向千人交代 穆轻轻赶紧地开始练丹 她得确保自己精神振作 不至于也中了敌人的诡计 穆轻轻秉吸宁神 静下心来摒弃了一切杂念 拿出丹炉和药材 火在掌心聚起 没多大一会儿功夫 穆轻轻就将一炉丹药炼制成功了 这种级别的丹药 对她而言轻而易举 穆轻先扶下一颗丹药 脑袋立刻像注入了 一股清泉一般 无比的澄澈清明 她深吸一口气 然后将丹药又放入了戒指里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鸯 第1545集 穆轻轻重新地回到了十一城 她想 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洛洛他们 可在城里搜了一遍 竟然都没有发现洛洛他们 难道是我猜错了 他们没有来十一城 穆轻轻自我疑惑起来 可是他们还能去哪儿 穆轻轻也不知道该去找谁问 毕竟这里的人都是有失忆症 问了也是白问 穆轻轻看到了那座塔楼 她记得 段飞白看到塔楼时非常害怕 难道是和那座塔楼有关系吗 她决定要过去看看 转瞬之间就到了塔楼上 果然从里面跳出一个人来 大胆 山窗楼塔者死 狼人穿着一身黑色的羽毛大 看起来倒是十分俏皮 可惜长了一张过分怪气的脸 从嘴角到耳后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缝合的时候也十分的随意 所以看起来疤痕争你的很 穆轻轻看着她 看来你没有受失忆成的影响 还好好的 没有失去记忆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们应该就是导致失忆成的人 集体失忆的罪魁祸首吧 这么说你也没有受到影响了 不着急 当你睡过去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鬼脸男发出男 听有刺耳的笑声 穆金金并不为所动 冷冷当 你们是不是出城抓了我的朋友 其中一个是小女孩 还有两个男人 你的朋友 啊 记得了 其中一个男人 还不男不女的吧 果然是你 他们现在在哪里 想见他们 嗯 你这个模样倒是长得不错 我们老大应该会喜欢 穆金金不由分说 一朵零花飞过去 直接点燃了她的羽毛外套 鬼脸男娃娃大叫起来 不得已只好扔掉了外套 差一点把自己的头发都给烧起来 臭丫头 绝对饶不了你 鬼脸男冲上去 就跟穆金金打起来 穆金金又岂能怕她 她的实力远在这家伙之上 可没想到 打了一伙之后 那鬼脸男身后又窜出了几个 长得奇形怪状的家伙 打扮的也是一样的怪力怪气 大哥 这女人来捣乱 几个人一听 一起围上来 可不管穆金金只是个单身女子 下手也毫不留情 穆金金跟她们打了一会儿之后 忽然觉得头晕了一下 她意识到 这其中 有人在对她使用 某种精神攻击 幸好她有丹药护着 否则可能已经睡着了 怎么回事 她怎么没有晕过去 吴七青听她们几个 都在偷偷议论 定了定神 确定自己不受影响之后 以铺天盖地的流星之火 将她们给封锁在原地 你们要是失去的 就赶紧放了我的朋友 否则 我就烧了你们这座城 你敢 鬼脸男虽然不敢动 但也不示弱 你看我敢不敢 放了我朋友 否则 你们统统都得死 穆金金想到了什么 从戒指里取出了 媚娘给的金牌 看到了吗 我是金乌山的人 金乌山的名号 你们总听过吧 金乌山 你 你是我媚娘的人 那鬼脸男 果然认得这金牌 是 我的朋友 是不是被你们抓去了 那姐 我们永远不是在山 不知道 那几位竟然是金乌山的人 我们不是故意的呀 请您高抬贵手 我们真有妄人 母亲亲得意地笑了笑 那还不快放人 您得先把我们放了呀 这火让我们不能动弹 我们也没法放人呀 就是啊 就是啊 求求您 刚才贵手吧 母亲亲 母亲亲还当这些人有多厉害呢 结果只是几个萧小之辈 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于是放了他们 没想到释放他们的一瞬间 脑袋忽然一痛 有人在背后偷袭了她 母亲亲亮呛了一下 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 她几乎是要晕过去之前 看到那些家伙们竟然围着她哈哈大笑起来 显然她刚刚上当了 那些家伙竟然不怕五妹娘 还敢对她下手 你们 你们找死 母亲亲紧紧握住了手 从灵箭里取出了一枚药 给自己扶了下去 这可以确保她在最快的时间恢复 扶下药之后 母亲亲又调吸了片刻 那股眩晕感立刻消失了 这一次她没有留情 一出手就是杀招 在她们得意大笑的时候 瞬间击杀了七个人 只留下那鬼脸 她的头发也被火给烧了 此时看起来又惊又怕 你 您是什么人 鬼脸也知道自己踢到铁板了 母亲亲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 告诉我 我的朋友在哪里 我 我不管我的事 是我们城主抓的 她开杀那一对兄妹 要吸收他们的灵力 鬼脸终于怕了 说了实话 城主是谁 在哪里 就 就在 就在后面那座 宅院里 那是城主的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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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杀我 母亲亲一把 将她的胳膊给扭断了 然后威胁 你没有骗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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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了 我真的不敢了 你既然认得出那块金牌 难道不知道妹娘是什么人 竟然敢跟我玩音的 我们 我们城主 五妹娘有过节 她不会给五妹娘面子 而且你也打不过她 你最好 别拿金牌给城主看 我今天网开一面不杀你 但我要发现你说谎 保证会让你死得很惨 是 我知道了 我不敢 绝对不敢 对了 我问你 为什么这座城的人都失忆了 一睡觉就失忆 是谁干呢 母亲亲想起来 应该要打听清楚 是城主的义子 他是个很厉害的家伙 拥有一种宝贝 可以使人沉睡 城主就会趁着这些人睡着的时候 吸收他们的灵力为自己所用 失忆成所有的人 都是养着给城主提供灵力的 直到灵力枯竭之后才会死去 鬼脸哭丧着脸 我也不想帮着做坏事的 我害怕城主 才做了他的手下 不然 我也会成为下面那些人中的一个 吸收灵力 那他不是和金屋山的人差不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驾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第1546集 不 不得一样 金屋山的人练的是 灵犀神功 可以直接在战斗的时候 吸取对方的灵力 可城主 只能在人入睡之后吸取 要是清醒的情况下 就做不到 但是 有了他义子的宝贝之后 不管多厉害的人 都会不知不觉地睡过去 然后被吸收灵力 被吸收之后 还会被清除记忆 原来如此 穆金金总算明白了过来 难怪这里叫失忆城 这里原本不叫失忆城 叫天堂城 本来是修罗岛修士们 集中吃喝玩乐的地方 酒楼歌坊 独馆青楼 到处都是 后来这个新城主 带着他的义子过来 把原来的城主给杀了 逐渐地控制这次城市 就变成了失忆城 其实我的脸 也是那个时候 被新城主给毁掉的 我是原来城主身边的人 穆金金听了之后 也十分地唏嘘 好吧 暂时放过你了 不过你别耍花样 否则我要杀你 也是轻而易举的 穆金金说完 就冲向了 城主的宅子 此时那里正歌舞生平 在一座巨大的园子里 数十个舞鸡穿着华丽的舞裙 正缓缓地舞动着 他们的动作十分地优美 赏心悦目 旁边还有管弦伴奏 穆金金仔细一看才发现 领舞的那个人 竟是段飞鱼 他绝对不会认错的 段飞鱼穿着浅紫色的舞裙 露出了较好的身段 穆金金很难相信 段飞鱼会穿成这样 为别人跳舞 好 坐在高台上一边饮酒 一边看舞蹈的男人鼓起掌 还连连叫好 穆金金怕打草惊蛇 暂时没有现身 而是悄悄地潜了进去 随便找了个下人 打晕之后 把人家的衣裳给换上了 然后假扮成侍女 走进园子里 准备观察一下情况再说 美人 上来 陪本尊喝杯酒 果然那坐在最上面的就是城主 她招了招手 让段飞鱼过去陪她饮酒 母亲仅以为段飞鱼会拒绝 但可惜 段飞鱼立刻停下舞步 缓缓走上台 就像温顺的小绵羊一样 半跪在城主面前 先拿起酒壶 为城主针酒 再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敬城主大人 段飞鱼恭敬得道 然后缓缓地喝了这杯酒 那城主笑眯眯地看着她 也喝了酒 拍了拍自己身旁的位置 可来坐 是 城主大人 段飞鱼听话极了 木轻轻看得目瞪口呆 美人 你的舞 也跳得如此美妙 本尊 真是喜欢极了 城主伸出手 轻抚了一下段飞鱼的下巴 段飞鱼也没有拒绝 反而柔柔一笑 城主大人 谬赞了 昨前的舞异 怕误了大人的眼睛呢 人会说话 小嘴 怎么跟抹了蜜似的呢 城主那双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段飞鱼 木轻轻都替段飞鱼捏了一把汗 这家伙实在是不像个好人 段飞鱼为什么会如此 卑躬屈膝地伺候他 莫不是也失忆了 所以才任人摆布吗 城主大人 来 喝酒 段飞鱼主动给他倒酒 又敬他酒 那城主笑呵呵地喝了酒 仿佛无比陶醉在段飞鱼的谄媚里 木轻轻看得都着急了 城主 您先喝着 我下去换身衣裳再来 待会儿 还要给您跳一段呢 段飞鱼娇笑笑一声 还朝他抛了个媚眼 城主立刻点头应了 段飞鱼这才起身 往后面去了 木轻轻赶紧地跟了过去 就在段飞鱼进了更衣室之后 木轻轻也闯进去 一把抓住了段飞鱼 轻轻 段飞鱼竟然没有失忆 第一时间认出了木轻轻 真的是你 轻轻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段飞鱼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把抱住木轻轻 然后呜呜咽咽地哭了 轻轻 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衣服都快要疯了 你活着为什么不回来呀 飞鱼 怎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木轻轻已经彻底地昏了头 熟悉的人一个一个出现在修罗岛 可她却什么都不了解 说来话长了 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仔细解释 这里很危险 你要小心 我见到段飞白了 可是她失忆了 后来我们又失散了 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木轻轻也知道 这时候还是抓住关键问题 她也被这个城主抓了 关了起来 因为之前逃出去了 我想 就是那时候跟你遇见了 关在什么地方 我要去救她 不行 你不能去 这里太危险了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千万不能出事 段飞宇又心忡忡的 这个城主 她太厉害了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我只能先听她的 然后 四季救出段飞白 否则再过一段时间 段飞白也会死的 原来是为了段飞白 段飞宇才这样的委屈求全 木轻轻摇了摇头 你放心 我有办法救她 你只要告诉我 她在哪里就可以了 我还有两个朋友 也一起被抓了 段飞宇看着木轻轻 这才发现 木轻轻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虽然她看不出 木轻轻哪里不一样 但那股强大的气场 却显而易见 轻轻 你好强啊 段飞宇忍不住感慨 失踪的这些日子 你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吧 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我们得救出段飞白 然后再带你们一起离开 好 他们应该被关在后院的地牢里 那里有很多人看守 你要小心 我一住不出来 先确保自己能离开 我会再想办法 段飞宇嘱咐道 还给木轻轻换了一幅地图 以便木轻轻找对地方 木轻轻拿了简易地图 你小心一点 我肯定很快就来救你 嗯 段飞宇又红了眼睛 能见到你真好 秦轻 来了这里之后 我每天都在害怕 日子 太难熬了 段飞宇眼泪几乎要忍不住 她从前 是个绝不爱流利的女人 可这时候 真是忍不住了 木轻轻明白 她的感受也哽咽道 见到你们很好 我也和你们一样 木轻轻的孤独和痛苦 从有一刻减少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47集 正在这个时候 有人来催段飞宇出去 段飞宇应了一声 低声 嘱咐穆青青要小心 等段飞宇走后 穆青青 才悄悄地在关押 段飞白他们的地方去了 还没靠近 就感觉到那边 已经打起来了 落落和千水的声音 不时地传来 穆青青赶紧地冲过去 发现他二人正在揍人 穆青青过去 就听得落落在那里开骂 混账东西 居然敢打我的主意 打不死你 落落 好久没杀人了 我这手都有点痒了 你把那个家伙让给我 千水 摩拳擦掌十分地眼馋 不行 我也好久没杀人了 你去找别的家伙 我得好好瞩目他 你 你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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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会回的 纳斯被落落耍得团团转 又害怕又想装出气势来 穆青青再看看地上 已经躺了一片 这兄妹二人 看来是打开杀戒了 姐姐 你回来了 落落一看到穆青青 就忙招呼他 穆青青过来问 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你们被抓了呢 的确是被抓了 差点还睡着了 幸好我们留个心眼 才没有被他们得丑 穆青青松了一口气 我还真担心 你们中了敌人的好计 失去记忆 那就麻烦了 我们修罗七杀 还没怕过谁呢 这里已经被我们 收拾得差不多了 该去找那个成正算账了 落落显着小罗罗不好玩 一个手指点死了他 段飞白呢 在里面呢 刚刚又睡着了 我们没弄醒他 反正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现在可以进去救他了 穆青青赶紧地跑进去 把段飞白给喊醒了 段飞白的样子 已经很虚弱了 穆青青知道 这是林立逐渐 被吸干了的缘故 他赶紧地往段飞白的嘴里 塞了一颗还魂丹 段飞白问 这是什么 吞下去 不然你很快就要死了 段飞白下意识地 吞了丹药 然后又有点害怕 你是谁 为什么要给我吃药 穆青青知道 他时又失忆了 哎呀 可不想再给你解释一次了 你先别管我是谁 我们出去再说 穆青青拉起他就往外走 他一出去 就发现洛洛和千水 正在跟人战斗 他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住手 穆青青喊道 洛洛和千水回头 那人却没有停下 幸好千水反手挡住了他的攻击 否则洛洛肯定是要受伤 穆青青赶紧上去 喊道 小初 你疯了吗 那人看了一眼 穆青青露出了怪异的表情 但似乎并不为所动 依然继续发动攻击 你认识他 认识 先制服他 别杀他 于是三人合力 一起围攻荣处 最终 荣处败下阵来 被穆青青生擒 小初 你也失忆了 你是谁 果然 荣处不认识穆金青了 穆青青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果然不记得了 不过我却认识你 你叫荣处 云梦的秦王 你认错人了 我叫小五 是这里的少城主 你就是那个 让大家陷入沉睡的罪魁祸首 你们想要骗我 我可不会上当 你们要敢对我怎么样 我义父不会放过你们的 果然就是他 把他杀了 那个城主 就没办法再害人了 不行 不能杀他 他是 是我的朋友 可是他要杀我们呀 我们不杀他 那不是我们吃亏啊 他只是失去记忆了 放心 我会让他没办法再乱来的 穆青青直接用药 封住了荣出的灵力 把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你 你让我成什么 别紧张 不会死 只是暂时不能用灵力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再伤害其他人 你听好了 要是乱来的话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我轻轻指了指 洛洛和千水 千水点点头 我正有此意 你 你们想怎样 荣出里有一些慌乱的问 我不想怎么样 我只想知道 你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会让人失忆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哼 我不会告诉你的 荣出倔强地转过头 不再理会穆青青的话 洛洛一把揪住他的耳朵 拧了两下 你要是不说 我可是会让你尝到苦头的 大胆 你会后悔的 看看是谁会后悔 洛洛敲了一下荣出的头 打得他 然后叫了几声 穆青青也没有怪洛洛 荣出看来是彻底的失忆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失忆成的城主出现了 这边动静这么大 他要是不知道就奇怪了 穆青青也没有打算悄悄地离开 这个城主害了这么多人 还伤了他的朋友 怎么也不可能放过他 义父 荣出大喊一声 城主看到荣出被抓 似乎也不为所动 你们是什么人 千水笑了一声 要你命的人 这句话说得很漂亮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气势也很足呢 穆青青对这对兄妹很是无语 俩人到什么时候都在玩耍似的 找死 那城主也不多话 直接出手 穆青青立刻问 你的义子在我们手里 难道你不在乎他的死活吗 哼 你们休想威胁我 义子又不是亲生的 死了就死了 这城主倒也干脆 直接抛弃了荣出 容出一副大受打击的样子 义父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小子 要怪 只能怪你不争气 被人家抓到手里了 我可不能受人威胁 反正现在也不需要你了 水盈已经被我掌握了 撑住得意的道 丝毫不在乎荣出的反应 你 你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 你竟然就打算 抛弃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鸭 第一千五百四十八集 木青青道 他本来就是利用你 硕是义父 其实只是个夺去了你的记忆 利用你为他办事的家伙而已 荣出看着木青青 不用怀疑我的话 被利用了这么久都没有发现吗 真是越来越笨了 秋月怎么受得了你呢 木鸡尖无奈地摇头 你说什么 秋月 秋月是谁 如何熟悉的名字 连秋月都忘了吗 那可真是很讨厌啊 秋月会生气的 你可要做好准备 面对她的怒气哦 不 不 不会吧 荣出有点害怕的样子 为什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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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怕 木紧紧感到她 提到秋月就怂的样子 觉得有点好笑 因为秋月的脾气不太好 而且你很在乎她 算了 这以后再跟你说 我得先解决这家伙 木青青指了指城主 洛洛和千水已经跟她打起来了 那家伙 因为吸收了很多灵力的缘故 实力非常强悍 木青青 如果不加入的话 千水和洛洛暂时不能赢她 木青青一加入 城主战局立刻就逆转了 很快 城主就被木青青 一击流星火给打落在地 可恶 她吐了一口血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还是她第一次遇到 三位实力这么强的高手 你有没有听说过 修罗城 洛洛笑眯眯地看着她 修罗七杀 城主一下就包出了 洛洛七兄妹的称号 洛洛点点头 算你还有点见识 你们 你们竟然是修罗七杀 没 城主有点不敢相信的样子 败在我们手里 不亏吧 千水露出美美的笑容 城主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会遇到修罗七杀 可是我听说 修罗七杀只有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 你们三个 我不是女孩子 我看你不长眼的狠 城主一愣 千水的样子真的是太美了 以至于她忽略了她的性别 我就说 让你倒霸得正常一点 就不停 现在好了 别人都拿你当女人看了 这一家伙还是个色鬼 说不定对你有非非之想呢 露露的画上千水瞬间黑脸 然后劈头盖脸 打了一顿城主 别打了 别打了 我打不过你们 吸收了那么多人的灵力 竟然还是狠不济 你原来到底是什么实力啊 我不用你们管 陈珠脸色战红 显然说了这件事情很丢脸 你练的是什么功法 为什么能通过夺去别人的技艺来提升灵力 母亲情好奇地问 我不会告诉你的 不告诉我们的话 就杀了你 不但要杀了你 还要把你的尸体剁碎为猪 我们没有养猪 洛洛忍不住拆台 那就喂狗 清水换了个说法 我们也没有养狗 洛洛继续拆台 清水无奈的 那就丢到外面喂野狗 这种人的肉野狗也不爱吃 洛洛表示嫌弃 清水想了想 说的也对啊 那就直接把他的尸体丢进粪坑好了 有道理 陈主露出恶心的样子 你们 你们好恶毒 这就恶毒了 你还没见过更恶毒的呢 我这个人杀人从来不喜欢一下子就杀死 我们修罗亲善之所以出名 就是因为我们比修罗还可怕 你们别过来 别过来 陈主辉我这双手 拒绝洛洛和千水靠近 母亲亲笑了 好了 别跟他闹了 他要是不乖乖回答我们的问题 就先把他的手脚剁了吧 哇 好主意 洛洛手中 活然出现一把黑色的刀 看起来锋利无比 不要 陈主 独猛狠了一声 制止了洛洛 刀落在自己身上 那你要不要说实话 我 我练功 是从金吾派那里偷学的 但是我没学成 只学到了皮毛 他们可以通过 对战吸收对方的灵力 我只能趁别人睡着了 来夺取别人的灵力 其实也不是灵力 是生命力 将人的生命力 化作灵力 为自己所用 所以 效率非常低 就算吸收了很多 而且 也完全不能增长太多的 陈主委屈巴巴的样子 还真叫人哭笑不得 这一座城的人 都被你圈养着 通过他们的生命力 来提升你的实力 是的 但是 自从这里 变成失忆城之后 就很少有人过来了 所以 灵力提升 也越来越慢 打算过段日子 换地方了 就你这点能耐 换取别的城 只会被人打死 所以我需要睡盈 这家伙 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睡盈 睡盈会无声无息的 让人陷入浑水 就算灵力很强的人 也很难逃脱睡盈的魔力 陈主看了一眼容出 本来打算着他替我办事的 所以就没有杀掉他 而且他也失去记忆了 对我还挺忠心的 陈主有一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混蛋 冗主气得跳脚 上去就打了陈主几个耳瓜子 你不是告诉我 我从小就被你收下了 是你的意思吗 不这么说的话 怎么会对我忠心耿耿呢 你办事还挺像样的 有忠心 可以说是很棒的手下了 陈主回答 我紧紧扫了一眼容出 还不是你自己 太容易相信人的缘故 要不是我们来了 我看你要被他欺骗到什么时候 还慎义父 慎贼做父说的就是你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嘛 自然是 他说什么我就相信他了 你助纣为虐害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因为你帮忙 所以才能害了整个城市的人 连自己人都被你害了 慕青青指了指 断非白 他是自己人 我又不认识他 你还不认识我呢 我是你嫂子 你知道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四十九集 崇初摇头 然后惊讶地问 你是我草子 真的吗 假的 慕青青生气地道 双出这个脑子 真的是叫人生气 到底真的假的呀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过 我好像对你说的那个 秋月 有点印象 但就是不记得她是谁了 应该 应该是很重要的人才对 怎么会忘记呢 算你小子 还有点良心 没有连秋月都一起 忘得干干净净 慕青青心中 微微地有点安慰 是 真的是很重要的人吧 是 是什么人 想知道 哼 想知道就乖乖想办法 把他们的记忆都恢复了 包括你自己的 慕青青凶巴巴地道 双出听上了城主 混账 你夺取了我的记忆吧 看到你在睡觉 我就先拿你失失手 没想到 你小子的灵力还挺足的 所以就干脆想着 把你的灵力吸收完吧 没想到 你身上竟然有 睡莹那么好的宝贝 你怎么夺走我的睡莹的 睡莹应该只听我的命才对 不是夺走了 而是睡莹 又伤了一窝新的睡莹幼虫 所以我就提前下手 把他们收为挤用了 可恶 所以刚刚故意派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让我被他们杀死对吗 是的 毕竟你也跟了我这么久 不想亲手解决你 也算是对你的回报了 城主觉得自己还挺有善心的 容主怯得咬牙切齿 混账东西 我想杀了你 容主冲上去 就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城主被打得头晕目眩 就在这个时候 他推开了容主 忽然开始呕吐 只是他呕吐出来的并不是血 也不是食物 既然是一道道白雾 这些白雾开始到处飞 走够 城主捂住嘴巴 可那些白雾 还是从他口中往外飞 容主顿住了 白雾 往他脑袋里钻进去 想 想起来了 容主看着 沐清清激动不已 嫂子 真的是你啊 你在这里 你竟然在这里 容主激动得手足无措 想要抓住沐清清 又觉得不合适 你恢复计了 是啊 什么都想起来了 容主很激动 但也同时很懊恶 对不起啊 嫂子 刚刚还对你 大打出手 容主很不好意思 算了 反正你也没占到便宜 相反被我打了一顿 也对啊 嫂子 你下手可真够重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小子太气人了 气人随随便便就成了别人的爪牙 还帮着做坏事 我失忆了 又被他骗了嘛 我当时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说他认识我 我就只好跟他走了 那么坏的家伙 以夺取别人的生命力 和记忆为生的人 你也肯帮他 怎么善恶不分呢 沐清清责备道 就算是失忆 也不该做坏事啊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算了 先不说这些 继续揍他 直到释放他吞噬的 所有记忆为止 沐清清话音刚落 洛洛和容初就一起开始 揍成主 不一会儿 他就被打得奄奄一心 差不多了 白雾似乎也停止往外冒 段飞白忽然从地上站起来 拔腿就跑 你要去哪儿 去找飞鱼 段飞白果然也恢复了记忆 沐清清笑了笑 段飞鱼就在外面 这下应该不用操心这两人的事了 沐清清问容初 你怎么会来到修罗岛呢 不只是你 段飞白和飞鱼也来了 可能其他人也来了吗 你还不知道吗 我们都去了雪岭 然后在这里被带来了这里 雪岭那里有通道通往这里 我怎么不知道 还因为你没有去雪岭的圣坛 那里有个水坛 只要人进入 就会被卷入这里 我们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个秘密的 那雪岭所有失踪的人 其实都是来了这里吗 啊 没错 所以才会一夜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 青阳也来了吗 沐清清有一些激动的问 你和他一起来的 对不对 啊 哥 他 他 嗯 容初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 嗯 嫂子 你别难过 你什么意思 沐清清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快说 他怎么了 哥 哥也来了 但是 他一来就遇到了强大的敌人 他 被杀了 容初说完 眼泪也跟着落下来了 当时 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家 所以才会被杀的 对不起 嫂子 我没能保护好哥 对不起 容初直接给沐清清跪下来 你要打药骂随便你 可请你千万要保重 各连终前交代 如果找到你 一定不要让你 为了他寻短欠 容初眼泪滚滚而落 他说让你照顾好运儿 有缘的话 实际还会再见 闭嘴 沐清清摇头 不会的 他才不会死 沐清清浑身颤抖起来 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抗拒 他不会死的 不会的 你一定是搞错了 是真的 真的 嫂子 是我亲眼看着哥死的 尸体也是我埋的 闭嘴 我不会信的 你一定在骗我 在骗我 沐清清嘶吼着 一口血涌上来 他当即吐了出来 姐姐 你没事吧 洛洛赶紧的过来扶沐清清 沐清清摇头 没事 我没事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 双珠看着沐清清这样 也十分的心疼 嫂子 你别这样 哥如果知道了 也会很心疼的 你 你还有孕儿要照顾呢 千万要挺住 不会的 他怎么会丢下我呢 沐清清摇头 他不会离开我呢 我见过他 我见过他的 他还活着 沐清清拒绝相信 凤清阳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五十几 你 你什么时候见过哥 他两年多前 就已经去了 姐姐 你不要太伤心了 是什么人 沐清清看着荣出 眼神带着忧生的黑暗 是什么人杀了他 不知道 那个人蒙了面 过来袭击我们 不仅是哥 还有 还有 段庄主 婆婆 雪女 秋月夜 荣出一想到这里 也悲痛拒绝 夜药 母亲亲从牙缝里 解出两个字 一定是夜药 他杀了凤青阳 夺走了其他人的魂魄 母亲亲一想到这 一股凛冽的恨意 就从心底钻出来 痛入灵魂 他一定要报仇 他只有这一个念头 杀了夜药 为青阳报仇 一想到青阳已经不在了 母亲亲就心如刀绞 痛不欲生 如果不是孕儿还活着 他大概此时恨不得 跟他一块儿死 母亲亲想着想着 一口血又喷出来 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屋子里了 段飞白和洛洛 都陪在他身边 清清 你醒了 没事了吧 段飞雨紧张地问 他也知道 母亲亲知道了 凤青阳的事情 母亲亲摇了摇头 面无表情 那个城主呢 已经被关起来了 城里的人也都醒了 没事了 幸好你们来了 要不然 我们这日子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是个头呢 段飞雨也很心酸 他在这里委屈求全 讨好城主 就是为了保住 段飞白的命 你和段飞白就留在这里 看管好那个城主 荣初呢 他去哪了 他在外面呢 母亲亲走出去 看到荣初 就在外面和段飞白 千水三个人 坐在那里闲聊 原来你们都来自人间呢 真是了不起 千水已经了解了 段飞白和荣初 他们的来历 母亲亲走出来 问荣初 小初 你帮我去找云儿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也一直想办法 去找你和云儿 可就是没消息 起来 就听你单拍了 我们都让你拆解 你们只要去找云儿就好了 找到他之后 就带他回天园去 将许领的那个通道 给封闭了 以后再也不要回来 荣初听了母亲亲这话 觉得不对劲 那你呢 我 你不用管我了 我有我的事情要做 以后云儿 就托付给你照顾了 母亲亲的语气 就像是他准备去赴死一般 嫂子 你可不能想不开 哥可是主托我 要照顾好你们 绝不能让你寻短剑 我没有打算寻短剑 我只是要去为他报仇 母亲亲说的斩钉截铁 他不打算死 他要死 也得先杀了叶瑶再说 荣初就更加害怕了 那个人失礼很恐怖的 你可不能去冒险 嫂子 请我一句劝 我们找到月儿以后 一起离开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道 你不必劝我了 我心意已决 不过你放心 我如果没有毕生的把握 不会轻举妄动 你要做的就是带走孕儿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嫂子 不行啊 你可千万不能去寻仇 要是你有个万一 孕儿怎么办 荣初希望用孕儿 来挽留母亲亲 孕儿长大了 你知道吗 她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可能你现在见到她 已经认不出来了 更何况还有你 我会想办法救活我爹和婆婆 还有秋月她们 到时候她们也会回去找你和孕儿 还有办法救活吗 你是说秋月她们还会活过来 嗯 雪女差不多快活过来了 不过我需要知道秋月她们的肉身在哪里 你应该有好好保存吧 已经下葬了 我以为 以为她们都死了呢 被夺魂的人是可以复活的 不能算是真正的死了 不过 如果肉身被破坏了的话 就很难复活了 那 那怎么办 下葬了 会不会已经变成白骨了 床春懊恼不已 现在带我去看看 就算还有一丝希望 也不能放弃 她已经失去了太多 不想再失去更多人 就在 就在我们来到这里那个地方 叫 叫 雪城 对 就是雪城 雪城 那可能还有救 等木轻轻带着人去往雪城的时候 才明白千水的意思 这个地方比雪岭还要冷 冰天雪地 名副其实的雪城 整个城市就是冰雪打造的 连房子都是冰块打造出来的 好冷啊 洛洛收拢了一下棉袍子 依然觉得瑟瑟发抖 来 这个戴上 她把自己的雕容围帕给了洛洛 洛洛戴上之后 才觉得稍微的暖一点 你靠近我一点就不会冷了 木轻轻是火系灵根 所以不怕冷 洛洛也觉得 木轻轻身上暖和得很 忍不住贴着她走了 熟猪带着木轻轻来到埋葬秋月 他们的地方 因为习惯了立碑 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 这里荒芜人烟 只有几座坟种立在那里 被冰雪所覆盖 就是那里 这下面都是洞土 如果肉身埋在这里 别说一两年 就是一两百年也很难腐烂 你们的运气真不错 几个人帮忙将秋月和段锦绪 他们的身体挖出来 当时也没找到棺材 就这么用草席裹着埋了 这对不住他们 熟猪一想到 当时自己面临的绝境 就心痛难忍 那个时候 他们都死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 不知道该去哪里 我也想一死了之 可是一想到哥哥 对我的嘱托 我还是忍得下来 幸好我还没有死 要不就找不到嫂子 更不可能 知道还有复活的机会 木轻轻让他们 帮忙将人带出去 他们又花了几天时间 回到了千帆城的冰窖 木轻轻和洛洛 一起去抓魂兽 拿宁魂水晶 忙活完了之后 将这几个人 继续放到地窖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第1551集 雪女还在沉睡中 木轻轻看着那些 躺在冰上的亲人 心中也如同冰一样的冷 这一切都是因夜窑而起 如果不是她 自己也不会来到这儿 更不会失去冯青阳 一想到这一点 她就无比地憎恨夜窑 她们会在49天之后复活 小初 你就留在这里等着吧 我带走了 嫂子 你不能走啊 荣出知道 她又想要去报仇了 你不用再劝我了 我心意已决 木轻轻摇了摇头 已经不可能改变了 荣出急得不行 嫂子 你这样做的话 我怎么跟哥交代呢 还交代什么 她已经不在了 你不需要向她交代 她如果了解我 就知道我必然会这么做 莫轻轻的笑容有一些惨淡 哪知道那一别竟成了永别 如果早点知道 她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离开她的身边 荣出哭丧着脸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该跟你说实话的 嫂子 你这样 我怎么对得起哥呀 孕儿也需要你 难道他没了爹 还要失去娘亲吗 嫂子 你不能这样啊 吴轻轻看着荣出的样子 还是无动于衷 小厨 请你理解我 你告诉孕儿 她会理解的 她有自己的人生 就算没有娘亲 孕儿也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更何况 我也未必会死 我只是要去为青羊报仇 那个人不死的话 我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好过 孕儿轻轻知道 叶瑶是不可能就此放过她的 她只是暂时地 被媚娘给缠住了 脱不开身 不代表她永远都脱不了身 既然如此 那索性就放手一搏 和她拼了 那个人是谁 我细之都不懂 她为什么要对付我们 为什么要杀我们 她 穆青青不知道如何解释 她的目标是我 对付你们 也只是为了控制我 我猜的就是这样 因为当时婆婆认出了她 她恼受成怒 才对我们出手 可是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被这样的家伙盯上 容初不解地看着穆青青 不知道 冤孽吧 小初 月儿就拜托你了 我父亲和婆婆 以后也要你和秋月多多关照 嫂子 您真的要这样做吗 我别无选择 要么她死 要么我亡 我知道拳不住您了 可是 最起码也要先找到孕儿 您难道不想见她最后一面吗 容初知道 如果有什么能够阻止穆青青离开 那一定是孕儿 我也想见她 可是我宁可不要见到她 我怕我会舍不得 可是我如果不去杀了叶瑶 孕儿也不会安全的 那个人为了得到我 会不择手段对付我真事的人 小初 答应我 带孕儿他们离开这里 不要再回来了 母亲亲看着容初 容初只好道 好 我答应你 可是嫂子 你也一定要回来啊 无论过多久 我们都会等你回来的 母亲亲露出一抹 略带惆怅悵的笑容 但愿害我相见的一天 母亲亲其实已经存了死质 叶瑶的实力已经很恐怖了 她知道自己目前还不是她的对手 要杀她谈何容易 我走了 留在这里太久的话 被人知道就不好了 目前这里还算安全 想办法找到孕儿 就可以走了 嗯 嫂子 你保重 容初一一不舍地道 母亲亲点点头 最后看了一眼秋月他们 才扭头离开 洛洛在外面等着她 手里抱着 母亲亲第一次带回来的魂兽 已经失去了水晶的魂兽 看起来和普通宠物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温顺 亲亲姐 我陪你一起吧 不用了 洛洛 你已经帮了很多忙了 现在该是分开的时候了 谢谢你啊 洛洛 能遇到你这样的妹妹 实在是很值得清醒的事情 母亲亲温柔地笑着 她不想连累洛洛 姐姐 你要去对付那个可怕的家伙 一个人的话太危险了 我可以帮忙的 你知道的 物质要解除封印 就会变得很厉害 可是那样太危险了 洛洛不可以被孟严控制住 相反 你要想办法摆脱孟严 不能一直被她寄居在你的身上 我的事情 我会解决的 洛洛也要加油啊 洛洛看着母亲亲有一些落寞 洛洛总觉得 以后见不到母亲亲了 母亲亲看着洛洛 想了想 姐姐还会回来吗 可能 不会了吧 姐姐 你不要走了吧 就算你的夫君没了 你也可以好好的活着的 你跟我们一起过好了 修罗城很大地方 让我大哥给你建一座城堡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洛洛是真的舍不得母亲亲 母亲亲当然知道 她的心也很感动 我也很舍不得洛洛 可是 没有办法的 我就算不去找她 她迟早也会来找我 到时候依然无法避免一场大战 那到时候 我让我哥哥们帮你一起对付她 我们八个人联手 她别想赢 母亲亲笑了 没有道理把你们也牵连进来啊 洛洛 我们那里呢 有一句话 叫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取众人散 才是人生常态 我们要学会笑着告别 我仅仅知道 这是属于自己的战斗 不适合把任何人拉进来 是叶瑶 一再要扩大伤害的范围 我不懂 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呢 我和哥哥们 永远不会分开的 嗯 因为是一家人啊 一家人 可以不用分开的 我也有家人 可是被别人夺走了 我和我的孩子 我的夫君 被迫分开了 是因为那个人的存在 才不得不分开的 姐姐 你在哭吗 洛洛看着母亲亲 虽然母亲亲脸上没有眼泪 她却分明觉得 她哭得很伤心 母亲亲摇了摇头 没有 我没有再哭 已经不会再轻易地哭了 姐姐 你别难过 一定都会好起来的 都会过去的 母亲亲勉想扯动了一下嘴角 也许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52集 还会好吗 不会了 她这一生最爱的那个人没了 怎么还会好呢 对于她而言 是因为有了凤青羊 才觉得世界变得美好起来 才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才会在这么难熬的日子里 依然充满希望 因为还想见到她 因为还想和她还有孕儿 一起过幸福安稳的日子 才无论如何都不放弃 可现在这样的希望 也被破灭了 除了报仇之外 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就算保了仇 人生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希望 因为她所有关于未来的计划 都和凤青羊有关 她不在了 那些计划 那些美好的愿望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她也没有心思重新计划一个未来 没有她的未来会怎样呢 不敢去想 一想 连呼吸 都跟着疼痛起来 姐姐 洛洛觉得 沐青青变好了许多 仿佛忽然就失去了光泽的寓意板 又变回了普通的石头 明明 还是同样一张脸 可眼神那么的暗淡 好像火在里面熄灭了 洛洛 请一定要好好地跟身边的人告别啊 如果分开的话 就一定要认真地告别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再也见不到了 如果知道那一次分开 就成了永别 一定会认认真真地告别 这样 就不会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了 沐青青 绝对颤抖着 可一滴眼泪也没有 她哭不出来 无论如何都哭不出来 姐姐 我不想再也见不到你 洛洛洛一把抱住了沐青青的腰 请不要离开 姐姐 我好喜欢你 沐青青 拍着洛洛的背 洛洛 我也很喜欢你 可是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去做 她推开了洛洛 转身离去 洛洛在后面追 却被千水给拉住了 洛洛 随她去吧 她现在是不可能留下来了 可是她会死的 那个人很厉害 我见过 姐姐不是她的对手 千水目光 迷离而悠远地 看着沐青青离开的方向 那也没有办法 失去了心爱的人 就算知道打不过 也必须要去打 爹不就是那样的人吗 为了所爱之人 是会义无反顾的 洛洛看着千水 立眼模糊 可是世上 又不是只有那一个人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死 世上有很多人 可挚爱只有一个 那个人照亮过她的整个世界 失去了的话 就又会回到黑暗里 见过光明的人 无法再忍受黑暗了 所以 活着也并没有什么乐趣 千水的话 让洛洛充满了迷茫 你为什么懂那么多 你又没爱过别人 洛洛很意外 千水笑了 谁说一定要爱过才会懂呢 洛洛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 还是不要懂比较好 回家吧 大哥还在等着我们呢 母亲亲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 她要去报仇 还要做好足够的准备 自然是 不能当着媚娘的面 她需要将夜瑶给引出来 在金乌山动手 可能杀不掉夜瑶 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就算是死 也该是夜瑶 同归于尽才对 而且媚娘和她无冤无仇 对自己还很关照 她不想伤害这样的人 母亲亲需要炼制一种药 一种可以让夜瑶也中招的毒 当灵力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虎通的毒药 对于他们而言 已经毫无用处 就算是中毒 也可以轻易地逼出来 所以她必须要炼制一种 就算是夜瑶这种级别的高手 也无法豁免地毒 而这种毒药需要采集非常稀有的材料 母亲亲不缺精时 想要买这样的材料也不难 但这种毒药炼制出来 自己也会因此而中毒 可母亲亲没有别的办法 她在短期内是无法提升力量 超越夜瑶的 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 唯一的胜算就是下毒 她又去了彩虹城 这一次倒是悠闲得很 不急不虚 因为不想让任何人看出来 自己的目的 红儿再见到母亲亲的时候 衣衫保持着非常高的热情 好像什么时候母亲亲来 她都有空似的 没有打扰你吧 母亲亲反而有一些不好意思 自己总是来麻烦红儿 亲亲姑娘 您太见外了 我们已经算是老朋友了吧 红儿笑着道 瘦落得恰到好处 并不叫人厌烦 难怪你将彩虹拍卖行 打理得这样好 这么招人喜欢的管事 客人肯定络绎不绝 您过奖了 像您这样的贵客 我自然要好好招待的 兜托贵客的福 才有彩虹拍卖行的今天 也有我红儿的饭吃啊 红儿笑嘻嘻地道 我仅仅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可做生意的人那么多 能做得好的未必有多少 红儿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我今天来还是有事要托你帮忙 我需要几样东西来炼丹 材料有点难弄 不过多少精识都可以 如果我那些精识不够用 我可以给你们炼制几颗 神品丹药来寄卖 用丹药换药材 红儿一听 又是来给自己送生意的 哪有不高兴的道理 快别说帮忙这样的话 您是来照顾我们生意的 哪算是让我帮忙啊 我求之不得呢 红儿忙将沐清清 请进内室去 沐清清写了几种 她现在还缺的材料 就是这几样 你看看能弄得到吗 红儿拿起来看了一遍 然后问 这些似乎都是剧毒材料吧 彩虹姑娘果然见识匪浅 一眼就看出来了 清清姑娘 不是我多嘴 这些东西都是剧毒 您是要炼制毒丹吗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沐清清这一次来 红儿就看出不对劲了 她的眼神变了 不像之前见到的时候 眼里总是带着柔光 这一次沐清清来 虽然还面带笑容 可身上莫名散发着一股寒气 阴侧侧的叫声不安 没事 只是进来闲着 想要研究一番毒丹 可手中没材料 这话红儿一听 就知道是假的 好吧 我尽量 这些材料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收集到的 您要有点耐心才行 要不您先在我们这儿住下来 也好 反正暂时也没有别的地方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五十三集 您找到令公子了吗 红儿好奇地问 怎么可能没地方去呢 不是一直在这儿儿子吗 沐轻轻摇头 还没有 那您不着急了 红姑娘觉得 沐轻轻不正常的很 已经有朋友帮忙去找了 沐轻轻解释道 并不愿意多谈 红儿也不敢多问 让沐轻轻安顿下来之后 就走了 沐轻轻就在 彩虹拍卖行住了下来 每天也不做别的事情 就是在自己的屋子里待着 也不出门 红儿每天闲着就来找她 陪她聊聊天 沐轻姑娘 您不去外面转转吗 今天有拍卖会哦 有很多好东西卖 您或许会感兴趣呢 没什么想要的 我的材料差不多快到了吧 她只关心自己要的材料 红儿知道 沐轻轻铁定是出事了 她要不是出了大事 是不能这样的 好像什么都不关心 只一心 咸妖那几种剧毒的材料 嗯 快了 已经在路上了 您 有没有想吃的 我让厨房给您预备着 都可以 沐轻轻摇头 并不在意吃什么 红儿看到她这个样子 微微叹息 轻轻姑娘 那您好好休息 我不打扰您了 好 慢走 沐轻轻也懒洋洋地回到 她并不在意 有没有人过来陪着她 每天的时间都过得好漫长 比什么时候都慢 她依然能够感觉到 有人在暗中观察自己 还是那个黑影 她也不靠近 也不走远 沐轻轻之前还想知道她是谁 现在已经完全无视了 她的存在 不重要了 是谁都不重要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来敲她的门 谁 沐轻轻问 以为是红儿又来了 门从外面推开 斩铃霜从外面走进来 果然是你 斩小姐 好巧 不过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续救 麻烦您出门把门关上 阿蒙呢 重要吗 为什么要问她 我去过千帆城 没有找到她 那里 又种了桃花 她人去哪里了 如果你这么在乎千帆城的桃花 何必到这个时候才去找她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已经死了 死了一年多了 不可能 斩铃霜摇头大声道 如果没死的话 就一定会在千帆城 你去过了 那里找不到她 不是吗 不可能的 阿门怎么会死了呢 是你真的吗 斩铃霜的眼神似乎要喷出火来 我轻轻忽然很好奇 她的死活 对你重要吗 我问你 是不是你杀的 是我杀的 你也奈何不了我 你不是我的对手 兴许你们斩家 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你 你不要自食甚高 如果你杀了阿蒙 我一定会为她报仇的 斩铃霜说着 就对木轻轻动起手来 木轻轻挡住了她的攻击 不是我杀的 但也没什么区别 她是为了救我才死的 木轻轻淡淡地想到蒙州 心情更加沮丧了 又是一个因为她 而被叶瑶杀死的人 叶瑶欠她的命太多了 斩铃霜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怎么可能 她怎么可能为了你死 你撒谎 她不会那么做的 我有必要撒谎吗 你打不过我 对一个不是我对手的人 何必撒谎呢 是不是斩小姐以为 蒙州只能为你去死 而不能为别的女人去死 木轻轻看着斩铃霜 见到她神情的变化 就明白自己猜对了 这位大小姐分明知道 蒙州对她的心意 但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过 就觉得 她的感情是理所当然的 不会的 斩铃霜的声音有一些颤抖 她很爱你 爱你变成了一种习惯 习惯是很难改掉的 所以你遇到危险 她还是会来救你 但是你没有珍惜过 她的感情 在她被人嘲笑 被人欺负的时候 你没有为她挺身而出 木轻轻看着斩铃霜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忽然很想打击一下 这位大小姐 你不爱她 何必要去找她 又何必在乎她的生死 斩铃霜张口结舌 我 我只是要去感谢她 谢谢她救了我 没必要吧 她为了你又不是第一次了 谢谢这两个字 太轻了 不值得她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 她死了 为你死的 斩铃霜气恼地问 是啊 所以我没打算说谢谢她 我要为她报仇 杀了那个家伙 我见过那个人 她很厉害 上一次你们连手 都没有赢她 斩铃霜那一次也在彩虹城 偷偷跟上去看到的 原来你看到了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她已经死了 我没有跟太久 出了城就没有跟了 八爷来找我了 你一开始想关心一下蒙州的 但是你的夫君来了 所以她又被抛之脑后了 等你好不容易想起来的时候 才去千帆城找了她 只看到一片桃花 却没有找到她 是吗 斩铃霜沉默 显然这就是事实 斩铃霜 你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往后 也不会再有了 不过你大概也不会在乎 因为你并不爱她 斩铃霜却在这一刻崩溃地跌坐在地上 她怎么会死呢 她明明已经变得很厉害了 明明已经有了那么强大的力量 她一直很自卑 因为那样的外貌 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也没有你 甚至连爱你 都成了让你感到羞耻的事情 所以当我愿意把她当成朋友的时候 她甚至愿意为了我这样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去死 你明白吗 她太孤独了 你拒绝她 嫁给别人的那天晚上 她毁了千帆城的桃花 可是她死之前 说希望能够再见到千帆城开满桃花的样子 我想 她依然还是很爱你 或者说 很爱当初那个不曾嫌弃她丑陋模样的大小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险演播 半纸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纸桃鸟 第1554集 他怎么那么傻 他一点也不傻 他只是太需要温暖了 一个人孤独了太久 就渴望抓住 没一丝温暖 沐青青完全能够理解 只是他不该执着 他不该执着于你 一个根本不爱他的你 一个明明在乎他 却耻于承认 所以变本加厉嫌弃他的你 其实你嫌弃的是他 还是那个没有勇气的自己 我 因为不被父亲重视 而备受欺凌的你 和一个因为外貌丑陋 而欺凌的他 其实抱团取暖的时候 也有过很快乐的时光吧 那时候不需要顾及别人的眼光 彼此真心相待 很值得怀念 对不对 后来你获得的越多 反而失去了那份单纯的快乐 你害怕他的存在 让你重新回到泥潭里去 沐青青仿佛能够看穿斩铃霜 你 为什么知道 我没有办法 我 也不过是养人鼻息 才能活下去的 被为庶女而已 他告诉我的 他说你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我是 我一直都是 是他误会了而已 我一直都渴望得到父亲的关注 渴望得到斩戒的权利 我喜欢和那些光鲜亮丽的人做朋友 我需要融入他们 我从来不想要跟卑微的阿蒙做朋友 我只是没有朋友 才需要他 是他 把我想得太好了 我一直都是这么自私虚伪的女人 我一直都只是在他面前伪装单纯 伪装善良而已 因为他可以帮我 偷到我要的东西 他愿意为我承受一切 哪怕偷东西被抓到了 被打个半死 他也不会出卖我 他是唯一一个 无论我 无论我怎么样 都会对我好的人 是他傻 为什么那么傻 就连你抓了我 要威胁他拿出紫禁神龙那样的宝贝 他也拿出来了 是我 他就远走高飞了 可他还是傻傻的 为了我 还给你了 母亲亲看着斩铃霜 分明看到了一个后悔莫及的人 只是他好像嘴硬得很 不肯承认 早在很久之前 他就已经爱上了蒙州 因为承认爱他是非常羞耻的事情 千帆城的桃花还没有种满 他说 想看到满城都是桃花 远远看去 像一层粉色的云 斩铃霜看着母亲亲 似乎不懂他的意思 斩铃霜 走吧 我累了 母亲亲挥了挥手 他真的很累了 他 真的死了吗 斩铃霜似乎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对不起 真的死了 我亲手买的 死了 死了 斩铃霜跌跌撞撞地爬起来 又跌跌撞撞地离开了母亲亲的屋子 母亲亲看着他失魂落魄的背影 忽然很希望蒙州能够看到 他是否会觉得欣慰 因为斩铃霜 其实也是这样的在乎他 明明彼此相爱的人 因为害怕世俗的眼光 畏惧不知所谓的东西 而错过了挚爱 真的是太叫人遗憾了 他一定不知道 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人生是多么的美好 每一天都是桃花盛开的日子 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和一个明明不爱的人在一起 还要强行装出爱他的样子 却在内心饱受折磨 斩铃霜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蒙州也是 母亲亲难过的想 斩铃霜走后 母亲亲又一个人空坐在房里 一坐就是几天 如果不是中途 红尔派人送来饮食 他大概完全不知道时间的变化 常常睡着了 也以为自己醒了 而醒着就跟睡着了一样 浑浑噩噩 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红尔再来的时候 看到林四然 差一点被他的样子给吓到 亲亲姑娘 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脸色这样差 我出去才几天功夫 您怎么瘦了这么多 难道都没吃饭吗 红姑娘的语气充满了担忧 哦 吃了 吃了几次呢 母亲亲并没有太过反应 其实她也不记得 自己有没有吃过饭 反正吃喝对她而言 也并不重要 也完全不觉得饿 不饿的话 吃什么都无所谓 亲亲姑娘 你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能告诉我吗 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 可也打过好几次交道了 您信任我 一次次把重要的东西托付给我 难道心里话也不能对我说吗 没事 我没事 都这样了怎么会没事呢 你照过镜子吗 你现在的样子 和你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 要不是你一直在我这里 我都不感认你了 先不说这些了 我变成什么样子都不要紧 我要的东西 你给我找齐了吗 那些东西重要 还是你的命重要 我问过了 其他的材料还好说 其中那种七绝果 是不能碰的 哪怕不是吃下去 就是碰到了 也可能会中毒 而且灵力无法隔绝毒性 必须要用冰晶存放 人绝对不能触碰 你要用来炼丹的话 实在是太危险了 恒儿提醒道 你放心了 我不用碰触 依然有风险啊 你能不能用其他材料替代 不 这七绝果是必须的材料之一 你只管拿给我就行了 剩下的事情 你不用操心 我轻轻 并不听红儿的劝告 她恋着独担 本就是为了 让灵力身后的叶瑶 也无能为力 乖乖受死 自然不可能少了 连羞氏也害怕的 七绝果 红儿忧心忡忡的 轻轻姑娘 你是不是遇到 什么过不去的坎了 不如你同我说一说 我家主子神通广大 不是一般人 她或许能帮得上忙 我去替你求求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55集 不用 我的事情 不需要别人帮忙 母亲情毫不犹豫地拒绝 这 好吧 材料这几日就备齐了 到时候我一并给你送过来 不过 清清姑娘 你应该去牧衣更衣了 好几日没有收拾了吧 红尔看着 母亲亲头发乱得很 知道她不仅没有好好吃饭 连梳洗都忘了 母亲亲摸了摸自己的脸 然后问道 我的样子 是不是看起来很糟糕 是不太好 姑娘仿佛万念俱灰了 上一次你说你哥哥去世了 也没有见你这样 这一次是遇到更大的事情了吗 横尔寻寻善幼地问 母亲经苦笑 不是仿佛 就是万念俱灰 我也没有办法 每天的日子都好长好长 漫长地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度过 一想到人生还有更漫长的时光 更觉得煎熬 什么事情 让您这样伤心难过呢 我最爱的那个人 被人杀了 母亲经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还是干涩得很 她想尽办法要让自己哭出来 可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我想哭一哭 但是好难 我流不出眼泪 你说我是不是还不够伤心 母亲经看着红儿很无助地问 红儿听了 愈发替她难过 姑娘 你这是太伤心了 听说人伤心到了极点 就会欲哭无泪了 若是能哭出来 或许就会好受很多 是吗 那我就不要哭出来吧 我一点也不想好受一点 我需要这份痛苦 只有足够痛 我才能保持清醒 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母亲亲的目光变得愈发冷硬起来 清清姑娘 就算再难的时刻 也会有过去的 人死不能复生 你要看开一点才是 不是还有令狼吗 你应该找到她 母亲经知道红儿说的有道理 可是她并不愿意那样做 她的心不肯听从善意的劝告 她的心在流血 在嘶吼 在呐喊着要报仇 去梳洗一下好吗 我帮你 母亲亲点头 虽然她自己已经不在意了 可也不能一直这样不休蝙蝠 总不能给别人带去太多的困扰 母亲亲去梳洗了一下 猴儿给她换了一身衣裳 那衣裳套在母亲亲身上 显得空荡荡 她的确瘦了很多 姑娘瘦了太多了 原本多好的身段 明明是个大美人呢 却生生把自己折腾成了这个样子 母亲亲看着镜子中自己枯搞的脸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自己的样子 就比从沐家逃出去之后好不了多少 母亲亲笑了笑 没关系 反正 这张脸变成什么样子 都无所谓了 她都不在了 再好看 又给谁看呢 姑娘可千万不能这样想 人生还有那么长 以您的实力 还有数万年的寿命 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发生什么样的事 都是未知数 难道就因为一个人 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和可能吗 如果没有那个人 数万年的时光 就是数万年的酷刑一般 叫人难以忍受 姑娘 竟然用情如此之深 红儿是不太能够理解 大概是因为 她从来没有爱过什么人 母亲亲没有回答她 只是目光 看着远处 又失去了焦点 不知道在深思什么 姑娘 用膳吧 今天特意让人 做了几道清淡的 我看你也不喜欢吃那些 昏腥植物 红儿倒是细心 沐轻轻点头坐下来 胡乱的巴拉几口饭 才又放下了 不吃了吗 这样可不行 身体会撑不住的 我吃一点就够了 只是有些乏了 我想睡一会儿 也罢 你睡醒了 若是饿了 就吩咐一声 自然会有人 给你送过来 谢谢你 红姑娘 母亲亲感激道 别客气了 红儿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 母亲亲的样子 的确叫人忧心 又过了几天 红儿依然 没有给她送来材料 母亲亲才意识到不对 红儿办事 不像是 拖拖拉拉的人 就算这些材料 再难得 以彩虹拍卖行的实力 也不可能 这么多天拿不出来 母亲亲叫人 将红儿叫过来 红儿 是不是精识不够 我炼制的那些丹药卖了 也还是不够吗 要是不够 我再给你几颗还魂丹 不是 够了 那是为什么呢 我已经在这里 住了半个月了 母亲亲的耐心 也很快就耗尽了 姑娘 你是要用这毒药 去报仇吧 母亲亲点头 知道瞒不过红儿 以姑娘的实力 还需要用毒药 去解决仇家 那说明 对方的实力 远在你之上 就算中了毒 恐怕姑娘 也没办法 全身而退的 我真心把姑娘 当成朋友看 才希望您能够 好好的 再想一想 红姑娘 谢谢你的劝告 可这是我的决定 希望你能够尊重我 我想 彩虹拍卖行 不是做慈善的 你开门做生意 我是你们的客人 你只要做好 自己的本分就够了 侯儿当然明白 这个道理 我以为姑娘 也当我是朋友 也罢 东西很快 就会拿给你 母亲竟知道 自己说话 有点过分了 红姑娘 抱歉 希望你不要 介意我的话 母亲亲在 红儿离开之前 又补充了一句 没关系 姑娘的心情 我能够体谅 说完 红儿家门关上 就离开了 母亲亲叹息一声 人的心 不能够太软 有时候适当的绝情 其实才是对的 不要留下 太多的人情 免得将来还不清 更免得 留下念想 舍不得 这人间的一切 风吹开了窗户 她看到对面 站着的黑影 飘在半空之中 还真有几分 鬼魅的样子 母亲亲不知道 那黑影 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总是跟着她 又为什么 从来不靠近 你是谁 母亲亲看着她 低声问了一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鸭 第一千五百五十六计 她依然远远地看着她 不说话 也不动 算了 是谁都好 你就算是来杀我的 也请别急着动手 等我报了夫君的仇 也不会留恋人事 母亲亲关上了窗户 又躺在那儿 猴儿到底是把母亲亲要的都拿来了 她得到了之后 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彩虹城 独担恋城的时候 就是她去找叶瑶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玄境出现了 她挡住了母亲亲的路 你要去哪儿 母亲亲在玄境出现的那一差 差一点以为她就是凤青羊 可到底不是 你好像看到我很失望 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 我们并不收 玄境 有必要这样吗 巨人鱼千里之外 就算不论前世的缘分 这一辈子 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 玄境很不喜欢被母亲亲冷淡地对待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看来 你是知道凤青羊的事情了 玄境看到母亲亲这一副 要死不活的样子便明白了 母亲亲 再听到凤青羊三个字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了许多 玄境说这话的时候 眼里一片凉薄 母亲亲笑了笑 笑容充满了嘲弄 真的那么哀胆 你们这样的人 永远都不会明白 你说她是你的一缕残魂 可我觉得你们一点也不像 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因为她是我最软弱的那一部分 你知道为什么我抛弃那里魂魄吗 就是因为她携带了我所有的软弱情绪 所谓的情谊和善良 所谓的爱 都是软弱无能的表现 作为魔君 不能拥有那些软弱的情绪 那会阻碍我 那真是很感谢你 让她离开了你 要不然我就不会遇到她了 我一直认为她是上天对我最好的馈赌 想想 也许是你欠了琉璃的 所以把她补偿给了我 玄境一愣 也许你说得对 玄境 我们之间可以算是两清了吧 我不欠你的 你也不欠我的了 所以 大家各走各的路吧 不要互相打扰 我想会要弥补你 在我沉睡的五百年里 我并不是真的沉睡了 至少我的思想还是活跃的 我想了五百年 发现自己最快乐的那段日子 就是和你在一起 那段时光 虽然短暂 却是我漫长生命里面 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琴琴 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你 你弄错了 陪伴过你的人是刘璃 你对不起的人也是琉璃 而我是沐青青 沐青青摇了摇头 她拒绝接受被当成琉璃对待 你和叶瑶一样 永远弄不明白 人死了就是死了 哪怕我依然和她有着同样的灵魂 也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人 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 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 就像同一条河流 你永远不可能捧起同样一滴水 沐青青真的恨他们的固执 因为不能接受琉璃的死 她不顾一切把我带到了这里 又为了得到我 伤害所有我爱的人 甚至杀了青阳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的恩怨而起 你们共同逼死了琉璃 如今又来逼我 难道我欠你们的吗 沐青青咬着牙蚊 玄京看着沐青青 充满怨恨的眼神 所以 你是要去找叶瑶报仇的 这不是正合你意吗 你不也想要叶瑶死吗 沐青青看着她 笑容充满了嘲讽 青青 你别胡闹了 以叶瑶现在的实力 你肯定不是她的对手 就算你炼制了毒丹 也是有去无回 那又怎样呢 为了我爱的人 再死十次百次 也没有关系 那小子可真是幸运 我何以要求之不得的 却被她得到了 玄京不甘心地道 沐青青看着玄京 你有资格说这句话吗 你曾经唾手可得 是你自己亲手毁了一切 世上没有后悔药 更不存在破镜重圆 她已经死了 不是吗 她死了 我还活着 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因为你不是她 我也不是琉璃 我们要找的 不是对方 你也并不爱我 你爱的只是和琉璃一样的这张脸罢了 我 玄京想要否认 可却发现 沐青青说的都是对的 她也清楚地认识到 沐青青和琉璃 早已是不同的人 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琉璃 那就永远记住你的这份愧疚 不要忘记 因为这就是她对你最好的报复了 我可以帮你杀了叶瑶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话 我可以替你做了 不必 报仇的意义 就在于亲手结果了仇人的性命 对叶瑶最好的报复 便是由我亲手杀了她 沐青青十分明白 叶瑶的执念 就在于逼着她不得不接受她们 和她在一起甚至爱上她 可是她就要证明 无论她怎么做 无论她多么了不起 有多大能耐 也永远别想得到她 更别想得到她的心 何苦呢 你根本就不会成功 只是去送死而已 也许叶瑶舍不得杀了你 但你可能会引发她更加激烈的报复 玄境还是很了解自己这个对手的 她和她的父亲如出一阵 都是疯子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与叶瑶 和她的父亲为敌吗 为什么一定要挑起战争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所爱的女人 也要攻入幻堂吗 我该知道吗 也许应该知道 虽然我明白你和刘里音 已经是不同的人 可是我已经没有机会对她解释了 你愿意听我说完吗 玄境带着几分恳求 穆青青低下头 想了片刻 我听你说完 但有个条件 穆青青忽然露出几分脚下的笑 什么条件都可以 娶我 穆青青 忽然说了一个让玄境震惊的答案 什么意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鸟 第一千五百五十七景 字面上的意思 娶我 在修罗岛 举办一场最奢华的婚礼 穆青青岛 玄境恍然 我明白了 你想要引叶药出来找你 是吗 不是很好吗 我嫁给别人的话会连累无辜 你不算无辜 本来你们也是生死仇敌 穆青青觉得 玄境才是这个计划最好的选择 她这些天一直都在想 要如何才能够把叶瑶给引出来 有什么理由让她可以不顾一切 摆脱污媚娘的控制来找她 想来想去 似乎只有她要嫁给别人的这个消息 才有足够的分量 以叶瑶的脾气 她铁定不惜一切代价也会来阻止她 但是不管找谁 似乎都会给对方带来杀身之祸 玄境既然主动地送上门来 不利用一下也太可惜了 也只有玄境不在乎会不会被连累吧 好 我答应你 玄境毫不犹豫地硬了下来 穆青青点头 也坐下来 好吧 那现在我可以慢慢听你的故事了 玄境也挨着她坐下 夕阳的余晖将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玄境忽然记得五百年前的事情 这一幕熟悉地让她眼睛发色 其实本来摩修和仙修两不相干 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使着摩修和仙修常常互通有无 只是 那已经是万年之前的事情了 我父王和叶瑶的父王 还曾经是朋友 可以坐下来一起喝酒的那种 我紧紧听着 觉得十分神奇 后来呢 我父王遇到了我的母亲 他们相爱了 这和仙摩结仇有什么关系啊 母亲亲很不能理解 玄境的眼神充满了怨怼 本来是毫无关系的 我父王娶了我的母亲 他们过得很幸福 在摩俱中 是人人称献的一对碧人 直到叶瑶的父亲 神君来造访摩俱 母亲亲听到这儿 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看上了你母亲 玄境眼神骤人变了 你猜得不错 可怜我父王一直把她当成知心朋友 热情招待她 可她却在那个时候盯上了我的母亲 甚至临走的时候 用诡计将我母亲给奴走了 玄境紧咬着牙关 那个时候我母亲还怀着身孕 那个无耻之徒将她带出了魔雨 囚禁在了幻道 那个时候的幻道还没有什么人居住 是神君的私人领域 我父亲到处找也找不到我母亲 一直找了几百年 那 叶瑶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一个女人被囚禁了几百年 应该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吧 穆轻轻一想到这儿就觉得很难受 她能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是神君和别的女生的 我母亲抵死不从 所以只是一直被她囚禁着而已 玄境打破了穆轻轻的胡思乱想 哦 那后来呢 我父亲终于发现了我母亲的下落 也知道了自己一直信任的朋友 就是抢走母亲的人 于是她找上了幻道 召神君要人 我轻轻点头 这是理所当人的法诊 可神君简卑劣地用叶瑶加班成 我早已被她害死的弟弟 给了我父亲致命一击 连战斗的机会都没有给她 就让我父王灰飞阴灭了 而我母亲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母亲竟愕然 她以为叶瑶的父亲 会和玄境的父亲大战一场 结果确实这种手段也太卑鄙了 我母亲觉得对不起我父亲 叶自尽了 因为神君那个混账的私心 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发誓 我会为我父母和弟弟报仇 并为之努力了一万年的时间 一万年 我都是我的仇恨而生的 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才能报仇 恨 沉了我所有力量的圆圈 除了报仇之外 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本来我们一家人可以很幸福的 可是那个疯子 他毁灭了这一切 背叛了新人他的朋友 更可恶的是 他竟然撒下弥天大谎 声称我父亲阴谋要夺取换岛的领地 据为己有 甚至还发动对仙修的全面大战 他是为了保护仙修领地和所有的仙修 才杀了我的父亲 从此 拉开了仙魔大战的序幕 让两界人相互仇恨 再无交往 见了面 就要生死相搏 这世上 既然有这样厚颜无耻的家伙 你是不是很难想象 的确很难想象 我在换岛也一直听说的是 魔君阴谋 想要攻陷换岛 甚至夺取仙修所有的生存空间 我还以为 你也是为了私心才发动了战争 谎言说了无数遍 就会有人信以为真 不过那一次大战 的确是我挑起的 叶瑶说的也没有错 是我利用了琉璃 有目的地接近她 然后让她爱上了我 背叛了叶瑶 玄京看着沐清清 却似乎透过她看到另外一个人 我以为我掌控了一切 夺走了叶瑶之爱的未婚妻 并且利用她的爱 打开了幻岛的门 带领魔君一举功入幻岛 看着所有鲜修手足无措的样子 看着叶家父子震惊的嘴里 我那一刻 真的是好得意呀 玄境的兴奋只是片刻的 很快她就露出了痛楚的神色 琉璃发现了我的真正目的 她希望我能够停下来 不要伤害那些无辜的人 可是 可是我怎么能够停下来 如果停下来 我怎么对得起在 患岛死去的父母双亲 还有我那一出生就被害死的弟弟 我拒绝了她 甚至对她说了绝情的话 我告诉她 我一直都只是在利用她而已 玄境的声音颤抖着 她绝望的样子 依然历历在门 我以为她会恨我 然后帮叶瑶一起对付我 可是最后一刻 她却还是选择了帮我 她背叛了先修和幻当 当着叶瑶的面亲口承认 是她放我进了幻当 也承认了她之所以要和叶瑶退婚 也是因为爱上了我 我还来不及高兴一下 她就自禁 直到她消失在我眼前的时候 我才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 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穆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妖 第1558集 我真的没有想到 她会那么做 她挡着叶瑶的面 趁热爱上我的时候 我还在想 跟这次战争结束 我就带她去摩浴 娶她为妻 和她永远在一起 绝对不会再辜负她 但是她没有给我那样的机会 她选择了死 用死来惩罚我的欺骗 和利用 玄京说完这句话 整个人像是耗尽了气力一般 颓然地倒在地上 声音明明已经哽咽 却一点眼泪都没有 我有时候很想哭 但是我哭不出来 我把所有的感知力都抛弃了 后来 就有了风情啊 玄京疲惫又无助的 因为对你来说 流泪是软弱的情绪吧 是 可软弱的力量 有时候也很强大 人可以为了恨变强 岂是人也可以为了爱变强 若你不爱你的父母 也就不存在怨恨义遥和神君了吧 有爱才会有恨 可你却以为抛弃了爱 独留恨意 便能成就无敌 我轻轻忽然觉得玄京很傻 也许吧 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至少她代替我 吵到了你 玄京忽然又笑了 就算不是全部的我 但是那个懂得爱 懂得珍惜 心软又会流泪的家伙 她一定更懂得怎么爱你 母亲今想到凤青羊 是啊 她就像小太阳一样温暖 虽然经历过无数的黑暗和背叛 可却把所有的温暖和光芒都给了我 如果没有她的话 我依然还是身处黑暗之中 孤独又无助的可怜虫 是她让我知道 我也值得被人爱和珍惜 也值得拥有幸福 我的人生 不只是报仇和怨恨 还该有更多更多的可能 可是现在 我却失去了她 母亲亲看着玄境 忽然崩溃地哭了 这么多天以来 她第一次流出眼泪 玄境伸出手 将母亲亲拥入怀中 我可以暂时把肩膀借给你用一下 就当是我 代替那个家伙安慰你一下 想哭的话就紧紧地哭出来 哭不出来的滋味 我知道很难受 母亲亲却推开了她 不需要肩膀 流泪也没有什么意义 母亲亲擦了擦眼泪 哭出来的感觉 似乎好多了 可是她知道 眼泪是没用的 她需要的是手扔仇人 玄境看着她 报完仇之后呢 什么之后 没有之后了 你放心吧 有我在 你不会死 我也不会让你死 叶瑶那种家伙 死于万次也不值得你为她甜蜜 母亲亲却笑了笑 笑容透着几分苍凉 可是活下去对我来说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要一个人度过数万年的孤独岁月 对我来说 太漫长了 也太煎熬了 没有她就活不下去了吗 不是活不下去吧 只是不想毫无希望地活下去 我轻轻低声呢喃 也不知道 是不是在回答玄境的话 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 我记得 她叫孕儿 是 那又怎么样 你上次说 你知道孕儿在哪里 你还关心你儿子 我以为你知道 凤青阳死了之后 就对儿子的事情也不关心了 玄境说这话的时候 竟有一些不平的意味 玄儿很重要 可是她 还会有她的人生 这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想法 你对你的儿子公平吗 就算丈夫死了 儿子难道就不至于成为你活下去的理由吗 你有没有想过 孕儿她也需要你 需要一个母亲 你生下她 却不肯抚养她长大 这对她而言 是不是太残忍了 玄境竟然有一些愤怒起来 母亲竟起初还不理解 但一想到玄境的母亲 也是为她父亲殉情而死的 忽然就明白了 她不是在为孕儿控诉她 而是在为当年那个年幼的自己 控诉她的母亲 玄境 当年 也很希望你母亲她 能够为你活下来 陪你长大吧 玄境豁然僵住了 愤怒在脸上 要退不退 显得有一些无措 也许你说得对 我不该只想着自己的伤心 却枉顾月儿的感受 从我生下她的那一刻开始 就应该要为她的人生负责了 母亲竟一脸认真 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支撑下去的力量 这些天 她太沉浸在悲痛之中 几乎是万年俱灰 连玄儿也没有唤醒她的生存意志 可玄境的这番话 却似乎让她忽然醒悟了 自己如果死了 玄儿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 她虽然因为天赋异禀 身体长大了 可仔细算来 她还是个不足三岁的孩子 三岁的娃娃 要是在人间的话 才刚刚蹒跚学步 咬咬学语 离开父母 将如何生存 也许 会有别的人替她照顾玄儿 可是是不是能够替代父母的作用呢 她拼死生下的孩子 难道希望她变成孤儿吗 如果玄儿变成另外一个玄境 她是不是就高兴了呢 玄境豁然转过头 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 那时候 如果也有人跟她说一样的话 让她也想一想我就好了 就不会让我一人 独自度过了一万年的世界 从没有人教我如何去爱 却过躁地学会了恨 玄境的声音沙哑得很 她不想把脆弱的样子 展现给木青青看 如果你也学会了爱 是不是琉璃也不会死了 木青青觉得 人生真是充满了无数种可能 玄境和叶瑶琉璃这些人的恩怨情仇 那么地复杂 似乎她每一次都觉得 那是别人的故事与她没有关系 她置身事外 不愿承认自己就是琉璃 可如果没有琉璃 也就不存在木青青 没有玄境 也就没有风轻阳 玄境回头看着木青青 有那么一瞬间 她真的恍惚 以为琉璃又回来了 可是眼前的人 依旧是木青青 一个不再记得自己 也不再爱她的人 走吧 选个好地方 我们沉浸 玄境起身 没有回答木青青的问题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有些事情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永远也不可能重新来过 世上从来没有如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五十九集 木青青也站了起来 看着远方 你在修罗岛 有要宴请的人吗 还有几个朋友 你呢 有需要宴请的人吗 除了叶瑶之外 别的人都不孝请 木青青露出一抹冷冷的笑 我还珍惜我 你能够多邀请几个朋友 我听说你在人间界的亲人 和朋友 都被一摇带来的修罗岛 不是带来 而是骗来 然后用他们威胁我 他指使我见过最冷酷的人 一面对我说爱我至死不渝 一边就拼命伤害我在乎的人 他和他父亲一样 都是疯子 也都自以为自己是秦圣 其实 就是自私冷酷的家伙 只会在乎自己的感受 说得不错 打着爱你的幌子 行着伤害你的事情 并且还认为他才是受害者 不提他了 该谈谈我们的婚礼 既然需要娶你 就不能委屈了你 走吧 我带你去新耀城 购买最漂亮的喜福 我们要在哪里成亲 你想要什么样的地方 我可以尽量满足你 玄静看着沐清清慷慨道 嗯 海边吧 我记得这里有一片海 那个地方不错 可以 只要你高兴就好 玄静十分的配合 玄静带着沐清清去了新耀城 那里有修罗岛最好的裁缝和绣娘 玄静花重金 为沐清清定制了一身喜福 凤冠狭配 美得如梦似欢 其实 沐清清并不在一婚礼上穿什么 反正又不是真的要和玄静拜堂 不过是演一出戏而已 但玄静似乎非常坚持 就当作是实现我的一场梦吧 哪怕只是一出戏 玄静带着几分恳求 沐清清最后还是答应了她 婚礼的一切都交由玄静去办 包括场地和酒宴 甚至是宴请的喜帖 都是由她发出去的 沐清清只负责等待 玄静每天变着法的红她吃东西 倒是把她养胖了一些 也不似之前枯搞的样子叫人担忧 那一天 海边风和日丽 阳光洒在沙滩上 一切美好的都像是做梦 沐清清身穿红色嫁衣 她在金色的毯子上 一步一步走向站在那边迎接她的玄静 她也穿着铜色喜服 笑容和阳光一样灿烂 来了很多人 但沐清清都不认识 她很高兴 没有自己熟悉的人来到这里 一步一步 她走向玄静 恍惚间 她以为自己走向的人是凤青阳 如果真的是青阳 这一切该有多完美 沐清清忍不住地红了眼眶 在她离玄静只有两三步距离的时候 玄静向她伸出了手 沐清清却迟迟没有伸出自己的手 她在等待 等待着那个人的出现 玄静上前两步 着弄抓住她的手 将她拉到了自己身边 天空响起清脆的凤鸣 百鸟盘旋在半空 似乎也来为他们庆贺着盛大的婚礼 沐清清无奈地问 怎么还搞这么多花样啊 太浪费了 不是你说的吗 要一场奢华的婚礼 再说了 我这一生 也只有这么一次沉浸的机会 虽然是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沐清清豁然觉得有点对不住她 对不起啊 你第一次办婚礼 竟是陪我演戏 往后要是你遇到了真心相爱的姑娘 可千万要好好解释 我根本不可能还会遇到什么相爱的姑娘 你应该明白的 玄静的毛子瞬间变得暗淡 是她亲手抹去了爱别人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痛苦 时间久了也就不会觉得苦了 都习惯了 好奇怪 她怎么还没有出现 总不能真等到我们拜天地吧 着急吗 不着急的话 就拜一拜天地吧 那可不行 在我们人间 拜了天地 就真正成了夫妻 我这一生 不会再有第二个夫君了 沐清清可不想假戏真做 唉 这么美好的一场婚礼 不进行下去 实在可惜 你不会真的入戏了吧 是啊 入戏还挺深的 尤其是你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玄静一遍遍在脑海里 回忆着刚刚的一幕 沐清清身穿烈焰一般 艳丽的红嫁衣 缓步走向她 美得就跟她梦里出现的 场景一样 就在这时 一声巨响 场面忽然混乱起来 到处黑雾弥漫 爆炸声此起彼伏 玄静拉着沐清清 腾空而起 避免了被爆炸给波及 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 沐清清也终于见到了夜遥 她果然没有让她失望 清清 过来 夜遥还是那么的自我 好似沐清清是她养的一只狗 她随时召唤 她就该摇尾巴 扑向她的怀中 沐清清微微露出一抹自嘲的笑 玄静 你说夜遥 她是对自己误会太深 还是对我误会太深 嗯 我也很想知道 她哪来的自信 你愿意跟她走 玄静也认真思考起来 两人交透金耳的样子 落在夜遥眼中 简直让她度火中烧 清清 过来 不要让我重复第三遍 你重复多少遍 我也不能跟你走啊 我已经决定了 要和玄静成亲 沐清清偏过头 看着玄静 一脸幸福的笑 夜遥 既然你来了 我也要对你说清楚 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 更不要打扰我和玄静的幸福生活 沐清清越是笑得甜蜜幸福 就越会是让夜遥怒不可遏 她真是因为明白这一点 才会这样做 只有让夜遥发疯 让她失去判断能力 自己才有获胜的机会 玄静也很配合 拦住沐清清的尖头 将她搂在怀中 这一句话 真正地逼疯了夜遥 她最恨的便是当年 琉璙为了玄静背叛她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宣布了她的背叛 伤她丢性了脸 也伤透了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六十集 不会的 清清 你不会这样做的 你为什么要选择玄境 为什么 夜遥的双毛像是 血浸透了一般 红得妖蚁 默轻轻露出无辜的眼神 因为我不爱你 我爱玄境啊 一句话说得玄境心花怒放 却说得夜遥怒火攻心 那我就杀了她 夜遥的手中 萦绕着一团黑雾 那黑雾忽然流动起来 如同一只手冲向了玄境 玄境也不含糊 笑了笑 手中雷点温鸣 击穿了黑雾 将之驱散 妖虫小剑 想要杀我 可没有那么容易 玄境 这一次你不会再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夜遥死死盯着玄境 杀意如同凌厉的刀锋 气势逼人 那就试试吧 玄境对着木轻轻点点头 先让我陪她玩一玩 你在一旁看着就好 那你要小心 她不知道休息了什么魔功 实力早已不是从前的夜遥可以比的 我看出来了 没关系 这些日子 我也不是白昏的 玄境信心十足 并不害怕夜遥 两人很快就交起了手 木轻轻只站在一旁 尽管其变 她手里已经准备好了 为夜遥特别定制的毒 只要抓住机会 她就会果断出手 手段虽然卑鄙了一点 但是 对付夜遥这样的人 她才不在乎 卑鄙不卑鄙 只要能够杀了她 什么方法都无所谓了 玄境和夜遥你来我往 打的是热火朝天 下面的人早就跑光了 谁也不想掺和 这一场随时可能波及的 无辜的战斗 除了木轻轻还在观战 下面 早已经是一片狼藉 鲜花和地毯都已经陷入火海 木轻轻觉得有一些可惜 可花了玄境不少精识呢 他们俩似乎是难分胜负 你来我往之间 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夜遥并切了自己原本的套路 虽然实力变强了 但明显就不如 本就是摩修的玄境 惊艳老道 更何况 玄境本就比夜遥更善于战斗 她那一万年为了报复 经历了无数生死大战 为了变强 不顾一切挑战别人 那是生死相搏 也因为这样 才会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 最终将魔玉统一在自己手里 她任魔军期间 领域是前所未有的广阔 几乎是一统魔修界 成为独一无二的王 不过夜遥也不差 她原本的实力大概不如玄境 但现在却因为修炼了这 不致命的魔功而实力大涨 夜遥 我要是你就乖乖离开 不要自取其辱 清清都说了 她爱等人是我 你又何必纠缠不休呢 玄境一边跟她打 一边用言语刺激她 夜遥咬牙切齿 闭嘴 清清是我的 谁也夺不走她 你也不能 是你的 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她从来都不属于你 是你一厢秦韵而已 当年琉璃为了你自毁原神 使我一点一点拼凑她的原神 使我耗费心血 动用净术 让她的魂魄入人间轮回 才有的净净 她是我一手操救的 自然敢属于我 夜遥说得理直气壮 琉璃被你毁了 难道你还要毁了清清吗 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作对 夜遥恨透了玄境 恨不得她立刻就死在自己面前 你杀了我父神 让我龙为小兵 又毁了琉璃还要怎样 不够吗 我欠你也早就还清了吧 你总算是承认了你欠我的 不只是你 还有你那无耻的父亲 是你们父子俩亲手毁灭了我们一家人 我父母还有弟弟的三条性命 难道你父亲一条命就能弥补得了吗 琉璃也死了 她也为了你死了 我如同行事走肉一般活了五百年 还不够吗 不够 君也不够 你也该死 那就看你有没有那样的本事了 我绝不会再失去清清了 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拖走她 可她就是不爱你 你又能怎么样呢 玄境嘲弄地看着夜遥 夜遥 你就和你父亲一样 总是奢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闭嘴 夜遥终于忍不住了 玄境 既然你一定要与我为敌 一定要跟我抢清清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玄境忽然伸出一只没有动的右手 右手上还戴着一只奇怪的手套 手套被她缓缓摘下 玄境感觉到一股令她不安的气息 夜遥的守护人伸向玄境 玄境陡然感觉 灵力如同水一样 从身体开始流失 穆清清同样也感觉到了 玄境 快回来 穆清清迅速冲过去 挡在玄境面前 憋着夜遥中断了 继续稀释玄境的能力 夜遥 你学了清雾派的功法 你伤害 我不认 你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学会这种功法 我轻轻觉得不正常 夜遥就算是天才 也没有道理可以同时修炼两种功法 她左手分明使出的还是之前那种魔功 夜遥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 露出一抹邪恶的笑 还要多谢你啊 你不是为了困住我 把我献给了妹娘吗 夜遥想到这儿 眼里的恨意更加浓烈 你 你做了什么 穆清清心惊肉跳地问 她有极为不好的预感 夜遥看着自己的右手 露出一抹既残忍又邪宁地笑 脱你的福 这右手不是我的 而是 美娘的 夜遥让右手那一缕气息黯淡下来 露出一只和她左手完全不同的手 显然那只手不是夜遥本来的手 妹娘 你把妹娘怎么了 母亲亲的呼吸都跟着急促起来 心被恐惧给填满了 你说她的右手在我身上 她能怎么样 那个女人不是一直想要占有我吗 输她所愿 她永远都不会再失去我了 她成了我的一部分 这不是很好吗 叶瑶笑了 笑容愈发鬼魅邪恶 比穆青青能够想到的一切魔鬼 都还要邪恶得多 她简直像穆青青的噩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殃 第1561集 玄境虚弱了一些 呼吸不稳 但还是拉住穆青青问道 怎么回事 她的右手 拥有个非常恐怖的力量 可以吸取我的灵力 穆青青脸色惨白 推开了玄境 你快走 穆青青知道 如果叶瑶真的拥有了 美娘的能力 那么玄境 就不是她的对手 而以叶瑶的狠毒 玄境今天必定会死 穆青青不希望玄境为她而死 小左一起走 玄境怎么可能轻易地丢下穆青青 你已经对付不了她了 她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夺去了金屋派的能力 只要你动用灵力和她战斗 她就可以吸取你的灵力为她所用 她会越来越强 而你却会越来越虚弱 根本没有办法赢她 叶瑶听了 叶瑶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清清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可有时候你要笨得让我头疼 你明知道金屋派 有那么可怕的力量 却还是把我留在了那里 你难道没想到 我也可以学会他们的力量 为自己所用吗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我唯一后悔的是 没有圈妹娘要提防你 你根本没有人性 她虽然霸道了一点 可对你却是真心的 她是个好姑娘 你却那么残忍地杀了她 不仅是她 金屋派也不存在了 我把他们都杀了 可以告诉你 现在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对手了 你真不该逼我出手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叶瑶看着沐青青 狂妄而自大地笑着 清青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跟我走 永远也不要向着反抗我或者离开我 更别惹我生气 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 我明白了 我可以提出最后一个要求吗 说 放了玄境 我没有打算嫁给她 这不过是一场引你上钩的戏 清清 你说这些做什么 我不怕的 我就是死在这里 也绝对不会让她把你带走 玄境一把将沐清清拉到自己身后护着 叶瑶 我不管你练了什么功法 又有怎么样强大的势力 今天 要么我死 要么你死 玄境无所畏惧地挺直了胸膛 是个男子汉就绝对不可能躲在女人的身后 玄境 你不要逞强 你打不过她了 求你 快走 母亲轻挣扎着不断拉扯玄境 不希望她继续激怒叶瑶 会死的 我不要你死啊 求你 就算为了我 也要活下去 清清 给我留点尊严吧 我是个男人 而对面这个家伙 是我的生死仇敌 我怎么可能临阵脱逃 死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今天我逃走了 我就不是个男人 更没有资格成为魔君 说得好 既然你这么有觉悟 又这么会逞英雄 那我就成全你 正好 我也需要你身上的灵力 毕竟精武派这些家伙大部分都是兼修 不太中用 你才是我最后的灵丹妙妖 慕竟精立刻又停身 挡在了玄境的身前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你还想护着她吗 上一次也是这样 每一次你都选择挺身救她 你对她还真是特别情深意中啊 和情深意中无关 我只是不希望再有人死在你手上 尤其是我的朋友 哼 说得好听 你不是说你爱凤青娘吗 为什么现在又爱上了玄境 你可以爱任何人就是不爱我对吗 叶瑶的眼神如此凶恶 好似随时准备泼上来 将母亲亲撕成碎片一样 我没有这样说 我母亲亲只爱凤青娘 如果你说的是男女之情的爱 那么只有她 不会有别人 更不会是你 叶瑶发出了一连串的狂笑 笑声并无丝毫喜悦 只叫着毛骨悚然 母亲亲知道 眯起眼睛 就在这一瞬 她想动用毒药 被玄境给制止了 不可以 会激怒她 亲亲 保护好自己 无论如何 你不能有事 你快走啊 为什么不走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 再也不会了 我必须要保护你 没有什么是必须的 玄境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可没有任何义务 要你为我牺牲 母亲亲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冷漠绝情 你没有义务为我牺牲 但我有义务为你做一切 这是我的承诺 我必须 一定要这样做 玄境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笃定 莫亲亲简直是要抓狂 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你被她害死吗 如果她有办法做得到的话 尽管试一试 你们俩够了没有 还要继续亲亲我我多久 生离死别的场面 还真是令人感动啊 还需要再给你们一段时间 护诉中长神情告别吗 叶瑶嘲弄地看着 沐亲亲和玄境 叶瑶 你长得亲亲这么久了 什么时候才能放过她 她本就是我的 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叶瑶说得理所当然 似乎在她眼里 沐亲亲不是人 只是一件物品 可以被她任意地占为己有 沐亲亲是真的被叶瑶给激怒了 原本是不想要这样说的 可是你一字激怒 我 清清 你太不乖了 很好 非常好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 这么令人讨厌的家伙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琉璃会宁死 也绝对不会愿意跟你在一起 因为跟你在一起 比魂飞魄散还要惨啊 嗯 这一点 我深表赞同 玄境在一旁附和 叶瑶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一个令人无比厌恶的自大狂 你以为这世界都是围着你转的吗 叶瑶已经在暴怒的边缘 你会后悔你说的这番话 叶瑶身体微微颤抖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鸟 第1562集 那就来啊 杀了我 反正死了也比跟你在一起好 穆金金手里的毒已经准备好 或者说 他无论如何都会跟叶瑶拼死一波 也摇眯起眼睛 我不会杀你 好不容易才把你复活了 怎么会杀了你呢 不过 我会杀了所有 没有你在乎的人 一个一个地杀 知道你彻底妥协 就从他开始吧 叶瑶伸出手对上玄金 玄金从穆金金的手里 不着痕迹地拿过了毒药 然后吞了下去 你做什么 穆金金瞪大了眼睛 这是最好的方式 金金 我很高兴 有机会为你做点什么 玄金冲他笑了笑 然后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叶瑶 他的灵力一动 叶瑶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吸取 毒随着灵力 被叶瑶全部吸收进去 等到他察觉的时候 一人来不及了 玄金将毒药凝聚成一团 全部被叶瑶吸收进去 他的手忽然变成了黑色 你做了什么 你他妈做了什么 叶瑶的面容变得越发猙獰 玄金笑了 他因为灵力大量损耗 而变得虚弱 几乎无法在半空中站稳 穆金金赶紧用一道火链 将它拉下来 回到自己身边 看 这样下毒 是最好的方式 玄金对穆金金笑了笑 可是那些毒药 也对他产生了影响 他的脸色逐渐发轻 你是不是疯了 穆金青含着眼泪 几乎无法隐忍内心的悲痛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会死的 那种毒药我放了几乎十倍的脊梁 哪怕只是用一点点 也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 就算不死 也会 也会 穆金青不忍心说下去 会残废 是吗 玄金已经感受到了 他的双腿几乎失去了知觉 不得不靠着穆青青 才勉强站住 但这种虚弱感 已经越来越强烈 他知道 毒已经开始蔓延 不只是双腿 身体的其他部分 也开始感到麻木 不要 玄金 撑住 一定要撑住 穆青青的眼泪 不停地往下掉 他真的不希望 再有人死在自己面前 另一边夜瑶发出 疯狂的嘶吼声 他竟朝着穆青青 和玄金冲过来 我要杀了你们 夜瑶彻底被逼疯了 他此时充满了疯狂的杀意 毒肆虐地在他身体里 他的样子越来越扭曲猙獰 脸上变化着不同的颜色 可是这种程度的毒 并不能够让他立刻倒下 相反 他变得狂暴起来 也更可怕 玄金下意识地 把穆青青护在身后 然后夜瑶一击 命中了他的胸口 血迸发而出 穆青青完全被这样的场面 给震慑住了 无法思考 无法动弹 不要 伤害 青青了 玄金狠狠抓住夜瑶的手臂 不让他往前靠一步 用尽最后的力量 拖住了夜瑶 夜瑶如同暴虐的野兽一般 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丝毫声 不断地攻击着玄金 母亲轻易把将玄金给拖开 抛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火焰从他的身体里窜出来 他如同浴火而出的凤凰一般 步步逼近发狂的夜瑶 没有任何言语能够形容他的愤怒 攻击不断地攻击 唯有这样才能阻止自己真的疯掉 夜瑶被他疯狂的攻势给逼退了 可是却并没有倒下 穆青青继续疯狂地发动攻击 几乎把他能够用得上的招数 都毫无保留地堆积在夜瑶身上 我只会放过你 夜瑶忽然撑出手 斩断了自己的右臂 然后一步一步地朝着穆青青走过来 他无惧于穆青青的攻击 好似那些攻势在他眼里 只是小孩子的把戏 无关痛痒 穆青青挫败而无力 等级的察觉就是这样 他奈何不了夜瑶 杀了我吧 这样我会比较好受 穆青青看着夜瑶闭上眼睛 迎接死亡 可是预期的死亡没有到来 他的身体忽然像是被一阵烟雾给卷了起来 随即消失在了原地 夜瑶伸出手什么都没有抓住 原地早已经没有了穆青青的踪影 而他却因为剧毒而痛苦难忍 他看向倒在地上 似乎还没有完全死去的玄金 一步一步地走过去 将玄金抓起来 然后软顺也消失在了原地 穆青青不知道 自己到底被什么东西给缠住了 但是 他意识到对方没有恶意 只是很快他就陷入了浑水 在醒来的时候 穆青青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奇妙的地方 这里的一切看起来像是漂浮的状态 连他也跟着飘在半空 周围的空气暖洋洋的 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和舒适 他喜欢这里 穆青青几乎不想动弹 因为身下躺着的地方铁软绵绵的 如同身处在云端 这样的幸福感让他以为自己还在梦里 青青 穆青青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青青 穆青青一下子弹跳起来 看到了那总跟在自己身后的影子 他摘下了面罩 露出了让穆青青浑迁梦吟的脸 青青 穆青青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想这铁定是一场梦 一场过分美好的梦 因为太美好所以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穆青青祈祷着 如果是梦永远也不要醒来 眼泪跟着滑落下来 他甚至不敢动弹 怕会惊醒 青青青 穆青青青又心疼又高兴 就那么看着他温柔地笑着 既然是梦 你为什么不过来抱抱我 好让这场梦更美好一点 凤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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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微笑 没关系 如果你不能走过来 那我过去 只要你 你别动 别消失就好 你等等我 我走过去 吴清清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 凤青阳却摇头 伸手做了制止她的动作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穆涵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鸟 第1563集 别 别过来 清清 不要 就让我拥抱你一次 哪怕是梦里 清阳 我好想你 真的 好想好想好想你 母亲竟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知道 她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 唯一可以想尽的机会 就是梦里 除非时光可以倒流 她一步一步走过去 小心翼翼 连一丝声音都不敢发出 她怕自己稍微动作大一点 就会破坏眼前的一切 就会从这场梦境里回到现实 她讨厌现实 讨厌没有凤青阳的现实世界 就差一步了 她就可以拥抱凤青阳 她无时无刻 不在思念着的人 凤青阳看着她 眼神充满悲伤 可是 她多么的不忍心看她失望 她开始往后推 清清 你听我说 凤青阳摇头 制止她再向前来 不要 不要说 抱紧我就好了 千言万语 也抵不上一个拥抱 对我的意义 凤青阳又心疼又无奈 我还做不到 什么叫做不到 只是一个拥抱而已 凤青阳笑容苦涩 微微叹息 是 只是一个拥抱 但是 我做不到 我不明白 为什么在梦里 也不能拥抱你 如果这是一场梦 为什么不能按照 我希望的方式进行 吴静静依然 还以为自己沉浸在梦里 这不是梦 不是梦 如果不是梦 该有多好 你看 你在梦里也这样贴心 希望能够安慰到我 如果我的脑子 再糊涂一点 不要维持着 令人讨厌的清醒就好了 可我分明知道 这是一场梦 可就算是梦又如何呢 我见到你了 我看到你站在我面前 还会对我说话 还会对我微笑 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了 沐青青上前一步 呼进了凤青阳的怀里 可是却摔倒在地上 不要醒了 不要醒了 他无助地喊着 以为梦就要被惊醒 可是他爬起来的时候 依然看到了凤青阳 他就在那 没有动 也没有过来扶他 凤青阳充满 歇意地看着他 沐青青 却是满足地笑了 真好 没有醒过来 你还在这里 好吧 如果梦里不能拥抱 你也没有关系 至少还能看到你 看到你就很好了 我知道 不能得寸进尺 也不能要求太多 凤青阳伸出手 又缩了回来 凤青 对不起 说什么对不起呢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还能出现在我梦里 已经很好很好了 我轻轻爬起来 想伸手去碰他 但又好像 一直到自己 不该这样做的 收回了手 我 应该不可以碰你 我知道 这是你在梦里 不会离开的前提 那好 我不碰你 我就和你说说话 看着你就好了 秦阳 我 我把芸儿弄丢了 我一直都努力找到她 可是我还没有找到 我也不敢去找她了 我惹伤了一个可怕的家伙 我怕她会伤害芸儿 母亲亲灿了她眼泪 母亲亲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到要为芸儿的事情 跟凤青阳道歉 我真是个失败的娘亲 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好 秦阳 你会不会怪我 对不起啊 不要因为这样 就不再出现在我梦里了 我本来想一死了之的 可是死了就不会做梦了 对不对 如果梦里还能见到你 我愿意活下去 并且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够永远活在梦里 母亲亲一边抹眼泪 却一边控制不住地 眼泪往下掉 说什么傻话呢 你们要对不起我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和芸儿 我作为丈夫太不称职了 让你们陷入危险之中 却没有办法救你们 凤青阳很想过去抱抱母亲亲 不是的 不是的 青阳 是我的错 全都是我的错 惹上那个疯子的人是我 把你害死的人也是我 如果没有我 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秦极 你看着我 看着我 我告诉你 这一切不是梦 你之所以没有办法触碰我 拥抱我 不因为这里是梦里 而是 而是因为我没有身体 啊 木金亲愣住了 没有反应过来 你应该听说了 我死了 是不是 我遇到了小初 他告诉我的 你被叶瑶杀了 是的 我死了 从某种意义上 我是死了 但是那只是肉身的死亡 这样讲或许有点混乱 但是现在的我 是一个灵体 不是魂魄 而是灵体 风情仰尽可能 让自己的话 听起来简单易懂 灵体 那是什么意思 木金亲显然没有明白 嗯 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并不清楚 但是我死了之后 就变成了灵体 并且 我并不是特灵 这个地方 你觉得很奇怪吧 好奇怪 像是漂浮在空中 差不多是这样 这个地方叫做灵殿 而我现在 是这里的主人 木金金皱眉 很难理解 灵殿 我怎么没有听过 因为灵殿是不为人知的存在 非常隐秘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也不会轻易暴露自己 你之前不是一直很好奇 一直跟在你身后的黑影是谁吗 你怎么知道有个黑影跟着我 因为 一直都是我 是我一直跟着你 木金金眨扒了几下眼睛 有点不知所措 那 那你为什么不现身 不过来告诉我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跟着 为什么 木金金 有几千几万个 为什么想要问 因为我是灵体 我不想让你知道 我怕 怕你会失望 风轻扬低下头 显得不太自信 我怕你碰到我的身体 才知道我只是像鬼魂一样的存在 连拥抱你都做不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64集 木轻轻哭笑不得 你是傻瓜吗 你难道不知道 我发疯一样的想念你吗 只要是你 不管你是人是鬼 是魂魄还是灵体 只要是你 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幸福和安慰吗 木轻轻几乎要崩溃 她为了想见她一面熬得多么辛苦 可她明明就在自己身后 却始终不愿让她见一见 凤青阳苦笑 本来 我是打算献身的 但是 你身边 一直都有人 她很多次看到 木轻轻身边都有护花使者 这让她非常犹豫 如果自己一辈子只能维持灵体的形式存活下去 那她就不想耽误木轻轻的幸福 木轻轻有点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什么意思 我以为 以为你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 你这个笨蛋 蒙周是朋友而已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更好的选择 我们之间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至于洛洛和她二哥千水 就更不是什么选择了 千水只是为了保护洛洛 才和我一块行动的 木轻轻简直要疯了 怎么会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理由 而不肯来见她呢 选进呢 她也只是朋友吗 风轻扬看着木轻轻有些受伤 她可是差一点就嫁给玄静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如果你一直跟着我 难道不知道玄静是怎么回事吗 你别生气 我 我虽然跟着你 但很多时候 我并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因为我不敢你理太近 木轻轻气得都不想理她 你对我的信任就是这样吗 我是那种朝三暮四三心二意的女人吗 你认为我对你的感情 就是这样而已吗 我没有侵蚀你的感情 也没有认为你朝三暮四 我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已经死了很久 你完全有重新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闭嘴 就算你死了一千年一万年 我也不会嫁给别人 更不会爱上别人 你这个混蛋 你想气死我 别别别 别生气啊 直到你跟那个叶瑶说话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一直都是误会了你 错得离谱 你真是气死我了 你怎么能这样想我 你知道我在这里 见不到你的日子 多么想你吗 母亲亲又委屈地哭了 凤青阳想去安慰她 抱抱她 可是手 只是穿过了母亲亲的身体 根本无法触及她 亲亲 我错了 你原谅我 我是大混蛋 我是笨蛋 我是世上最愚蠢的男人 我竟然会以为你忘了我 凤青阳将自己痛骂了一顿 母亲亲吸了吸鼻子 你真是笨蛋 竟然这样想我 再也不会了 我知道是我自己错了 玄境 玄境她也不是什么选择 虽然她的确 和我有某种渊源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她 或者说 我曾经就是她 原来你知道啊 那你还乱猜 不过我保证 我和她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有把她当成你来看 你和她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是她爱的那个人 凤青阳露出欣慰的笑容 静静 我真是个傻瓜 凤青阳真想现在 就紧紧地拥抱母亲亲 如果她能够办到的话 毫无疑问 你就是 那 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对不对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误会了 你和我 依然还和从前一样 彼此深爱 没有任何人 会成为你我的困扰 当然 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别人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当然 如果你想要有别人 我一定会成全你 我怎么会有别人呢 我现在连你都不能触碰了 天知道 我会保持这样多久 也许 也许我永远也不能拥抱你 那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你还活着在我身边 就算永远也没有办法拥抱我 我也不在乎 母亲亲忽然觉得 这些日子所受的担心和恐惧 这一刻突然烟消云散 哪怕凤青阳成了现在这样 但至少 它依然存在 我会让它上天入地 也无处可寻 亲亲 你真是个傻姑娘 比你好一点 你竟然只是偷偷跟着我那么久 却不肯相信 我除了你之外 不会爱上任何其他人 母亲亲撇嘴 仍然对此耿耿于怀 拜托 拜托你忘了那件事情吧 再说 我也对自己现在的状态很不满意 天知道 我每天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拥抱你 母亲亲终于笑了 我相信总有办法解决的 万一不能解决 也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确信 以及坚信 凤青阳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是用一种带着满足叹息的声音道 我上辈子一定拯救了全世界 这一生才拥有这样好的你 嗯 严格来说 你的上辈子就是玄境 虽然她没有拯救全世界 相反 她可能还是个毁灭者 但你依然拥有了我 母亲亲笑着道 凤青阳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此时此刻 一切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她和她爱的姑娘 又重新地在一起了 母亲亲试图伸出手 去拉凤青阳的手 但是失败了 手穿过了她的手 却什么也没有碰到 但她依然觉得无比满足 清阳 你又回到我身边了 真好 母亲亲傻傻地笑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六十五集 凤青阳凑过去 亲了她一下 虽然并没有 是知心地碰到 但母亲亲去好像 感到如羽毛 扫过脸颊一般 我感觉到你了 什么 能感觉到 嗯 一点点 虽然非常轻 但我确定 我感觉到了你 一定可以恢复的 反正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可以等你 凤青阳又尝试 亲了她一下 母亲亲兴奋地点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轻柔的 像是羽毛一样的感觉 两人都同样激动 接着尝试了好几次 仿佛玩不够似的 有人咳嗽了 打断了他们 凤青阳皱眉 什么事 母亲亲回头看到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人出来 照样没有露脸 主人 有小少爷的消息了 人现在在哪里 被关在 胡锦海的海底监狱 等等 你说的小少爷 是月儿吗 是 正是主人 和夫人的长子 别紧张 那个小子 有了点麻烦 交给我 我会解决的 他被人关在海底监狱 这还遭一点麻烦吗 我之前就听说他四处到包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才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母亲亲想起来就有点害怕 我应该早点找到他的 他年纪小 又充满好奇心 加上我们都没有时间好好引导他 教育他 才会让他这样胡作妃为 凤青阳知道 母亲亲太过紧张 对他笑了笑 别这样 这又不是你的错 你也不想的 我们会找到他 慢慢教他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海底监狱在什么地方 那里是不是很危险 他会不会受很多苦 暂时还不清楚 但是如果你愿意 我们尽快去找他 当然 我想立刻去找他 我们一家人分开太久了 该是团聚的时候了 尝我命令 即刻准备前往吴敬海 哦 记得给吴敬海的老家伙 带上酒 是 主人 那人又消失在原地 吴敬敬好奇地问 你们灵体 是会凭空消失的吗 嗯 瞬间一动而已 并不算是凭空消失 你要不要换成衣裳 这身嫁衣虽然好看 但是 可能不是很方便 风轻阳一想到他 差一点和玄境成青了 还是有点别扭 慕敬敬怯笑 好 这就去换 他空间临界里 有不少衣裳 随时可以换 慕敬亲换好衣裳 风轻阳又指了指他的戒指 那也是玄境送的吧 你怎么知道 他的事情 我没有不知道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和他之前保持着奇妙的联系 不会吧 心意相通 那你们彼此 不是没有秘密可言 差不多 但我自从变成灵体之后 他就失去了对我的掌控 我和他的联系 自然就断了 真是很古怪 那 玄境现在还活着吗 慕敬亲想到自己被 风轻阳救走之前 玄境似乎并没有死 没死 但气息变得很弱 也难怪 他中了我炼汁的毒药 慕敬亲的心里不太好受 玄境会那么做 虽然是出自于对琉璃的愧疚 但被保护的却是她 风轻阳叹了一口气 露出不太高兴的眼神 晴晴 你在不太伤心吗 我仅仅知道 风轻阳是个错坛子 晴阳 你知道的 我伤心 并不是因为你想的那种原因 只是因为 因为受到了她的照顾 不知道如何回报 你不需要感到愧疚 那是她欠你的 虽然欠的不是现在的你 但是如果不是她 你也不会遭受一切恶运 那也不会遇到了你啊 所以 她虽然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但也算是有了一个好结果 如果必须要承受那些苦难 才能遇到你 我愿意 我仅仅说的毫不犹豫 因为遇到你 是如此美好的事情 是比世上最好的事情 还要好千百倍的那种幸运 所以上一辈子遭受的厄运 有什么关系呢 别说上一辈子 就是这一辈子 那十年的噩梦 我也熬过来了 并且如果那一切都是为了 享有与你在一起的幸福 我觉得很值得 风晴阳看着沐清清 眼睛忽然就湿润了 有一种要流泪的冲动 你是我见过的最傻的姑娘 风晴阳伸出双臂凑过去 将她抱住 可那拥抱并不真实 她的手还是穿过了沐清清的身体 这让她倍感困惑 我连拥抱你都做不到 你这样还觉得和我在一起 是如此的幸福吗 是啊 只要你能跟我说话 能让我看见你 能时时刻刻相伴 毫无疑问 这已经足够幸福 我真是个傻瓜 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和骄傲 捡了这么晚才来找你 拜拜让你等了这么久 你知道就好 我 真是世上最幸运的家伙了 沐清清哥哥只笑 好像不管风晴阳说什么 她都情不自禁地想要笑 因为实在是太惊喜了 本以为永远也接不到的人 竟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还能够这样静地和她说话 看着她的眼睛 真的是无比美妙的感受 很快 凤清阳的手下就准备好了 沐清清才发现 凤清阳来了这 竟然拥有了一群手下 他们大多是穿着黑袍 也有一些白袍 但白袍的显然是少数 这些都是你的人吗 你在这个灵殿 算什么样的级别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是灵殿的主人 凤清阳失笑 知道沐清清还搞不清楚状况 主人 就是最大的那个 差不多是这样 为什么你到哪里都可以当老大 真是不公平 我努力了这么久 还是单打独斗 你是我的夫人啊 我的就是你的 难道你跟我 还计较这些吗 才不是计较 只是觉得人比人 气死人而已 再没有我的这段日子 你经历很多事情吧 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好遗憾哦 我慢慢告诉你就是了 现在准备好去接儿子了吗 当然 沐清清终于满意地点点头 沐清清再也没有了恐惧和不安 好像只要凤清阳在 一切难题都会隐身而解 没有她的日子里 自己虽然能够应付很多事情 但有了她 好像难题都不再成为困扰 她相信 交给凤清阳一切都会变好 她跟着凤清阳出发 前往吴敬海 吴敬海已经是修罗岛之外了 所以路途遥远 本来凤清阳和她的 灵体门徒们可以瞬间抵达 但因为有了沐清清 所以不得不拖慢脚步 但是 凤清阳倒也不介意 能够和沐清清在一起 多走一点路也没有关系 分离太久 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互诉忠常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鸯 第1566集 等看到了吴静海 沐清清才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天哪 这海也太辽阔了吧 沐清清不是没有见过海 但她依然被眼前 这看似平静广阔的海洋 给震撼到了 而且 这海和她从前见到过的海 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片黑色的海 黑得如同墨汁一般 从远处看过去 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沉 为什么海是黑色的 不知道 一直都是黑色的 其实 不管是你之前去了幻岛 还是修罗岛 甚至连我们生存的人间界 都被这片海串联在一起 只是吴静海太辽阔 以至于这些岛虽然并存 但是大家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 只有通过特殊的方式 才能够跨越这吴静海 抵达别的岛屿 比如你从幻岛 来到这修罗岛 就是通过一张山河图 对吗 是的 因为没人知道 进入山河图会怎样 也没有人 从山河图 再回去过幻岛 同样的 是夜瑶打开了人间界 和修罗岛之间的通道 所以我们才到了这里 你和婆婆从琉璃岛 到了幻岛 也是同样的手法 她应该是掌控了 可以跨越吴静海的办法 莫行情忽然惊喜了一下 那就是说 只要我们知道 如何跨越吴静海 就可以回到天元去了 是的 不过这个方法 似乎只有夜瑶知道 凤其阳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提到夜瑶 莫晶晶的脸色沉了沉 她应该已经死了吧 中了那种毒 不可能活下来了 现在还不知道 我派人回去看过 已经不见她的踪迹了 玄晶也失踪了 不见了 她不会没死吧 放心 就算没死 也不会再成为我们的威胁了 你那种毒 就算不能致命 也会让她吃尽苦头的 希望她不会再出现了 可如果她死了 我们是不是就找不到回家的方法了 如同她能知道办法 我们也一定能 只是还需要时间 可是我们有的不就是时间吗 说的也是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这里了 婆婆和爹他们也在 我们迟早能够团聚在一起 就算不回家 也可以找别的地方隐居起来 再不问世事 母亲今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和心爱的人 一起过上安稳的日子 再也不会有人打扰他们的幸福 无济海的海底监狱在哪里 对了 一直忘了问你 月儿是惹了什么事 被关进了这里啊 你不是知道吗 她一直到处盗取宝物 结果 在月完成 被人诱不了 风情要以为 母亲今早就了解了 这我还真不知道 之前以为你死了 所以对外面的事情 都不关注了 也没有想要再去 关心月儿的下落 把月儿托付给了小初去找 我也没跟小初他们联系了 怕夜瑶又去为难他们 你这个傻丫头 你不知道 那段日子 你在彩虹尘 我看了心里有多难受 难受你也不来见我 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为你伤心 我 我以为你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那个 叫蒙州的家伙 我本来是想去找你的 听了你和那位展小姐的对话 就没趣了 你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傻的傻瓜 蒙州的死 的确让我很愧疚也很伤心 可还不至于让我万念俱灰 再说了 蒙州爱的是人家斩铃霜 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现在是知道了 之前 之前不是因为自己是灵体 所以不敢让你知道吗 怕你会更难受 母亲亲冷恨一声 扭头不理她了 凤青阳赶紧又给她赔礼 好半天才哄好了 这时候 他们已经是在无尽海的上方 飞了很久了 还要多远 母亲亲觉得 已经飞了很久了 快了 你别着急 这会儿要是遇到什么事情 你一切也保护自己为重 这里是不是还挺危险的 看是无尽海的是个老家伙 不好对付呢 混账小子 你是不是在骂老子 一个声音从头顶响起 苍老却浑厚有力 母亲亲一听 就知道此人不简单 哟 老爷子 您在呢 我给您老带了好酒 要不要出来尝一尝 一个老者 从虚空之中 渐渐浮现在 母亲亲他们的面前 那老者 身穿灰色长袍 一把长胡须 白眉白发 看起来 和他想象中的 老神仙差不多 自眉善目 并不像什么坏人 而且 通过凤青阳 对他的态度看来 此人也不是什么凶神恶煞 哼 臭小子 你八成又是有事 叫来 打扰我吧 老神仙倒是 傲娇得很 可眼神只往 母亲亲身上飘 显然很好奇 母亲亲的身份 老爷子 这位 就是我给您提过的 我家娘子 亲亲 快见过龙老爷子 母亲亲忙起身 行了礼 龙老 您老安好 你小子好福气呀 娶了这么漂亮的 小媳妇 难怪你念念不忘的 龙老爷子 捋着胡须 笑眯眯地 看着凤青阳 身后从血口里 掏了掏 拿出了一枚 红色的 如同烟桃一样的 小果子 丢给了母亲亲 不知道你要来 也没准备 什么见面礼 这果子 你拿去吃吧 母亲亲忙接过来 看了看凤青阳 这可是好东西 老爷子的东西 可都是好宝贝 凤青阳笑着 让母亲亲收了 母亲亲忙谢过了 龙老爷子 龙老爷子笑呵呵地 问凤青阳 你这次来 肯定是有事吧 之前让你小子 陪我过一段日子 你也不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67集 我是来找我儿子的 老爷子 这事儿 您可要帮帮忙 我家那个小子 不懂事 惹了祸 被人关进了 海底监狱 你可要通融一下 将他还给我们 我们夫妻 肯定会严加管教 必然不会让他 再互作非为了 凤青阳显得 一场客气 龙老爷子 皱皱眉头 你儿子 长什么样子 怎么会被 关进海底监狱的 长得像我 那个小子 才不到三岁 但是已经有 十四五岁的模样了 这倒是奇怪 三岁的娃娃 怎么会长得 十四五岁的模样 他天赋异比 是天生圣体 将有这样的事情 圣体 那可是已经消失了 数万年了 竟然又出现了吗 龙老爷子 有一些激动的问 凤青阳点点头 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儿子 的确是天生圣体 可惜这几年 没有人引导他修炼 否则 应该是远超 现在的实力 不过也好在 他的实力受限 要不然 他的无法无天的性质 都不要惹下 更大的祸 既然这样 那赶紧跟我一块去看看吧 要是真的是天生圣体 那你可别跟我争 这小子我受了 龙老爷子 唯恐自己开口晚了 会被凤青阳拒绝 这孩子现在心信不定 我怕给你惹麻烦 得管教好了才行 都怪那会儿 我没有陪在青青身边 那个孩子被投送到了秀罗城 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事情 就变成了夺宝大道 应该怪我 没有保护好他 他是被迫进入秀罗岛的 而我那个时候 又因故失忆了 没能及时来找他 都别说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这孩子还小 还来得及 咱们下去 龙老爷子一挥一袖 胡静海忽然从中间分开 一条路出现在众人面前 穆青青不得不感叹 这老爷子的能力 走吧 从这里下去比较近 风气阳和穆青青 跟着老爷子 一路来到了海底监狱 一进去就听到 令人不安的吼声 又大笑的 又叫骂的 还有神神叨叨 风言风语的 穆青青看了 直皱眉头 这些都是一些小贼 别理他们 都给我闭嘴 要是饶了我的客人 可没你们好果子吃 老爷子一句话 就像那些人 都彻底没了声音 老爷子 您威风依旧啊 话说 您这么大能耐 为什么要来 看守海底监狱呢 以您老的本事 就算做修罗岛的主人 也是不成问题 何必让那金武狠心霸道 臣霸修罗岛 我老了 没那个心思了 再说了 海底监狱都关着浑世魔王 要是没人 震得住他们 逃出去了 哪不知道 要把修罗岛 祸害成什么样 风语阳点头 忍不住露出 重敬的神情 老爷子 这就是我 最佩服您的一点了 以天下为己任 实在是大意 你小子少拍马屁 我可不是你那一套 你欠我的酒 可要如数烦我 龙老爷子半开玩笑道 风轻扬也哈哈大笑起来 您放心 少不了您的 一路往前走 墨青青发现里面 竟然比外面要安静得多 有些单独关押在此的犯人 居住环境还挺好 他们竟然在这里过起了悠闲的日子 甚至还有悠闲聚在一起喝茶下棋的 这里倒不像是监狱了 这些可都是监狱里的老人了 管在这里少说也有几千年 资格老了 也不闹事 就可以放松一点 原来如此 那他们要是逃狱怎么办 逃不了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特殊枷锁 被封印了林立 想从海底逃出去可没有那么简单 一不小心 反而会成为海兽的口粮 刚刚要不是龙老给咱们开路 要下来海底监狱 还得跟海兽斗智斗勇 杀出一条血路来 原来如此 难怪这些人几千年都被关在这里 时间久了 你让他们出去都不肯了 这里虽然没有自由 但都是在一块出了几千年的熟人 比外面打打杀杀的日子 还好过多了 有吃有喝的 比什么不强 母亲亲看那些人的状态 也发现了这一点 全部悠闲得很 各得其乐 再往里面走 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看到母亲亲毛骨悚然 他们走在一条狭窄的桥上 桥下面是烈火燃烧 久久不绝 幸好他自己就是火系灵力 虽然不在乎这灼热的温度 但两边牢房里困着的犯人就惨了 一个个受古灵循 蠢干舌燥 皮肤也呈现出被烤焦的状态 虽然都没死 但看着就跟干尸差不多 他们还活着 母亲亲小心翼翼地问龙老 活着 不必同情他们 这些都是穷凶极恶之徒 如果你知道 他们从前在外面都干了什么 或许还会嫌他们受的惩罚不够呢 这里可没有冤狱 龙老针手的海底监狱里 会按照他们所犯下罪行的不同 而划分牢法 这些烈火地狱的人 都是罪大恶极之徒 母亲亲点点头也不再多问 只是觉得那些奄奄一息的 如同干尸一样的人 跟鬼似的叫人害怕 不过这里并不大 他们很快拐上楼梯 去到另外一层 这一层要平常得多 也没有什么受过受难的犯人 月儿被关在什么地方 不急 龙老会带我们过去的 龙老带着他们又上了几层楼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 我还要查一查你家 那小子什么时候进来的 被关在什么地方 大宝不算什么大罪 等找到之后 你们就交给我 我来引导他向善 母亲亲和凤青阳相识一笑 知道老爷子 铁钉是想要收下孕儿做徒弟 母亲亲悄悄地问 这老爷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看上去就像是世外高人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鸭 第1568集 何止是世外高人 那是高人中的高人 你猜他今年高寿 凤青阳笑着问 这神仙一样的人 肯定早就上万岁了吧 母亲亲猜测 这修正界的人 你还真看不出年纪 他呀 今年八万八千岁 那是所剩无几的老古董了 从古时期就活到现在的人 屈指可数 老头子就是其中之一 要不这海里监狱 能够交给他吗 这么大年纪了 真看不出来 母亲亲虽然料到 他年纪不小 但也没想到这么大 那他现在是什么境界 没人知道 但是我想 秀罗岛也找不出他的对手来 要是他肯受咱们 运儿当徒弟 那可是小子的造化了 你怎么和他认识的 我看他对你印象还不错 何止是不错呢 我能成为灵店的主人 还是多个老爷子帮忙 当时 我不是差点死在了叶瑶手里吗 浑浑噩噩的 就飘到了无尽海附近 遇到了他 当时老爷子正在海边钓鱼玩呢 大约也是有缘分 他看到了我 我也看到了他 他说 我很像他认识了一个小辈 便跟我聊了起来 你像他认识的小辈 是谁啊 我估摸着 他说的应该是玄境的父亲 也就是当年的魔君 我和玄境长得倒是不像 可是老爷子说 我和当年的魔君 有七八分相似 还有这样的事 真是奇怪了 后来呢 后来我们就聊起来了呗 他也听说了我的遭遇 说跟我有缘 就指点了我一番 让我进了全天秘境中修炼 全天秘境里 一日可抵世上千年 我在里面住了七七四十九天 如同在世上修炼了四万九千年 要不是如此 哪能有今日之造化 要成为灵殿的主人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些灵体也个个不凡 怎会屈居人下 我今今听了凤沁阳的经历 真正的是羡慕了 你怎么那么好运啊 人比人气死人 你不知道 我吞了一颗灵珠 都差点被人炖了吃 唉 沐浅浅遇过无泪 她过的是什么日子 而凤沁阳随随便便 就能够遇到这种老神仙点化 谁敢顿了你 你告诉我 相公替你出气去 不用了 本来我吞了她的灵丹 也是我不对 虽然我不是故意的 而且因为灵珠的作用 我的实力才大为精进 也算是占了人家的便宜 而且她也没有得逞嘛 我不在的日子 你是不是受了好多苦 凤沁阳想到这 就开始心疼 她真的不敢离开 沐浅浅太久 让她离开自己 单独去天原 似乎是最大的错误 要不 他们也不至于分开 沐浅浅反而笑了 那些苦度不算什么 最苦的事和你 还有孕儿分开了 见不到你们 不知道你们是否安好 整日牵肠挂肚 才真正是苦不堪言 现在好了 知道你们都好好的 还遇到了很好的事情 便安心了 沐浅浅总是容易知足的 两人正说着话 龙老爷子就来了 脸色有一些不太好 老爷子 怎么了 是不是月儿出事了 龙老爷子叹了一口气 你们到底养了个 什么小魔王 这浑小子竟然逃狱了 啊 不是说海底监狱逃出去 是不可能的事吗 他怎么会逃走的 谁知道这小子 到底怎么办到的 他把负责看守 他的小卒子 给弄晕了 然后不见了 老头子有点气急败坏的 沐浅浅看了一眼 风青羊也有点懵了 风青羊脸色沉重 他是从海底走 那一定会遇到很多海兽 这个小子实在是太混账了 不怕死吗 会不会有危险 月儿还活着吗 沐浅浅紧张极了 下意识地想要抓住 凤青羊的胳膊 却没有抓到 凤青羊叹了一口气 你先别慌 我们现在就出去找 林店的人便不各处 肯定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找到那小子 你要替老头子我出口气 我看守海底监狱这么多年 可没出过这样的事 这小子还真是个浑石魔王 老爷子气呼呼的 可是眼里方明就有一丝笑意 哼 这种小子 每个人好好制止他 将来可不得了 但话说回来 这个本事倒是不错得很 将来肯定比你小子强了 凤青羊听了只是苦笑 老爷子 您现在就别想着 他强不强的问题了 万一这个小子 遇到了强大的海兽 那要保证小命都不容易了 我看这小子 不会轻易被海兽给吃了的 能有本事从这里逃出去 定然有本事对付海兽 你们还是出去找找吧 不知道这会儿 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龙老爷子摇了摇头 凤青羊和沐青青 赶紧告辞离开了海底监狱 青羊 你说月儿怎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就算把他找回来 我也管不了了 这小子简直是个麻烦精 母亲亲又叹了一口气 别这么说 他说不定也在找我们呢 总不能被关在海底监狱 坐以待毙的 可我好怕他继续这么闹下去 会闯大祸 要是真遇到那些可怕的敌人 他要逃不掉怎么办 放心 我们会尽快找到他的 我这就派人出去找 务必尽快找到他 我真的好惦记他 他从我身边离开的时候 才这么点大 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风青羊明白穆青羊的心情 他为了这个儿子 几乎连命都搭进去了 自然比自己更在于孕儿的安危 风青羊又带穆青羊回了灵殿 穆青羊竟然在灵殿里 又见到了段锦绪和唐小葵他们 爹 穆青羊激动得热泪盈眶 像是恍如隔世一般 他终于又和亲人团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1569集 清清 段锦绪比穆青青还要激动 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把穆青青抱在怀里 紧紧地不撒手 好了好了 大家又团聚了 真是太好了 清清 你瘦了这么多 一定吃了好多苦吧 婆婆 沐晶晶又扑进唐小葵的怀里 上你们都被连累了 对不起 婆婆 傻孩子 你平安无事 就是上天保佑 你不知道 我从幻岛回去之后 快要哭瞎了眼睛 我宁可一直陪着你啊 哎呀 你婆婆 才开始告诉我 你被人带去了什么幻岛 我还以为 她发了疯呢 哎呀 以为这一辈子 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了 母亲金又是笑又是哭 上天真是带我哺哺 又把你们带到了我身边 以后我们一家人 再也不要分开了 清清 清清 雪女和秋月也来了 一个个都看着她笑 秋月身边站着荣出 雪女身后跟着断飞夜 莫金金觉得 这一切美好的 就像是在梦里似的 听说飞雨和飞白也来了 他们现在在哪呢 荣出没告诉他们吗 在施衣城 我让他们在那里等着 有了你们的消息 再通知他们呢 我一时都给忘了 那赶紧给他们送消息过去 让他们一起来这里团聚吧 已经派人去了 放心吧 很快他们就会来的 这里现在很安全 你们可以放心在这里住下来 清阳 断锦旭看到 凤清阳的样子不对劲 凤清阳冲着 断锦旭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莫金金对断锦旭道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爹 他现在是灵体 没有身体 莫金金不得 不对他们解释了一遍 凤清阳成为灵体的事情 断锦旭唏嘘 清阳也受苦了 以后 就都这样了吗 总有办法能够恢复的 就算真的只是这样了 那也没办法 好在他还在呢 岳父大人 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 的确会委屈清阳 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照顾好清阳母子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清阳和你经历了这么多事 哪儿都能因为你现在遇到了麻烦 就有嫌弃你的道理呢 我这也是为你担心 总盼着你好 你可别误会啊 端锦旭虽然心疼沐清清 但也真心地疼爱 冯清阳这个女婿的 就是 你们小两口好 比什么不重要 我们做长辈的 可不跟着瞎参合 只要清清乐意 她幸福就是最好的 更何况 清阳对清清的一片真心 我们有目共睹 你们肯定能够度过难关 唐小葵笑着打破了 沉重的气氛 婆婆说的有道理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爹和婆婆不就是吗 都死过一回了 还能起死回生 说明没有不可能的事 那可不 当时真以为死定了 现在回想起来 仍旧觉得不可思议 又活过来了 还能和你们团聚 唐小葵感慨着 这几年来的遭遇 依然觉得太不真实 爹 让你也跟着受苦担心 是我不孝 说什么傻话呢 也没有保护好你 已经够亏心的了 还让你救我 好了 都别说这些不高兴的了 清清 我别的也都不关心 就想知道 咱们家孕儿 如今在哪呢 唐小葵 看着沐清清 沐清清 脸色一下子就僵住了 孕儿 孕儿没事 这个小子 现在满世界乱跑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正在联系他 让他赶紧回来 看你们二郎呢 这样啊 那孕儿现在好不好 他才那么点大 就到处乱跑 你们也真放心 唐小葵有点失望 但同时 又知道 孕儿那孩子 天生就是个 闲不住的心子 在他怀里抱着的时候 就常常喜欢到处爬 如今能够走了 还不得满世界的 撒野去吗 想起和孕儿 分离的场面 唐小葵就揪心不已 母亲轻叹了一口气 不放心也没办法 没办法 男孩子嘛 总要让他历练历练 更何况孕儿 他和普通孩子不一样 活泼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更需要让他多重重 才能有所成长 凤青阳显然是 不想说出 孕儿现在的现况 段锦绪轻轻推了一下 唐小葵 就是 你别操心那么多 都知道你疼孕儿 他们做父母的 能不比你心疼吗 这也是为了孕儿好 该让他们出去 好好锻炼锻炼 将来呀 还有大出息 说的是 可论起来 孕儿今年还不满三岁呢 她从小身体单薄 谁想到 她竟是什么圣体 我倒是宁可她 普普通通的长大 不必受那些苦 哎 你这思想就不对了 富人之见 男孩子要长大的 将来呀 要顶天立地 你不能一直 把她当小奶娃看 她既然 有这样的特殊体质 那是多少人 求之不得的 也不能让她 虚度时光啊 白白浪费了 上天的馈赠 就你有见识 你是不知道疼孩子 婆婆 爹 你们也不要互相埋怨了 这不是已经派人 去喊孕儿回来了吗 保证你们见得到 这么一说 段锦绪和滕小葵 都不说话了 等将他们都安顿好了 沐清清和凤青阳 才松了一口气 这可怎么办 还没有孕儿的下落 回头婆婆和我爹 再问起来 咱们如何交代呢 放心 肯定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之前在海底监狱 都被我找到了 这一次 难道她还能 跑到天上去 但愿如此吧 这混小子 等我抓到她 要打她的屁股 沐清清操心的 咬牙切齿 其实心里 还是惦记得不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鸭 第1570集 凤沈阳笑着道 怕你见到她 就不这么说了 我可不认为 就婆婆一个人 心疼婴儿 我心疼她归心疼 但该严厉的时候 就得严厉 我可不是那种 多败儿的慈母 墨金金一阵言辞地 为自己争辩 凤沈阳只是看着她笑 你不信啊 信 你说什么我都信 我只是期待着 一家子团聚的日子 分开太久了 这的团聚真是不容易 现在就差婴儿了 凤沈阳满是感动 墨金金被她这么一说 也红了眼睛 是啊 一家团聚真不容易 只是我一直只能保持 这样的状态 凤沈阳依然很介意 自己的灵体状态 沈阳 不是说好了吗 不许再提了 就算只能这样 我也不介意的 再说了 肯定有办法让你恢复 灵体和魂魄不一样 你可以让岳父 带让他们死而复生 魂魄归体 可我却不能 我连我自己的肉身 都找不到了 凤沈阳叹了一口气 我惊奇目光坚定 就算永远都这样 又如何呢 我想要拥抱你 触碰你 亲吻你 想要实实在在地 陪伴你 多么平常的事情 对我来说 却如此困难 亲亲 我 我不想这样 凤沈阳紧紧拽着拳头 无论沐清清是否介意 她是一定会介意的 甚至会为此耿耿于怀 沐清清看着凤沈阳痛苦的样子 其实内心何尝不感到心疼和无助 沈阳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见到你就已经很知足了 没有更多的奢望 拥抱你 触碰你 自然也是我心所愿 可如果做不到 能够看见你 听见你 也足以了 沐清清是真的这样想的 她知足得很 风枪伸出手 准备碰触沐清清的一瞬间 又收了回来 清清 你先休息吧 我去安排一下找婴儿的时间 过一会儿再回来 好 那我等你 沐清清温柔地看着她 你先休息 不用等我 你这些天累坏了 早点睡 我又不会跑了 行不行 那好 我先休息 你也要早点回来哦 风枪阳点头出去了 沐清清躺下来 很快就睡过去 可是睡得并不踏实 她做了噩梦 梦到了叶瑶又来找她 如同甩不掉的厉鬼一般 把她吓得又惊醒过来 风枪阳还没有回来 她便只能够等着 这林甸看上去 像是普通的宫殿 可是沐清清却知道 这里如同迷宫一样 也不小心 就会在这里失去方向 她也不想到处乱跑 就躺在那儿等着 等了好久 风枪阳才从外面回来 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 等你呢 怎么样 都安排好了吗 人都已经出去了 肯定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风枪阳点头 也在沐清清身边躺下 沐清清听了 也放了心 觉得事交给风枪阳 肯定会解决 青阳 等月儿回来了 我们就该想办法 回去了吧 我好想念师父了 不知道他如今好不好 沐清清想念 在天原的燕无悔了 他肯定好得很 你倒是不必忌惯 跟喜气数在一块 他哪有不好的 我们回去了 就先去天原 你说我们能活那么久 到时候是不是身边的人 都会接二连三地离开 那到时候该多难受啊 沐清清忍不住担忧 风枪阳笑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把每个人都变成长生不老 如果有办法的话 对了 我可以炼制丹药啊 我倒是想起来 有一个丹方 绝对能够延年益寿 久了不敢说 让他们多活上千年 是没有问题的 哦 我记得了 你像火系灵力 能够炼制神品弹药 那倒是可以谢谢 嗯 就这么定了 不过这些天才地宝 都很难收集 估计要耗费不少时间呢 你只管告诉我 需要什么 我肯定给你收了起来 青瑶 为什么我觉得 你总是这样可靠呢 沐清清满脸都是甜蜜 风枪阳习惯性地 想捏她的鼻子 但这一次却落空了 这种感觉 总让她心里跟着一空 沐清清明显感觉到 风枪阳的眼里 浮现了一抹 落寞的情绪 可沐清清知道 她必须要学会 调整自己的心情 总不能一直介意 这种无法触碰 对方的事情 如果改变不了 只能接受和适应 沐清清自己并不介意 但她知道 风枪一时半会儿 还没有办法 做到泰然处置 要不 她也不会憋着那么久 不肯来找她 要不是她当时 遇到了生命危险 估计她依然 还只是远远地跟着 绝不肯靠近 她一直是非常自傲的人 如今变成这样 对她而言 铁定是非常大的打击 沐清清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陪着她 不离不弃 在林殿 没留几天 孕儿的消息就找到了 沐清清知道 她在哪儿的一刻 就懵了 你说什么 她去了修罗城 现在就在那里呢 我们得尽快赶过去 免得她又跑了 她怎么跑去修罗城了 沐清清实在想不通 她会不会是去找你的 你之前不是住在修罗城 还和修罗七杀关系很好吗 很可能是了 看来月儿还算有良心 知道去找我 走 我们这就去接她 嗯 飞车已经套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 先别告诉岳父答案她们 给她们一个惊喜 沐清清也赞同 两人偷偷离开了林殿 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往修罗城 沐清清离开的时候 洛洛还很伤心 沐清清此时 不只是想见到云儿 也想要和洛洛她们 分享自己的喜悦 她们总算一家可以团聚了 抵达修罗城的时候 沐清清才傻眼了 修罗城那七座相连的城堡 被破坏得很厉害 像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殃 第1571集 怎么回事啊 不会是修罗七煞的仇家 找上门来了吧 沐清清心中担忧 赶紧去找洛洛 她一出现 差点就被千水给打了 怎么是你 千水愣了一下 幸好我收得及时 要不该把你打伤了 怎么回事 你们家怎么变成这样了 说起来都生气 一个混账小子 也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 跑来我们这儿连到市 关键那小子滑溜得很 总是偷袭 打完了就跑 但我们以为她不来了 她就又过来捣乱 千水气得 脸都快歪了 这会儿千人和洛洛 也出来了 姐姐 洛洛激动不已 呼进了 沐清清的怀里 姐姐 你来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太好了 你终于没事了 沐清清也紧紧抱着洛洛 是啊 我没事了 我找到我的夫君了 她没有死 那个之前一直偷偷跟着我们的人 就是她 是吗 那她怎么还舍得让你千尝寡度为她担心呢 父亲洋出现在沐清清身边 傻笑了一下说自己是傻瓜 可不就是傻瓜吗 这事儿我回头再跟你们慢慢说 先说说你们家的事儿吧 到底是谁敢在修罗城捣乱 洛洛一提起来就直接跳脚 姐姐 真是气死我了 就是一个毁小子 他不仅来倒了 洛洛的脸刷得就红了 千人也阴沉着脸 上午抓住那小子 我非得扒了他的皮不可 千水哼了一声 咬牙切齿 何止要扒皮 还得抽筋 竟然敢欺负我们家洛洛 我都没舍得欺负呢 沐清清和凤几阳听的秘密相许 到底是谁啊 洛洛 你跟我说 他怎么欺负你了 也不知道是谁 我没看见他长得什么样子 每次来也都蒙着脸 装神弄鬼的 但他总是半夜偷偷跑到我的城堡里去 喊 喊嘟嘟亲我 洛洛脸红的跟天上的晚霞似的 沐清清目瞪口呆 这家伙也太无耻了吧 洛洛还是个小姑娘呢 这种人 真该抓起来好好折磨 洛洛 你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替你抓到他 风轻阳咳嗽两声 或许 或许那个小子 是喜欢上洛洛姑娘了 我才不要他喜欢呢 洛洛脸愈发红了 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里 光彩招人 沐清清看着风轻阳 风轻阳正对着他使眼色 示意他不要说话 沐清清一头雾水 既然清清姑娘和你的夫君来了 那就先进家再说话吧 不要在这里站着了 千润反应过来 忙紧凤清阳和沐清清进屋去 进了千润的城堡 沐清清又一一为 凤清阳介绍了洛洛的几个哥哥 其中有两个沐清清 也是第一次见 千水打量了一下凤清阳 问他是灵殿的人吗 好眼力 听说灵殿前段日子一主了 阁下的实力深不可测 在灵殿的地位一定不低吧 他就是灵殿的新主人 清清姐姐 那你夫君好厉害呀 洛洛也听沐清清高兴 沐清清朝凤清阳温柔一笑 是啊 他一直都这么厉害的 运气罢了 不说这些了 你们快给我讲讲 那个来西罗城捣乱的家伙吧 他是不是你们家的仇人啊 不是 我们不认识他 既然不是寻仇 为何要在这里纠缠不休呢 这就不知道了 他似乎一直留在附近 但我们找了很久 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这小子很会隐藏 算了 清清姑娘好不容易来一趟 就不必为这样的小事操心了 你能够和夫君重聚 写示一桩喜事 我们可得好好恭喜你呢 仙人笑着转移话题 于是大家又开始问沐清清 和凤清阳的事 才知道沐清清 报了必死的决心去报仇 却被自家夫君救了 众人听了 继为沐清清感到高兴 又觉得这事有点惊险 说起来都怪我 一直犹豫不决 要不也不至于 让清清说那么多的苦 总归结果是好的 凤兄 以后可要好好带清清姑娘了 她为了你 真正是连命都不要的 凤清阳含情默默地 看了一眼沐清清 那子 我这一生都不会辜负她 她之前还误会 千水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沐清清忍不住言语她 千水哈哈大笑起来 吹着自己的鼻子 我吗 凤兄 您可真是太多心了 清清姑娘性格虽然好 人也善良 可惜啊 我还是更喜欢精致漂亮的小女子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难道清清姐姐不好看吗 不不不 好看倒也好看 只是太疏于打扮 你瞧瞧 都跟夫君一起出门了 穿得还是这样随意 千水画里画外 都挺嫌弃 穆清清的样子 洛洛做了个鬼脸 你那奇葩神美 谁能说得了 清清姐姐 打扮得这么得体 多好呀 就你眼睛不好 众人一阵哄笑 凤清阳也为穆清清 能够在这 结交到真正的朋友 而感到高兴 千人 又亲自下厨去 做了一桌 丰盛的晚餐 招待穆清清和凤清阳 众人饮酒谈笑 时间过得也很快 穆清清好几次 要提韵儿的事情 都被凤清阳给制止了 直到凤清阳和他 单独在一块 穆清清才问 你为什么不让我 问韵儿的事情 我怀疑 那个来这里捣乱的小子 就是咱们家的韵儿 凤清阳也很无奈 穆清清 差点一口气没倒腾上来 把自己给呛着了 咳嗽了好半天 才缓过来 你 你说真的 不是他能够是谁 我打探他 他最近就在修罗尘 而且通过他们的描述 应该就是云儿了 这个混小子 就知道闯祸 穆清清欲哭无泪 要真是他 我可怎么给千人交代 他是把洛洛当心肝宝贝疼的 月儿要是欺负了洛洛 我真是没脸见人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七十二集 凤青阳拍了拍他 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 咱们理亏 先把云儿找出来 然后再好好地 给千家兄妹道歉吧 我真是要头疼死了 原来找不到他下落的时候 担惊受怕 如今知道他在这里了 还是担惊受怕 母亲亲终于知道 养儿一百岁 常有九十九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了 无论如何 都不能姑息他 越发不像样了 怎么好这样乱来呢 洛洛虽然年纪比他大了数千岁 可还是小孩子新兴呢 很多时候 他把洛洛当成了小闺女一般看待 尤其是那段时间 他陪着自己到处找云儿时 他把对云儿的思念和爱 都投在了洛洛身上 到时候就交给我 你要是心疼 就在一旁看着 我定好好教训他一段 母亲亲认真的点头 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心软 否则放任下去 不知道孕儿会变成什么样的混世魔王 福吉尔人站在商议着怎么教儿子 那边就听到洛洛生气的叫骂声 紧接着是拼铃啪啪的打斗声 母亲亲赶紧地和凤青阳冲过去 只见洛洛穿着一身黑色的睡裙 正在追逐一个黑衣人 母亲亲和凤青阳见情心不对 两人互相对了一眼 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赶紧分头行动 洛洛 母亲亲先去追洛洛 凤青阳却悄然布下一道无形的网 让那黑衣人再也无处可逃 混账小子还不快快投降 千任他们也出现了 将这里四面八方都给围住了 母亲亲和洛洛站在一处生气道 凤天月还不乖乖过来挨打 那黑衣人身心一顿 接着就被凤青阳一阵黑色雾气套住了手脚 跌落在地上 千家兄妹也围了上来 娘亲 孕儿的面具被打落 露出一张完美集合了凤青阳和穆青青优点的脸 落落一愣 然后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 混小子 看我不打死你 母亲亲生气极了 上前就对着孕儿一顿的披头盖脸的揍 凤青阳也不管就看着 母亲亲打着打着就哭了起来 你怎么能这样呢 就算娘亲把你弄丢了 没有好好教导你 可是你也不能胡作非为啊 娘不是跟你说过 一定会来找你的吗 你为什么要到处惹是生非 还做坏事 众人傻眼了 凤兄 这 这就是你们的儿子 看长相也明白了 显而易见 千水也不得不承认 这小子长得有七成像凤青阳 三成像木青青 而且集合了二人所有的优点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如此清俊的少年还是难得一见 连一向自负美貌的千水也不得不承认 这小子比自己还强几分 千人皱眉 夜时间有一些为难起来 他和凤青阳一见如故 又和木青青关系很好 可他们的儿子 却是近日来 少得修罗成鸡犬不宁的祸首 更令他生气的是 这小子还敢偷偷跑去欺负他的宝贝妹妹 该如何解决呢 千人心中惆怅得很 韵儿 也被木青青打了 也不还手 只默默地挨打 还小心翼翼地开口提醒 娘 您要不换个方法打我 这样怕您的手疼 你还晓得我手疼 可你怎么不知道我心疼呢 你究竟是发了什么魂 要做坏事 我 我没有 云儿底气不足地辩解了一句 偷偷看了一眼洛洛 洛洛领一红又瞪她 云儿见洛洛瞪着自己 竟还朝她笑了一下 然后又吐吐舌头 一点也不觉得亏心 木青青见了 立刻打了她一巴掌 没礼貌 凤天月 我警告你 要是你还认我这个娘亲 就立刻给洛洛道歉 态度一定要诚恳 道歉一定要真诚 听到没有 臭小子 洛洛插着腰狠狠两声 不见娇恨 求我几分娇真可爱 云儿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 恭敬的作音 给姑娘道歉 是我放肆了 但我发誓 我一开始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是意外 我是来找我娘的 我以为 是你们把我娘给藏起来了 就想先潜入你们家搜查一番 哪知道 被你们撞见了 就算是来找我的 为什么要破坏人家的房子 娘 当时他们不听我解释 非要大打出手 我也是处于自保起见 不小心才打破了他们的房子 我也很无奈啊 你打破人家房子还有理了 还有 他们说你欺负洛洛 可是事实 不是 当时我碰到他了 我怕惊动他的哥哥们 就希望他别声张 但是他跟我打起来 那 我只好给他下了个定身咒 让他不能动他 没想到他就大声叫 他们哥哥赶来 我想躲开 结果脚下滑了一下 摔在他身上了 结果他们进来就以为 我在欺负他 然后 婴儿撇撇嘴 摸着脑袋 感觉很是无奈 母亲亲看了看洛洛 洛洛 他说的是实话吗 你告诉我 要是他敢撒谎 我就狠狠教训他 洛洛露出不自在的神情 然后扭泥道 但是 但是他听到我了 洛洛脸爆红 母亲亲 亦是有一点不知所措 婴儿看起来像是 十五六岁的少年模样 但他其实还不到三岁 我应该跟你说过吧 云儿他体质特殊 虽然看起来已经这么大了 但是只不到三岁哦 所以我想 他应该不是有意要轻薄你 但是他还是做错了 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 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娘亲 我来找他就是为了告诉他 我想好了 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敢当 我一定会负责的 云儿一脸震惊 丝毫不像是在开玩笑 母亲亲和众人都懵了 看着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73集 臭小子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对你负责 虽然 虽然 你还小 但是 我们可以先定亲吗 等你长大了 我就娶你当媳妇 嘿嘿 我保证 我会对你好的 就像我爹 对我娘一样好 众人再度傻眼 尤其是母亲亲 婚人有种自己 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她无错地看着 凤亲羊向她求助 凤亲羊对她 微微摇头 示意她别说话 落落脸红的 像是被火灼伤了似的 一看这么多人在 更加的羞窘了 混账小子 快跟着说话 占我便宜 看我不打你 说着 就举起拳头 朝着孕儿打过去 千任看着母亲亲 这 该怎么办 母亲亲 一脸的无措 千任大哥 真是抱歉 这小子我没有管教好 给你们添乱了 不管你们提出 什么样的要求 我都会努力做到的 但求你们饶他一命 既然是你的儿子 我们也不可能 真的杀了他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还是误会一场 千任还是 给母亲亲面子的 只是 他刚刚的话 这 我也料想不到 他其实真的 才三岁而已 母亲亲比了个三字 哈哈哈哈 真有趣 洛洛已经三千岁了 看上去只有十多岁 而这个孩子三岁 看上去也有十几岁 这算不算是 另类的缘分 千水粉儿笑起来 母亲亲可笑不出来 他只记得 自己还把 是小婴儿的孕儿 抱在怀里的画面 一转眼 他就长得这样大了 变成了挺拔俊朗的少年 如今还提出要娶媳妇 这让他真的 有一点崩溃 孕儿和 洛洛就在那里追逐着 但看起来 就是孕儿一直在逗洛洛玩 他分明 可以轻易地 躲开洛洛的攻击 但每次故意 都让他达到一点 又不会真的伤到自己 这种分寸可不好掌握 洛洛毕竟实力非凡 不是普通的小女孩 凤青阳在夜旁看着 微微露出笑意 然后道 而大不由娘 亲亲 你要早点学会接受这一点 也太早了吧 明明才生下来三年而已 谁让这孩子天赋一笔 而且又离开了咱们这么久 在外面一个人闯荡 自然要比其他孩子懂得多 也更承受一些 凤青阳倒是能够理解孕儿的变化 千人皱着眉头 眼里也写满了担忧 大哥 你觉得这门亲事怎么样 千水戳了戳千人的胳膊 胡闹 洛洛还是个孩子 而且他一直都长不大 你又不是不明白 千人担忧的正是这一点 要是他们能够互相均衡一下就好了 那孩子长得太快 洛洛又 我津津听了千水的话 也同样心疼洛洛 其实如果不看年纪 他们现在这样 可不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吗 只可惜 我们家洛洛太可怜了 是啊 洛洛太可怜了 其实以他们的修为 几千年也不过是短暂的差距 只是洛洛 洛洛姑娘到底怎么了 洛洛身上有一种叫做梦衍的魔物 被封印在她的身上 与她共生 洛洛要是长大的话 梦衍也会随之变强 最后会吞噬洛洛的意志 那样洛洛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洛洛必须维持现在的样子 母亲亲越说越觉得洛洛可怜 凤其阳终于明白 一个几千岁的姑娘 为什么看起来也就十多岁 看着还没有孕儿现在大 所以只要除掉梦衍 我就能够长大了 说得轻巧 难得很啊 要是有办法除掉梦衍 我们肯定早就救洛洛了 我们家洛洛为了争梦言 受了多少委屈和心酸呢 说得也是 肯定不容易 修罗七杀在修罗岛的能耐之大 连我都听说过 如果连你们都没有办法解决 一般来说 就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还用你说吗 哎 洛洛 你别追她了 那小子滑头得很 她实力远在你之上 逗你玩呢 救你管啊 我今天一定要逮到她 那你逮吧 我回去睡觉了 千水伸了个懒腰 确定孕儿不是坏人 不是真的欺负洛洛之后 她就表示不掺和了 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千任也喊道 洛洛 不闹了 既然她是青青姑娘的孩子 也没给咱们造成多大的影响 就算了吧 怎么能算了 她刚刚还要占我便宜 说要娶我 我可比她大了几千岁呢 她竟然敢这样说 你也知道她小 不懂事 你就让让她呗 我才不让她呢 她是个混小子 欺负我 我没有欺负你啊 我真的要对你负责的 我怎么敢欺负你呢 我爹都不敢欺负我娘的 我也不敢欺负你啊 芸儿现在已经把父母的关系当成自己未来婚姻的标杆 认为她爹对她娘的好就是自己要努力的目标 洛洛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娶你的 闭嘴 不许乱说 洛洛 熏巴巴地吼道 芸儿却还是小咪咪的 好像不在乎她发脾气似的 我已经来看你好几次了 我知道 你不讨厌我 我也喜欢你啊 等你长大 洛洛伸出手就给了芸儿一个耳瓜子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也不想见到你 你走 说完 洛洛就转身跑了 洛洛又发脾气了 不好意思 她不是有意的 我先去 你别去 我去 母亲亲知道 洛洛被芸儿的话戳伤了痛楚才会发脾气 我知道洛洛的心情 我去安抚她就好了 那就拜托你了 母亲亲瞪了一眼 芸儿才去追洛洛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74集 芸儿捂着自己的脸 很无辜地问 爹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只是说 要对她负责 男人不就应该 要有担当 有责任感的吗 风轻扬没有拿出家长姿态 反而笑着道 当年我追求你娘亲的时候 也许经历了许多的艰难险阻 因为我不放弃 坚持不信 最终才能报答美人归 要不 哪来的你这个臭小子 我明白了 原来她是在考验我 爹 你放心 这儿媳妇 我一定给你追回来 仙人拍了一下 她的脑袋 倒也不重 无奈道 你才多大点 就想着娶媳妇 还想娶我的宝贝妹妹 嵘儿忙给仙人作医 洛洛大哥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争取获得洛洛和您的认可 保证做个好夫君 洛洛跟住我 以后肯定会幸福的 我爹和我娘 也肯定会对她好的 风气阳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尤其是看到千人那一副 疼了什么奇怪东西的表情 凤兄 你还笑得出来 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儿子 可不是吗 破于我当年的风范 千人兄 其实我倒是觉得 洛洛和我家孕儿 颇为般配 要是能够结成邻里 也是一桩好事嘛 嗨 爹 你也觉得很好吗 就是你有点高攀了 人家洛洛可是年少成名 又有这么几个出色的大哥 就你这点能耐 可还差得远呢 爹 你放心 我会好好努力的 不出十年 我一定会唱出一番名堂 到时候 再来跟洛洛正式提亲 你要是像之前一样 到处惹事 那我就劝你别想了 男人在没有遇到 心爱的女孩之前 随便怎么胡闹都可以 可以单下定决心 要保护心爱的姑娘 就要做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要有强大的能力 保护自己的姑娘 那当然了 我肯定不会给爹宁丢脸的 更不会让洛洛失望 庸儿一副早已经做好 一切准备的样子 千任看着这对父子 无奈地摇了摇头 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们父子俩还真是热乎得很 八字有没有一撇 还要看千任兄你的意思了 我是没有意见的 反正是我们家臭小子 占了便宜 洛洛姑娘长得可爱漂亮 性子活泼又善良 真是不可夺得的好姑娘 这事我可不能随便做主 还要看我家洛洛的意思 再有 洛洛她的问题你也知道了 洛洛什么问题 就是凶了一点而已 我不怕的 刚刚挨了人家一巴掌 还不知道 不知道 洛洛长不大 也就是说 未来很有可能 她会一直是这个样子 而你是会很快长成一个 成年人的样子 她却和你恰好相反 对了 臭小子 你是不是长得太快了 哦 可以放慢的 我希望早点长大嘛 就没有控制 等成年以后 我就可以让肉身停止生长了 不过 洛洛是什么问题啊 她身上封印了孟宴 你听说过吗 上古模 孟宴 没想到 孟宴竟然在洛洛身上 难怪她让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你怎么会对孟宴熟悉的 你小子的年纪才这么点 不可能知道孟宴啊 其实 所谓的孟宴 只是统称 上古有两头五星的魔物 一头叫孟 一头叫野 二者结伴而生 所以被巫认为是一种魔物 其实 孟和野应该是两个独立的 哎 恰好 前段日子 我抓到了孟 孟儿说出了令千人 无比震惊的话 她一把抓住了孟儿的肩头 你抓到了孟 哦 是啊 也是机缘巧合吧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盯上我 不过 她似乎刚从沉睡中醒来 力量还没有恢复 但光是那样 要制服她已经很难了 我也费了不少力气呢 险些也被她给提升了 天 太好了 太好了 千人激动地浑身颤抖起来 千人兄 你怎么了 风轻扬不解地问 千人脸上因为激动而泛着潮红 她似乎有一点不冷静 我需要冷静一下 抱歉 风轻扬看出来了 千人激动过头了 可是千人的脸色很快又变了 她看着孕儿 手紧握了一下 最终垂头丧气 我需要再好好想想 你们 你们先休息吧 我回去了 千人一句话也没有解释 就离开了 留下父子二人面面相去 爷 洛洛的大哥 怎么了 一惊一扎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应该是和你抓到的梦有关 或者说 与解除印有关 你是说 我身上的梦 可以帮洛洛解开眼的魔咒 八九不离十 不过具体操作嘛 不得而知 可以从千人的表现看来 她应该是知道的 只是可能比较难 所以她才会显得这么纠结 风轻扬看上还是很准的 千人的心思都被她猜透了 又要认真思考片刻 如果能帮到洛洛 我愿意交出梦 虽然费了很大力气才抓到 但一家人嘛 也没什么不舍得的 你这臭小子 从哪儿学来的 小小年纪就知道追媳妇了 风轻扬感慨 自己就算十六七岁的时候 可也是很不开窍的 云儿黑黑地笑了几声 嘿嘿 还不是跟爹学的吗 跟老子学的 你胡说八道 咱们俩都失散多久了 再说了 你小时候都是婆婆带的 老子就你这个了 婆婆和娘都有跟我说 我差不多醒着的时候 都听他们在说你的事 娘爷老是跟我回忆你们的过去 唉 想不听都难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鸭 第一项五百七十五集 凤青羊忍不住笑了 你娘那段日子 是不是特别想我 何止特别想你 那简直是 想得快发疯了 白天念叨你 晚上念叨你 做梦也念叨你 凤青羊心情大好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爹我呀 不仅魅力大 而且对媳妇好 要不你娘 能够这么想我 雲儿以头黑线 爹 你差不多一点 你儿子我现在 可还没媳妇呢 落落不理我 还打我 雲儿揉了揉自己的脸 感到追欺诸禄漫漫 凤青羊拍了一下 雲儿的头 雲儿才忽然发现不对劲 爹 你怎么了 雲儿 雲儿看着凤青羊的手 穿过了自己的身体 根本就没有任何被碰触的感觉 凤青羊看了看自己的手 眼神微微有一些落寞 我变成了灵体 雲儿震惊地看着凤青羊 是谁 谁杀了你啊 叶瑶 你认识的 不过你放心 你娘已经为我报仇了 她中了你娘炼制的毒丹 想必是活不长的 可恶 她一直都在派人追寻我的下落 害得我东躲西藏 都不敢正大光明地去找娘亲 就害怕连累娘亲 雲儿还记得 自己被卷入山河图的情形 当时叶瑶分明有机会阻止 可她只是袖手旁观 根本没有打算救自己 幸好山河图连接的是修罗岛 要真是什么可怕的地方 她可就没命再和父母团聚了 看来叶瑶这次的确该死 她最好已经死了 父子 凤青羊眼里杀戮必现 我倒希望她没死 这样我就能亲手解决她 雲儿也咬牙切齿 父子二人久别重逢 有不少话要说 并一起回了房间 穆青羊却还在安抚洛洛 洛洛一直趴在那儿 有气无力也不说话 洛洛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只要不放弃 希望还是会有的 穆青羊想尽办法 说干了唇舌 也不见洛洛有反应 等洛洛回过头看她时 却是一脸的泪 你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已经认命了 我从来都没有任何身亡 也不会期待着做什么人的妻子 甚至是像姐姐一样 有自己的孩子 不对 我不应该恨你姐姐 其实我比你还大 是不是很可笑 不仅身体长不大 心智也还是和十二岁的少女差不多 想要改变也无能为力 遇到难过的事情 就想到躲起来哭鼻子 三千年 从我季舍开始 我就和现在差不多 最多比现在还小一点 我还要等几个三千年呢 我的寿月 还等到那一天吗 洛洛不开口便罢 一开口 就是一连串让穆青青 也不知道如何回答的话 穆青青只是觉得很心疼 洛洛 我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话才能安慰你 你知道吗 在我没有找到月儿的时候 你陪在我身边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你虽然表面上性格别扭 对别人漠不关心 甚至嘴上还不饶人 可你真的很贴心 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那时候 我几乎把对孕儿的思念 都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看着你 就觉得 你像我的孩子一样 所以洛洛 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爱你 你伤心 我们也会跟着伤心 你绝望 我们也会跟着绝望 尤其是你大哥 他比任何人都更在乎 你更心疼你 你怎么舍得让他难过呢 我也不想让他伤心难过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只要我一直都是这样 他就一直会我担心 晴晴晴姐姐 我好想好想摆脱梦魇 我想长大 我想做个正常人 他真的好想好想 我晴晴眼泪刷的落下 一把将洛洛抱在怀里 我保证 我保证 落落的心愿一定会实现的 我们会帮你 只要可以 姐姐不惜一切代价 也会为你摆脱掉梦魇 他终于明白 这魔物为什么要叫做梦魇 它真的就是一场噩梦 缠绕了落落几千年的噩梦 不可能的 永远都不可能的 只是想要成为平常人 也是不可能的 可能的 一定可以的 落落 一定可以的 三千年了 三千年都没有长到更大 要再等多久呢 愿到后面 也是不能长大 或许到死的那一天 也还是小孩子模样 我也想长大呀 想要变成姐姐一样的女人 不想一直这样 不想永远穿可爱的裙子 不想永远被人当成小妹妹 我知道 落落 我都知道 别哭 一定能想到办法的 我们都会帮你 之前落落和哥哥们 不是一直帮我找月儿吗 现在月儿也找到了 接下来 该是我帮落落的时候了 我津津认真地看着落落 去除梦魇 让落落可以恢复自由 想要变成大姑娘 变成漂亮的女人 都可以的 可以吗 可以 要怎么做 虽然 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办法最好 但我们会去 努力寻找最好的办法 一定可以让落落实现梦想 清清姐姐 我是不是让你们都很担心 我知道 这样突然发脾气不好 可是 没关系 大家都能理解你 因为大家都知道 落落不是有意发脾气 只是太难受了 落落擦了擦眼泪 顶点头 我不发脾气了 其实 其实我早就看透了 也不会再随便 为了这样的事伤心 只是 都怪你个混小子 是 都怪他 落落 喜欢我们月儿吗 啊 没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吗 就是没有吗 他只是个小屁孩而已 是哦 就是小屁孩 现在差不多16岁的样子 比落落看着还要大呢 母亲亲耸耸间 表示自己也很不习惯 落落还是哼哼两声 那也是个小屁孩 装大人而已 嗯 说的也是哦 那就先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反正他以后会长大的嘛 落落还可以等等的 母亲亲觉得 落落做自己儿媳妇 也不是不可以的 讨厌 琴琴姐姐 你不能这样欺负我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不敢欺负我们落落 这一晚 母亲亲就陪着落落 住在她的城堡里 第二天才发现 千润一大早 就站在落落城堡前 一脸纠结 像是一夜没有睡过的样子 千润 你怎么不进去啊 母亲亲生了个懒腰 站在楼上看着千润 千润抬起头一脸为难 犹豫了好久 清清姑娘 我可以 跟你单独谈谈吗 母亲亲听了她的话 还以为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便道 好 你等等哈 母亲亲下了楼 千润带着她离开城堡 去了修罗城的荒芜之地 千润 你说吧 千润仿佛下了很大决心 忽然严肃地看着母亲亲 然后扑通一声跪下 哎 千润你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啊 不要闹了 我没有闹 母姑娘 虽然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唐突 也太过无礼了 但是 我想了一夜 还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 我想恳求你 帮你帮洛洛 千润认真严肃的样子 让母亲亲吃惊得好久 都没有办法说话 千润 你不要这样 有话好好说 干嘛要跪下呀 我当然会帮洛洛 洛洛不只是你的妹妹 我也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看待 我求您的这件事 恐怕会让您很为难 本来想去找凤兄的 但是 既想到 才和他刚刚认识 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实在太失礼 也太过分了 所以 才来找你的 到底是什么事 帮洛洛 我当然是愿意的 不需要你恳求我 更用不着下跪这么严重 不 这一跪 我是认真的 欣慰 欣慰刚刚得知 您的儿子他抓到了吗 我仅仅一时没有办法理解 毕竟他没有听到最后那一段话 亲人之后 将前因后果解释了一遍 孟和眼是共生的 这样说 你明白吗 明白了 孟眼其实只是孟和眼 并不是单独的概念 是吗 是 为了救洛洛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查询 怎么救他 其实很早之前 就知道孟和眼是分开的事情了 也知道 唯一可能接触 洛洛身上梦眼的方法 就是找到梦 那不就皆大欢喜了 我立刻让月儿把梦交给你 这样就可以救洛洛了 等等 先任叫停了激动的沐清清 没那么简单 嗯 还要怎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驾王妃 作者 邀蛙子大人 领衔眼波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鸭 除了需要梦之外 还需要一个条件 只是 什么条件 需要九个人组成一个阵法 阵法一旦启动 每个人都不能离开 否则不仅会前功尽弃 还可能导致其他人 凶愿也回不来 那就不离开好了 我算了一下 除了洛洛之外 我们现在刚好九个人 莫清清觉得 这不是什么大事 不 阵法启动之后 我们可能都会遇到 非常凶险的情况 你知道 那是孟严 孟严之所以被称为孟严 大概是因为 他们真的会成为 每个人的噩梦 我们兄弟六哥 自然愿意为洛洛牺牲一切 包括生命 可是我没有资格 教求穆姑娘一家三口 甚至是你的儿子 来为洛洛牺牲 前任面色沉重 可是他太洛洛了 一直在想办法 解除洛洛的痛苦 可是他只有这几个兄弟 还差三人 才能够开启阵法 学医不可 才厚着脸皮来求沐清清 沐姑娘 提出这样的要求 已经很过分了 所以才给你下轨 若果你不同意 我也绝对不会有任何怨言 本来就是不合理的请求 一定会让你为难 很抱歉 前任这种歧视的 给沐清清又鞠了一躬 沐清清听了微微皱眉 没关系的 可以拒绝的 因为本来就是强人所难 前任露出微笑 像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我需要跟我夫君 还有孕儿商议一下 我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我答应过洛洛 会帮他实现长大成人的梦想 所以哪怕有危险也没关系 但是我不能替我的夫君和儿子做决定 希望你能够谅解 真的 千任喜出望外 几乎要感激铁铃 没想到 没想到 沐姑娘这么仗义 我 太感谢了 不知道如何谢你才好 看着千任激动得不知所措 手忙脚乱的样子 沐清清 只有深深地感动 千任真是一个好哥哥 沐清清笑着道 啊 千任茫然地看着沐清清 洛洛有了千任这样的哥哥 才能过得这么幸福吧 这么为他着想 甚至为了他愿意给我下跪 真是 非常非常珍贵的感情 哼 因为只有洛洛这么一个妹妹 而他一出生 就失去了娘亲 父亲很快 也追随娘亲去了 他从来没有父母的爱护 所以 长兄为父 对不对 千水总是喜欢给他做裙子 给他买可爱的东西 学习怎么穿衣打扮 虽然偶尔走偏了 但其实 也是为了洛洛吧 生活在一群男人中间 怕他会不知道 如何做一个女孩子 所以千水一直努力去揣摩女孩子的心思和喜好 亲人点头 笑容里竟是温暖 母亲竟觉得鼻酸 欣慰无比 真好 被人这样爱护 真的太好了 但是依然不够 洛洛需要的不只是哥哥们的爱护 他需要做一个正常人 不应该只是被束缚在修罗城里 他应该有自己的人生 遇到可以相爱的人 求自己的孩子 然后有一天 在儿孙满堂 白发苍苍时 死在自己爱人的身边 哥哥们再好 也是没有办法 给他这样的爱 亲人亲省地爱着自己的妹妹 知道他真正需要什么 也知道他渴望什么 所以拼命地想要给他这一切 为此 哪怕是男人的尊严 也可以完全放下来 给母亲亲下跪的那一刻 他绝对没有丝毫勉强 我知道了 我也会尽量帮忙的 只要孕儿和亲阳也同意 我们随时可以开始 我当然同意了 孕儿从书上跳下来 笑嘻嘻站在俩人面前 不好意思啊 偷听了娘亲和大哥的谈话 落落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一定会帮忙的 孕儿笑起来 颇有一些杂动帅气 母亲亲无奈地笑了 问 小子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了 我们凤家的男人 从来都很认真 从来不会拿感情开玩笑 亲生的脸色稍微有点僵硬 你今年好像才三岁吧 还不算男人 三岁怎么了 我看着也不像三岁小孩啊 大哥 我说 能不能不要用看三岁小孩的眼神 看我 我年龄虽然是三岁 但是因为天生特殊体质 所以即便要说我三千岁 三万岁 也不为过啊 亲人有点接受无能 虽然孕儿的确不像三岁 但一想到她的确只有三岁 还是让她感觉有点怪怪的 首先我要说明 我还没有同意你和洛洛的婚事 让你救洛洛 不是依此为条件的 你明白吗 亲人虽然很想救洛洛 很需要洛洛的帮忙 但依然没有选择说谎 他在没有确认 冤儿有能力对洛洛的人身负责之前 是不会随便拿这种事情做条件的 本着对洛洛和你负责的态度 我认为 还是应该要等到你成年 亲人一向如此严肃 我轻轻咳嗽两声 混小子 听到了没有 洛洛的大哥没有认可你 你可别太自作多情啊 而且你既然听到了 也知道 要救洛洛 势必要面对未知的危险 不是随便玩玩的 危险怕什么 说起来 离开娘之后 我似乎一直都在冒险 被关进海底监狱 也逃出来了 危险对于我而言 就是一种刺激的游戏罢了 你是不怕危险 还是根本就不知死活 娘亲 我已经长大了 不是小孩子了 你不要老是认为 我是三岁好不好 虽然 我成长时间很短 但是脑子也随身体 一起长大了 云儿对沐金金 始终把她当作小孩子 看很不满 沐金金叹了一口气 云儿 我也想把你当成大人看 可是 感情的事情 不能这么随意吧 要对洛洛 和自己的人生负责哦 承诺 是不可以随便给的 否则将来做不到的话 会伤害别人 也会伤害自己 我又不是随便做出的承诺 娘亲为什么认为 我就不是认真的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七十七集 墨金金竟然有点不知如何回答 因为娘亲依然认为 我只有三岁 是吗 好像是这样 可是月儿 你真的懂得 什么是男女之情吗 为什么我不能懂呢 千人看木轻轻 陷入了窘境 忙过来劝道 好了 不要为难你娘亲了 在父母眼里 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不会长大的 哪怕你真的 已经很大很大了 大哥 请您相信我 就算你不相信我 我也会救洛洛 真的决定了吗 可能会遇到危险 没关系 我不怕 我已经决定了 要求洛洛 不惜一切代价 是吧 娘亲 啊 哦 如果是月儿的决定 娘亲会支持的 墨金金点头 月儿高兴地挽住了 墨金金的手 就这么定了吧 哦 很少一人 我爹啊 是啊 灵体也可以吗 没关系的 只要实力足够就可以 这么说 我不同意的话 是不是会被夫人和儿子一起抵制 风气扬 从半空之中缓缓落下 爹 你就帮帮我呗 不能让我媳妇一直长不大呀 那我还怎么成亲 你总不希望这辈子都见不到你儿子成亲的日子吧 风气扬分了个白眼 你小子找什么急啊 人家姑娘还没答应要跟你好呢 想要成亲 起码得让人家心甘情愿地跟你在一起吧 那也要先把他给救了呀 总不能让他一直被梦魇缠身吧 秦阳 洛洛好可怜的 好吧 儿子的话可以不听 夫人的命令 必须要尊重啊 风气扬密地看着墨金青 千人一听非常动容 妥谢 妥谢你们 千人激动不已 千人兄 陈梦你们关照 在亲亲需要的时候帮助了他 回报你们是应该的 勇儿欢呼了一声 好 就这么定了 尽快把洛洛从梦魇的困扰中救出来吧 我去准备祭坛 顺便召回几个弟弟 希望你们能够耐心等几天 拜托了 放心吧 我轻轻朝着千人笑 事情商议定了之后 千人就赶紧去忙活了 他们还得瞒着洛洛进行 怕他知道了之后会有负担 毕竟洛洛需要沉睡 来配合这一场虚谋行动 祭坛就设在修罗城的无人区 那里是一片旷野 除了草木之外 并无其他 我会让林殿的人来守护周围 不让任何人打扰 凤青阳主动提出帮忙 那就有劳凤兄了 我也不和你客气了 大恩不言谢 以后只要用得着我们修罗七杀的地方 绝不推辞 千人真的非常感激母亲亲夫妻二人 要不然洛洛很可能 永远也没有获救的希望 但因为他们一家子的出现 才有了可能 一想到洛洛不必再忍受 永远不能长大的诅咒 不用再被梦魇困扰 大家都愿意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 洛洛的六位哥哥们 也都在最快的时间回来 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回来了 洛洛睡了一觉起来 发现城堡里进山热闹起来 闭关的四哥出关了 雷家多年的三哥也回来了 三哥 你不是在外面游历吗 为什么突然回来 莫亲亲还是第一次见到洛洛的三哥千尉 竟然是个相貌颇为英俊的男子 可能是常年在外的缘故 皮肤偏黑 但却有种沧桑落榻的帅气 回来看我们洛洛呀 听说你有了未婚夫 千尉揉了揉洛洛的头发 宠溺地笑着 洛洛立刻跺脚 是谁来说话 是我 你 鬼小子 你是不是又欠揍了 我认真的吗 第一次见到三哥 必须要自我介绍 那当然 只能说实话了 你总不能希望我骗人吧 雲儿一本正经 一证言辞 莫亲亲不知笑出声 然后看着风轻扬 你的好儿子 也不知道随谁 总不能是随我 我可是很晚才懂男女之情的 要不然 怎么能够等到你呢 我的小娘子 哼 我可不信 母亲亲可是听说过 凤青阳从前还单恋过 无悔师父 真的真的 在遇到你之前 可是什么都不懂得傻瓜呢 那无悔师父呢 母亲亲终于问出口 其实她并不在意 毕竟是在她之前的事情了 而且无悔师父 也没有喜欢过凤青阳 她心里只有凤九霄 凤青阳一愣 然后笑着问 你听谁说的 反正我知道了 母亲亲故作不高兴地扭过头 凤青阳叹了一口气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啊 你要听 我不要听 小丫头 那只是 怎么说呢 烟无悔是那种 让人看了就会产生征服欲的女子 我那个时候已经想要搞破坏 在利用她和喜欢她之间 一直没有弄清楚自己的心意 嗯 想要报仇啊 想要把曾经看不起我 伤害我的人 统统踩在脚底下 不断地制造麻烦 处处和实习处作对 偏偏 她竟然喜欢烟无悔 而且 曾经还想要杀了烟无悔 凤青阳呼出一口气 可在他们眼里 我好像真的是个幼稚的家伙 一点都没有被重视 我静静又笑了起来 本来就很幼稚 遇到你 才变成了有担当的男人 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 一点点都不想 我那么自私 又爱些生命的家伙 将愿意为了你去死 那一刻我就知道 自己完蛋了 如果我爱你超过爱自己了 那以后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如果不能拐回来做妻子 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拼命拼命地 想要把你牢牢地 把握在手里 凤青阳笑着道 穆青青心头一颤 觉得 她看着自己笑的样子 总是会让她兴乱如麻 我喜欢过烟无悔 但我只爱你 凤青阳的手 搭在穆青青的手上 虽然没有触碰到 但这样简单地重叠 也似乎能够感受到 彼此的存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鸟 第1578集 穆青青听她一本 震惊的解释 扑吱笑出来 逗你的 我当然知道了 才不会乱吃醋呢 凤青阳真想把这样的 穆青青紧紧抱住 可是心动的一瞬间 才意识到 自己现在无法拥抱她 这样的感觉 真的是叫人挫败 明明是那么想要 紧紧拥抱的人 却偏偏无能为力 哎哟 芸儿跌跌撞撞地过来 撞到穆青青怀里 猪小子 我一定要抓住你 洛洛又追过来 芸儿赶紧地 从穆青青怀里逃走 穆青青拦住洛洛 笑着道 哎哟 洛洛 别追了 那是个皮猴子 滑溜得很 别累到自己 她好讨厌啊 老师说奇怪的话 月儿 你过来 哎 娘亲 什么吩咐 不许再欺负洛洛了 听到没 我可没有欺负她啊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已经决定了 洛洛这辈子 就是我凤天运的人 芸儿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笑容灿若朝阳 洛洛听了又跳脚 你看她呀 又乱说话 我要撕了她的嘴 好好好 别生气 我帮你揍这个臭小子 说着穆青青还真的朝芸儿 放出了一击火拳 芸儿一愣 差一点没躲过去 等躲开了才哭丧着脸 不是 娘 我是不是你轻声的 下手这么狠呢 谁让那小子欺负我们洛洛的 吴芹芹笑嘻嘻的 她当然不可能真的对儿子下狠手 别 完了完了 以后我比你还要惨 什么叫比我还惨 你爹我什么时候惨了 你被娘吃得死死得还不惨呢 以后我不仅要被洛洛欺负 还要被她和娘亲一起欺负 我更惨呢 洛洛不知笑出来 你懂什么 你娘可没有欺负我 那叫夫妻情调 懂不懂 哦 大是亲 骂是爱 对吧 嗯 如此可教议 风启阳点头赞许道 鱼儿眉飞色舞地看着洛洛 笑呵呵地问 啊 难怪洛洛一直追着我打了 混小子 你再胡说 洛洛气得直跺脚 好了好了 都别闹了 亲人过来拉住洛洛 免得他继续跟孕儿打闹 亲人拉住洛洛 不可以再骂孕儿混小子了 好不好 为什么 他老欺负我 我们已经想到了办法 救洛洛了 脱亏了孕儿 你要感谢他才对 啊 洛洛惊讶地看着亲人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洛洛 接下来要睡一段时间了 等你再醒来的时候 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 慢慢长大了 母亲亲笑咪咪地看着洛洛 洛洛看着在场所有人 发现每个人 都有温柔的眼神看着他 都在对他微笑 怎 怎么可能 你们都在骗我吧 不是骗你的 是认真的 亲人看着妹妹因为太过吃惊 而不敢相信的样子 有些泪意 洛洛 你终于等来这一天了 再也不用被梦魇 困扰了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大家都是来帮洛洛的 雪儿功劳最大 你可 你可 继续好好谢谢他们 应该做的 不必谢了 你不长大 怎么给我做媳妇呢 洛洛本想生气 可听到这句话 却开始落泪 这可把婴儿给吓到了 你别哭啊 我不说就是了 你哭什么呀 你要是真不想给我做媳妇 我也不会勉强你啊 别哭别哭 千万别哭了 我最怕女孩子哭了 洛洛用手擦了眼泪问道 是真的吗 啊 嗯 会长大的事情 是真的吗 勇儿笑着点头 真的 我抓到了梦 你应该知道 梦和眼是一对 只要有我身上的梦做影子 眼一定会从你身上出来 只是还要想办法 镇压住他们 所以才会把你的哥哥们 找回来 九个人一起布阵 朱姆 是 洛洛 你只要安心地睡觉就可以 其他都交给我们 会有危险吗 我是说 你们会有危险吗 洛洛认为这件事 不会那么简单 千任道 我不想骗你 会有危险 有可能会陷入梦魇之族的 虚幻世界里 无法自拔 稍后迷失回来的路 再也没有办法醒过来 所以才需要我们九个人 都保持信心坚定 实力 也必须再化神一场 那 那我不要了 我不想要你们冒险 我不想因为我伤害任何人 我不想失去任何人 洛洛 哥哥们 都是心甘情愿的 是啊 洛洛 二哥就算为洛洛死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清水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是在开玩笑 再不是呢 我一直想还你 不让你去做那些女人才会做的事情 是因为不想让你再为我废心了 我又不是非要有娘亲 二哥也不必让我懂得 女孩子才会懂得一切 傻瓜 三哥一直在外面不回来 是因为一直在寻找梦吧 千尉笑着点头 不过没想到 被这位小兄弟寻到了 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这么多年都不回家 一定很辛苦吧 不辛苦啊 没有大哥辛苦 千尉笑着看着千刃 洛洛看着自己的哥哥们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为了我 大家都这么努力 四哥没事就闭关 是为了定气给我输送灵力 好压制梦魇 每个人都在为我想着 可我还一直发脾气 对不起 洛洛低下头 眼泪流得太凶 以至于无法再继续说话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七十九集 莫青青看了太感动 也跟着哭了起来 洛洛真懂事 要是我也有这么懂事的女儿就好了 母亲亲看了一眼 凤青阳 那就让用儿娶回来 而媳妇和女儿也差不多 凤青阳笑着道 反正 她不打算让母亲亲 再生个孩子了 生孩子对女人而言 太过凶险 她可受不住那种刺激 所以 罗姨不要再为我冒险了 我宁可一辈子都这样 也不希望哥哥们出现任何危险 洛洛哭了一会儿 才抬起头给叶道 是心甘情愿的呀 以前没有办法 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到洛洛 可是 现在已经找到方法 万事俱备了 怎么可能放弃呢 和长大比起来 我更希望可以 永远和哥哥们在一起 一个也不能少 我们不会有事的 大可答应你 大家都会平安回来 就算哥哥们心甘情愿 为了我付出一切 也没有办法 让琴琴姐姐 他们这样做呀 他们一家人 好不容易团聚了 怎么能因为我 再面临分类的危险呢 洛洛太懂事 太体贴 母亲亲实在没办法 不喜欢这个小姑娘 她虽然平时表现得古灵精怪 偶尔刁门任性 可是内心里 却非常柔软 我们也是自愿的 我答应过洛洛 要帮你实现愿望的 母亲亲流着眼泪伸出手 拉住洛洛 将她搂在怀里 可是 如果琴琴姐姐和你的夫君 还有 还有她遇到危险的话 我是在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我知道琴琴姐姐是很好很好的人 可是我不能 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好 为什么不能呢 洛洛为了我 差一点死在了叶瑶的手里 那时候你没有退缩过 甚至不惜释放梦魇 阻止了我被叶瑶抓走 你可以为我做到这一步 我为什么不能为你做一点事情呢 哪怕也会冒风险 要是再失去了 心爱的夫君和孩子呢 莫亲亲笑着看了看 风亲阳和韵儿 你们害怕吗 不怕 我们一家人不管经历什么 死亡也不会把我们分开 风亲阳温柔地看着木亲亲 洛洛 你就不要犹犹豫豫了 一点也不干脆 不是很想长大吗 那就放手去做呀 至于我们 既然决定要帮你 不管遇到什么 都是自己愿意的 与你无关 没心没肺 没心没肺 活着不累吗 我是会长大的哟 长得比你还快 你要是不长大 我要等你多久呢 不要让我等太久啊 等一个人太久 会寂寞他 洛洛像是被什么击中了心脏似的 心炉入庄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活了三千年 却被一个三岁的小混蛋给撩动了心弦 偏偏那么的理所当然 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多么的莽撞 那你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活着 没问题 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就将梦交给我吧 我来就好了 有一个人必须要吞下梦 作为梦的容器吧 你 你都知道了 是啊 都知道了 我来就好了 不行 我来吧 没道理让你一个小孩子家 来承担这一切 千任是决定自己来充当容器的 哎呀 大哥 你不要跟我争了 作为梦的容器 没有人比我更加合适了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吧 我是圣体 与梦魇一样诞生于远古 更何况 你那么大了 眼就算被压制了那么多年 也不代表他彻底失去意识了 应该会分辨出来 小孩子 才是梦魇最喜欢的宿主 庸儿显然很清楚 梦魇的习心 可是 这太危险了 我不能让你去承受这份危险 上你们帮忙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既然已经答应帮忙了 自然要帮到底啊 更何况 我说要娶露露的话 可不是说着玩的 认真的 既然如此 会为洛洛做一些事情 也是我的责任呢 大哥不用跟我见外了 如果不能为洛洛牺牲一下 你怎么放心将来把他交给我来守护呢 你 还真是 千人哭笑不得 这一次洛洛没有再生气 反而看着云儿露出羞奶的眼神 既然云儿都这么说了 那就让他来吧 他也是男子汉了 自己能够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我们虽然是他的父母 很心疼他 但毕竟他有自己的人身 也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情 母亲亲心中是不舍的 云儿是他冒着巨大危险 才生下的宝贝 可他也意识到了 云儿已经不只是他的宝贝儿子 他以最短的时间长成了一个男子汉 他有了独立的人生和思想 不能再被他当成小宝宝看待 是 我们尊重云儿的决定 母亲亲与凤亲羊相识一笑 都明白彼此决定 对儿子放手的心疼和欣慰 父母对于子女的爱 从来不是紧紧抓住 而是学会放手 看着他跌跌撞撞地成长 看着他越走越宽阔的人生道路 看着有一天他不再需要他们 心情必然是伤感和喜悦参半的 可更多的是喜悦吧 因为那是他们的孩子 他越是优秀越是勇敢 做父母的才会觉得骄傲和自豪 云儿也朝父母露出真心的笑容 虽然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是爹和娘对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尊重 坚定地守护着这个家 这份温暖和爱 一直伴随着他成长 在最初孤独流浪的日子里 他就是因为坚信有一天 爹娘都会来找他 才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 当他不再害怕冒险 一个人独自看世界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再需要父母的怀抱 但他依然很高兴 自己有这样开朗豁达的爹和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1580集 最终还是决定 由嫣儿来做梦的宿主 她在吞噬梦之前 去拥抱了穆青青 娘亲 你别怕 嫣儿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 我已经长大了 会自己飞了 可我永远是娘亲的好儿子 乖 我轻轻忍着眼泪紧紧抱住孕儿 这还是母子团聚以来第一次亲密的拥抱 娘亲不会怪我的 对不对 不会 孕儿是男子汉 做了该做的事情 娘亲怎么会怪你呢 可是既然决定放手 就不能够再把拳都攥起来 在孩子诞生的那一刻 她就知道 有一天她会飞出自己的怀抱 去拥抱另外一个姑娘 没办法一直做她怀里的乖宝宝 可是有什么关系呢 她幸福就好 杨亲放心 我会带着洛洛回来的 到时候 她就是你的儿媳妇了 云儿偷偷地在沐清清耳边倒 沐清清破体微笑 坏小子 你和你爹一个样 不过 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平安啊 嗯 云儿点头 轻轻地拍着沐清清的背 杨亲 我要去了 沐清清看着云儿走上祭坛 心如刀割 却还要忍住眼泪 吞神梦 可不是吃饭那么简单 她必定要忍受身心的煎熬 其中的凶险 沐清清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千人没有隐瞒她和凤青羊 云儿会经历痛苦的过程 还要无比小心谨慎 才能够避免 被梦 占据意识 失去自我 洛洛盘腿坐在祭坛中心 看着云儿朝自己走过来 眼泪也刷得滑落 洛洛 我来了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不会怪你的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你要相信我 不许有一点点怀疑 云儿在她面前蹲下 眼神里有着坚定的光 完全不似一个小孩 那是属于男人才有的沉稳和坚毅 洛洛莫名地就觉得心被安抚 朝她点头 冯天忆 如果 我有心能够变成一个正常人 到时候 到时候再回报你 要用一声回报啊 云儿凑到洛洛面前 在了脸颊上落下一吻 洛洛的脸刷得就红了 下意识地用拳头怼她 云儿只是笑 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 长大了的话 一定更美 洛洛发现自己完全无法拒绝云儿 她简直是个小魔鬼 拥有叫人无法抗拒的魔力 好了 闭上眼睛 你可以安心地睡去了 接下来的遗弃 都交给我们 冯天语 一定要 平安 我答应你 会驾着紫禁神龙来娶你 洛洛的心跳声 激烈地让她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云儿却用手一挥 洛洛下一刻就倒在祭坛中央 沉沉睡过去 她此时才取出了风影梦的容器 爹 娘 大哥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几个人依次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八个方向 每一方都有人守护 云儿面对着洛洛坐下 然后解除了梦的风影 一瞬间 白色的影子十分扭曲 迅速侵入云儿的身体 沐青青屏住呼吸 看着云儿的神情 已瞬间变得无比痛苦扭曲 不能分神 不能乱动 静静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风轻扬就在她旁边的位置 大声提醒她 到了这个地步 绝不能有丝毫差错 她唯一能够帮到云儿的 就是努力守护好自己这一方 不让梦和眼脱离祭坛 云儿被梦入侵之后 身体如同被一次次撕裂一般的痛苦 和梦结合的过程是无比惨烈的 神是一次一次被冲击 因为梦需要占领 可云儿绝不能够让梦得逞 否则她就不只是变成宿主 而是变成梦的奴隶 再也没有办法找空自己 母亲亲闭上眼睛不忍去看 口中不断地念着咒语 天空瞬间暗下来 阴阴笼罩在修罗城的上方 这里仿佛一瞬间就变成了恐怖之地 风云变幻 视月无光 云儿仔苦苦忍受着煎熬 痛苦让她的身体在祭坛上 不断地滚来滚去 好似有人正拿着鞭子抽打她一样 最后她忍耐住了这种痛苦 紧紧抓住洛洛的手 洛洛的身体也开始抖动起来 她已经失去了意识 但眼却在此时复苏了 云儿翻了个身 将洛洛紧紧地抱在怀里 两个人的身体忽然像是变成了透明的雾一般 母亲亲恍惚间 果然觉得自己脱离了祭坛 不 应该是说 她的意识脱离了身体 被带到另外的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母亲亲甩甩头 待看清楚了才发现 这好像是幻岛 她愣住了 怎么会回到幻岛呢 就在她迷惑不解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女子从远处走来 而那个女子竟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母亲亲捂住嘴巴 以为自己眼花了 可那女子却仿佛没有看到她 静止从她身边走过去 面无表情 冷冰冰的 母亲亲追上去 喊道 喂 等等 那姑娘回过头 看了一眼母亲亲 竟然露出了微笑 母亲亲本以为 她是对自己笑的 可是身后却传来一声呼唤 琉璃 我回来了 母亲亲回头望去 竟是玄境 她忽然意识到 这好像是一个梦境 眼前和她一模一样的姑娘 不是别人 正是琉璃 玄境冲过来 也同样无视母亲亲 母亲亲本想作弊上官 可这时候一道强大的吸力 将她拉向琉璃 玄境拥抱住琉璃的那一场 她竟发现自己在玄境的怀里 母亲亲猛然推开玄境 震惊无比 她看到自己手上戴着的银色手链 那是刚刚琉璃手上的 她竟然变成了琉璃 怎么 是不是等久了 不高兴了 玄境牵起她的手 含笑看着她 母亲亲震惊又无措 然后抽回了自己的手 摇头 我 我不是 什么不是 玄境一把将她拉入怀中 紧紧拥抱着她 我的小琉璃 你肯定是生气了 快别生气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母亲亲发现 自己的心跳十分紊乱 而且被玄境抱着的时候 亲人也不觉得抗拒 反而不由自主地感到欣喜 这种感觉实在太诡异了 明明只有被凤青阳拥抱 才会出现的奇异感受 此刻却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里 再度出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81集 琉璃 我好想你 玄境贴着她的面旁 用一种轻柔又沙哑的声音 嘻喃令人迷醉 莫轻轻觉得自己的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她明明想要推开 可是身体却不由自主地 拥抱了玄境 玄境稍离开她 用无比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她 然后低下头 吻了吻她的唇 木轻轻瞪大眼睛 为什么无法反抗 意识明明是清醒的 可身体确实不由她来掌控 她只能被动地 听从玄境的指挥 太诡异地感受了 小琉璃 你的滋味还是那么甜蜜 让人欲罢不能 玄境浅长折止 抵着她的额头深情道 木轻轻听到自己声音都变了 你 你为什么离开那么久 玄境的眼神闪过一抹灰暗 她似乎在隐瞒什么 只是遇到了一点麻烦 所以耽搁了而已 不说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玄境笑着隐藏了所有的情绪 玄境再度把她露入怀中 紧紧贴着她 她看不到玄境的表情 却能感受到她此时微微颤抖的身体 琉璃 如果我骗了你 你会恨我吗 玄境的声音似乎带着几分疲惫 木轻轻清楚地听到自己说 不会 永远不会 琉璃 我该拿你怎么办 你这样美好 好的让我一点也不忍心伤害你 玄境露出一抹微笑 你会伤害我吗 怎么会呢 就在这个时候 木轻轻的意识从琉璃的身体中抽离 她看到琉璃和玄境相拥在一起 她的脸上竟是满足和幸福 她瞬间又跌入了漩涡里 等恢复意识的时候 眼前的场景变了 琉璃站在叶瑶面前 身上穿着火红色的嫁衣 可是那嫁衣又被她亲手给撕碎了 我不能嫁给你 为什么 叶瑶痛苦地看着琉璃 因为她爱的人是我 玄境从远处飞来 落在琉璃身后 一把将她扯到自己怀里 无数参加婚礼的宾客 目瞪口呆 琉璃回过头看着玄境 你 你 我不是说过 让你再等一等我吗 为什么要答应跟她成亲呢 还好我及时赶来了 要不让我的小琉璃 就要成为别人的妻子了 玄境 叶瑶打出一掌 玄境拥着琉璃转身避开 有 卑鄙 是你 是你欺骗了琉璃 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 所以才故意接近她 引诱她对不对 琉璃神情一将 看着玄境 外面忽然响起震天的喊沙声 还有无数人的惨叫 魔君供来了 殿下 快 快 快想办法阻止他们呀 琉璃推开了玄境 冲出去看 下面穿着黑色战袍的魔君 如同黑色潮水涌来 所过之处血流成河 琉璃的脸色苍白的近乎透明 可她身上穿着的红衣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夜妖冲过来 一把抓住琉璃 指着下面被屠杀的幻岛人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造成的 你把魔君引来了换倒 你害死了这么多人 不 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斗里哭喊着 却显得苍白无力 玄境也过来 抓住琉璃的另外一只手 推开了夜瑶 你够了没有 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女人身上退 夜瑶 在你杀了我父亲的那刻开始 你就知道会有今天 夜瑶恶狠狠地看着玄境和琉璃 琉璃 你为什么要背叛 背叛换倒 琉璃的眼里都是泪水 看着玄境 你 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 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来带你走的 玄境的眼神里 有愧疚又慌乱 却还是极力维持着冷静 你骗我 你是魔君 你是魔君 是 我是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不是假的 琉璃 你不要相信她 她只是利用你来向我复仇罢了 她恨我 恨我的父神 她肯定早就知道你与我的关系 所以在迷惑你 夜瑶仿佛还嫌琉璃不够痛苦似的 继续往她心口上扎刀子 夜瑶 你闭嘴 凭什么要闭嘴 我说都是事实 玄境 你好卑鄙 你为什么要利用琉璃 她和你无冤无仇 夜瑶咬牙切齿地问 就在玄境恍惚的一刹那 夜瑶对她出手了 琉璃却毫不犹豫地挺身挡在玄境身前 接下了夜瑶的攻击 不要 琉璃 你走开 我一定要替你好好教训这个混账 他是个大骗子的欺骗 你敢情拆散我们 我一定让她粉身碎骨 毁非阴灭 夜瑶恨透了玄境 此时只想杀了她 不要伤害她 我不要她死 不要她毁非烟灭 琉璃 为什么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致命 夜瑶 对不起 我爱她 琉璃没有办法欺骗自己 她的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身体无助地颤抖着 哪怕是知道她是为了袭击患道才接近我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恨她 还是不希望她受到伤害 琉璃一边哭一边露出虚弱的笑容 她回头看着玄境 求求求你 带着你们抹鱼的人走吧 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 求你了 不要杀人 不要再有人死掉 你看看下面 那么多人 他们有妻子 有孩子 有父母 你杀了一个 就会有很多人为此心碎 琉璃看着玄境 希望她能够悬崖勒马 就此收手 我 玄境也看到了那残忍的杀戮 可她没有办法停下来 她不会为你收手的 她野心勃勃 筹谋多年 怎么可能为了你一句话就放弃呢 夜摇护人身上半空 发出一声池令 换到众生 战争已经打响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魔军阴谋 灭我先救 夺武换党 是时候团结起来 将魔与翼王打尽了 传我之令 诸魔 夜摇一声诸魔 修行大军也随之清场而出 黑色大军和白色大军 在换党上交汇 杀戮一旦开始 就无休无止 除非一方彻底地消灭另外一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鸟 第1582集 琉璃拼了命地喊着什么 可却没有人听见 她的声音 叶瑶和玄境也打了起来 他们这种高手的战斗 一不小心就会波及无辜 天地未知变色 换到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疯狂 叶瑶显然不是玄境的对手 她很快就败下阵来 可这时候 她的父亲出现了 母亲亲 看到一个中年人从天而降 她有着和叶瑶相似的脸 却比叶瑶看起来要威严多了 玄境和内人交手 战狂愈发严峻 琉璃好似如梦初醒一般 想要去找玄境 却被叶瑶一把抓住了 你要做什么 我要去救玄境 她刚刚跟你打了一场 这时候再和你附身打 她会死的 叶瑶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是要去帮她吗 你要是去了 你就成了换岛的叛徒 所有人都会唾弃你的 我必须要去 我不能看着她死 哪怕被所有人唾弃 我也不想要她死 我会劝她放弃攻击换挡 我会让她退避 叶瑶 我求你 结束这一切 不要再有人受到伤害了 战争没有赢家 只有两败俱伤 不可能的 这是除掉魔域的大好事迹 她几乎调动了几乎魔域的所有兵力 自己也来了 只要在这里将玄境杀死 魔域就会援起大声 至少 数万年不会再有能力 与我们为提 为什么一定要消灭魔域的人呢 因为他们是魔修 魔修和仙修本就势不两意 他们是野心勃勃的恶棍 无时无刻不想只占据 我们仙修的领地 今天攻打换岛 明天就想要袭击蓬莱 我们难道一直退让下去吗 不会的 我听说 从前魔修和仙修并不是敌对的 我们曾经恒无相处 互通有无 为什么现在却要成为敌人呢 为什么不能重新交好呢 琉璃 你太天真了 仙修和魔修怎么可能和平相处呢 我们是势不两立的 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王 琉璃 你清醒一点吧 叶阳 你可以改变这一切的 你是未来的仙君 你可以改变的对不对 就算我可以改变 我也不会去改变 她夺走了你的心 你是我的未婚妻 可却爱上了她 我怎么可能愿意化解这仇恨 我恨不到她立刻会飞烟灭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惩罚我就好了 是我爱上了她 是我背叛了你 我可以去死 我可以结束这一切 叶阳 你看到了没有 幻岛的百姓 正在经历着黑暗时刻 你答应要守护这里的和平 你不可以让幻岛变成地狱 不是我让这里变成地狱 是玄境 是魔狱的这些魔头们 是他们在屠杀我们的百姓 是他们挑起了战争 你怎么能怪我呢 我没有怪你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结束这一切 结束战争 让这里恢复从前的和睦宁静 这是幻岛啊 是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琉璃实在不忍心 看着自己生长的家园被毁灭 也要一把抓住琉璃的手 幻岛回来 我可以带你去别的地方 只要你答应我 永远不再向这玄境 彻底忘记他 叶阳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只要你劝仙君助手 我要再打了好不好 琉璃看下玄境和仙君的方向 看到玄境在不断地遭受攻击 你只为了救他们 你舍不得他死 你还是爱着他对吗 是 我爱他 我没有办法欺骗你 也没有办法欺骗自己 可是我会努力忘记他 叶阳 叶阳狠狠将琉璃推倒在地 你这个贱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对你不好吗 我一定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我让你拥有了崇高的地位 多少人羡慕你 可是你却背叛了我 叶阳的神情真鸣而扭曲 恨意汹涌而出 琉璃面容惨淡 他擦了擦眼泪 没有办法 叶阳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从前不知道 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我对你只有尊敬 我错误地以为只要这样 就够可以和你过一生 可是我错了 遇到了玄境 我才知道 爱情不只是如此而已 我想要和他生生世世地在一起 会为他牵肠挂肚 他离开我几天 我每天都盼着要和他重新见面 可这些感觉 对你从来没有过 我也挣扎过犹豫过 想要断了这样的念想 想要断绝和他的来往 可是 做不到 一看到他 我就什么都忘了 只想和他在一起 享受每一刻与他相处的时光 就算会因此下定义去 接受生生世世的折磨 也心甘情愿 所以我回来告诉你 我要和你解除婚约 那个时候是认真的 那时候你说要解除婚约 就已经和他在一起了吗 叶瑶的眼神如同刀子一般凌厉 是 在确定了自己的心意后 就已经决定要和你解除婚约了 因为没有办法继续骗你 不爱就是不爱 可怜我竟然还拼命地挽留你 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因为没有好好陪伴你 让你受了冷漠 所以你再给我耍小性子 我想尽一切办法讨好你 给你送礼物 那时候在你眼里 我一定像个傻瓜吧 叶瑶痛楚地看着琉璃 她多么地想要掐死琉璃 可她又清楚知道 自己下不去手 没有 我没有那样想 我只是很难过 我怕对你说了实话会伤害你 所以打算悄悄离开 这样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 叶瑶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去伤害你 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玄境的心 闭嘴 报应 真是报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83集 叶瑶 求你了 结束这一切吧 劝仙君住手吧 绝不 我要你亲眼看着他死 我要亲手毁掉他的原神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要你记住这一幕 永远不要忘记 背叛者 就该有这样的惩罚 叶瑶冲向玄境 可这时候 另一道身影冲向了叶瑶 向他从背后紧紧地缠住 然后朝着他的背 打出重重一击 仙君看到了 反手放了一招 那黑影被重击 然后松开了叶瑶 坠落下去 玄机怒吼一声 冲过去给了仙君狠狠的一击 叶瑶因为被重创而跌落在 琉璃的身旁 就是现在 琉璃仙子 你杀了叶瑶 我们就遵你为魔后 琉璃仙子 动手吧 杀了叶瑶 叶瑶看着琉璃 笑容凄处 琉璃 你是叛徒 我没有 我没有想过背叛 你就是叛徒 你为了成为魔后 所以背叛了幻岛 背叛了仙君 背叛了我 我不想背叛任何人 我只是想要和我爱的人在一起 琉璃站起来 转身看着幻岛上 处处都被鲜血侵染 她深爱着的这片土地 因为她而变得如此残破 那些熟悉的面孔 一个接着一个倒下 木琴璃正是明白了琉璃的心情 她冲向琉璃一把抓住她 不要 不要做傻事 可是琉璃并没有感觉到木琴璃 她最后看了一眼玄境 目光伤透而绝望 可惜没有来生了 凡人死了还可以入轮回 修饰身形俱灭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否则 疯 琉璃没有说完接下来的话 为什么要骗我呢 连对我说过的那些誓言 也一定是假的吧 她笑了笑 手里忽然出现一支黑色的 含气森森的尖锐武器 叶瑶下意识地喊了一声 住手 琉璃看了一眼叶瑶 露出淡淡的微笑 对不起啊 叶瑶 我做错了事情 伤到了你 可我不是故意的 说完这句话 琉璃就将黑色的锥子 刺入自己的心口 又狠狠地拔出来 血盼涌而出 木轻轻下意识地 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黑色的烟雾 从琉璃的心口散出来 她整个人 开始缓缓消散 不要 叶瑶冲过来 抓住了琉璃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没有理由 再活下去了 不想看到最可怕的事情 我是个罪人 不要再打了 她说完话之后 彻底消失在了空气里 吴金金久久无法回神 她看到 玄境还在和仙君生死相搏 她看到了 叶瑶痛苦 却无助的嘶吼声 她看到这场 仙魔大战 持续了很久很久 死去了无数人 琉璃也不过是 其中之一而已 最后 玄境和仙君 同归于尽了 魔君终于撤出了幻岛 叶瑶身受重创 浑身是血 被月魂救了回来 她亲眼目睹了那一场悲剧的全过程 琉璃说得对 战争从来没有赢家 结局永远是两败俱伤 穆青青还来不及赶伤 眼前的场景再度发生了变化 她忽然置身于一片花海 然后看到玄境朝她伸出了手 过来 琴琴 玄境微笑着朝她招手 穆青青皱眉 还没回应 就又看到另外一个方向 叶瑶手捧鲜花朝她走来 琴琴 这一次 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 叶瑶将鲜花送到她面前 琴琴 过来 琴琴 不要离开我 放手 你们要做什么 琴琴 你是我的 琴琴 我等了你五百年 不要再让我等下去了 也有眼神是那么的哀伤 穆青青完全弄不清楚 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放开我 穆青青挣扎着 可是那两个人 就像是听不见似的 继续纠缠着她 越抓越紧 越扯越用力 穆青青觉得自己就要被她们撕成两半了 放手 放手 剧烈的疼痛让穆青青苦不堪言 可她似乎无法挣脱这两个人的前置 琴琴是我的 琴琴是我的 她们还在争承 没有人打算放手 琴琴 救我 穆青青此时忽然想到凤青青 她多么希望这时候凤青青可以出现 将这两个人给拉开 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 凤青青青就真的出现了 她手上拿着一把剑 朝着叶瑶的胳膊砍下去 穆青青惊呼一声 发现叶瑶的胳膊被砍断了 却没有流血 接着 凤青青又砍断了玄境的胳膊 同样没有流血 她伸出手将穆青青拥入怀中 琴琴 没事了 凤青青的声音一下子把穆青青拉回现实 她睁开眼的时候人还在祭坛上 刚刚的一切竟然只是一个梦吗 你终于醒了 没事吧 你身上都是汗 没关系 都是孟严搞得怪 穆青青反应过来 她是堕入了孟严制造的虚幻世界 凤青青担忧地看着穆青青 小心哪 梦里都是假的 如果你相信了 就永远也出不来了 这才是刚刚开始而已 我知道了 你也要小心 凤青青青楼点点头朝她笑了笑 希望能够安抚她不安的心 穆青青再度闭上眼 这一次 她牢牢记住了凤青青青的原型 一切都是梦言制造的噩梦而已 并不是真的 只要有这样的意识 把自己当作局外人 不管梦里发生什么都不用在意 场景迅速变化 她忽然发现 自己处在黑暗之中 正疑惑的时候 门从外面打开 光透进来 她一时无法适应 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门口走进来 沐青青的心 差一点跳出了嗓子眼 来人竟然是 她几乎要忘记的沐尘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第1584集 沐尘手里拿着一碗水 朝她走过来 哟 姐姐 醒了 沐尘笑眯眯地看着她 可笑容看起来十分阴致 每次当她 想到好办法折磨她的时候 就会露出这样 天真纯洁的笑容 沐尽尽心跳 抖人家快 是梦 这是梦 沐尽轻提醒自己 不要迷失 沐尘呵呵地笑着 这不是梦 姐姐 是我 我回来了 她喝了一口水 然后忽然低下头 堵住了沐清清的嘴 沐清清挣扎着 可是发现自己竟然毫无力气 触感实在是过于真实 连液体流进嘴里也是那样的清晰 当沐晨离开她 她立刻就吐了 嫌恶心吗 沐晨眸子一冷 整个人立刻就变得力气沉沉 什么 什么 沐清清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沐晨早已经死了 不可能回来 她也不是当初那个无能为力的小姑娘 怎么还会被折磨呢 自然是梦 沐清清 你不要试图激怒我 舍恼了我 没你好果子吃 我好不容易心情好一点打算来为你喝水 你竟然这么无视我 沐清清抬头看着沐晨 大概意识到这是梦 所以沐清清才这样冷静地打量着沐晨 从前她身处其中的时候 从来不敢这样看她 现在才发现沐晨的阴狠 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沐晨狠狠打了她一巴掌 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我 沐清清甜甜嘴唇 痛感也很真实 可依然是梦 沐晨 也好可怜 你又挨打了吧 你说什么 沐晨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看着沐清清 每次在外面受了欺负 就会来欺负我 不是吗 沐清清看着她 嘲弄地笑了笑 因为只有我没有办法反抗 这一次是太子打你 还是你娘 或者是你的亲爹 陈国公 你 酸弱的家伙 被那些人欺负了 不应该是努力 让自己变强大一点 报复回来吗 欺负我一个不能反抗的人 有什么意思呢 你弱 就要欺负更弱的 那永远都不会变强 沐清清一眼看穿了沐晨 她忽然觉得很可笑 自己一直被这个小男孩 欺负折磨了十年 却从来没有发现 她每一次来的时候 也是一身的伤 你 你闭嘴 沐晨仓皇失措地 看着沐清清 太差劲了 你说谁差劲 沐晨一把捏住 沐清清的下额 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你不会打死我呢 因为我对你来说 是最安全无害的人 其他人都可能会伤害你 只有我没有办法 所以你拼命伤害我 你知不知道 这样只会显得你很没用 闭嘴闭嘴闭嘴 我不想听 不想听也必须要听 你记住 你这样做 并不能证明你强大 也并不能证明我软弱 还有 你喜欢我 所以才受不了我讨厌你吧 可你越是这样做 我就越是讨厌你啊 没有人会喜欢 欺负自己的人 牧尘惊恐地看着 沐清清 我 我杀了你 牧尘吼道 不知道哪来的刀子 竟然就真的 要朝着沐清清刺过去 沐清清依然 请着冷笑 不为所动 这是梦 所以我不怕你杀了我 但尽管如此 我依然想要对你说 你是个胆小鬼 率弱无能又自卑 牧尘的刀子并没有刺过来 他竟然哭了 凤清阳再度出现在门口 他一把推开牧尘 将他一脚踹飞 然后解开了 牧尘清身上的枷锁 将他紧紧抱住 好姑娘 我来带你走 牧尘清笑着 依偎在他怀里 只要记住 无论遇到什么 凤清阳最后 一定会出现救他 就再也不怕 梦也制造出的虚幻噩梦 牧尽清又醒了过来 他知道 可能这样的梦会一再重复 但是他确信 不会迷失在梦里 孕儿和洛洛在祭坛中央沉睡 彼此的手还紧紧握在一起 牧尽清知道 他们也在经历着痛苦的过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片刻的清醒过后 牧尽清再度被拉入梦境里 他以为不过是 重复之前的经历 看到过往的那些不堪回首的人生轨迹 但显然 这一次似乎并不是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到洛洛和韵儿 他们被绑在木桩上 下面是一片火海 只能救一个 就在牧尽清还没有弄清楚 眼前的状况时 一个声音在他背后响起 牧尽清回过头看到了夜瑶 夜瑶 牧尽清震惊无比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只能救一个 选择一个吧 不然两个都会死 你在说什么 看到了吗 绑着他们的绳子会同时断掉 而你只有救一个人的时间 夜瑶露出邪恶的笑容 牧尽清觉得 她的表情看起来十分的浮夸 这只是梦而已 我不会选择的 牧尽清很清醒地道 夜瑶和和笑了两声 的确是梦 可如果你不玩这个游戏的话 他们都要死 怎么可能 这不过是梦而已 你也只是梦里的人而已 怎么有能力让他们死 这些都是假的 是吗 那就让你看一看好了 夜瑶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只鸟 直接被她伸进了火坑 但那只鸟发出一声惨叫便再无声息 牧尽清心里咯噔一下 觉得夜瑶十分残忍 哪怕是在她梦里 也一样的残酷 这是梦 不是真的 那好吧 你可以不选 那就让他们一起葬身在火海里好了 那你要眼睁睁看着他们被烈火焚身吗 你忘了 我是火系伶力 这些火 牧尽清尝试着去控制那些火坑里的火 但是发现失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驾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梦境里无法使用灵力 你不过是个普通的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而她们也只是毫无反抗之力的小孩 所以会死 叶瑶到 母亲亲咬牙看着叶瑶 然后甩甩头 不会的 这不是真的 母亲亲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可是吊着 落落和孕儿的绳子 眼看着就要断了 不是真的 这都是假的 母亲亲深呼吸了好几次 可是已然没有办法 恢复清醒 叶瑶还在身边 落落和孕儿 也还昏迷着被绑在木桩上 是真是假 你得问问你自己的心 就算是假的 是不是能够接受他们在你眼前化为灰烬呢 叶瑶看着母亲亲 你舅舅想要做什么 不是已经死了吗 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的梦里 叶瑶只是笑 母亲亲深吸一口气 闭上眼睛 努力地去想凤青阳的样子 这样也许很快就能够从梦中醒过来 可这一次好像不太管用 也不知道是梦境太真实 还是她的意志不够坚定 竟然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的梦境 醒来 为什么不能醒过来 你必须要做出选择 落落和孕儿都是很重要的吧 铁瑶仿佛是在一旁看好戏的局外人 你为什么要对这两个孩子下手 我轻轻恶狠狠地问 不是我要对他们下手 你也知道这只是你的梦而已 你会梦到这一幕 说明这也是你的心魔之一 心魔 母亲亲好似被敲了一闷棍似的 久久无法回神 铁 他听到了孕儿的呼唤声 虽然还是十几岁的样子 但孕儿这一声呼唤 却完全和他见到的孕儿不一样 他好像变得软弱了 娘亲 救救孕儿 他的声音也乃声乃气 和三岁小孩没有什么两样 娘亲 我好难受 我好难受 孕儿一直在哭 母亲亲虽然知道 这是默眼制造出来的梦境 但依然背着哭声哭的揪心 月儿 你不要哭啊 你是男子汉啊 你不是说你已经长大了吗 娘亲 婴儿好痛 好痛 就在这个时候 露露也睁开了眼睛 泪如泉涌 琴琴姐姐 母亲亲努力让自己不要在意 可依然无法控制自己恐惧的心 琴琴姐姐 露露会死吗 露露虚拙的声音 仿佛就在 母亲亲耳边 回响 还没有来得及 变成姐姐一样的女人 还没来得及 身陷阅愿望 就要死了 好 好不甘心啊 母亲亲 揪心不已 你不会死的 露露不会死的 不会的 不会的 是恶魔而已 还没有办法做出决定吗 救他们的机会只有一次 救了一个 另一个就会掉下去 烈火焚身 变成一团灰 即便这是你的梦境 敢不敢赌一把呢 孟爷 你不要再戏弄我了 露露和月儿都不会有事 他们会安然无药地活下去 如果你这样赌信 又怎么会哭呢 你哭了 身体还在颤抖 他们依然没有消失 还在那里苦苦挣扎 向你求救 是假的 都是假的 叶瑶 你走 你不要再出现了 你才是最大的噩梦 既然你不选 那就只能让他们 一起死 叶瑶发出一连串的狂笑 就在那一刻 沐青青冲向了火海 一定要 救下他们两个人 一个也不可以放弃 这是沐青青 脑海中最后的念头 虽然知道 在毫无灵力加持的情况下 她不可能救得下两个人 但依然冲了过去 先救谁呢 芸儿是你的轻生骨肉 露露是救过你性命的恩人 如果救了一个 失去另一个 一定会很痛苦吧 沐青青 不管救了谁 你都会后悔的 对吧 面对两男的抉择 到底选谁 闭嘴 沐青青最后一咬牙 冲着芸儿喊道 娘亲很快就来救你 芸儿 你别怕 要坚强 男孩子要坚强 知道吗 洛洛看着沐青青 眼泪滚滚而落 沐青青却在最后关头 抽象洛洛 将她抱入怀中 而洛洛一得救 芸儿的绳索自然就滑落了 她的身体直直坠入火海 不过一阵烟雾 芸儿就消失在了火中 不 好伟大 沐青青 为了就毫无血缘关系的姑娘 放弃了自己的亲身苦受 她会恨你的吧 芸儿一定会恨你的 夜妖还是没有消失 她狂妄地笑着 沐青青的眼泪滚滚而落 她没有听到芸儿的控诉声 可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痛苦 姐姐 你不该救我的 你也该救她 她不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儿子吗 你怎么可以放弃她呢 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自私的人 因为露露对我有恩 母亲亲难过的 她转身看着夜妖 我知道这是梦 芸儿不会死 我只是遵从了我的本心 如果真的有一天 要面临这样的抉择 我还是会这么选 我没有后悔 虽然放弃了芸儿 对我而言 无异于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可人生在世 不能永远只顾着自己 如果不懂感恩的话 就枉为人了 就算救了芸儿 我也一辈子会被良心谴责 芸儿也不会希望 有一个这样自私自利的母亲 伟大 真伟大 我不伟大 我只是还没有丧失良心 母亲亲转身 毫不犹豫地跳下火海 可在最后一刻 却被凤其阳拉住了胳膊 不可以 凤其阳紧紧地 抓住母亲亲的手 这是梦年的诡计 芸儿根本就没有死 你不能跳下火坑 那里是不归路 青阳 芸儿 你没有选错 遵从自己的本心就好 所以没有必要自责 更没有必要跳下去 就算你选了芸儿 依然会为了洛洛的死 而痛不欲生 人不只要有良心 更要相信自己的选择 无愧于心 就没有必要后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驾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86集 母亲亲一转眼 又回到现实里 芸儿和洛洛还在哪儿 并没有发生 梦里的一幕 她看到了 凤青阳坚定的眼神 刚刚 刚刚才是最危险的考验 因为梦魇知道了 你最大的弱点 就是善良 善良没有错 可不只是要善良 更要坚强 母亲亲这才明白 刚刚那个考验 并不是选择救谁的问题 而是她是否 能够抵抗得住 内心的软弱 她的善良 有可能会被人利用 只有做到无愧于心 并坚持自己的原则 才可能对抗得了心魔 母亲亲 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这梦魇果然非同反响 一不小心 就会陷入陷阱 幸好有凤青阳在身边 你还要分身来照顾 真是辛苦了 别说傻话 记住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在你的身边 只要记住这一点 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凤青阳宠她露出一抹 坚定而温暖的笑容 母亲亲点点头 好似重新聚起了力量和勇气 闭上眼睛的一瞬间 场景再度变换 叶妖再次出现在 母亲亲的面前 母亲亲都觉得无奈了 孟爷 你就这点起来吗 每次都是叶妖 烦不烦啊 亲亲 跟我在一起 好不好 没想到这一次 叶妖不再是凶恶的嘴脸 而变得温柔又深情 亲亲 不要再离开我了 好不好 她略带受伤的眼神 看起来 的确很容易叫人伸出不忍 对不起 但不可以 不管是梦境还是现实 她都不可能答应叶妖 我不爱你 我爱的人是凤青羊 所以无论回答多少次 都是同样的答案 叶妖激然一笑 她的手中再度出现一把刀 你要做什么 装可怜没用 就要用刀子了吗 叶妖痛楚地看了她一眼 亲亲 在你心中 我就是那么的不堪 你就那么恨我吗 是 因为你做了太多不堪的事情 为了控制我 为了得到我 你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的朋友 我的亲人 母亲亲不可能对叶妖 伸出一点点同情 她曾经想过 叶妖也很可怜 被亲爱之人背叛 所以才会像 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抓紧自己 可后来她才明白 那都使她咎由自取 更何况 就算她被流离伤害了 她就算是希望能和她在一起 也不该用那么极端的手段 那不是爱 那真的是一种占有欲罢了 亲亲 我懂了 叶妖缓缓点头 然后高高抬起握着刀子的手 狠狠扎进了自己的心口 不相信我爱你 无论我怎么做 你都还是默示我的真心 好 我就将心掏出来给你看 叶妖自说自话地 抛开了自己的胸膛 血喷涌而出 溅在母亲亲脸上 她甚至能够感受到 血的温度和心瓦 你 母亲亲被惊呆了 然后她看着一摇从胸口 逃出了她依然跳动的心 你疯了 母亲亲往后退 哪怕知道这是梦 也被这恐怖的场景给吓到了 你看看 看看我的真心 我把我的心都抛开给你看了 你为什么还是不肯相信呢 我真的 真的好爱你啊 叶妖步步紧逼 明明血一直在流 可她就像是完全没有感觉似的 你疯了 走开 她不懂 这个梦是有什么目的 静静 我还哪里让你不满意 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欠我 叶妖握着她的心 一步一步朝她走来 母亲亲身呼吸了几口气 你站住 你站住 听我说 叶妖看着她 依然是一副受尽伤害的表情 上一世过去了 琉璃死了 她欠你的 用她的命还了是不是 她不是为我死的 她是为玄境逼到了绝境才死的 不管怎么样 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哪怕她并没有那么大的错误 她不过是被玄境欺骗了 她也是受害者 她爱上了玄境 甚至没有后悔过 她选择自毁原神 除了绝望之外 还因为 她不想看到自己生长的幻岛被战争毁灭 母亲亲记得第一个梦境的情景 她可以确定那是真实发生过的 也确定那时候感受到了琉璃的真心 你以为她背叛了你 可是你们的婚约一开始就不是她心甘情愿的 她有说过 她爱你吗 叶瑶死死盯着母亲亲最后又红了眼睛 你答应了她 答应要嫁给我去爱上了玄境 这不公平 是 这是她最大的错误 她应该在爱上玄境的第一时间 就跟你说清楚 不该拖到你们大婚的时候 才说出不嫁给你这样的话 可是叶瑶 你扪心自问 你没有错吗 明明早已经看出来她不爱你了吧 只是一直自欺欺人 或者说 你太过自信 认为你这样的人 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你 所以你喜欢她的时候 就照告天下 要娶她 却从来没有问过她 她是否真心爱你 愿意和你共度余生 母亲惊叹了一口气 连自己所爱之人的心意都无法明确 自说自话的就决定了这一切 难道不是一种错误吗 再者 前世的一切 随着琉璃的死也该结束了 你却固执的不肯结束 你打破尽情 非要重新把琉璃找回来 可最后回来的人已经不是琉璃了 是我沐青青 我是全心的人 不是琉璃 与你们的恩恩怨怨 早已经没有任何瓜葛 你却还是要把我带进仇恨的漩涡里 让我遭受了本不该承受的一切 甚至为了得到我 你对我的亲人和朋友下狠手 甚至杀了我最爱的人 这就是你的爱情吗 这就是你的真心吗 你把心剖开给我看 又如何呢 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心是真是假 因为我不爱你 而你剖开的心 最终伤害的也是你自己 而不是我 沐青青态度那么的坚定而决绝 丝毫没有因为叶瑶的真心告白而动摇 她甚至没有同情她的付出和凄惨的境遇 说得好 凤青阳的声音再度响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1587集 沐青青回头看到含笑的凤青阳 心情大为放松 这点小手段已经没有办法动摇我了 沐青青得意地笑了笑 这不是为了动摇你对我的感情 而是考验你 是否还会为了不该同情的人而心软 你是那么善良又容易动感情的人 如果刚刚你为叶瑶的痛苦而动了同情心 那就危险了 她手里的刀子就变成了杀你的武器 风青阳庆幸沐青青不是那种烂好人 原来如此 幸好她选的人是叶瑶 我恨透了叶瑶 才不会同情她呢 哪怕她看起来再可怜也没有 想到叶瑶的所作所为 她就感到愤怒 怎么还可能对她伸出同情心来 就快要结束了 要坚持下去了 风青阳派了拍沐青青的肩膀 然后消失在了她的面前 沐青青皱了皱眉头 心想还有什么难关等着自己吗 正在这样想的时候 脚底开始结了冰霜 周围忽然变得很冷很冷 雪花飘飘而落 如同柳须一般洋洋洒洒 沐青青伸出手握住了一片雪花 待她定睛一看 却看到前方 两个伸手拿刀子 互相抵着对方的咽喉 沐青青愣住了 那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秋月和雪女 她感到非常的心累 她明白 终极考验是什么了 这个横根在她心头 始终无法给出答案的难题 终于再度摆到她面前 雪女和秋月 她们是仇人 可她们同时又是自己 最亲近最信赖的挚友 她该如何选择 既不能不管她们的恩怨 也不能够乱插手 帮谁都不行 不帮可能就要看着她们两败俱伤 真正让沐青青心里交瘁的问题 秋月 暖暖 母亲亲这样朝她们走过去 却发现自己被两个人同时抓住了 青青 你到底帮谁 青青 你难道愿意看着雪女被秋月杀死吗 丹妃夜夜死死听着她 你们 你们够了 放开我 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把她们两个分开吗 难道你要看着她们互相残杀 母亲亲头疼不已 试图挣脱 秋月要报仇 我觉得无可厚非 她的身世太悲惨 她姐姐的死 都是雪族造成的 我不会阻止她报仇的 她要做的事情 我都会不计代价帮助她 雪女有什么错 她已经够可怜的了 背负了全族人的希望 可脱族的悲剧 要不是她造成的 是先皇后 和雪女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找她报仇 正因为她是雪族全族的希望 才有杀了她 否则报仇还有什么意义 你这是歪理 所以一人做事一人当 等你雪女才多大 她和秋月差不多大 凭什么要她负责呢 这不公平 有本事你们去找先皇后 和皇帝去报仇 够了 不要再吵了 我要被你们吵得疯掉了 现在不是你们两个争执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分开他们 我不想看到任何人死 我不会阻止秋月 要为责任复仇 若雪女有任何差池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所以你们俩也要打尸吗 容珠看了一眼 段飞也冷笑 哼 没错 如果她要去阻止秋月 我就会杀了她 谁杀了谁还不一定呢 段飞也一回忆冷笑 母亲亲只觉得很无力 尽管知道这是梦 但也知道 如果她没有办法解决好这一切 就不能通过考验 那梦魇可能会把她困在这 让她始终被这个心魔纠缠 母亲亲感到无比懊恼 尤其是这两个家伙 还不依不饶地 在自己耳边锅脏 够了 别吵了 嫂子 到了你选择的时候了 你是帮我和秋月 还是帮她和雪女 雪女对你有数次救命之恩 你不会忘记的 对吗 如果她被秋月杀了 你难道不会痛心吗 秋月也救过你 不仅救过你的命 还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陪伴你 治愈你 她如今正备受煎熬 你肯定不会不管她的 我仅仅想死的心都有了 难道就不能心平气和地 把问题解决吗 非得要互相残杀 血债血偿 秋月的姐姐和亲人们 死得太惨了 这份仇恨要怎么算 根本不是决你的错 是云梦的皇帝心黑了 她背叛了贺托族和秋月的姐姐 雪女是无辜的 上一任圣女为了消灭贺托族 出卖自己 和云梦的皇帝结婚了 雪族还和皇帝 定下了科室的契约 就是为了对贺托族赶尽杀绝 雪女既然是雪族圣女 接受了雪族的供奉 也要承受雪族的罪孽 秋月不可能杀了所有雪族人 都那么善良 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雪族 失去圣女 荣珠已痛苦地抹了抹脸 嫂子 难道这样你就不能成全她吗 她已经决定 让伤害降到最低了 只要雪女一个人死 其他人都不用死 不可以吗 你还要秋月怎么做呢 她已经很痛苦了 回忆起了族人惨死的那一夜 回忆起她姐姐痛苦的面旁 我太心疼她了 荣珠落下一滴泪珠来 段飞也一把揪住荣珠的衣巾 你这是什么话 雪女已经够惨了 生下来就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因为要承担雪族人的期待 所以必须要禁锢自己的感情 什么自由都没有 痛苦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没有人真的在乎她的感受 可为什么她要去承担别人的罪过 为什么还牺牲自己 你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吧 我不管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雪女 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段飞夜兰在荣珠面前寸步不着 好啊 那我就杀了你 反正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八十八集 够了 够了 穆青青摇头觉得很疲惫 明明是梦境 可是每个人的表现都那么的真实 真实到上到无法 只把这当梦境来看 绝对不能乱来 我不想要我最好的朋友互相伤害 谁都不要冲动 事情总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非得你死我亡呢 我紧紧拉开段飞夜和荣出 段飞夜 你爱雪女 对不对 当然 我爱她 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段飞夜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爱秋月 对不对 是 我爱她 胜过爱这世上的一切 荣出也丝毫没有考虑就回答 那么你们谁愿意牺牲自己的爱人呢 不愿意 两人一口同声 我也不愿意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对他们的感情同样的深厚 我比你们认识他们的时间要长得多 他们对我的意义无比重要 所以 你们要让我怎么选啊 母亲亲叹息一声 看着那边还在对峙的雪女和秋月 世界上有不能化解的仇恨 亲人的血 会成为抹不去的毒 溃烂在心底 永远也抹不去 我明白秋月的痛苦 也明白她想要复仇的心情 但雪女又有什么错呢 她当年不过是个小孩子 无力阻止那一切 也没有权利决定那一切 为什么要她承受这份仇恨呢 那该怎么办 你让秋月去找谁报仇去呢 找我们 找我报仇 我是皇帝的义女 而你是秦王的亲儿子 负债子长 是不是 容输愣住了 我 让秋月杀了你和我 不就等于报仇了 雪女和她并没有直接仇恨 除非秋月要杀掉所有雪族的人 否则就不该杀雪女 母亲亲看着容出 段飞夜立刻点头 对 明明你才是直接仇人吧 亲王可是参与过当年贺托族屠杀的 容出一下子崩溃了 跪坐在地上 久久没有办法回神 我 我才是仇人 我 我才是秋月的仇人 不只是你啊 我也是啊 我不仅是皇帝的义女 我还是前任雪女闺蜜的女儿 先皇后视我如己初 甚至做主把我配给了太子 这样的我也应该是仇人了吧 更何况 我娘亲当年也在雪族住过一段日子 她知道皇帝背叛了贺托族的乌拉 却选择了沉默 知情不报也算是罪过 恕罪并罚 我才是最该死的那个人吧 秋月 母亲亲喊了一声 如果你要报仇的话 从我开始吧 母亲亲一步一步走过去 抱着必死的决心 雪女留在最后 既然要死 就从我开始 我欠你的太多 还要阻止你报仇 为了不让我阻止你 为了不要让我看到 自己最珍惜的两个朋友 彼此残杀 行 先结束我的生命吧 母亲亲看着秋月 她并不是在威胁秋月 而是真的这样想 如果秋月的仇恨不能结束 那就从她性命开始 秋月看着母亲亲 还是坚持要救她吗 在我和她之间 选择了帮她吗 没有 我没有选择任何人 我也不会做出选择 因为你们都对我很重要 都是 非常非常珍贵的朋友和亲人 秋月 我知道 没有办法劝你放下仇恨 如果是我曾经经历这样的事情 也会恨偷了雪族的人 恨偷了每一个造成贺托族悲剧的人 我娘死了 皇后娘娘也死了 雪族那时候的长老 也基本上都不在了 你的仇恨无处发现是不是 所以必须要有人来承受这份仇恨 我来 我先来 可以吗 母亲亲看着秋月伸出手 握住了秋月手里的刀子 刀划破了母亲亲的手 血流出来 痛清晰地传来 雪女一把抓住母亲亲 想要将她给拉开 清晰 不要 不要过来 不要管我 这是我和秋月之间的事情 段飞夜也过来 抓住雪女 这是清晰的选择 你走开 我不会让清晰替我去死的 雪女伸开手掌 手中出现一枚冰锥 段飞夜提前一步 抓住了冰锥 你要做什么 雪斩血肠 雪女推开段飞夜 用冰锥朝着自己刺下去 不 母亲亲松开秋月的刀子 用手抓住雪女的冰锥 冰锥直接穿过她的手掌 血喷了出来 清清 秋月扔掉了刀子 抱住母亲亲 你为什么要那么傻 因为我爱你们 爱你们一样多 谁都不可以在我面前伤害你们 包括你们自己 母亲亲勉强挤出一抹微笑 原来梦里也能感受到这么痛 秋月眼泪落下 清清 对不起 秋月姐 我太自私了 所以才会阻止你报仇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 也不想失去雪 所以我愿意承受你的恨意 用我的血 抚平你心里的伤 母亲亲两个手都已经被血给染红了 秋月哭得撕心裂肺 秋月 还有我 母亲亲看了一眼荣出 发现她好像醒悟了过来 我也是你的仇人之子 我应该承受你的恨 我的命 你拿去吧 荣出抬起头 仰着脖子 像是随时等待死亡 傻瓜 你那么爱她 为什么要用命去还她 你应该用你一生去爱她 用你的余生 去抚慰她的痛苦 母亲亲笑着道 不要再做傻事了 秋月 雪女没有罪 有罪的人都已经死了 你爱的姐姐也死了 仇恨并不能使她 反而会毁了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你舍不得杀我和荣出 才会选择雪女作为你的仇恨对象吧 秋月气不成声 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既然如此 就让我和荣出 又一辈子来对你好 相信天上的姐姐 也一定希望你获得幸福 而不是杀了仇人 却痛苦到无法独自存活下去 不管这里谁死了 你都不会快乐的 只会带给你更多的痛苦 我紧紧用流血的手 抓住了秋月的手 因为你是秋月啊 善良又温柔的秋月 并不喜欢杀人 秋月的脸在她手里逐渐透明 最后消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腰 母亲亲知道自己成功了 这一关闲闲过去了 身后空屋一人 她闭上眼睛 在睁开的时候回到了集团 凤青阳对她点点头 目光里尽是爱意 准备好了吗 孟宴就快要合体了 接下来 我们八个人必须齐心协力 将孟宴从他们身体里面剥离 然后再封印起来 准备好了 可真是不容易啊 他们几个都熬过来了吗 母亲亲看看千任他们 似乎都睁开了眼睛 看来大家都克服了自己的心魔 不受孟宴的蛊惑 母亲亲冲着千任笑了笑 千任也回忆感激的笑容 凤青阳咳嗽两声 母亲亲诧异地回头看她 凤青阳让她注意点 马上就要对付孟宴了 要集中精神 母亲亲蒙点头 笑着道 好 我会的 一定不会放过孟宴 必须要让我们洛洛好起来 凤青阳看她这副精神奕奕的样子 也笑了 就在这个时候 洛洛的身体 忽然开始往外释放出黑色武器 而孟宴儿的身体 则释放出白色的武器 母亲亲屏住呼吸 看着那两团武器逐渐地聚集在一起 就是现在 凤青阳喊了一声 千任他们同时盯上那儿 八个人同时伸出手 对着那团武器 释放灵力 必须要尽全力 我则无法轻易压制住孟宴的力量 凤青阳的声音 在母亲亲的脑海里响起 她没有任何犹豫 尽其所能 释放全身的灵力 可能是母亲亲吞噬过灵珠的缘故 所以灵力是绵绵无穷的 母亲亲还有余力 可是其他人 似乎都已经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 母亲亲直接伸出两只手 同时释放自己的灵力 黑白两团武器纠结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螺旋向上的柱子 却被不同黑色的灵力包围着 现在要做的 就是用灵力将这道柱子 给压制到极限 然后引导进入舍利子中 凤青阳看了一眼母亲亲 见她这么努力 又露出温柔的笑容 她的妻子 永远都是这么的善良美好 就算是为了别人的事情 也这样努力 凤青阳手中的灵力忽然大声 那道黑白交叠的柱子 瞬间就顶不住了 直接被压缩成一团气球 球一开始还挺膨胀 但越来越小 穆青阳惊喜地看着凤青阳 凤青阳对她点点头 两人再度加大灵力输出 黑白气球被压制得越来越小 最后 直接凝成了拳头大小 再努力一下就可以了 我一定要 穆青阳深吸一口气 使出所有的力气 灵力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 亲人他们也意识到了 这是最关键的时候 再也没有任何的保留 充分释放最后的灵力 拳头大小的球 又快速地缩小 最后化为一滴水珠 被打住了舍利之中 太好了 穆青轻欢呼起来 一下站起来 但由于太突然 灵力也消耗严重 一下没站稳倒下来 凤青阳想要去扶她 可她的身体 直接穿过穆青轻的身体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支撑力 这时候 千人冲过来 在穆青轻 坠下祭坛之前 将她给接住了 把她扶回来 凤青阳看着千人 千人也看着凤青阳 千人露出一抹 尴尬又无措的表情 说赶紧离开了 穆青轻的背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多谢你了 要不然摔下去 肯定要受伤的 穆青轻感激地 冲千人笑了一下 她太冒失了 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千人点点头 没事 你小心一点 千人赶紧走开 去找洛洛了 洛洛和佣儿 还在昏睡之中 千水一脸为难 大哥 怎么办呢 这小子 把我们洛洛的手 抓得死死的 分也分不开 千人过去看了一眼 果然如此 既然这样 那就先一起带回去吧 真是没办法 看来洛洛 要离开我们了 离开 你说什么呀大哥 没看出来吗 这小子对我们洛洛 是认真的呀 千人又欣慰 又有点不舍 毕竟是宝贝了 那么久的妹妹 以后可能就再也 不需要她来守护了 三千年 说来很长 可如今回忆起来 也不过是弹指一挥尖 千人看着 昏迷不醒的洛洛 幻想着 她逐渐长大的样子 一定会是 非常非常美丽的姑娘 就和她记忆中的 母亲一样的漂亮 她一直都是孩子的模样 一心盼望着长大 她明明知道 她的心愿 也没有办法替她实现 所以只好默默地陪着她 不管她想要什么 她都愿意纵容她 陪伴妹妹 成了一种习惯 为了守护妹妹 逼着兄弟们都一起努力 忘了去过自己的人生 建了这座城堡 并想 谁也不许离开这里的契约 没想到 梦想终于也有实现的一天 洛洛终于摆脱了 梦也的束缚 她可以自由飞翔了 而她却在这一刻 体会到了失落和迷茫 好似未来的人生 失去了目标一样的 彷徨无措 带她回城堡吧 千人的声音有一点哽咽 几乎无法控制眼泪 她不想叫人看到自己这样 所以需要一个人冷静一下 千水不明所以 只是兴奋地道 好 小洛洛终于可以自由长大了 我真是 真是太高兴了 说到这儿 千水竟然真的哭出来 太难看了吧 老三皱眉 千水推了她一半 你懂什么 我是高兴 高兴 你没心没肺的 怎么会明白这种感受 洛洛多可怜啊 终于要长大了 我太高兴了 她再也不会在无人的深夜里 一个人哭了 她再也不会羡慕 那些可以穿漂亮裙子的女人了 以后 以后洛洛 一定会变成最漂亮的大姑娘 我会送给她 全世界最漂亮的裙子 兄弟几个互相看了看 就连一只冷冰冰的千冰 也露出温柔的眼神 母亲亲看着凤青羊 省不住流下眼泪 他们真的好爱洛洛 我也很爱你啊 凤青羊笑着道 她想伸出手 为母亲亲擦眼泪 但发现好像根本就做不到 挫败感和无力感再度吸上来 凤青羊的笑容慢慢地僵硬 如果永远只能够这样 看着她 却什么也做不了 连为她擦去眼泪都做不到的话 还配留在她身边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二嫁王妃 作者妖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半指红雀 黎木寒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半指桃妖 第1590集 母亲亲看着凤青羊问道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你自己 好像变得更爱哭了 凤青羊转移了话题 就算觉得自己没有资格 也是不想放手 讨厌了 我不是爱哭 是容易感动了而已 好羡慕洛洛兄妹几个的感情 被亲人这样珍惜 真是很幸福 你有了关心你 珍惜你的亲人 是啊 已经拥有了 真好 真好 我也好幸福 母亲亲看着凤青羊 最重要的是 她也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洛洛和云儿 被他们带回去了 你要去看看吗 母亲亲看着 还留在那里的千人 我先去找千人吧 她可能需要有人 跟她说说话 多年苏愿 终于实现了感觉 一定很幸福 又很失落吧 凤青羊看着母亲亲 走向千人 眼神瞬间变得落寞起来 可是 她却没有阻止母亲亲 只是看着她走向千人 心中一片苦涩 她抬起手 看着自己 却又握住拳头 为什么会变成灵体呢 她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却连拥抱自己所爱之人族做不到 真的是无比的糟糕 凤青羊转身离开祭坛 母亲亲却已经走到千人面前 千人 是不是有点失落啊 哈 你 你说什么 别装了 都流眼泪了 还是第一次看到你流泪呢 妹妹会长大的 从前想也不敢想 但现在却已经变成了现实 却又有点舍不得了 因为是一直守护着的宝贝 发现她可以自己走 自己飞 再也不需要自己了 真的会有点空落落的呢 被你看穿了 可是还是希望 她能够自由飞翔 不再需要我 也没有关系 因为她会有自己的人生 会遇到替我守护她的人 母亲亲伸出手 拍了拍千人的肩膀 鼓励她 所以千人 你也该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了 还会有人需要你守护的 只是不再是妹妹 而是那个不知道现在在何处 却在等待你出现的爱人 哈 听不懂吗 洛洛可是跟我说过很多次啊 她希望你这个光棍大哥 早点找到可以相伴一生的爱人啊 千人这种眉摸摸头 有点不知所措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就现在开始想好了 要快点适应洛洛的成长才好 不然看到大哥因为他长大了 拥有自己的人生而感到失落 洛洛恐怕 也不能自由自在地去寻找 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哼 说得对 我不会失落的 我只是 细时有点感慨而已 盼了很久 终于实现了她愿望 会让人一瞬间失去目标 变得彷徨 嗯 我能够理解 就像我忽然看到了长大的婴儿 也是一样 她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不再需要我这个娘亲保护了 我又高兴 又失落 但高兴是最主要的 是吧 是啊 非常非常地高兴 幸运洛洛 再也不会为这件事生气 山后偷偷哭了 那 走吧 今天是不是要展现一下你的厨艺 为大家做一顿大餐 这样洛洛和婴儿起来 我们就好好庆祝一下 当然 这有什么难的呢 两人一起回到了城堡里 凤青阳却在背后远远地看着他们 目光再度变得伤感起来 母亲亲望着千人一起去忙活饭菜 婴儿和洛洛在城堡里继续睡着 千水就在一边看着他们 你老盯着他们做什么 这小子可是宣布要娶我们洛洛的 我得严防死守 没有成心之前 绝不允许他远勒吃半步 他才三岁吧 你怕什么 他哪像三岁了 可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的小孩子们很不简单呢 他之前还亲过洛洛 你敢相信 这么点大的孩子 竟然知道亲女孩子 太可怕了 那也是小孩子 魔法大人的游戏吧 不要太当真 而且人家不是帮着我们 救了洛洛吗 所以才要紧紧地盯着他呀 不能让他们结婚之前 发生任何不妥当的事情 千水道 然后又试图掰开 孕儿抓着洛洛的手 还是徒劳 这小子 抓得还真是紧呢 千水放弃了努力 又坐回去 继续盯着 先为扑持笑着 真好啊 年轻真好啊 我们洛洛 也有臭小子喜欢了 叶和娘 可以放心了吧 千水看着外面的天空 眼睛也有点湿润 大哥也可以放心了 一直以来 他又当爹又当娘的 为了洛洛 什么都不顾了 真的 太难为他了 千水点点头 洛洛翻了个身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想要拿手揉眼睛 却发现自己的手 被人紧紧抓着 他转过头 看着近在咫尺的脸 吓得大叫起来 洛洛 千水和千薇立刻跳起来 怎么回事 洛洛抬起手 发现自己的手 被孕儿紧紧握着 洛洛 你醒了 千水激动地跑过来 一把抱住洛洛 干嘛呀 二哥 你又在发什么神经了 洛洛 太好了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你知道吗 千水激动地 摇晃着洛洛的肩膀 洛洛 我们成功了 孟严已经被重新封印了 以后再不会成为你的困扰了 是啊 大家辛苦了很久了 洛洛虽然只是睡了一觉 但其实 经历了很多凶险 幸好 幸好一切都值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驾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一千五百九十几 真 真的吗 洛洛看着自己 依然像小孩子的手 会 会长大吗 会的 一定会的 还需要一点时间 大概像正常人一样 会从十岁变成二十岁 过程或许缓慢一点 但已经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了 洛洛看着千尾和千水 然后眼泪就一点点落下 没有骗人 没有骗人吧 没有骗人 都是真的 哭什么呀 雲儿打了个哈欠 也起来了 猪小子 你为什么躺在我床上 我哪知道 哎 还手牵着手呢 不愧是我 果然厉害 睡着都知道要抓住媳妇的手 谁是你媳妇呢 洛洛打了她一巴掌 用力地抽动自己的手 雲儿却猛然一拽 把洛洛顺时拽进自己怀里 然后抱住她 哎 洛洛 我们都醒来了 说明 你可以长大了 我在等你哦 快点长大 做我的新娘子吧 你 你讨厌 洛洛挣扎两下 忽然就不挣扎了 把头靠在婴儿肩上 谢谢你啊 耍混蛋 跟我不用说谢谢 你需要的话 我这条命都可以给你 婴儿在洛洛耳边倒 洛洛愣了一下 千水却是煞风景地 敲了一下婴儿的脑袋 你这个臭小子 你太会了吧 谁教你的呀 小小年纪这么会哄女孩子 长大了 会不会变成花心大少 你要是敢欺负我们洛洛 我可不饶你 哎 哎呀 二哥 你不要下手这么重吗 我是认真的 不是花心 婴儿揉了手脑袋 洛洛脸红红的 眼神亮晶晶的 看着婴儿 觉得这个少年 虽然有点有嘴滑舌 但是却非常可靠的人 未来也会成长为可靠的男人吧 千水哼了一声 不管怎么样 在成亲之前 不可以轻薄落了 啊 啊 云儿差异地看着千水 亲不 哪有 还没有 又是拉手又是搂搂抱抱的 已经够了吧 千水一把将云儿抓住 拉开了他们 云儿笑嘻嘻地道 抱歉抱歉啊 不是故意的 就是 情不自禁而已 真的 好小子 以后洛洛 就拜托你照顾了 可不要让他哭 云儿看着千尉 用力点点头 啊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让洛洛 为我哭泣的 千水看着千尉 无奈地问 好歹也是三哥呀 怎么能这么轻易地 把洛洛给送人了 不是送人 是交给可靠的男人 洛洛会幸福的 嗯 三哥果然是很有眼光啊 洛洛只有跟我在一起 才会幸福的 聊什么呢 母亲亲从门口进来 笑着问 亲亲姐姐 洛洛冲进了 母亲亲的怀里 母亲亲接住她 温柔地派着洛洛的背 洛洛 我们成功了 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以后就可以过上 普通人的人生了 姐姐 洛洛又开始流泪了 谢谢 不客气 真好啊 真想看到洛洛长大后的样子 哎 洛洛 以后你可别喊我娘姐姐了啊 乱了辈子 婴儿跑过来提醒 什么呀 洛洛有一点害羞的 我母亲亲怀里缩了缩 婴儿一本正经道 你要跟我成亲的呀 成亲了 我娘就是你娘亲了 汉姐姐 不就乱了辈分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成亲了 反正 以后肯定会成亲的 除了我之外 你别想找其他人了 来一个我打走一个 只要没人打得过我 你就不能找别人 这样也太乱来了 罗洛问 却觉得甜滋滋的 嗯 作为男人 就应该要这样啊 为了心爱的姑娘 必须要变得更加强大才行 婴儿 你到底是跟谁学的 嘿嘿 娘亲 你开心吗 我都找好媳妇了 嗯 开心呢 母亲亲笑着揉了揉 她的脑袋 不管怎么样 还是个孩子啊 所以才能够拥有 如此纯粹的喜怒哀乐吧 哎 爹呢 怎么不和你在一起啊 她不是和你寸步不离的吗 勇儿东张西网 没有发现风轻扬 哎 是哦 好一会儿没见到她了 或许是去忙事情了吧 母亲亲也有点诧异 因为凤青阳成了灵体 所以基本上 感受不到她的存在 所以偶尔也会忽略 她的存在 母亲亲说着便道 我去找找她 快要开饭了 今天千任做了很多菜哦 大家要好好庆祝一番 说完母亲亲便出去了 可是到处都没有看到凤青阳 千任忽然来找母亲亲 亲亲 能单独跟你说会儿话吗 母亲亲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便道 好 就来 怎么了 那个 宋兄好像有点误会了 什么 千任兄 亲亲和云儿就拜托你照顾了 我知道你一定会善待他们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唉 恐怕是误会了什么 我对穆姑娘您 绝对没有非分之想 虽然 虽然之前有过一点点好感 但知道您有了夫君和孩子 并且对夫君的感情非常真挚深厚 就再也没有过不该有的想法了 母亲亲一把将信在手里烧成了灰烬 这个蠢货 气死我了 我要是抓到他 定要狠狠地打他一顿 母亲亲咬牙切齿的 身上仿佛有火焰在燃烧似的 是 是因为变成了灵体的缘故吧 男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完美而强大 修妻是在心爱之人面前 希望自己无所不能 可是偏偏她是灵体 虽然是无比强大的灵殿主人 却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就算这样又如何呢 灵体就不能有妻子了吗 我又不在乎 母亲亲生气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第1592集 你不在乎 不代表她也不在乎吧 男人的自尊心 小时候很可笑 但却没有办法呢 穆姑娘 应该体谅一下 或许 应该想办法 让她恢复 当然会想办法啊 可是一时还没有想到办法 我也说过了 就算永远也没有办法恢复 我也不会离开她 我爱她 不管她是什么样子 都爱着她 就算是这样 还是会没有安全感吧 因为人 一旦陷入某种自卑之中 就很难理智地思考问题 而且会认为 离开你 才是为你好 这样想也太奇怪了吧 我们是那么多年的感情了 还有了孩子 难道过去的承诺 都是假的吗 难道我是 不值得信任的女人吗 穆姑娘很值得信任 她也很受欢迎吧 之前那个疯狂追着你 甚至不惜杀人的家伙 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这样的情况下 身为您的夫君 的确会感到不憨呢 可能 她也误会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 心思 才让我好好照顾你 真是笨蛋 气死了 我去找她说清楚 吴琴琴又生气又心疼 明明好不容易才重逢 怎么能够轻易就放弃了她 晚上 不一起庆祝了吗 抱歉了 下次吧 等把那个家伙抓回来 再一起庆祝吧 月儿就暂时 拜托你照顾一下了 她想和洛洛培养一下感情 我不反对这门轻事 至于你同意与否 就看那个小子自己的表现了 吴琴琴朝千人鞠躬 然后才离开 千人笑了笑 难难道 收拾成全了洛洛和运孩 好像就不能替凤兄照顾你了 凤兄的想法 还真的很古怪啊 吴琴琴回到林殿 可是段锦绪他们说 凤青阳根本就没有回来过 吴琴琴只好又出去找 找来找去也没有发现 凤青阳的下落 她好像忽然之间就失踪了 吴琴琴很是恼火 可似乎也没有办法 她忽然就想到一个地方 吴敬海 不会去找那个老头了吧 她用尽了全力地向着吴敬海警发 飞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被人挡住 是琴琴小姐吗 你是谁 你好 我是魔君作下诱护法 随天 吴琴琴打量了一下这个人 发现她眉心的确是魔族的印记 随天 我没见过你 你知道我什么事 我是来求您救命的 随天担心跪在沐琴琴面前 求救 什么意思啊 沐琴需要小姐处处相救 我一直在找您 可是您去了灵电 我们没有办法靠近灵电 所以耽误到了现在 请务必跟我走一趟 救救她 她还活着 是 还活着 但是遭受重创 眼神非常脆弱 需要帮助 吴琴琴激动不已 好 我这就跟你去 随天立刻领着沐琴琴 往玄金藏身的地方去了 果然见到一群守护在门口的人 玄金竟然就住在星药城里 还是星药城里一座 非常豪华的宅子 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啊 我以为你们魔狱的人 都会住在山山老林里呢 不是的了 主子喜欢繁华的地方 所以在星药城才做大宅子 其他地方也有 哇 玄金这么有钱呢 他怎么那么有钱 因为是魔君呢 主子已经活了一万多年了 有钱也不奇怪吧 吴琴琴恍然 然后又吓了一跳 一万多岁了 真是看不出来呢 你以为寿命很长 所以一万多岁 你还是很年轻 对哦 我好像听他说过 已经活了一万多年了 吴琴琴记起来 进了屋子 才发现玄金住的房间 非常夸张的大 他就躺在中间那张 巨大的圆床上 整个人陷在柔软的被褥里 看起来脸色苍白的 近乎透明 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他 真的还活着吗 还活着 但是就该不行了 请您务必帮忙救他 在下听说 穆小姐是顶级的炼丹师 哦 明白了 但是他的元神寿创 该用什么丹药呢 吴琴琴并不知道 有这种丹药可以救人 您放心 我们已经找到了丹方材料 只等您出手了 必须要是超过神品以上的品级 才可以救军上 超越神品 那 我可以炼制神品丹药 可还没有炼制过超越神品呢 我相信你 一定会有办法的 因为已经找过很多炼丹师了 都没有办法炼出来 不得已 才去找您的 只有您有办法救军上 拜托了 吴琴琴看了一眼玄境 想到她也是为了救自己 才会陷入危机 要救她 也是自己的责任 好 我会尽全力的 多谢你 随天真诚的感激 吴琴琴看了一眼玄境 她现在的样子 可真的是脆弱极了 臂盏灯 看见了吗 随天只是 玄境头顶的一盏灯 像是油灯 但又不太香 嗯 沐琴琴点头 认真地看了一眼 灯的火苗已经很弱了 像是被风一吹 就会熄灭似的 灯燃尽的时候 眼神就会破碎 群尚就彻底 没有机会活过来了 所以 请小姐您 务必要抓紧时间 救救她呀 随天说到这儿 眼泪差一点没出来 沐琴琴看着那 咬夜的脆弱的火苗 心中一紧 她能救得了玄境吗 我在炼丹的时候 不许任何人打扰 记住 给我三天时间 三天中 无论是谁 无论什么事 都不许来打扰我 还有 不管怎么样 都得确保 她这三天不会死 好 我一定一定会做到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驾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第一千五百九十三集 母亲亲冲她点点头 然后转身进了随天 给她准备的房间 在这里 她将度过三天时间 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必须要炼制出 超神月品的丹药才行 炼丹过程并不顺利 母亲亲第一炉 彻底地毁掉了 那些珍贵的材料 也化为灰烬 让她的心情很沮丧 心疼的不只是材料 还有时间 玄境的命 在风雨之中飘摇 如果耽搁太久 就没有希望救回来 她想到了自己的祭坛上 被梦言控制的 不得不做的那些个梦 琉璃是她 她就是琉璃 她终于清楚地 记起这一切 那时候 她可是真切地 深爱着玄境 所以宁可自毁原神 也不想看到 玄境死在自己面前 请务必等等 不要死掉 虽然已经不再是从前了 也没有办法 再像琉璃那样爱着你 可是依然希望 你能够幸福 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不要 不要为了我死去 母亲亲身吸一口气 让自己的精神得以平静 她必须要毫无负担地练丹 情绪会影响自己发挥 神品以上的级别 一定要成功 母亲亲闭上眼睛 活在手中跳跃着 纯洁而热烈 以手作为丹炉 对很多练丹师来说 那是不敢想象的 可是母亲亲 却已经能够轻易地做到了 就算是顶级的丹炉 也未必有双手来得灵活 因为手是身体的一部分 精神直接可以迅速地 控制手中的材料 完全不会被丹炉影响 但这需要 炼丹师具有极强的控火能力 也需要精神力无比强大 虽然是自己释放得灵活 但一不小心 也会灼伤自己 集中精力 然后一举成功吧 母亲亲的信心突然大增 游戏上当材料 一点点凝结成她想要的样子 在自己身体周围漂浮着 像是色彩斑斓的水滴 环绕着她的水滴越来越多 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所以不允许再一次的失败 母亲亲的精神力高度集中 已经不知道时间的流逝 一千多种药材 不断地被她凉化 然后化作了晶莹剔透的水珠 最后一步了 凝结 母亲亲喊了一声 然后那些水珠就像是有意识一般 迅速地聚集到一起 母亲亲手中的火 瞬间变成了彩色 赤尘黄绿青蓝紫 火焰如同漂亮的彩虹一般 将那些颜色更加丰富的水珠 聚集到一起 接着 蒸腾出了彩色的雾气 在房间里面飘散 发出十分迷人的香味 最后 母亲亲手中的丹药 突然从她手里飞出去 直接冲破屋顶 与此同时 天空忽然雷声大作 电闪雷鸣 随天跑出外面 看到此情此景 也是紧呆了 出现了 真的出现了 丹结 只有超越神秘的丹药 才有可能引发丹结 太神奇了 军上有救了 军上有救了 随天欢呼起来 然后跪坐在地上 无比辛酸地流出眼泪 母亲亲从房间里走出来 已经是一脸憔悴的样子 头发也乱了 衣裳也皱了 甚至还有乱七八糟的脏东西残留在上面 母亲亲手中紧紧攥着丹药的瓶子 随天 拿去吧 希望可以救她 随天笑着站起来 跑向母亲亲 就在她伸出手的一瞬间 一道光疲过来 随天的手立刻变断了 母亲亲将手中的药瓶给掉了下去 她下意识地去捡 却被人抢先一步 好久不见 叶瑶的笑容如同恶魔张开了獠牙的嘴脸 母亲亲有那么一瞬间 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这个 要拿去救玄境吗 可惜了 我不会让你救她的 叶瑶的脸上有一道黑色的斑痕 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 母亲亲看着她 身体不由刺主地颤抖 不论秦始今生 你从未善待过我 你为了救她 总是不惜一切代价 但这一次 不会那么幸运了 叶瑶快意地笑着 然后亲手捏碎了丹药的瓶子 将丹药捏成一团粉末 破碎了玄境得救的希望 不 随天吼道伸出另外一只手 想要接触那一团粉 可惜风一吹 全部飘散了 母亲亲伸出手 毫不犹豫地甩了她一个耳光 你真是全天下最卑鄙的家伙 叶瑶揉了揉脸 无所谓地笑了 这一次 看谁还会来救你 母亲亲 无论你怎么验我 都还是落在我的手里 我不会放过你的 她伸出手要去抓母亲亲 却忽然感到手 剧痛无比 啊 谁 风亲阳一身黑袍站在她身后 冷冷看着她 不许碰她 你 不认识我了吗 可是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你是如何杀掉我的 亲阳 母亲亲冲向风亲阳 试图伸出手抱住她 可惜扑了个空 还是不能拥抱在一起 叶瑶咬牙切齿 你竟然没死 还变成灵机 真是有意思呢 是吧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亲亲 叫我呢 不要乱跑 这个家伙 是不是很讨厌 嗯 讨厌死了 恨不得她立刻就死掉 母亲亲一脸恨意地看着叶瑶 叶瑶的眼神变得尤为冷漠 是吗 这家伙 就是玄境的一缕残魂吧 上辈子是玄境 这辈子是你 真是令人头疼啊 为什么每次都要跟我抢 风亲阳笑了 看了一眼目轻轻 不是跟你抢 她本来就不是你的 是你自作多情而已 叶瑶 人应该要有自知之明 不属于自己的 就不要痴心妄想 闭嘴 那是我的 无论上辈子还是现在 都是我的 才不是 上辈子没有爱过你 是因为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就被你定下了 莫名其妙的婚约 但后来爱上了玄境 所以很快就要找你解除婚约 可是你不愿意 骗她你就要死了 想要在死之前跟她澄清 实现最后的愿望 结果才有了那场婚礼 你记起来了 也要震惊地看着 穆青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神王独宠 二嫁王妃 作者 幺蛾子大人 领衔演播 半指红雀 黎木寒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第1594集 是 什么都记起来了 包括你做的那些事情 你对琉璃从来都是欺骗 没有真心 你设计的那场婚礼 也不是为了琉璃 而是为了引玄境出来 你想要将玄境和魔界的高手 一网打尽 结果没想到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害死了自己的腹身 也害死了琉璃 你才是最卑鄙的家伙 穆青青想到 叶瑶的所作所为 都恨得牙痒痒 叶瑶瑶紧攥着拳头 不是你说的那样 不是的 是真心想和琉璃成亲 哪怕是用欺骗的手段 也希望能够拥有她 希望能够 成为她的夫君 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 是吗 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真的是这样吗 琉璃不是被你逼死的吗 因为说了那些话 说她是叛徒 是罪人 是不可原谅的 说玄境只是利用她 毁了她所有的生存希望 明明知道她是那么的在乎换倒 又是那么脆弱的人 却狠狠地把刀子刺入她的心口 玄境有错 可你也有错 你却一直恨她 恨她背叛你 是 她的确是背叛了婚约 可是她没有背叛你 她发现自己的心之后 就一直在试图说服你解除婚约 她想将一切在来得及的时候纠正 不让错误扩大 可是你没有给她机会 你就是不肯放过她 你的自尊心 不允许自己失败 哪怕是在感情方面 摩金金满脸的愤怒和不平 她没有来得及对你说出口的话 没有对你发出的怒吼 由我来 叶瑶被她说得连连后退 脸上的表情逐渐崩溃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不是 叶瑶反复地摇头否认 依然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 你当然不肯承认 因为你不仅在欺骗别人 也在骗自己 你假装深情 假装对琉璃致死不渝 不够是为了塑造你完美无缺的 太子殿下的形象 才不是这样 叶瑶脸色越发苍白 声音也变得无力许多 琴琴 不用跟她啰嗦 让我来解决她就好了 风琴音已经不打算再给叶瑶机会活下去 要不是这个家伙 自己也不会变成灵体 也不至于如此痛苦 咪咪和轻轻重新相聚 却无法碰触 这种感觉真的叫人痛苦 叶瑶听到这句话 忽然像是被打醒了一样 眼神立刻又变了 灵体 也想跟我斗 好啊 那就来吧 这一次我可不会收下留情 必让你灰飞烟灭 叶瑶似乎并不把风轻阳放在眼里 风轻阳笑了笑 穆轻轻提醒风轻阳 她不好对付 那种毒药都没有毒死她 我知道 所以你放心 必须要一举揭秘她 不然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 是会让你更烦恼 风轻阳想着 如果杀了叶瑶 穆轻轻以后就能够彻底地摆脱她 可以自由选择未来的生活 就算自己无法守在她身边 也不会担心她遇到危险 杀死叶瑶 轻轻才能够获得幸福 我们一起对付她 不必 我一个人就够了 你 你去看看玄境吧 或许只有你还要办法救她 虽然并不想和玄境牵扯什么 可如今玄境命悬一线 风轻阳还是选择让她去救她 穆轻轻有一些为难 你一个人对付得了她吗 不相信我 那你要小心 我先去看看玄境 虽然丹药被毁了 可只要她还能撑下去 剩下的材料还可以炼出一颗来 好 去吧 风轻阳对她点点头 摩轻轻这才转身进了屋子 一抬头就看到那盏指示着玄境生命的灯 火苗已经非常微弱 她紧张得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的 生怕自己会惊动了那火苗 让她瞬间熄灭 穆轻轻走向玄境身边 蹲下来看着她 脸色依然苍白 近乎透明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随天 燃血的半边身体 颤颤巍巍走进来 穆轻轻看着那盏 随时会熄灭的灯 也感到希望渺茫 要不是夜瑶 单要就可以救玄境的性命了 不行 我还要试一试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穆轻轻站起来 那灯火忽然摇晃两下 就在 穆轻轻以为 她要熄灭的时候 火光却忽然旺盛一些 玄境也在这个时候 突然睁开了眼睛 别走 玄境抓住穆轻轻的手 听我说 玄境 你醒了 你不会死了对不对 你千万要坚持住 我这就去给你炼丹药 一定会成功的 我会救你 别 多天 你出去 我要单独 单独和她说话 你不要急着说话呀 好不容易又恢复了一点了 请务必要保重 再给我一天时间就够了 我会加快速度 炼成丹药 玄境微微摇头 追脚露出一抹 满足的笑容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必须要现在告诉你 以后可以再说啊 你记住就好了 等你好了 我慢慢听你说 沐浸青青觉得 这时候说什么做梦的事情 实在是太过浪费时间 玄境确实抓着她的手不放 听我 好好说完好吗 可是 沐浸青青内心无比的焦急 尤其是看到 玄境如此虚弱的样子 她虽然能说话 可是明显看上去气息不稳 还有性命之忧 我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 请你听我说完 拜托了 不会的 你不会死的 我会救你 我一定可以救你的 玄境 你不要放弃希望 一定要坚持住 没关系 其实 我已经活得够久了 我做了一个冗长的梦 梦到了小时候的事情 也梦到了琉璃 我这一生最快乐的两段时光 一段是父母还在的日子 另一段 就是和你 不对 是和琉璃在一起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太傻了 如果在那时候就及时收手 带着琉璃来到修罗岛影区 会不会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了 就像不过关系了 感谢观看